第1167集 啊 啊什么啊 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跟你哥睡一个房间啊 妈不放心 吃完饭 你就去把你东西收拾 搬到楼下来 楼下住着也方便 不用担心上下楼的危险 老陆 你赶紧去把你的东西收拾走 陆父此刻想哭的心都有了 早知道把自己弄得和老婆分居 他宁可让儿子跟闺女分居算了 这是哪门子的事呀 那我住哪儿 楼上那么多房间呢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陆母一点可怜老公的意思都没有 转而对陆悠悠说道 别傻站着了 赶紧去坐沙发上等会儿 妈去看看厨房 还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弄点 啊 妈 陆悠悠还想问清楚 但是陆母压根不理她 静自去了厨房 陆悠悠又转过头来问父亲 爸 妈到底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 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刚下来 你去问你哥吧 陆父重重地叹了一声 气呼呼地回了房间 陆悠悠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但是父亲已经走远了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 什么呀 都吃错药了吗 不对呀 父亲叫他去问陆霄 难道是陆霄闯祸了 管家刚好从外面进来 陆悠悠过去问管家 陆霄在哪 听说是在书房之后 他就又上楼去了 刚到楼上 就看到陆霄从房间里出来 应该是去房间看自己的 哥 醒了 陆霄走过来 陆悠悠摁了一声 然后下意识看了眼楼下 问他 哥 你是不是惹妈生气了 为什么这么问 妈刚刚让我晚上搬去跟她住 还把爸给赶去了别的房间了 陆霄琢磨着 难道老爸没把事情搞定 不应该呀 他刚刚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不应该出问题才对 陆悠悠见陆霄出神 推了他一下 喂 我跟你说话呢 哦 你刚下楼 妈是不是问你什么了 没问什么呀 什么都没说 哦 妈问我昨晚几点睡的 我说我太累了 不记得几点睡的 然后我就说我饿了 然后妈就说 我早上吃了一碗馄饨 可我压根就没吃呀 连房间都没有离开过 陆霄省眉心一跳 你早上吃了一碗馄饨 你忘记了 啊 我早上吃馄饨了吗 陆霄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是老爸没搞定 而是被小丫头两句话给搞砸了 又说累得不知道几点睡的 又说不记得吃了什么馄饨 母亲肯定是认为 是她昨晚把小丫头 折腾得都不知道几点睡的 至于馄饨 谁吃的已经不是重点了 陆霄觉得自己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她说道 你说是衣服下楼吧 你还真让我去跟妈住呀 突然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不会想办法吗 没办法 接下来进入冷战模式 三天下来 陆悠悠没跟陆霄说一句话 陆霄倒是没少跟她说话 结果都是碰了一鼻子灰 久而久之 她也懒得说话了 而且陆霄近期都要忙着婚礼的事情 只望不上小丫头 她只能亲力亲为 有些事不上手 是不会知道其中的复杂的 就比如婚礼的事 陆霄亲自负责才知道 这其中太过繁复了 这样忙下来 她晚上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这晚 一家人都在等着陆霄回来吃晚饭 饭点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结果 等来陆霄一通电话 说是不回来吃了 不回来吃饭了 陆霄悠听到母亲这句话 小脸拉得更长了 丢下怀里的抱枕 气冲冲地喊道 吃饭 又是不回来吃饭 有本事 以后都别回来吃饭了 不 是有本事 以后都别回来了 陆霄看着生气的女儿 又看了看手里已经结束的电话 最后叹了一声 将电话给扣上 自言自语地说道 也不知道老二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三天两头不回来吃饭 自寻烦恼 说吧 陆傅起身去吃饭 留下陆母一个人坐在那儿 张了张唇 到底又没泊出话来 自从让他们俩分房之后 两个人就冷战 冷战几天就算了 这下好了 直接连饭都不回来吃了 再过几天 是不是连家都不回了 这个臭小子 他要是敢不回家 在外面乱来的话 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陆母来到餐桌前的时候 已经是一脸的笑脸 怎么今天晚上就这几个菜啊 悠悠 够吃吗 够了 陆悠悠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只顾着吃饭 他这副样子 颇有几分 化气氛为食欲的感觉 你吃得慢点 不然又该难受了 哎呀妈 你赶紧吃吧 不用管我 陆悠悠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陆母似乎还想说什么 毕竟自己是一片好心 可是想到陆悠悠心情不好 还是算了吧 陆悠悠吃得太快 碗里的饭吃了一半 就吃不下去了 喝了两口汤 觉得有些反胃 你们吃吧 我吃好了 怎么饭都没吃完呀 陆母在后问道 平时都要吃两碗的人 怎么今晚才吃了半碗 这肯定不对劲 哦 我有点反胃 你们吃吧 我去沙发上靠一会儿 陆悠悠丢笑话 就出了餐厅 陆母一听这话 赶紧也放下了筷子 起身要过去看看 但是被身旁的陆父 给拦住了 你干嘛 没听说悠悠说 不太舒服吗 她那是心里不舒服 这点都看不出来 第1168集 陆母一正 随后才意识到 陆父的意思 她当然也知道 女儿是因为儿子没回来 所以才生气 可是 也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啊 陆母又重新坐下 但是已经没什么食欲了 相比陆母的忧心忡忡 陆父反倒跟个没事人似的 陆母心情本来就受影响 在看着大吃大喝的陆父 立马就找到了发泄的源头 吃吃吃就知道吃 除了吃你还能干什么 陆母没好气的把陆父面前的碗给推了过去 陆父嘴里还塞着饭 被老婆这样一训 蒙了 把嘴里的饭吞下 有点委屈 不是 吃饭的时候我不吃 那我干嘛 你没看到悠悠心情不好不舒服吗 你是她爸 你到底知不知道担心你女儿 谁说我不担心了 我担心得很 担心你还狼吞虎咽 亏你说得出口 照你这么说 担心就不吃饭了 再说了 不吃饭要是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从现在开始三天不吃饭 关键是能解决问题吗 那你都不知道想办法呀 照这样下去 不出问题才怪呢 我说了你也别生气 现在这问题 就是你制造出来的 人家小夫妻俩 原本住一起好端端 你硬生生给拆开 这下好了 拆坏了吧 陆傅摇摇头 表示无语 当时就叫她别掺和 要是真担心的话 就侧面提醒一下 再说了 他们儿子什么时候不靠谱过了 当然 除了把自己妹妹娶回家这件事之外 其他的事 从小到大 这个儿子基本上就不用他们操心 况且 自己儿子对女儿也是疼在手心里 会乱来吗 我说你静看热闹是不是 陆母又来火了 陆母也知道 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她不想办法 还静说风娘话 真是可恶 你瞧瞧 我说两句就跟我发火 我不埋头吃饭 还能干吗 陆父又露出一张无奈的脸来 陆母将气焰压了压 说道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当然是让悠悠回自己房间去住了 我看她跟你住了几天 你这黑眼圈都出来了 陆母紧张地摸了摸眼底 合着前段时间的保养都白做了 这会儿真是想哭的心都有了 陆母沮丧地叹了口气 说道 哎呀 也不知道这丫头是什么台相 睡觉老是在床上打滚 我这都挂在床边上了 哪里能睡得着呀 这就叫自讨苦吃 你还敢说 好好好 我不说了 陆父举手投降 然后又接着说正题 现在呢 就直接让悠悠回自己房间去住 不出两天 我保证他俩和好如初 真的假的 有句话叫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保证没问题 有了老公的保证 陆母也就放心了一些 但是转而又苦恼了 可是 我信誓旦旦让他搬下来 这会儿又让他搬上去 我怎么开得了口啊 跟自己女儿 有什么不好开口的 该怎么说怎么说 真的 哎呀 你赶紧去吃饭吧 吃完饭就去说 陆母没再说什么 拿几筷子继续吃饭 但是陆父在心里 那是一个开心 总算是把老婆给说通了 今晚可以抱着老婆睡了 陆悠悠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 感觉好多了 一个人在看电视剧 陆母端着一盘刚切的新鲜水果 一边走过来 一边观察着陆悠悠的脸色 看看心情好一点了没有 不过陆悠悠在看电视 也看不出什么来 陆母练了练面上的表情 露出笑脸来 悠悠啊 吃水果了 陆悠悠看了母亲一眼 没说话 视线又重新落在了电视上 陆母见他没反应 面上的笑容就跟着脸了脸 把水果放在茶几上 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电视剧好像播了有段时间了 什么时候播完呀 这部剧今天刚上映的 尴尬 找什么话题不好 偏偏找个不擅长的话题 陆母心里沮丧 但面上却干笑了两声 是吗 我好像早就看到了 事实上 他是个从来不喜欢追剧的人 特别是这种鲜啊磨啊的 更是看都看不懂 陆悠悠听到母亲的话了 但是没说话 那个 悠悠 你这几天 在妈那边住着 还习惯吗 嗯 还行吧 你以前不是认床的吗 怎么现在不认了 陆悠悠侧过头来看着母亲 认床也就是前两天的事 而且 他这个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改变了 妈 我已经班宁那边住了八个晚上了 还认床的话 早就困死了 啊 我是说呀 你要是还认床的话 要不 要不还是搬回去住吧 啊 陆悠悠一正 然后转过脸来看着母亲 好一会儿 她才开口 妈 您这是玩过家家呢 一会儿让我搬下来 一会儿让我搬上去 嗯 不是 我是看你哥最近好像不开心 嗯 是不是因为我让你搬下来住 他不高兴了 没有不高兴 他还赞成我搬来跟您住呢 至少他没有反对 而且也确实让自己收拾东西 搬进母亲的房间 嗯 真的 当然了 您不信的话 等她回来问她好了 陆母这就觉得奇怪了 听老陆的意思 儿子根本不想让悠悠搬下来住 怎么悠悠又说 儿子支持她搬下来住呢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 又过了一会儿 陆母才说道 悠悠 那你想不想搬上去住啊 第1169集 不想 为什么不想 我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搬 很麻烦的好不好 最主要的是 陆悠悠不想看到某人 她倒是要看看 陆萧想闹哪样 不麻烦 让庸人帮你搬就好了 妈 你这是赶我搬出去吗 啊 当然不是了 妈就是怕你住着不舒服 我没有住得不舒服 陆母可算是领教导 什么叫请神容易 送神难了 不一会儿 陆父喜好早下来 目光就一直往客厅这边飘过来 陆母看到老公下来后 不动声色地起身 离开了客厅 陆父拉着陆母问道 怎么样了 说好了没有 哎呀 别提了 他说他不想搬 为什么不想搬 说是搬来搬去麻烦 我说让庸人帮他搬 他直接说我赶他走 你说 我还能说什么呀 你就直说你睡不着呀 陆父着急 还想着今晚可以抱老婆睡觉呢 结果又泡汤了 要去你去说去 去就去 陆父放下水杯 真的就去了 为了能抱着老婆睡 豁出去了 陆母在后 是想阻止都没机会 陆父兴事淡淡地来到客厅 才发现 自己来得有点突兀 搓了搓手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茶几上的水果盘 没怎么动过 陆父正好拿这个当做话题 悠悠 怎么水果也不吃呀 陆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拿水果插 给陆悠悠插了一块雪梨 陆悠悠原本不想吃 但是父亲已经递过来了 拒绝也不好 就接了过来 我听你妈说 你最近心情不好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跟爸说说 没有 那我看你这几天 脸色不好似的 是不是在你妈那住的不习惯呀 没有 我很习惯 陆父也没辙了 早知道就直说算了 悠悠 我跟你说呀 你可千万别听你妈的 说什么为了你们好 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陆悠悠侧头看着父亲 爸 你这些话敢在妈面前说吗 那咱们父女俩现在不是在说悄悄话吗 我跟你说呀 你现在是怀孕是没错 但是怀孕才是最能体现一个男人 对你好不好的时候 可你们俩却闹得翻房睡 你看看你们现在 一天到晚见不着面 这样感情会慢慢疏远的 该疏远还是会疏远的 要是真的会疏远 只能证明不是真爱 话不能这么说 这人心就跟你做一件事情一样 每天都做 习惯了 就成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可你要是不做啊 那久而久之 也就忘记了 这人心和感情 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哥 肯定是因为你搬下来 跟你妈住 所以生气了 他才不会生气呢 估计高兴还来不及呢 看看 又耍小孩子脾气是不是 那 您怎么知道他生气的 陆父打了个机灵 当然是他跟我说的了 真的 陆父觉得 总算是找到窍门了 说道 你哥这个人 要面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就故意跟你赌气 你呀 身为女孩子 低个头都不丢人 是吧 而且 我听你妈说 你天天晚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害得她都挂在床边上 睡也睡不好 这两天 眼圈都出来了 所以呀 你还是别赌气了 搬上去住吧 前面那些话听着 陆悠悠还觉得 父亲是真为自己着想 但是听到后面 才算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爸 说来说去 您就是心疼我妈吧 不是 不是 我当然 这些人也是为你们着想 得了 我搬出来还不行吗 虽然父亲这么说 但是陆悠悠只相信 父亲是百分之二十 为了他们着想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 其实都是为老妈着想 没办法 谁叫人家是父亲的老婆呢 最后 陆悠悠又灰溜溜地搬上了楼 但并不是搬回之前的房间 而是搬回了自己的房间 一个人住 更清静 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陆悠悠从房间里出来 看了眼楼下 已经都关灯了 在房间里 一直没听到外面有动静 难道陆悠还没有回来 陆悠悠环顾了一拳 四哥和于笑已经回去了 这个点 应该不会有人吧 他悄悄地来到陆悠的房间门口 耳朵贴在房门上 听了听 里面没动静 他又试图从门缝里 看看里面有没有灯亮 貌似也没有 是睡了 还是根本没回来 大小姐 就在陆悠悠犹豫 要不要推门进去看看的时候 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吓得他一跳 管家看外面要下雨 就上楼来查看一下 落台的窗户有没有关 没想到 就碰到了陆悠悠 鬼鬼祟祟地在这里 陆悠悠惊了一下之后 回过身来 有些尴尬 啊 管家 你怎么还没睡啊 啊 外面看上去 要下雨 我上来检查一下门窗 外面要下雨了 陆悠悠下意识 朝外面看了一眼 是啊 都起风了 而且天气预报 也报道说 夜里会有大雨 哦 啊 那我哥回来了没有 啊 二爷今晚还没有回来呢 还没回来 路悠悠皱眉 果真是还没回来 是啊 这外面眼看就要下大雨了 也不知道二爷开车了没有 他车子在不在家 不知道吗 车子已经不在家几天了 走的时候都是让司机送的 哦 那没事了 我就想去他房间里拿点东西 怕打扰到他 啊 那我就先下去了 您早点休息 时间也不早了 嗯 知道了 管家离开后 陆悠悠一个人站在那儿 出了一块神 之后便也回了房间 第1170集 第二天 陆悠悠很早就醒了 从房间里出来 经过陆霄房间的时候 脚步下意识地顿了顿 昨天那么晚没回来 就算是后来回来 这会儿 估计也还在睡觉 他静自下楼 楼下只有老爷子 一个人在看早间新闻 爷爷早 老爷子的目光 从电视上收回来 看了他一眼 你今天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哦 自然醒 事实上 陆悠悠昨晚 一夜都没怎么睡好 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忽然感觉 少了什么 对了 我爸妈还没有起来吗 老爷子 偏了眼墙上的时钟 丢了两个字出来 没呢 陆悠悠下意识地 朝母亲房间看了一眼 就知道老爸这几天不好过 昨晚才搬回去 今天就睡过头了 不过心里还是挺羡慕 老爸老妈的感情的 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是感情依旧那么好 老爷 现在可以用早饭了 好 老爷子关掉电视机 主着拐杖站起来 陆悠悠走过去扶着老爷子 爷爷 今天我陪您一起吃吧 好啊 难道有人陪我一起吃 管家 给悠悠上点 适合他吃的早餐 管家应了声 便去了厨房 老爷子平时吃饭都比较早 而且吃的都是适合老年人的早餐 所以跟他们年轻人的饮食 都有所不同 爷孙良在餐桌前坐下来 老爷子一边吃 一边问他 听说老二昨晚没回来 你有没有打电话 问问情况 我哥昨晚没回来 你不知道 他最近忙得都没空理我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没回来 陆悠悠顿时觉得没了胃口 小脸也拉了下来 老爷子从他的话里 听出来了火药味 再加上这两天 家里的气氛不大好 便知道 肯定是两孩子闹别扭了 你这是什么话 你是人家的妻子 作为一名妻子 连自己丈夫去哪儿都不知道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爷爷 那您怎么不说 他不回来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陆悠悠心里还气着呢 不回来吃饭跟妈说 不回家 直接说都不说了 爷爷不责备他 反倒是先责备起自己来了 什么道理吗 他人在外面 不说是他的问题 但是你不问 就是你的不对了 反正你们都是向着他 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不对的 陆悠悠生气地将筷子 重重地放下去 不是说你的不对 是在教导你 是在教导你 做一名合格的妻子 你哥有不对的地方 我也照应会教训他 知道了 陆悠悠心里现在烦躁得很 但也不想一大早就惹爷爷生气 应付一生算过去了 呀 悠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陆母走进来 看到陆悠悠坐在餐桌前 颇感惊讶 后面陆夫也跟着进来 嗯 你们来得正好 昨晚老二没有回来 你们都知道不知道 陆夫和陆母心有灵犀地对视一眼 然后下意识地 去了眼坐在那的陆悠悠 一颗心提了起来 这个老二 不回来吃饭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撬家了 难怪悠悠的脸色那么难看 爸 老二昨晚肯定是因为雨太大了 所以才没有回来 我就问你们知不知道 嗯 我们 陆母有些吞吞吐吐 陆夫不忍心看老婆为难 说道 爸 老二给我打电话了 但是因为太晚了 而且悠悠昨晚又搬上去住了 我悬死着 她肯定也迟到了 就想着今天早上跟她说一声 老爷子皱着眉 什么叫搬上去住了 难道悠悠不是一直住在楼上 哦 是这样的 他妈担心老二 照顾不好悠悠 所以就让悠悠搬下来跟她住了 胡闹 老爷子将筷子拍在桌上 发出啪的一声 人家父母都是巴不得儿子和儿媳妇 在一起培养感情 你们倒好 还把他俩给拆开 亏你们还是做父母的 陆母吓得直往老公身后躲 平时老爷子不管这些事 陆母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 哪知道 老爷子知道了这么生气 爸 您别生气 这都是我的主意 我起初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所以才不得已采取这种办法 但我很快意识到此举不妥 所以就让悠悠搬回去住了 我说孩子这几天怎么闷闷不乐的 原来是你们给搅和的 你说说你们 叫我说你们什么好 老爷子当然知道陆父陆母是担心什么 但是他们也不想想 自己儿子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那么多年都单身一人 这几个月会克制不住吗 最后 陆父和陆母被老爷子教训了一顿 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 但是在陆悠悠心里 这件事却是个开始 她早上也没吃什么 心里一直窝着一口玉气 咽不下饭不去 导致她今天一天精神都不大好 下午的时候 陆母观察着陆悠悠的情绪 见她中午吃得不多 就让庸人做了些点心 又切了些水果给她端了过来 悠悠 你中午吃得不多 吃点水果和点心吧 陆母跟她说话 陆悠悠瞥了眼桌上的点心和水果 完全没有食欲 我这两天消化不是很好 不想吃 就算是不想吃 孩子还得吸收呢 少吃一点 细嚼慢咽 听到细嚼慢咽几个字 陆悠悠不由地想到了某人的话 亲情更不好了 妈 我有点累了 先上去睡一会儿 唉 陆母还想说什么 但是陆悠悠已经上楼去了 陆母看了看桌上的水果和点心 无奈地叹了口气 晚上 陆悠倒是回来得早 虽然还是没有回来吃晚饭 但不到九点就到家了 今晚外面依旧是下着某某细雨 他没有打伞 身上的外套都湿了一层 我回来了 陆悠在门口换鞋子 听到客厅那边有电视的声音 就象征性地打了个招呼 陆母一听 赶紧放下手里磕了一半的瓜子 走到门口来 看到他可算是松了口气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啊 第1171集 陆悠悠从厨房里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的人 陆悠目光一瞥 也刚好看到他 两个人目光撞上 陆悠悠立马就将目光先抽了回来 只当是没看见他一样 陆母故意夸张地说道 哎呀 你怎么全身都是湿了呀 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雨啊 啊 下得不到 门卫那现成的雨伞 你都不知道哪一把撑一下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哎呀 赶紧脱下来 别动感冒了 陆悠一化将外套脱了下来 哪知道 这外套刚脱下来 还没交到母亲手中 便从她衣服里 掉出了两片红色的玫瑰花瓣 陆母看着地上的花瓣 愣住了 另一边 陆悠悠瞥见那花瓣 更是一股怒火直窜脑门 呼吸重了重 目光一到陆悠面前 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提步就上楼 陆悠也是懊恼 把什么带回来不好 偏偏要带两片花瓣回来 关键是还要被发现 这下好了 小丫头准是误会了 这 陆母看着女儿气冲冲地上楼 想说什么 最后又对陆悠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身上哪来的花瓣 我接上楼 陆悠捡起花瓣 现在不是跟母亲解释的时候 而是跟小丫头解释的时候 楼上 陆悠悠纠结了好一会儿 还是选择相信陆霄 那你说 昨晚到底干嘛去了 还能干嘛去 还不是为了婚礼的事 沦落在外 婚礼的事 不是有礼仪公司吗 你超过什么 你觉得礼仪公司 真的能给你弄出一个 独一无二的婚礼 就算能 两三年之后也会变得普遍 小丫头果真是没良心 自己在全心全意 努力给她一场难忘的婚礼 她倒好 说得自己跟没事找事干似的 早知道弄个婚礼这么麻烦 还不如忽悠她 去旅行结婚算了 搞什么婚礼啊 陆悠悠听出来了 陆霄的意思是 要亲自设计一场婚礼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陆悠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你在为我设计一场 独一无二的婚礼 怎么样 敢不敢动 我还没说相信你呢 陆悠悠推了推她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其实已经感动极了 陆二爷嘴上没辙了 最后一招 拿出真凭实据来 陆霄将她这几天 在现场忙碌的视频 找出来给她看 那你看一下 这是这两天 我在试用的颜色和设计图 看看效果怎么样 陆悠悠凑过来看了一下 确实是婚礼布置的现场 而且人很多 有点嘈杂 视频中 又搭了个 大概模型式的场地 一共三段视频 陆悠悠看下来 总共是三个场景 三个系列 纯洁的白玫瑰 和浪漫的粉玫瑰 还有唯美的蓝色妖姬 只是看了段视频而已 陆悠悠就被迷住了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每个主题都有不同的风格 她向来喜欢白色 比较纯洁一点 但是看了粉色和蓝色之后 她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选择了 哥 这都是你选的吗 我搭配的风格和主题 但具体还需要进一步协商 所以要尽快把颜色给敲定了 那你看好哪个颜色啊 我觉得都还可以 要说合适你的话 还是白色或者粉色合适 要说独特的话 肯定是蓝色更有气场 当然 最终还是要替你这位新娘的 我觉得都很好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要不发给余孝看看 赵老四恢复的情况来看 一起举办婚礼应该不是问题 提到这件事 陆悠悠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 从她怀里退出来 满脸苦恼 别提了 有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嗯 什么事 陆萧将她抱过来 坐在自己身边 双手圈着她的腰 一只手落在她小腹上 轻轻地浮动着 你还记得吗 那个就四哥的老先生 在救四哥之前 曾经提过一个要求 当初我们都关心四哥的病情 而忽略了这个要求 你知道那个老先生的要求 是什么吗 什么 是要求余孝 跟他去深山老林里 学他的医术 说白了 老先生就是担心 自己以后没有人 继承他的医道 关键是 这一去就是五年 多漫长呀 想想要和自己深爱的人 分开五年 那该是多漫长 多痛苦的煎熬 陆萧见美也醋了醋 这还真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 那余孝是什么意思 余孝当初就说了 只要老先生能救四哥 叫他做什么都愿意 所以现在 该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他肯定会跟老先生走的 你四哥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四哥 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想四哥现在 肯定很难过 他说要跟着余孝 一起去学医 但是他那身体 怎么可能住在 深山老林里呀 陆萧没有说话 眼底有些若有所思 陆悠悠迟迟迟 等不到回话 有些着急了 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帮四哥和余孝 想想办法 绝对不能让余孝 跟老先生走了 不然四哥 肯定会伤心死的 在他心中 陆萧就是万能的 再难的事情 陆悠悠都习惯性地找他 而且每次 都能帮自己解决 久而久之 陆萧就成了他心目中 无所不能的人 这件事 陆悠悠第一时间 就打算跟他说的 但是因为闹别扭 就给气得忘记了 要不是陆萧提起 他这个猪脑子 可能还想不起来 我回头联系一下正庭 让他帮忙打听一下 你问正庭哥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问清晨姐呢 我直接去联系人家老婆 这要合适吗 要是被纪大总裁知道 还不得直接冲过来 刨根问底 非问清楚 他给他老婆打电话 做什么不可 那你赶紧的 现在就联系正庭哥 我现在 只想抱着你好好睡一觉 陆萧抱着他 闭上也想睡觉 陆萧确实想睡觉了 这几晚没有抱着小丫头 根本就睡不着 想去偷偷地看他 又碍于是母亲的房间 那叫一个煎熬加痛苦呀 你不打电话 就别想睡觉 陆萧萧将他的手拿开 陆萧无奈 这丫头 什么时候 也说风就是雨了 这么晚 人家可能已经睡了 家里有小宝宝 哪有那么早睡的呀 快点打 陆萧萧把电话 拿过来给他 为了早点睡觉 陆萧只好把电话 接了过来 然后从通讯录中 找到了纪正廷的电话 拨了过去 另一边 纪先生正在给女儿充奶 桌上的手机响着 却丝毫不影响人家的专心 纪先生 有你电话 宋清晨听到电话声 走过去 帮他把电话拿了过来 纪先生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我知道 我在给妹妹充奶 是陆萧的电话 你先接吧 我来充 你不会 纪先生这三个字说的 颇有一种全世界 只有他会的感觉 纪太太愣了了 你这样不接人家电话 是不礼貌的 再说了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肯定是有事啊 那你帮我接了 开免提 反正在纪先生心里 没有任何事 能比得上他家小公主重要 宋清晨看他认真的样子 摇了摇头 将电话接通 开了免提 你什么情况 这么久才接 电话里 陆萧略的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纪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还是宋清晨掐了他一下 他才回过了神来 哦 我在给女儿充奶 你有什么事吗 是有一件事 你有空没 我在给女儿充奶 要不 哎 纪先生还没说完 手里的奶瓶就被纪太太给拿了过去 还顺带瞪了他一眼 纪先生只好作罢 说道 那个 你说吧 我在听 纪先生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眼睛 却直勾勾地盯着纪太太手里的奶瓶 给老四看病的那位老先生 就说要走了 但是他当初给老四看病的时候 有提出要求 要求就是 让于晓跟他进山学医五年 眼下老四的身体状况 恢复得还不错 如果在这个时候让于晓离开的话 肯定是最不合适的作法 纪正廷心不在焉地问道 所以呢 你朝我是几个意思 啊 纪太太的妹妹 跟老先生关系交好 你那边能否安分纪太太 请她那位妹妹给说说情 原来不是来找自己 这可正合了纪先生的意乱 纪太太就在呢 你们商量吧 纪先生将电话塞给了纪太太 抢过纪太太手里的奶瓶 直接将配好的奶粉给倒掉了 打算自己重新配 这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节奏呀 纪太太恨恨地瞪了眼纪先生 真的是当奶粉不要钱 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但是电话握在手里 只能先接起来 喂 陆二爷 你的话我都听到了 不过你这边确定无误吗 什么意思 我上次听我妹妹说 她想跟老先生去学点医术 但是我家人目前都是反对的 不过具体情况 我看你要问一下 但如果我妹妹跟老先生学医的话 不可能找两个人吧 有这样的事 当然 要不这样吧 我再给我妹妹打个电话问一下 看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毕竟家里人都不太同意 说不定妹妹改变主意了 也不是不可能 好 那就麻烦了 不麻烦 如果没有其他事 那就先这样 我联系后再给你回过去 好 宋卿城挂断电话后 就去拿自己的手机 纪先生一边给小公主喂奶 一边问她 什么事 你只管你闺女就行了 还管那么多干嘛 季太太甩她一个冷眼 季先生很想说 我管你闺女有错吗 宋卿城给宋小妹打了电话 姐妹俩足足聊了十分钟 结束了电话后 宋卿城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 紧接着 又给陆霄回了电话过去 回完电话 季先生抱着闺女走了过来 宋卿城看了眼睡得香喷喷的孩子 睡了 睡了就放下来睡 放下来睡干嘛 我这样抱着睡多好 而且还舒服 宋卿城 宋卿城脸色变了变 一号 你就抱着你闺女睡吧 啪的一声 宋卿城将灯直接给关了 上床睡觉 季先生这才意识到老婆大人吃醋了 赶紧将闺女放在床边的婴儿床上 最后还恋恋不舍地在闺女额头上吻了一下 宋卿城见状立马就发威了 季正廷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孩子睡觉的时候不许亲孩子 都说了 孩子睡觉的时候亲孩子 以后孩子睡觉不好吼 跟他说了恩便了 就是不听 季先生来到他面前 直接把他拉过来 那我亲你 宋卿城推他 手背扣住 踢他 脚刚抬起来 就被他给压住 还顺势倒进了床里 不等宋卿城反抗 睡群下的小妹妹已经不见了 因为闺女有点感冒 季先生照顾了几天孩子 冷落了老婆大人 这一会儿 可得好好补偿老婆一下 宋卿城起初还反抗来着 但是又哪里扛得住 季先生的各种撩拨 两个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婴儿床上的小家伙动了动 在持续凶猛中的季先生 察觉到闺女的动静 动作默得顿住 朝婴儿床里看了过去 而宋卿城 可以说是正飘在云端上 因为季正廷突然停下来 仿佛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那感觉 他双目涣散地 看着身上的男人 气息喘得厉害 妹妹好像醒了 季先生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不当 看着老婆大人那涣散的双眸 被两团小火球替代 他是倍感抱歉 又动了动 季先生不动还好 动起来 宋卿城更是恼火 直接用脚踹他 出去 那我把孩子送出去再来 一边是老婆 一边是闺女 季先生表示 手心手背都是肉眼 最后 还是把孩子送出去再说 不然他肯定是做不到 好好地满足老婆的 然而 因为小公主的到来 严重影响了季先生 和季太太的幸福生活 因此 季先生被罚禁狱 整整一个月 陆霄这边结束了电话后 陆悠悠就着急地询问情况 哥 怎么说的 季太太说 她妹妹已经决定 跟老先生去学医术了 那太好了 这样的话 于笑就不用去了 第1173集 你先别高兴太早 我在想 既然宋小妹 已经决定跟老先生 去学医 那么老先生 为什么还要让于笑 履行自己的承诺呢 会不会是 打算人越多越好 不能吧 那山里没吃没喝的 找那么多人去 他养得起吗 你以为 人家还包吃包喝又包住啊 没准就是自力更生 再说了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人家传承自己的医术 已经算是大法慈悲了 像这种民间失传的医道 真的是很稀罕了 能从中学到一定的医术 绝对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 陆悠悠又茫然了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啊 我听季太太的意思 她妹妹大概就在这两天会上山 到时候问问什么情况 那万一 老先生 还是要求于笑跟他走呢 嗯 我想应该不会的 看陆悠悠还想说什么 陆潇将他搂过来 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留点时间 彼此关心一下 关心什么 人就在眼前 都好端端的 有什么好关心的 这么多天都没抱着你睡 你都不关心一下 我是怎么过的 躺着过来的呗 难不成 你还能抓心脑费的睡不着啊 陆悠悠没心没肺的说道 陆潇黑脸 看来 你这几天睡得应该不错了 当然了 我睡得好的很 不好也不会告诉你 陆潇长指在他眼下俯了俯 说道 好的很 眼圈怎么还是黑的了 有吗 要不要我拿镜子给你看看 算了吧 看了闹心 所以你根本就没睡好 陆悠悠挟了他一眼 没说话 我这几天也睡不好 睡吧 第二天 陆悠悠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可是他这几天里 睡得最舒服的一觉 一夜无梦到天明 他醒来后 身边的男人还在睡 看得出陆潇非常缺觉 可能真的像他说的 这几天 他根本无法入睡 有个这样为自己牵肠挂肚的人 那可真好 陆悠悠侧身在他身边 就那么安静地看他睡觉 脸上不自觉地 就犯上了一层甜蜜又满足的笑意 阴郁了几天的心情 豁然开朗了 这种感觉 真的很奇妙 或者说 人与人之间 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是一件非常难以想象的事 过了一会儿 陆悠悠看时间不早了 就自己先起床去洗漱 她心里有个打算 先不让母亲知道 他们重新住在一起了 省得她整天提心吊胆的 洗漱好出来 床上的人好像也醒了 醒了就别来了 都八点多了 陆悠悠走到床边 掀了她身上的被子 有本事全给先露 陆悠刚睁开眼 慵懒地躺在那儿 上身全裸 露出性感的八块腹肌 那样子 比狐狸精还勾魂 陆悠悠知道 她什么都没穿 所以被子 只先到陆悠小腹的位置 她可不想一大早 就被落眼睛 赶紧起来了 我要跟你说件事 陆悠悠在床上 坐下来 什么事 陆悠见她很严肃的样子 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起身 靠在床头 待会儿我先下去 你别跟妈说 我们住一起了 陆悠悠很认真的样子 陆悠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搞了半天 就这事 不过看陆悠悠认真的样子 她还是认真的对待 为什么 审得她又担心 这儿担心那儿的 回头再来找我 问这个问那个 多尴尬呀 妈也是关心我们 特别是你 你现在不方便 我当然知道 妈是关心我 但是这种事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陆儿爷对性生活 那么精通 肯定不会横冲直撞的 但是被问出来 那就很难为情了嘛 要是母亲知道 他们又住一起 肯定会问一些 关于有没有同房 陆悠有没有应来 之类的问题 和自己母亲 讨论这种问题 真的是很尴尬 想想都觉得 要先挖个洞背着 好随时钻进去 陆悠看她很苦恼的样子 就点头答应了 可以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啊 那我先下去了 陆悠悠起身要走 陆悠一把扣住她的手 说道 听我一下 才不要呢 你脸上都是口水 哪来的口水 陆悠皱眉 下意识在脸上摸了摸 明明很干净呀 你睡觉流口水 你不知道吗 陆悠悠笑她被戏弄了 然后就赶紧闪人 陆悠悠下来 父亲和母亲正在餐厅里 准备吃早饭 爸 妈 早 嗯 过来吃饭吧 陆夫摁了一声 而陆母则是看了她一眼 又下意识朝餐厅门口 看了一眼 没看到陆萧后 又看向陆悠悠 并带着一丝探寻的意味 妈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陆悠悠被母亲看得浑身不自在 低头把自己打量了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陆母尴尬地将目光收回来 问道 你哥呢 我怎么知道 陆悠悠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装得还挺像 这时候陆萧就走了进来 打招呼道 爸 妈 早 别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样不懂事的儿子 陆母没好气地说道 刚刚看女儿那态度 肯定还在生陆萧的气 所以陆母 坚决要站在女儿这边 陆二爷被怼得莫名其妙 这一大早的 他刚下来 招谁惹谁了 算了 还是乖乖吃饭吧 陆萧在餐桌前坐下来 却又等来母亲的教训 谁让你吃饭了 你不是有能耐 老婆孩子都可以不要吗 不是还能在外面 沾花惹草了吗 那还在家里吃什么饭呀 陆萧愣了愣 转脸对正在吃饭的父亲问道 爸 您俏家又有外遇了 陆父嘴里喝的一口粥 差点噎住 呛了几口 第1174集 不是 你臭小子跟你老子有仇是不是 你妈说你 你都听不出来 可问题是 我跟我妈说的不配套啊 陆父嘴角抽了抽 懒得跟他说 转头跟老婆大人说道 老婆 你跟他把话说明白点 以后就直接称呼名字 毕竟咱家 不止你儿子一个男人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哼 改天我空下来 好好查你的岗 要是被我发现有什么的话 你就死定了 陆父躺枪 这边 陆父已经不直身了 陆母目光又转向了陆萧 继续说道 我问你 最近都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回家 衣服里带回了那些花瓣 又是怎么回事啊 妈 我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你就别想娶到悠悠 将来孩子生下来 你也别指望跟你姓陆 那姓什么 陆父在旁冒出一句 孩子妈姓陆 孩子爸姓陆 那孩子不姓陆姓什么 陆母气得咬牙 关你什么事 不是 我就担心孩子到时候没得姓 跟我姓不行啊 陆母一生气 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 不然孩子真的就没姓了 一家人只有他一个外姓 所以只能跟他姓了 听说外孙或外孙女 跟外公姓的 还头一次听说 跟外婆姓的 陆萧心平计合地劝道 妈 你先坐下来消消气 大早上的生气发火 对身体不好 消什么气啊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能消气吗 不被你气死算是好的了 陆母倒不至于那么生气 主要还是做给女儿看的 不装作好好的训儿子一顿 怎么让女儿消气啊 陆萧觉得 自己就不甘心陆悠悠的 不然也不会有这样一出 想到这里 她就重重地 盯了眼罪魁祸首 陆悠悠也很无辜呀 她哪知道 母亲为揪着这件事不放呀 陆萧只能老老实实地解释说 妈 我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婚礼的事 忙婚礼的事就可以不回家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不对 你觉得悠悠会相信吗 陆萧直接看向陆悠悠 陆悠悠知道 该是自己出马的时候了 但是又想到 陆二爷难得挨训 忽然就起信 想要戏弄她一下 妈 我都不生气了 您也就别生气了 这话一说出来 陆二爷盯着他的眼眸直冒火 他这会儿才明白 自己是被小丫头给耍了 陆母一听女儿这话 更是心疼女儿受的委屈 安慰她 悠悠啊 你别怕 这件事 妈保证替你做主 我还不信了 老娘管不了她了 陆萧保持沉默 陆母见儿子一声不吭 更加恼火了 说话呀 不说话就别想吃饭 那我不吃了 你给我站住 陆母一声低吱 陆萧脚步顿住 站在那儿 只听陆母又说道 你以为不回家吃饭这件事就算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以后啊 你就别回家了 陆父眼看事情不对 只能站出来说话 我说你一大早 这是发的哪门子火 人家老婆都不追究 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呢 我当然要操心了 他欺负我女儿 你怎么不想想 欺负你女儿的人 还是你儿子呢 是我儿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 天王老子都不能欺负我女儿 一大早的吵什么吵 老爷子都被轰炸出来了 爸 再说您这位大孙子呢 前天晚上撬家了 昨天晚上回来 又带了几片玫瑰花扮回来 我正在替咱们悠悠 讨回公道呢 陆母说道 主要是 女儿这时候属于敏感期 绝对不能让他心里有什么疙瘩 不然 对孩子发育不好 嗯 还有这样的事 老爷子的目光转向陆霄 那眼神明显的质问 这件事 显然是闹大了 陆悠悠这会儿 也不敢闹着玩了 爷爷发起脾气来 没准把他都能打一顿 爷爷 不是那样子的 我哥没回来的事 他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都是因为忙着婚礼的事 没回来 是因为下大雨 他又没开车 加上太晚打不到车 所以才没回来的 老爷子半信半疑 看了陆霄一眼 又问道 还有那花瓣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假花 我都看到了 是他在婚礼布置的时候 不小心裹进了衣服里的 陆母闻言 把陆悠悠拉过来 低声说道 悠悠啊 你可不能因为护着他 帮他撒谎 哎呀 你行了吧 陆父一把将陆母拉过来 低声道 不是拆散他们 就是在这添油加醋 你这是图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 咱们女儿好吗 那你能不能 想想儿子的处境 悠悠 你说的都是实话 爷爷 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绝对没有撒谎 陆悠悠举手保证 早知道弄成这样 他才不要图一时开心呢 虽然排除在外 做出不雅行为 但是撬家也是 坚决不可无视的 春天到了 后院杂草丛生 就罚你去后院 清理杂草去 第1175集 在陆潇被罚去除草的 半小时后 陆悠悠偷偷地溜到后院 被后院一片膝盖高的 杂草给吓到了 这要是让陆潇来清理的话 起码得清理上一个月吧 不知道清理完这些杂草之后 陆二爷是不是变得灰头土脸 乌起马黑的 陆悠悠找了一圈 踩在一个草丛里 找到正在埋头苦干的陆二爷 一身几千块的灰色居家符 手拿一把专门割草的镰刀 这搭配简直太违和了 陆悠悠已经走了过来 看着满地的杂草 真的是下不去角 他只能止步 站在那儿叫陆潇 哥 陆潇抬头 一眼就看到 陆悠悠站在自己不远处 虽然有路 但是旁边还是有草 万一划着他皮肤怎么办 谁让你来的 回去 陆悠悠挠挠嘴 我就是来问问你可不可 要不要喝点水 拿过来 什么 水 不是问我要不要喝水吗 那个 我就是过来问问 压根就没带水 或者说 他就是随便找个理由 陆潇气得嘴角直抽 感情是来调戏他的 算了 他还是乖乖干活吧 陆潇已经发现了 自己现在 不能跟这个小丫头 有过多的交际 不然准是要吃亏倒霉 都说一孕傻三年 他怎么觉得 小丫头反倒是变得机灵了 陆悠悠同情地看着他 哥 那我回去给你拿水来 你想喝什么水 是白开水还是饮料 或者牛奶 或 不用了 你回去就不用过来了 陆潇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乱糟糟的 虫子在这个时候都出来了 可千万别咬到他了 哥 你就别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就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哪知道 爷爷就冒出来了 其实陆悠悠主要是来道歉的 要不是他贪玩 陆潇就不会被罚了 我现在让你赶紧离开这儿 回屋去 陆潇站了起来 他人高马大 蹲在地上 真不是那么回事 双腿麻木酸胀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让他干苦力活可以 让他干这种杂活 简直就是折磨人 你不要那么凶嘛 人家都困难跟你道歉了 陆潇无语了 刚刚还夸他机灵来着 现在感觉 要把话给收回去了 连他的用意都不懂 白白浪费了他的一番好意 我叫你快点回去 别被蚊虫给咬到了 不知道现在刚进入春天 虫子都多了吗 陆潇只好直接说明了 然而 这句话说出来后 某人在最快的速度中 已经溜得无影无踪 陆悠悠最怕的 就是这些蚊虫类的了 所以陆潇这么说 知道他肯定会害怕 只是没想到 他溜得这么快 陆悠悠回来没一会儿 就开始觉得身上不自在 总觉得痒痒的 他以为是听到有虫子 所以产生了心理反应 就开了电视 引开自己的注意力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 陆潇回来了 满身的泥和青草汁 衣服肯定是报废了 被罚去割草 心情肯定超级不好 所以陆潇进来 陆悠悠都没敢跟他说话 他倒是想跟陆潇说话 但是看陆潇蓬头垢面的样子 该不会身上有虫子吧 想到这里 陆悠悠就打了个寒颤 哥 你赶紧去洗澡吧 多冲几遍 还有 你那衣服要是不打算要了 就丢外面的垃圾桶里 不要留在屋里 不然虫子爬出来 就麻烦了 陆二爷进门就被嫌弃了 脸色沉得就差有滴出水来 转向他 问道 哪来的虫子 当然是你身上了 你在草地里待了那么久 虫子肯定都爬到你身上了 你赶紧去洗澡吧 别让虫子爬出来 快去快去 陆悠悠白手赶他去洗澡 说实话 陆潇就那么站在那儿 他都觉得肾得慌 想想 身上爬着虫子 是什么滋味啊 陆悠悠又打了个哆嗦 陆潇将他的反应都看在眼里 气得脸都清了 今晚不准跟我睡 说吧 陆潇便上了楼 不过再看看 自己这糟糕的一身 确实是看不下去 老爷子折腾谁不好 偏偏逮着他折腾 自从宣布跟小丫头在一起之后 他就莫名其妙地成了老爷子眼中的刺了 时刻找他麻烦 早知如此 让小丫头把癌子生下来 再回来宣布算了 差不多吃午饭的时候 陆潇洗好澡下来 洗干净的陆二爷 依旧是风度翩翩 英俊不凡 陆悠悠还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到他下来眼睛蹭得一亮 从沙发上下来 蹬蹬蹬地跑到陆潇面前 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 哥 你洗了几遍啊 这么久 十遍 那就好 对了 你那些衣服丢哪儿去了 你床上 陆悠悠惊呼一声 气得话都不会说了 这时候 老爷子出来准备吃饭 刚好看到他们俩 站在客厅里 老脸一沉 你怎么回来了 后院的草清理完了 合着 爷爷的意思是 让他把草清理完了 才能回来 这是饭都不让吃的意思吗 陆悠悠一脸同情地 看了某人一眼 虽然陆悠把衣服 丢在他床上 他很生气 但是 一想到陆悠刚洗干净 就又要被赶去割草 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爷爷 我哥都已经弄了一上午了 没有你说清 陆悠悠说了一半的话 就那么硬生生被噎回去了 他看着陆悠 表示无能为力了 我回来拿个电话 这就过去 第1176集 陆悠可不是轻易会服软认输的人 何况 只不过是点野草而已 干就是了 陆悠刚走出去两步 就听到陆悠悠撕了一声 他脚步顿住 折回头来 只见陆悠悠弯着身子 在腿上乱抓 陆悠折回来问他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腿上突然就疼了一下 还好痒 陆悠悠悠回道 看来并不是他的心理作用 还是真的好像被什么给咬了 来 先坐下来 我看看 陆悠扶着他 在沙发上坐下来 蹲在他面前 卷起他的裤脚 本来是想给陆悠悠检查 结果卷起他的裤脚 就看到他腿上 一片红红的肌肤 陆悠皱眉 赶紧上去洗澡 怎么回事 老爷子在旁询问 陆悠站起来 对老爷子说道 爷爷 也有可能被什么虫子给咬了 腿上有一个很大的红包 暂时还不确定 其他地方有没有 哥 那我身上 不会有虫子吧 陆悠悠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想到自己身上可能有虫子 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你先别怕 洗个澡看看再说 陆悠比他更担心 他在草地里待了一会儿 身上都不舒服 更何况陆悠悠 那么娇嫩的肌肤了 怎么会被咬了 他又没去哪儿 老爷子并不知道 陆悠悠偷偷偷去了后院 当然是疑惑 陆悠悠担心陆霄说漏嘴 先抢着回答 爷爷 我哥刚才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两句 可能是挨得他太近了 所以他身上的虫子 把我给咬到了 罢了罢了 草旧交给管家派人去清理吧 你赶紧带他上去看看 老爷子这会儿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惩罚 担心陆悠悠才是真的 陆悠点点头 带着陆悠悠上了楼 陆母从厨房里出来 看到陆悠和陆悠悠上了楼 便说道 这俩孩子怎么还上去了 不知道要吃饭了吗 别管他们了 给他们留着就是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悠悠腿上起了个大包 说是有可能 被老儿带回来的虫子给咬了 老儿带他上去 洗个澡检查一下 什么 被咬了 陆母大惊失色 赶紧放下手中的碗筷 我上去看看 行了 你就别跟着孩子后面掺和了 这点小事 就要给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你也适当留点私人空间给他们 别老什么事都跟着掺和 陆母顿时觉得 好心被当成驴肝废了 我呢还不是担心他们不懂吗 我让他们自己去琢磨 永远都不懂 那将来生二胎的时候 你还能事事都跟着操心吗 我知道了 以后我注意点 吃饭吧 楼上 哥 你快进来 陆悠悠鬼叫的声音 从浴室里传来 陆萧就守在门口 听到他的叫喊 推门就冲了进去 刚才说要帮他洗 他不要 这会儿 又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哥 你快来看看 我这里又哄了 陆悠悠指着自己腿上 我看看 痒不痒 疼不疼 痒 但是不疼 你千万别乱挠 赶紧洗好了出来 如果还不断出现的话 我们就得去医院 要不你打电话 问问陆情或者顾泽吧 我不要去医院 好 你先出来 小心点 陆萧扶着他从浴池里出来 还不忘提醒他 陆悠悠出来后 陆萧赶紧给他拿了 把一件浴袍披上 直接把他从浴室里抱出来 放在了床上 陆萧拿手机过来 将他腿上红肿的地方拍下来 然后发给陆情看看 哥 你是发给陆情看看吗 嗯 陆悠悠发现 红的地方越来越痒了 他咬着牙 继续忍着 又过了几分钟的样子 陆悠悠实在是忍不住了 问他 哥 陆情回话了没啊 还没有 是不是很痒 陆萧坐下来 胶着地问他 陆悠悠点点头 我快要忍不住了 好想抓下去 不能抓 越找越难受 你再忍一忍 我给陆情打电话 你快一点 我要不行了 好 陆萧手里的电话 已经拨了出去 但是电话那头 却迟迟没有人接 陆悠悠是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他不敢抓 两只脚忍不住搓了起来 他不搓还好 被搓过的红肿地方 一下子更严重了 而且很快 就转移成了一片 雪白的小腿 红了三分之二 陆悠悠看着吓坏了 赶紧扯了扯陆萧 哥 你快看 又冒出来了好多 陆萧回过头来一看 也吓坏了 你是不是抓了 我没有 我就这实在受不了了 搓了两下 陆萧不忍心责备他 看他难受的样子 他也很心疼 就在这时 手里的电话 总算是被接通了 喂 二哥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刚才在楼上和二宝睡觉 有什么事吗 这么着急 你赶紧看一下 我给你微信上发的照片 也有两个小时之前 在草丛里走过 现在身上起了一片红 而且还特别的痒 快想办法解决一下 好 我看看 电话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陆萧握着陆悠悠的手 虽然也心急如焚 但还是安慰他 这个是过敏现象 应该还被蚊虫叮咬了 得用药 用什么药 我把药明发给你 你赶紧去买 洗浴的药水多买一点 买回来就给它倒在水池里 让它泡15分钟 然后再上药膏 得赶紧处理 它的情况还挺严重的 要是耽误了多好 会引起全身过敏的 好 你赶紧发过来 还有 是不是任何药件 都能买到 我给你的是中药剂 她现在怀孕 不能随便用药 咱们老宅隔壁那个中药房 就能买到 我已经发给你了 你可以让悠悠在家 先把浴池放满水 节省时间 好 先这样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集 你在这儿别动 我让妈上来 千万不能再抓了 忍一想 我五分钟就回来 陆霄挂断了电话 就匆忙地要走 陆悠悠点头 但是手却紧紧地 抓着她的手 你快点 我害怕 我知道 乖 听话 陆霄在她额头上 重重吻了一下 走了 说完 三步并一步 离开了房间 陆霄刚下来 陆母听到脚步声 连忙出来 老二 悠悠怎么样了 妈 你赶紧上楼帮悠悠一下 我出去买药 买什么药啊 悠悠到底怎么了 您先去问悠悠 我赶着出去 陆霄抓过车钥匙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换 就开门冲了出去 陆母可是一分一秒 都不敢耽误 赶紧上楼去了 五分钟没到 陆霄就赶回来了 她大概是用跑的 而且一步 就是两三节楼梯 还没到门口 就听到陆悠悠 可怜兮兮的声音传来 妈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真的好痒 你快打电话给我哥 我要被养死了 死丫头 不许胡说八道 你再忍一忍啊 你哥马上就回来了 不行了 我忍不了了 我要难受死了 你让我抓一下 就抓一下 不行 你这个越抓 会转移的越多的 千万不能抓 陆霄大不留心地走进来 我回来了 老二 你可算回来了 药买回来了吗 买来了 我去把药倒进水里 您扶着悠悠过来吧 说吧 她就要去浴室 陆母从她手里 把药拿了过来 还是我来吧 你把她抱进来 里面有瓶装的洗液 倒两瓶 好 知道了 陆母去了浴室 陆霄来到床边 问陆悠悠 是不是又严重了 你再不回来 我就要不行了 不许乱说 现在就去洗澡 很快就没事了 陆霄抱着她去浴室 陆母已经将洗液 倒进了浴池里 陆悠悠连睡袍都没脱 直接坐进了浴池里 恨不得 一下子就能见笑才好 当然 药效肯定没那么快 只能慢慢地受着 妈 您先去吃饭吧 我在这儿看着就行 悠悠都这样了 我还哪儿有心思吃饭呀 真是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妈 我得泡十五分钟呢 有个在这里 不会有事的 陆悠悠想脱光衣服旁 但母亲在这里 有点不好意思 那你自己当心点啊 还有 老二 你最好也进去洗一下 你刚刚也抱了悠悠 别又传染给你了 对对对 哥 你赶紧也下来洗一下 可别我好了 你又被传染了 陆悠悠也连忙跟着说道 陆母顿时觉得 自己留在这里不合适 便找了个借口 你们都注意点啊 我下去找陆情 问问情况 可千万别影响到 他未出生的大孙子 或大孙女 母亲离开之后 陆悠悠就朝里面挪了挪 哥 你快进来 为了安全起见 陆悠决定也下去泡一会儿 以除后患 但是在衣服脱了之前 他先去将陆悠悠穿的衣服 和自己穿的衣服 全部清理出屋 然后让管家带人上来 给房间消毒 陆悠折回来的时候 看出陆悠悠的脸色 没那么红了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没那么痒了 那就好 陆悠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脱下睡袍 也进了浴池 老爷子得知情况后 直接让他们回自己那边住几天 说是这边要全面消毒 因为陆悠悠刚才从后院回来 这里走走 那里转转 以防晚衣 还是让他们回去住 比较安全 陆潇觉得爷爷说得有道理 午饭都没吃 就带着陆悠悠回了 他们房子那边 这一折腾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好在陆悠悠身上的过敏 已经控制了 就是被蚊虫咬的地方 还肿着 房门被敲响 紧接着 管家的声音传来 二爷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拿上来 接着 陆潇又对躺在床上的陆悠悠说道 起来吃点东西 陆悠悠点点头 从床上坐起来 满脸担心地问他 哥 你说我刚刚都那样了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呀 不会的 已经用药控制了 陆勤说不会影响到孩子的 看着陆悠悠眼神里的担心 陆潇的胸口 一下子就酿起了一股暖意 平时小丫头嘴上说不在乎孩子 到了关键时刻 却比谁都要担心 你不是骗我的吧 孩子也是我的 我骗你就等于骗自己 我有那么傻吗 好吧 我被吓坏了 以后还是要当心点 陆悠悠点头 可能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陆悠悠吃了饭之后就睡了 陆潇守在他身边 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观察着他身上的情况 不过都还好 按照陆勤说的去做 没有再严重起来 母亲打电话来询问 陆潇担心吵醒他 就拿着电话去了阳台那边接听 老二 悠悠情况怎么样了 没事了吧 应该没事了 这会儿他睡着了 啊 那就好 对了 老四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 没打过来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听说那个老先生 这几天就准备要走了 让你们都过去送一下 不过他可能听说悠悠过敏了 所以就没给你添乱 我知道 回头我会给他回个电话过去 第1178集 悠悠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上山去一趟 当初把人家那样请过来 如今老四恢复得这么好 过去相送是应该的 我知道 好 那你也休息会儿吧 有什么事啊 赶紧告诉我 好 您不用担心 啊 那就这样 结束了和母亲的电话 陆霄回头看了眼床上的人 见他睡得还很沉 就又给陆白回了个电话过去 林心的案件 临时被推迟了十天 法院公开最后一次宣判 上午十点 陆霄开车带着陆悠悠出现在法院 并旁听了法院的最后判决 陆悠悠很好奇 林心犯了那么多罪 而且性质恶劣 为什么没有被判死刑 反而是无期 宣判结束后 林心被带走 陆霄带着陆悠悠出来时 刚好遇到林心被押出来 准备送走 几个月不见 林心已经彻底失去了 往日的光彩 一头长发被剪成了标准的刑犯发型 白皙的肌肤也黑油油的 整个人跟受了多大的罪似的 干巴巴的 陆悠悠见她看着自己 眼里依然含着深深的怨恨和憎恶 林心越是这样 陆悠悠越是要走过去炫耀一番 她林心以前不就是喜欢 在她面前炫耀和陆霄有多恩爱 有多甜蜜吗 今天就让她林心也尝尝 被人炫耀的滋味 而且陆悠悠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故意在自己肚子上绑了一块厚棉垫 这样显得肚子大一点 让人一眼几乎就能看出来的那种 因为陆悠悠穿得宽松 出门的时候陆霄也没有注意 直到到了法院下车的时候 陆霄才注意到 叫她拿下来她又不肯 只能由着她了 陆悠悠还故意一手拖着腰朝林心走过去 可以看到 她眼底的恨意 渐渐地被一团火焰包着 那狠立的眼神 像是恨不得 要把自己劈死才解恨 陆悠悠并不恼 反而是笑了 笑得很是得意 甚至还有点挑衅的感觉 你今天来 就是想向我炫耀的吧 林心虽然整个人狼狈得不像样 但是曾经那副高昂的样子 还是一点没改 陆悠悠微微一笑 你错了 我不是你 炫耀的人 往往是因为不满足 所以才会用炫耀 来填充自己不满足的内心 只有你这种骨子里自卑的人 才会做那种无聊的炫耀 我今天来 原本以为是送你最后一程 没想到 陆悠悠欲言又止 林心冷恨一声 让你失望了 法院并没有判我死刑 是有点小失望 本以为 可以判你个痛快的死刑 你就可以解脱了 可惜呀 偏偏要把你留下来 受尽折磨 唉 林心 你说是不是连法官都觉得 你罪大恶极 要把你留下来 受尽折磨呢 陆悠悠 你这个贱人 林心咬牙切齿 还要朝陆悠悠冲上来 但是脚步刚迈出去 就被执法人员给抓了回去 虽说林心现在已经伏法 但是陆悠悠对她的恨 还是难以平息 想到她一次次想要逼死自己 陆悠悠的面色 也冷了下来 要比贱的话 我还真比不上你 你林心见到举世无双 天下无敌 进去之后 别忘了把你那些 见到骨子里的光荣史 分享给育友听听 告诉他们 你是怎么被自己 爱了五年的男人 亲手送进监狱的 说吧 陆悠悠挽着陆潇 潇洒而去 在林心那里所说的气 总算是出了 真是大快人心 而陆潇 则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正眼去看过 林心一眼 在她眼里 只有她的小丫头 林心望着那个 让她爱到不顾一切的男人 咬着牙 却还是流下了 痛恨和绝望的泪水 陆悠悠上了车 就掀起上衣 将绑在肚子上的棉垫 给拿了下来 陆潇在一旁 看着她那个样子 说不出有多孩子气 都已经快要做妈妈的人了 还这么幼稚 出气了 嗯 出气了 谁教你的法子 陆潇又问 她觉得 陆悠悠的纸上 应该想不到这个法子 妈教我的 果然是母女 陆潇稳稳地 启动了车子 陆悠悠心情好 看着路边的树木 都觉得好看 哥 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庆祝一下 可以 想吃什么 火锅 你答应过我的 回来带我去吃火锅 陆悠悠 忽然想起来 她在英国的时候 答应自己 去吃火锅的 差点给忘了 大中午吃火锅 是不是不太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难道人家火锅店 中午都不开门啊 这样吧 火锅就留着 去你四哥那边吃 人都也热闹 中午我们去湖上 吃农家菜 怎么样 太远了吧 下午还要开 几个小时的车 去四哥那边呢 不远 这边开车过去 比回家还要紧 吃完饭 我们就在船上 休息一下 时间差不多了 就直接去你四哥那边 可是 鹿鱼还说 要搭我们的车呢 让他找老三老五 找三哥 他宁可自己打车去 五哥的话 全家总动员 外家至少两个保姆 起码要开一辆保姆车 还是算了吧 那你联系他一下 看看要不要一起吃饭 好吧 我的二人世界 就这样因为他而破灭了 鹿悠悠掏出手机 给鹿鱼打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但是 鹿鱼已经在约会了 至于去鹿白那边 他也表示 不跟他们一起了 到时候自己过去 鹿悠悠见他 好像很忙的样子 就没有多说 没讲两句就挂了 怎么说 哦 他在约会呢 说他晚一点 自己过去 鹿潇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 又问他 你什么时候见过 他男朋友的 我 就那次 酒吧里见过的 第1179集 于笑和鹿白 还是等来了 最艰难的时刻 老先生已经定下来 明天就走 所以今晚 他们都过来相送 而于笑也逃不过 要随老先生离开的局面 毕竟是自己 曾经许下的承诺 没有任何 说不的理由 鹿白也没有再说 要随他一起去的话 因为鹿白知道 这是根本不现实的事 不过鹿白 并没有表现得太难过 反而还帮于笑 收拾东西 既然改变不了 那就欣然去接受 反正不管怎样 他都会等于笑回来 他相信 于笑会回来 两个人在房间里收拾 于笑见他一直忙着 担心他累了 你不要收拾了 我自己来就好了 而且我没打算 带多少东西 必要的 还是要带一些的 鹿白是个 很细心的男人 看着鹿白收拾 于笑的眼眶 红了红 自从知道 明天就要走之后 于笑一直强忍着 内心的不舍和难过 甚至不敢一个人待着 担心会一不小心 哭出来 然后被鹿白看到 可是 他终究是没有 自己想象中 那么坚强 曾经的分离 又重演了 尽管很无奈 但还是会有怨由 抱怨老天爷 为什么总是 对他们这么不公平 这么残忍 已经让他们 深深分离过一次了 为什么还要 让那样的痛苦 重新上演一次呢 鹿白正忙碌着收拾 发现于笑好一会儿 没动静 一抬头 便看到了 他水雾萌萌的眼眸 鹿白胸口一紧 放下手里的东西 走过去 将他搂进了怀里 怎么了 于笑摇头 眼眶里的泪珠 还是掉了出来 他立马就抬手擦了 只是五年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鹿白笑着安慰他 只是 他面上现在有多坦然 内心就有多痛苦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 也知道 于笑不可能施约 所以 只能坦然地接受 于笑看着他 明知道他心里 比任何人都难受 可是还是要强装出 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反过来安慰自己 于笑心里 更是如刀割般痛苦 吸了吸鼻子 收起眼泪 说道 只是五年而已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跟我回来 必须的 于笑摸了摸他的脸 乖 没准我比较聪明呢 三两年就学会了 就回来了 对了 你跟我过来一下 于笑拉着他 来到外面 他每次上换药和治疗的地方 指着柜子上的药包说道 这些都是你近三个月的药 等这些用完了 老先生会让我把下一季的药 给你寄过来 你一定要记得按时用药 绝对不许偷来 我可是有很多眼线盯着你的 陆白扬了扬唇 点头硬了 一年一共是四剂药 等你收到第二十次药的时候 我就要回到你身边了 好 我数着 于笑捧着他的脸 眼眶又湿了 陆白 你要答应我 我不在的时候 也不能想我 要好好照顾自己 千万不要让我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我想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 温润如玉的陆四眼 好 我答应你 陆白这一次没有帮他擦去脸上的泪 只是深深地看着他 好像要把他深深地落进眼底一样 还有 等我回来 你要娶我 好 那就这样说好了 五年之约 不见不散 于笑踮起脚 在他唇瓣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好 不见不散 陆白的眼眶也红了 于笑心如凌迟 两个人紧紧地相拥着彼此 内心痛苦而无奈 最终都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门外 站着的正是老先生和宋小妹 两个人原本是路过这里 却恰好听到 里面的一些悲欢离合的对话 宋小妹不禁红了眼眶 老先生面上倒是没有太明显的情绪 只是沧桑的眼神略有变化 两个人离开后来到屋后的平台上 瞭望着连绵不断的山脉 相连着阴气气的天空 仿佛连上天都知道他们此刻的心情 沉重 压抑 许久之后 还是宋小妹率先开了口 老先生 您真的一定要带走余孝吗 但是宋小妹并没有等来老先生的回答 说句不该说的话 我觉得您这样很残忍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遇见您是我的一员 我也真的很想随您学医 并非是希望用自己换余孝自由 说实话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将来能帮助更多的人 摆脱疾病的困扰 他跟老先生在一起三年 已经习惯了老先生不善言语的一面 好一会儿 老先生可算是开口了 你随我学医 就是为了救死扶伤 嗯 没错 我要救更多的人 宋小妹自己被病魔折磨了数年 因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 最终还是遗憾而终 直到遇见老先生 他求医的那段岁月里 他就向往着 也能像医生一样 给更多的人治病 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 刚好听说老先生 要找人学他的医术 这是个圆梦的好机会 只听老先生说道 但我并不是什么人都会相救的 确切地说 我并不是什么病都可以治 但是有一种病 我都会试试 什么病啊 宋小妹好奇 她的病和陆白的病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她好奇 老先生指的是哪种病 或者 她的病和陆白的病 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善心病 啊 宋小妹有些不明白 还请老先生明示 善者自愈 恶者自取 善良的人终有善报 恶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咎由自取 宋小妹也恍然大悟 我懂先生的意思了 罢了 你就你吧 你比于笑那丫头 更了解我这把老骨头 第1180集 老先生终于松口了 宋小妹还有点不敢相信 您的意思是说 不用于笑跟我们一起走了 还说不是替于笑考虑 老先生就知道 这丫头 八成是为了替别人考虑 还死不承认 真的不全是 这是我自己如愿以偿的同时 也顺带来个承认之美 去告诉他们 我们今晚就走 今晚 可是 陆家几兄弟都说好今晚过来 明天一早亲自送您的 就是不想那么麻烦 提前走了 好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宋小妹知道 老先生比较古怪 早点走也好 别老先生回头 又变卦了 再等一下 罢了 也别去说了 你不是有他们电话吗 回头 打个电话说一声 好吧 宋小妹不敢再说了 不然老先生 连电话通知都不让他通知了 真的要走了 宋小妹 反而也有点不舍了 他临走的时候 去找了于笑 将老先生吩咐他的事情 转达给于笑 老先生交代的话 于笑都很用心地 拿笔记本记下来 担心陆白到时候记不住 给忘记了 宋小妹说完了 还不放心地问他 我说的 你都记清楚了吗 都记下来了 椅子不落 那就好 老先生还说了 他恢复得很好 等自己觉得能正常生活了 药是可以慢慢停下来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你上次问这些药性的作用 我也帮你问了 老先生说 他开的这些药方都是混合性的 有些是有毒的药 但是也有排毒的药 而且可以将他体内吸药 留下的副作用给排泄掉 所以 如果你们考虑要孩子的话 等药停了就可以考虑了 于笑差点就开心地惊呼了出来 但是又想到 自己马上就要走了 孩子的事 恐怕一时半会儿不能实现了 但是这个消息 无疑也是个好消息 谢谢你帮我问得这么仔细 不过 孩子的话 可能要等几年了 啊 对了 这里快递寄不过来 你得有个稳定的地址 到时候可以寄要过来 回头你把地址发在我手机上吧 好 那我问他一下给你发过去 于笑根本没多想 为什么是发给宋小妹手机上 只以为发给她 她会告诉老先生 而且自己确实不知道 该留哪个地址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祝福你们 宋小妹这句话 是真心实意的祝福 她觉得 成全两个相爱的人 是一件非常伟大 又自豪的事情 谢谢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各种照顾 不用客气 那我再去看看老先生 好 于笑点点头 目送他离开 压抑了这么多天的心情 总算是因为听到了几个好消息 而轻松了不少 四点多的时候 陆又林一家先到了 因为阴天的缘故 天色阴沉沉的 有种要天黑的感觉 紧接着是陆笑和陆悠悠到了 再后来是陆玉和苏语 还有顾泽和顾水 是的 苏语 苏语的到来 让大家都倍感意外 毕竟是初次正式见面 大家都很客气 最后到的 永远都是陆三少 这次还破天荒的 把老婆也带来了 人都到齐了 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 主要是苏语一个新客 大家都要一一认识 都互相介绍 苏语认识了之后 陆悠悠突然冒出一句 啊 于笑 你不是说宋小姐在这里吗 怎么不见人呀 可能在老先生那边 我去看看 这么一提 于笑也觉得 好一会儿没有看见 宋小妹和老先生了 啊 我跟你一起去 陆悠悠站起来 她上次听说 宋小妹要去跟老先生学医 今天来 就是要问一下 并确定一下 你老实点 不要乱跑 哎呀 我都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了 屁股都坐疼了 过来 我可以帮你揉揉 陆悠灵调侃她 结果 被陆儿也狠瞪了一眼 随后 陆悠悠陪于笑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老先生 和宋小妹的踪迹 折回来时 刚好遇到山上的管家 于笑问道 管家 你看到老先生和小妹了吗 这会儿没见着 怎么 不在屋里啊 不在 我跟悠悠找了一圈都没见着 那就奇怪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路头说话来着 后来 二爷打电话过来 让晚上准备火锅食材 我就去忙活了 后来也没注意 今晚要吃火锅吗 可不是 二爷说 悠悠小姐想吃火锅 让今晚备着 于笑转向陆悠悠 说道 你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吃火锅 也没有人说怀孕不能吃火锅呀 陆悠悠就奇怪了 怎么都不赞同他吃火锅呀 火锅又不是毒药 火锅的食材最没有保障了 你看看那些牛肉卷羊肉卷什么的 其实真正的牛肉羊肉含量 还不知道才多少一点呢 有些甚至都是加工出来的肉 吃了最不健康了 而且你现在怀孕 更不能吃那些来历不明的肉类了 于小姐说的对 所以 二爷特地提前通知我们 让我们买肉 自己加工 这样 又放心又卫生的 管家也跟了一句 陆悠悠这才明白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于笑对管家说道 那你去忙吧 晚上又辛苦了 不辛苦 啊 管家 多准备点火锅材料 悠悠小姐就放心吧 保证管够了 陆悠悠开心地笑了 既能吃到火锅 又能吃得放心 那太好了 而于笑却又开始疑惑 老先生和小妹到底去哪儿了 平时老先生连自己房间的门都不愿意出 小妹也是紧跟着精心地学点东西 今天怎么两个人都找不着了 于笑 你说老先生和宋小姐能去哪儿呀 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山上也没有地方可去啊 陆悠悠望着一片大山 确实无处可去 莫得 他灵光一闪 说道 于笑 你说他们 该不会是走了吧 去哪儿 老先生不是说 明天就走了吗 说不定 他提前走了 不可能 我说好跟他一起走的 他怎么可能把我一个人丢下呢 难不成 还要忙忙人海地去找他吗 你忘了 宋小妹跟老先生一起呢 于笑一正 就在这时候 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下 于笑掏出手机 是宋小妹发来的消息 打开消息一看 于笑发出了轻微的一声惊呼 还真是被悠悠猜对了 老先生 真的悄然地离开了 和宋小妹一起 陆悠悠见他发呆 便问了一句 啊 怎么了 老先生真的离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于笑的视线 一下子就模糊了 此刻 于笑不知道是难过更多一点 还是惊喜更多一点 总之 心底各种不是滋味 陆悠悠也惊愕 拿过他手里的手机 看了一下消息 是宋小妹发来的消息 内容简单 也透着深深的不舍 和真诚的祝福 陆悠悠见于笑 心情沉重 就安慰了他两句 然后将这个消息 带去给大家 所有人都为此 感到震惊和意外 听到老先生离开了 陆白的第一反应 就是让人去追 希望把老先生再请回来 给他们一个相送的机会 但是于笑又说明 老先生和宋小妹 直接进山去了 说是这个季节 可以采到很多草药 让他们千万别去找他们 即使去的话 也不可能找到 是啊 那么大的一片山 去哪儿找 救命恩人 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确实让他们 都倍感遗憾 最后 大家都出来 站在落台山上 逛着连绵的山脉 默默地相送这位恩人 大家的心情难免都沉重 但是有悲有喜 于笑避免了五年的分别 这无疑是天降的惊喜 回到屋里 大家都收起了多余的情绪 原本的道别 最终变成了庆祝 是的 是庆祝 也必须庆祝 一条生命 从死祭到重生 这是幸运 也是奇迹 然而这种幸运和奇迹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遇到的 晚上的火锅宴陆续上桌 一个个小火锅 正咕噜噜地烧着 陆悠悠在桌子边转悠着 已经等不及 想丢个肉丸子进去烫一下 尝尝味道 但是她的想法 被某人给看穿了 毫不客气地 把她给揪了过来 陆悠悠没闯到嘴 还被陆萧拉了过来 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哥 你这么粗鲁是不对的 那边火锅正在烧着 不小心烫着怎么办 陆萧倒是觉得 幸亏自己发现得早 不然就她那 大大咧咧的性子 不知道要出什么事 本来就不该答应她 吃什么火锅的 我又不傻 不至于把手放进去烫 晚饭中的气氛 正如火锅一样 热闹而沸腾 大家的兴致都好 晚上又不赶着回去 在陆白的建议下 大家喝了点酒 陆悠悠提一道 四哥 你和余孝 可谓是劫后逢生 苦尽甘来 我们大家 敬他们一杯 怎么样 我双手赞同 那就 都举杯吧 陆又林带头举杯 余孝说道 今天有客人在 还是先进客人吧 什么客人呀 他也是自己人 你们要是把他当外人 我可就不高兴了 再怎么说 也是初次见面不是吗 哪有 悠悠早又见过了 陆悠悠本来是不打算提这件事的 结果 陆玉还敢提 她正好借此吐槽一下 陆玉 你还敢提那事 你知不知道因为帮你 我个半个月都没理我 要不然 你能有机会杀到国外去吗 合着你还有理了 我本来也没错呀 这件事要怪你 就怪顾水 咱们俩都是帮他取证 才被拖进去的 还差点害得我跟苏南神 分道扬镳了 说起来 我也受害者 提起这件事 陆悠悠可有的说了 而且 本来也就是受害者 最大的受害者 哎 行了行了行了 火锅都烫不住你们的嘴啊 顾泽站出来 维护自家的女人 我说顾泽 你忙里忙外 把工作都丢了 人家到底有没有接受你啊 废话 信不信我把节空清俭 给你送来 顾泽能接受被任何人笑话 唯独不能被陆玉笑话 要知道 他和顾水在陆玉和苏宇前面 要是被他俩后来拘胜 那太没面子了 可以啊 你要是不给我送过来 我可就要给你送过去了 你放心吧 肯定比你早 哎 我建议 咱们不如来个集体的婚礼怎么样啊 陆玉兴高采烈地提出建议 然而 这个建议提出来 桌上却安静了 陆玉半天没有等到人回话 把一桌人都扫了一圈 问道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都不打算结婚呀 不好意思啊 我们俩 已经说好旅行结婚 顾泽长臂一身 将娇小的固水揽在壁弯里 样子说不出有多得意 听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 那你们都计划去哪了 嗯 目前呢 计划大概十个国家左右 至于还会不会增加 暂时还不确定 那等你们回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拖家代口了吧 陆玉两眼发指 十个国家 一个国家玩个个把月 起码一年半再不会回来 顾泽认真地点点头 嗯 完全有可能 陆玉赏他一记白眼 这家伙 好来话都听不懂 第1182集 那你们呢 不结婚呀 陆玉这话 是对陆悠悠和陆霄 还有余孝和陆白问的 陆悠悠正在埋头大吃 听了陆玉的话 边吃边回答 嗯 爷爷已经说了 让我们跟四哥一起举办婚礼 我们的婚纱和婚戒都订好了 那就再加我们一个呀 这样多热闹 三个人一起解决 听起来都很热闹的样子 这个 陆悠悠不确定的样子 转头问陆霄 哥 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 为什么 陆悠悠和陆玉 一口同声地问了出来 我们是结婚 你是出家 你应该去找苏语那边 找人一起办 陆玉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转头问身边的苏语 你朋友有要结婚的吗 不 不过是在国外 陆玉直接翻了个白眼 还是打自己家这边的主意吧 二哥 那悠悠也是出嫁好不好啊 她出嫁没错 但是她是嫁给我 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要把苏语 娶回陆家 就能跟你们一起办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陆悠悠总是在 最不该发言的时候 冒出来回一句 陆霄纠正道 意思是 我们就没打算带你一起 陆玉不乐意地撇撇嘴 是 不讲一起 要不 你跟三哥商量一下 看看你们两队 要不要一起举办 陆悠悠给他出了个好主意 这话题聊的 就好像非要两队一起举办 才能行似的 陆玉觉得 陆悠悠的办法可行 便转向陆三少这边 但是还没开口 便听到陆三少 冷冰冰的一句 我们不用结婚 三哥 你这样对人家三嫂不公平 没关系 毕竟 我们前世已经结过婚了 这句话是纳兰宇说的 这样一句沉重的话说出来 大家都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陆悠悠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于向 我把你们的结婚戒指给你们带来了 我去给你们拿来看看 可好看了 说吧 他就起身去了客厅那边 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个小袋子 陆悠悠将袋子交给于笑 你看看 是不是你当初订的那款 于笑看了眼身旁的陆白 面上溢着藏不住的喜悦 他接过陆悠悠递来的袋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 是一对璀璨的对戒 是他们当初选的那款 成品要比设计图上好看多了 他拿过去给陆白也看了一眼 怎么样 你喜欢就好 哇 你们的婚戒是在哪儿定的 我也要去定 陆悠从于笑手中将婚戒拿过去 仔细看了看 款式新颖就不说了 关键是 做工精细 而且还很别致 一看就知道是定制的 陆悠悠热心地告诉他 你要定的话 我哥可以帮你介绍 把我哥的名字 可以享受贵宾价 不过 最少要提前三个月定 提前三个月是佳琪 啊 什么意思 从总价中 抽取百分之三十 作为加级费用 陆悠悠眨巴眨巴眼睛 你能不能说得简单点 陆二眼抿着唇 盯了他一眼 那眼神就好像在问 难得我说得很复杂吗 简单的说 就是假如你这堆婚戒 总价一千万的话 就要外加三百万加级费 陆琴好脾气地给陆悠悠解释 陆悠悠惊讶 有没有搞错 这是宰猪呢 他们这对婚戒 怎么说也不止一千万呀 那岂不是要白白点 很多万加级费 后知后觉 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呀 陆悠悠悠悠悠地眼珠子 左边扫一眼 右边扫一眼 怎么好像都朝他这边看过来了呀 不 确切地说 是看他旁边的某人 他目光朝旁边的人斜过去 只见陆二爷的俊脸 黑得跟锅底似的 谁得罪他了 自己吗 二哥 那你被宰了多少啊 陆悠还特别没有眼色地问了一句 没办法 他想知道这款戒指的定价 心里好有个数 看看有没有必要去定做 关键是 要是提前三个月至半年的话 贵得太离谱 就没必要了 他现在 恨不得立马就结婚 陆潇重重地盯了他一眼 根本就不想理他们 陆悠悠这才意识到 自己哪里得罪他了 哥 我不是说你是猪 我是说被宰的人才是 最后那个猪子还没有说出来 陆悠悠就发现 某人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所以就止住了 陆潇目光落在他面上停了一瞬 又恼又无奈 怀个孕而已 智商怎么就退化了那么多呢 这要是生个三四个 那还不得变成智障了 那个 我什么都没说 陆悠悠扁了扁嘴 他果然只适合埋头大吃 火锅果然是适合晚上吃 如果是中午吃的话 一顿火锅吃下来 大概晚饭又可以接着吃了 菜准备的确实多了 但是吃了将近三个小时 菜也吃得差不多了 吃完饭之后 陆悠和陆情都叫着 撑得不能动了 于笑和纳兰语也叫着吃多了 倒是真正吃多的那个人 一副没感觉的样子 你们都不至于吧 吃了三个小时还没消化 陆小八 你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本来就没感觉呀 陆遇两眼直翻天 唉 两个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那当然了 我可告诉你 别看我吃那么多 其实都是被肚子里 这个小家伙给吸收了 你们别看他鸭蛋大那么一点 可能吃了 陆悠悠成功将能吃的责任 推卸给了肚子里的小家伙 不然肯定要被笑话 都还没有人来得及说话 就插进来一道男生 谁说我女儿只有鸭蛋大了 陆二爷走了过来 他对什么都没兴趣 唯独对陆悠悠肚子里的宝贝 特别敏感 不管他生在何处 只要是提起他的孩子 他保证都第一时间出现 这不 又来护着他的宝贝了 第1183集 陆二爷霸气地揽着陆悠悠 另一只手 附在他还平坦的肚子上 上次去检查 剧已经有拳头大了 现在至少也有西瓜那么大 哥 我肚子里塞个西瓜 还那么平的话 那就不对劲了 嗯 小型西瓜 大家都目瞪口呆 听说过没长熟的西瓜 没听说过小型西瓜 二哥 孩子不是长在肚子里 你手放高了 陆秦调侃了一句 陆二爷瞄脸自己手放的位置 孩子不就是长在那里的吗 不然孩子长大了 为什么肚子会变大 陆欲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二哥 宝宝是长在子宫里 也就是小腹的位置 是吗 陆二爷好像不确定的样子 陆悠悠听到这句 立马不高兴了 你不是说你天天都在看 孕育方面的书吗 合着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孩子长在哪 陆二爷一脸无辜 平时他都是知道的 可能是火锅吃多了 有点健忘 一周后 为了婚礼彩排方便 陆白搬回老宅暂住 他们的婚房 还是曾经那一栋 答应过为余孝准备的 温馨小别墅 找人重新大清扫 又简单装饰了一下 准备迎接一周后的婚礼 陆潇原本还是计划 婚房安排在家里 但是陆悠悠 一定要把婚房安排在 他那栋新别墅 在父母的同意下 陆潇也只能听他的 酒店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被包场了 为的就是方便搭建 布置之类的工作 婚礼现场 已经全部都布置好 三天的现场彩排 是一件绝对大的任务 考虑到陆白的身体 只让他坐在现场看 由工作人员来演示 虽然他们的婚礼仪式够大 但是环节一律从简 无非是让世人见证 他们的爱情之路 修成正果 再者就是圆了每个女人 一生的婚纱梦 余孝的至亲 也在婚礼前三天 抵达了S市 陆白和余孝 亲自前去接机 因为照顾陆白 余孝已经快两年 没有看到自己的亲人了 见面后 难免有些伤感 又有些喜怯 一家人抱在一起 都流下了高兴的眼泪 余孝白陆白 介绍给家人 简单地认识一下 由于机场人多杂乱 就上车直接回了陆家老宅 今天的陆家格外地热闹 平时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会全部都聚在一起 而且往年陆玉一家都在国外 有时候还不回来 但是今天都齐了 不仅齐了 而且还添了新人 这无疑是老陆家 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但是今天的主角 可不是新人 也不是老爷子 而是陆白的父母 陆中南和文兰 为了迎接这位亲家 陆白的母亲文兰 一大早就换了好几套衣服 平时都觉得 自己这些衣服 穿着挺合身的 款式品牌 就更没得说了 可是今天 换了一套又一套 怎么越看 越觉得不好看呢 魂蓝身穿一条 宝蓝色的秋款连衣裙 站在全身近前 手里还拿着一条碎花裙 在身上笔画着 看哪件更合适 可是照来照去 还是拿不定主意 无奈之下 她拉开房门 探出个脑袋 在外面张望了一圈 然后低声说道 悠悠啊 小晴 你们过来一下 陆悠悠不知道 听到了什么话 正笑得合不拢嘴 倒是陆晴 听到了文兰的声音 她寻声看过去 正好看到 文兰在对自己招手 陆晴还不确定地 指了指自己 文兰点点头 又指了指 她旁边的陆悠悠 陆晴会一吼 点点头 然后悄悄地 拉了陆悠悠一下 给她使了个眼色 然后悄然地 从人群中退了出来 干嘛 陆悠悠好奇地问陆晴 她一向很少 被这样单独重视的 但是今天 好像是破例了 沈子涵我们过去 真的 不会是要给我们洗钱吧 陆悠悠的两只大眼睛 都笑弯了 一脸美滋滋地 要拿钱似的 小财迷 到了门口 陆晴刚敲门 门忽然就被人 从里面拉开了 文兰一手拉着一个 把他们拉了进去 你们两块进来 帮我长张眼 看看我穿哪套 比较合适啊 沈子 你怎么又换衣服了 陆悠悠回头想了一下 这好像 已经是沈子 换的第三套衣服了 前两套 一套说是有点瘦了 穿着不舒服 另一件说是弄脏了 也不知道这件 又是为什么 刚刚那套吃饭的时候 沾了一股饭菜味 我担心给人留下 不好的印象啊 陆悠悠也是醉了 果然是头一次见庆家 绝对够认真的 你们看看 我身上这套怎么样啊 还是我手里这套黑色的 更正实 还有这套啊 这 这个红色 会不会更喜庆一些啊 文兰又连忙从床上 拿来一套红色的套装 陆悠已经明白 沈子找他们来 是所谓合适了 既然沈子 这么相信他们的眼光 他们也要好好 帮沈子把把棺材行 陆青已经看到 沈子手里的衣服了 都好看 但是衣服嘛 永远都是多多益帅 沈子 我可以看看 您的衣帽间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这边的衣服 也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都是 新天的最新款 我先看看啊 陆青进了衣帽间 伸手巴拉巴柜子里 挂着的那一件件衣服 看来沈子 这段时间 没少添新衣服 陆青随便拿出来一件 都是春装新款 而且吊牌 都还没有摘下来呢 陆悠悠也挤了进来 我也来看看 悠悠 你看看 沈子今天第一次见亲家 穿什么合适啊 我觉得 沈子身上穿得就不错呀 宝蓝色表示贵气 像个贵妇人一样 但是今天 可不是去参加 什么宴会或者聚会 穿得太华丽的话 会给人一种 太富贵的压迫感 应该不会吧 余秀的家境条件 也是很不错的 这不是家庭条件的问题 是给人感觉的问题 好吧 我倒是觉得这套不错的 你觉得呢 陆青从一排衣服里 挑了一件墨绿色的裙子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集 陆悠悠看了看 这个好是好 但是里面有加着黑色 我觉得有点不够喜庆 年纪轻轻的 就跟个老太太似的 就是到喜庆 结婚当然要喜庆一点了 我喜欢热闹 陆青只想说 喜庆跟热闹 是两码子式好不好 陆悠悠悠看了几件之后 看到了一条合适的 这条怎么样 又端庄又大气 而且还有点红色 肯定好看 不错 拿去给婶子试一下 陆悠悠拿着衣服出来 沈子 你试试这一趟吧 我跟陆青都看中了 诶 这件你们在哪找到的 文兰从昨晚到现在 几乎所有的衣服 都试了一遍 但印象中 好像没有这件衣服似的 就在衣柜里呀 好吧 那我去试试 你们坐下来等我一下啊 文兰拿着衣服 去了卫生间 陆悠悠 大摇大摆地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还不忘调侃婶子 婶子 您身材好 皮肤白 穿什么都好看 你这丫头 就尽管取消你婶子吧 文兰的声音 从卫生间里传来 陆悠悠笑 看陆青从衣帽间里出来 给陆青让了位置 陆青还没坐下来 就听到陆玉在外面说话 陆青 悠悠 你们在不在里面 在的 进来吧 你们俩跑婶子 这里来干什么 陆玉文言 黑门进来 不等他们回话 文兰就从卫生间里出来了 哇 婶子 您今天是要上演 个人时装秀呀 死丫头 就别取笑你婶子了 快帮婶子看看 这套怎么样啊 文兰转了一圈 让他们前后左右 都看得仔细些 好看 婶子穿什么都好看 陆玉嘴甜得很 文兰笑得合不拢嘴 对陆青和陆悠悠问道 你们俩觉得呢 我觉得就这件了 我也觉得这件更合适 简单大气又端庄 还不失喜庆 真的呀 文兰还是有些不确定 自己打量了一下 那就这件了 嗯 就这件了 我确定 有你们几个给婶子长眼 婶子就放心了 有几个小丫头的支持 文兰瞬间感觉 信心百倍 这时候 门被人匆匆敲响 谁呀 你怎么回事 人家马上就到门口了 你抓紧点 陆白的父亲陆中南 急匆匆地过来催道 啊 这么快就到了 快快快 赶紧出去了 文兰赶紧将衣服都收拾起来 塞进了衣帽间里 然后又匆匆地出去了 两辆车在门口停下来之后 陆白率先下车 然后是余孝和家里人 一起下车 陆中南和文兰领着小辈们 已经在门口等着 这驾驶 绝对够隆重 余孝下车后 都被震惊了 没想到 和他同辈的人 都出来迎接了 这也彰显着 陆家对他的家人 有多尊重和热情 余孝的父母 以及其他亲属 对这样的迎接仪式 也是连连连点头 表示满意 陆中南和文兰先走上去 等着儿子给介绍 陆白深事地跟父亲和母亲 一一介绍了余孝的父母和其他亲属 双方都热情客气地握手问好 都介绍之后 文兰就招呼大家进屋 余孝家里一共来了五位亲属 分别是父母和他弟弟 还有叔叔和婶子 陆家人口本来就多 在外加五位客人 可谓是满屋子都是人 文兰又给老爷子 以及其他书审辈的人 介绍了余孝的亲属 一大家人坐下来 开始讨论两个孩子的婚事 其他人 像陆悠悠这辈的人 基本上就退场了 除了余孝和陆白 两位当事人 陆悠悠虽然退场了 但还是一直偷偷地 朝客厅那边瞄过去 竖着耳朵听听 他们都在讨论什么 结婚的事都讨论好了呀 不是应该跟余孝的父母 说一下就行了吗 用得着讲这么久 偷看什么 陆悠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陆悠悠惊了一下 我看看他们都在说什么 怎么说了那么久 不是说了在谈结婚的事吗 陆悠将他拉过来 全在怀里 结婚的事不都安排好了吗 说一下就行了 用不着说那么久吧 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 更不是一家人的事 我们这边只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办 但不代表女方那边就没有人家的意思 这么说来 他们应该是不满意我们的安排吧 不然怎么说这么久啊 这些不是咱们该管的事 你就别瞎操心了 你现在是不是很庆幸选择娶我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我们俩是一家的 一个爹嘛 都不用商量的 这倒是真的 这倒是真的 陆悠悠看他那自在的样子 反悔了 不行 回头我得让爸妈跟你谈谈去 谈什么 陆潇一看他那模样 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事 陆悠悠冲他挑挑眉 得意洋洋 谈结婚的事情呀 让你立个保证书 再找找查 让你也尝尝 女婿被挑剔的滋味 信不信这婚我不结了 你要是敢不结 我 我把你儿子拐跑 儿子你就拐跑吧 女儿我留着 陆潇淡定地说道 陆悠悠嘴角抽了抽 不管男女 我都要拐跑 我可以让你现在就跑 两小时后 于笑总算是离开了客厅 刚喝了口水 就被拽走了 喂喂喂 轻点轻点 于笑手里还拿着水杯呢 被这样一拽 水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 于笑 你爸妈跟婶子他们都说什么呢 怎么说了这么久啊 就是说了一下婚礼的情况 还有我们家乡的那些习俗 第1185集 什么习俗 其实我也不大懂 而且也听不懂 反正我妈到时候会安排吧 就这些 还有就是让我婚礼前一晚 跟他们一起住 到时候我就从他们那边出嫁 不是说好从老宅一起出嫁的吗 之前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我爸妈他们不同意 想以我们这边的习俗来 爷爷已经同意了 哦 那还有没有别的 陆玉可谓是兴致勃勃 将来他好学着点 于笑摇摇头 没有了 就这些讲两个小时 当然还叮嘱了一些大事小事 毕竟女儿嫁了就是别人嫁的了 父母担心是免不了的 陆玉点点头 然后问陆悠悠 陆玉 你还有没有想问的 我有什么好问的 我嫁来嫁去 还是在自己家 那就先这样吧 你去忙吧 陆玉暂时想问的就这些 回头想起来了再问问 陆家第一次开了两桌 让他们小辈和孩子一桌 自己自有发挥去 长辈们外加老爷子一桌 晚饭结束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因为最近赶着婚礼的事情 时间很紧迫 所以大家都很累 陆白安排车子 送于笑的家人去酒店休息 他也要亲自跟去安排妥当 但是被于笑拦住了 他身体不好 最近事情有多 于笑担心他累着 陆白拗不过于笑 只能把办事周到的管家派过去 反正房间都已经定好了 紧挨着的四个房间 到那边直接取房卡住住即可 文兰和陆中南 在跟于笑的家人 做短暂的道别 陆白趁机把于笑拉到一边去 圈着他的细腰 眼底都是依依不舍 你别这样 就几个晚上而已 于笑何尝又能舍得离开他呢 陪在他身边一年多了 从未离开过 忽然要分开 不仅陆白不习惯 他自己也不习惯 陆白抬手理了理 他被风吹乱的发丝 说道 习惯了有你在身边 你忽然不在了 我可能会失眠 那怎么办呢 我把他们安顿好再回来 于笑也很为难 一边要担心陆白失眠 另一边要和家人单独聊聊 这么久不见了 他知道父母肯定有很多话要对自己说 他也有话想对父母说 所以很为难 陆白轻叹 舍不得你跑来跑去 他知道 于笑这段时间比他更累 他每天晚上还要给自己上药 想到这里 陆白醋了醋眉 于笑见他醋眉就紧张地问 怎么了 今晚的药怎么办 对啊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幸好你想起来了 这样吧 我把我爸妈他们送过去之后 我就赶紧回来 就是又要你熬夜了 所以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最合适 一起去 要节省回来的陆成 而且早点上好药 他也可以早点休息 于笑考虑再三 这才答应 那好吧 我上去拿药 我已经拿了 陆白举起手里的袋子 于笑笑得有些无奈 你明明都已经计划好了 还害得我说那么多 到了酒店之后 于笑送父母回到房间 爸 妈 你们累了一天了 先抛个早起乏吧 我去给陆白上个药 一会儿就过来 你这孩子 有了丈夫 就连爸妈都不管了 于母 扬装吃醋地说道 哪有啊 我是担心太晚了 他身体吃不香 行了 你也赶紧去休息吧 别过来了 我跟你爸赶了一天的车程 加飞机 早就累得不行了 这都十一点了 再洗个澡 差不多就十二点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啊 说吧 于母就打了个哈欠 看上去真的很困的样子 于笑 不知道母亲这话是真心的 还是就说说而已 那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要生气早就生气了 你啊 向来都独来独往习惯了 这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 行了 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就别说那些早兴的了 于父截断了于母的话 知道老婆是担心女儿的选择 但是现在目已成舟 就接受现实吧 爸 妈 对不起 这声道歉 于笑很久以前就想说了 但是那个时候 她没有把握 陆白能恢复得怎么样 所以就一直压在心底 今天 这句抱歉 她必须要说 也应该说出来 于母握着女儿的手 说道 妈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陆是你自己选的 不后悔就好 而且我看陆白那孩子 对你也是伤心 这样妈就放心了 谢谢妈 好了 赶紧回去休息 我是真的不行了 恨不得倒头就睡才好 于母拍了拍她的肩 看着母亲满身圈台 于笑不忍心耽误 说道 那您赶紧收拾一下休息吧 明天我再过来 去吧去吧 于母跟他挥挥手 于笑帮母亲将房门带上 长长地松了口气 父母担心陆白的身体 觉得自己女儿 健健康康的一个人 不应该找这样一个 有缺陷的男人 所以他们心里 多少有点不如意 但好在 这种心理没那么严重 这样于笑就放心了 将来 他会让一个健健康康的陆白 来证明给父母看 让他们放心 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于笑回到房间的时候 陆白刚洗好澡 披着浴袍从浴室里出来 于笑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放下包 将外套脱了下来 你这么快啊 随便冲了一下 那你等我一下 我冲一下很快就来 于笑是真的快 话说完 人已经进了浴室 陆白在后看着小女人 唇角不自觉地痒了痒 第1186集 十分钟后 于笑洗好出来 头发都只是吹得半干 担心陆白困了 但是出来后 居然发现陆白靠在床头 手里捧着酒店的 宣传书籍在看 于笑很久没有看到 陆白看书了 曾经 他是一个那么爱看书的人 因为这场病痛 影响了他的视力 直到现在 他的视力 还没有完全恢复 于笑走过去 从他手里将书抽走 都几点了 还要看书 不知道晚上看书 对眼睛不好吗 泽贝的语气里 含着深深的担心 于笑将书本合起来 放回床头 在床边坐下来 躺下吧 陆白没动 只是一动不动地 盯着他看 这个曾被自己伤害过 又救了自己命的女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该怎样去对待他 才能让他 更幸福一点 再幸福一点 这样看着我干嘛 我跟你说话呢 于笑被陆白 看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陆白依旧是无言 只是将于笑抱过来 坐在自己腿上 但于笑哪敢就这样 整个人坐在他腿上呀 连忙滑下去 可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陆白压在了床上 男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紧接着唇绊上一皱 陆白的吻轻轻柔柔的 舌尖撬开他的齿背 锁住他的香甜 深情又热气地深吻着他 于笑从起初的回应 到渐渐地被他全部的占有 于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忽然就紧张了起来 陆白 他轻轻地唤着陆白 同时也摁住了他 撕扯自己睡袍的手 陆白没有急着做下一步动作 抬起头来看着他 怎么了 这几天你太累了 让我给你上药吧 早点休息好不好 于笑颇有几分哄他的意思 对我没信心 于笑的唇扮吸动了几番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后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该说什么呢 事实上确实是有些没把握 主要是这几天 陆白确实太累了 他不想继续增加陆白的疲惫 也担心陆白 万一发挥不好会引起他自卑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他说过 哪怕陆白一辈子都不能再进行那种事 他也不会介意 陆白太了解他了 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捧着于笑的脸 认真地说道 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着还有时间 练习一下洞房的事啊 又不是没有洞房过 有没有我都不会在意的 那不一样 洞房意义不同 看得出 陆白确实很在意 一个男人 如果连洞房都给不了自己的妻子 那就太失败了 而且洞房的意义 是一种传统的吉兆 所以 你一定要练习咯 要 一定要 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你猜 跟洞房有关 于笑证了一下 算是吧 这家伙 够聪明的 一猜击中了一大半 陆白翻身躺在他身边 煞有介事地想了好一会儿 我们能考虑要孩子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于笑大惊 难道宋小妹 也跟她说过 从你的眼里看到的 那天小妹走之前来找过我 跟我说一些关于你病情的事 还告诉我 老先生给你用的药 其中有一部分是排毒的 经过一年的医治 你体内的细药成分 基本上已经是排泄了 如果想孩子的话 也可能考虑 这些是我曾经问过小妹的 所以她跑来跟我说这么多 我就没有多想 没想到 说到这里 她还不禁地叹气 陆白将她搂进怀里 哎哟 你也别惭愧了 后来我听二哥说过 说是小妹 一直有意思跟老先生学医 但是由于家里人都不同意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着 二哥在来之前 跟正婷的太太通过电话 说是小妹 已经决定要跟老先生学医了 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我想小妹 也不算是为了成全我们 才牺牲自己的 事实上 就算真的是为了成全他们 陆白也不会这么说 不然于笑 肯定要内疚一辈子 于笑翘着脑袋看她 真的吗 你不信的话 你明天可以问问二哥 或者直接问正婷太太也行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意思 我就是比较震惊 宋小妹虽然偶尔会来山上 但是于笑一直以为 是来看看老先生 没想到她是想学医 而且一走就是五年 一个女孩子 想来 下的决心应该很重 陆白侧目看着于笑 因为刚才的缠绵 于笑胸口的睡袍还敞开着 陆白从侧面看过去 可以清楚地将她美丽的春景 看在眼底 呼吸默得就重了重 身体内那股许久未有的感觉 又一次澎湃涌动着 那种感觉 就好像全身的血液寂静了许久之后 又流动了起来 而且很快就变得凶猛 要喷出来似的 于笑见陆白没动静 侧头过去 撞上了陆白眼底的灼热 身体瞬间就被陆白眼底的热度 给点燃了 炽热的目光缠绕着 再也挪不开 于笑主动朝她吻过去 双唇贴上 就好像一下子点燃了什么 半小时后 久违地缠绵之后 陆白揽着于笑躺在床上 两个人只剩下激情之后的喘息 虽然相隔许久 重温起来 依旧宛如昨天 从时间上来看 陆白的身体 还没有恢复很好 从以前最低效的一小时 如今减退了一半 于笑趴在她胸口 气息有些微喘 萧萧 嗯 要不要去洗个澡啊 不要 于笑摇头 她喜欢陆白留在自己身上的味道 哪怕只是汗水 她也觉得好闻 多久了 多久没有闻到过 她的汗水味了 以前都是被病痛折磨 难以承受 而留下了汗液来 闻着那种汗水味 是痛苦的 但是这次不同 这次是幸福的 于笑想让这种幸福 保存得更久一点 陆白也无所谓 她喜欢这样抱着于笑 特别是在做过最亲密的事之后 抱着她 是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第1187集 对了 你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累 于笑从陆白的胸口 抬起头来 担心地看着她 自己居然只顾一时的回味 把她给忘了 陆白实话实说 是有点力不从心 对于笑 陆白一点都没有隐瞒 况且 她刚才的表现并不怎么好 至少她自己是不满意的 都怪我 不该让你乱来的 于笑自责 才发现 陆白脸色有些苍白 肯定是累坏了 她才刚开始恢复 怎么能让她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呢 自己太大意了 陆白宠溺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说道 不许怪自己 就算你不让我乱来 我也会强行乱来的 那你现在到底怎么样 要不要帮你按摩 顺便把药上了 不用 我觉得现在很好 嗯 于笑不解 刚刚还说力不从心 怎么又说很好了 感觉全身的血液 又流通了似的 浑身轻松 真的 哎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坚持得久一点 陆白为此 有些小小的失落 于笑就知道 陆白会在意这一点 但他一点都不建议地说道 陆四爷 你现在刚恢复 已经很知足了好吗 你就不要不知足了 最后那句 于笑说得很小声 而且脸都红了 陆白笑 长指调解他的下巴 说道 真的满足了 以前我们 可是一小时打底的 于笑脸上更红了 耳根都跟着红了起来 以前是年纪轻轻 现在年纪大了 有点吃不消 哎呀 好像也是啊 眼角都有皱纹了 讨厌 于笑握着拳头砸他 两个人嘻嘻闹闹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于笑在男人怀里 甜甜地睡了过去 第一次 把上药的事给忘了 陆白看着怀里睡得 香甜的女孩 即便是睡着了 唇角还挂着满足的笑意 这样 真好 第二天 于笑睁开眼 陈阳已经透过窗帘 照射进来 他猛地精坐起来 嘴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完了完了完了 陆白被他这样猛地坐起来 也弄醒了 轻松地双眼半睁着 怎么了宝宝 我昨晚忘记给你伤药了 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快快快 我现在给你补伤 说吧 于笑就要下床 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全醒 动作笨笨的 差点摔下去 陆白把他拉过来 重新搂进怀里 不要紧 只是漏掉一天而已 那怎么能行呢 从来没有漏掉过的 哎呀 我说没事就没事 陆白闭着眼睛 还是很困的样子 自从生病以来 他可从来都没有缺过觉 所以一时半会儿 还起不来 于笑看他很困的样子 又不忍心打扰他 就伸手 从床头柜上 拿过他的手表 看了眼时间 原来才七点 怪不得还那么困 今天的太阳 大概起得太早了 于笑也闭上眼 继续睡 这一觉再睡醒 已经将近十点了 完了完了完了 于笑又是这句话 但是这次 是真的醒了 说好早上陪父母 去吃早饭的 这下好了 一觉睡到十点 还吃什么早饭呀 爸妈他们 不会还干巴巴地 等着吧 这次真完了 陆白也醒了 从床头柜上 摸到手表 看了一眼 这次 真的不怪于笑着急了 确实睡过头了 别着急 先打个电话 过去问问 陆白 陆白倒是不担心 于笑的亲属 他们没有吃饭 因为昨晚管家 也住在这边 就是为了早上 负责给他们 房间送早餐 当然 他们睡到这个时候 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对对 于笑赶紧 给母亲打电话过去 电话那头 很快被截停 于笑说道 妈 你们吃早饭了吗 不是说好 等你带我们去吃的吗 妈 那个我 于笑拍着脑门 想撞墙的心都有了 他吞吞吐吐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行了 妈逗你呢 要是等你带我们 去吃早餐 恐惧就差饿死了 那就是 你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 陆家安排人 给送到房间里来了 你跟人家说一声 不用安排的那么周到 我们有手有脚 下去吃就行了 人家不是担心 照顾不周吗 这句话说出来 于笑瞥了眼 躺在床上的人 那眼神 绝对是表扬 你们差不多也起来了吧 不是说好 上午去婚礼现场 看看的吗 好 我们马上起床 你们稍等一下 记得吃点东西 早上不吃饭 容易伤胃 知道了吗 挂了电话 于笑拍着胸口 吐了一口气 陆白见他抱过来 还赖着 不愿意起来 你是不是很累啊 如果很累的话 你就不用起来了 反正我也能找到 婚礼的酒店 我带他们去看看就好了 不用 我也起来 你确定 你确定门上药 不会有事 放心吧 快起床 陆白抱着他 从床上坐起来 于笑惊了一下 娇称道 你这人 别以为说你好了 你就真的好了 该注意的 你还是得给我注意 遵命 陆白在他脸上 吻了一下 这个人 小孩子气的时候 于笑拿他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两个人洗漱好 陆白先从卫生间里出来 这时候 正好有人敲门 他去开了门 门口是管家 给他们送早饭来了 有劳管家还想着 四爷客气了 管家将吃的给送进来 接着问道 四爷 接下来 有什么安排 车子安排好 待会儿送他们 去婚礼现场看一下 之后回老宅吃饭 第1188集 于笑听到陆白的话 从卫生间里走了过来 陆白 中午饭不用回老宅吃了 我打算带他们出去走走 随便吃点就好了 会不会太累了 可以留着婚后 带他们去各处玩玩 不会的 他们也想出去走走 而且婚后 我担心他们着急回去 那 你自己看着安排 管家 安排一辆商务车 送他们去 是 我这就去安排 管家汉手退了出去 过来吃饭 嗯 陆白和于笑那边忙的 可谓是马不停蹄 陆萧和陆悠悠这边 闲得竟没事找事 逗乐子 因为习俗关系 新人前一晚 不能住在一起 陆母的意思 是想赶陆萧回去住的 但是陆父又担心 明天时间赶得紧 让他们别住一个房间就是了 晚饭后 陆母和大婶子 四婶 还有陆玉 以及陆秦 都来到了陆悠悠的房间 按习俗 来说喜话 道喜剧之类的 陆白和于笑那边是二婶和五婶 还有陆玉的母亲 以及陆成老婆 都去了酒店那边 因为是同一天结婚 晚上也是挑的同一个吉时 所以只能分头行事 陆萧听说人都上楼了 也好奇地想上去看看 但是半道就被父亲给劫了下来 说是男人不能参与 他可从来都不是个听话的人 而且上面好像真的很热闹的样子 一阵阵笑声传来 想不被感染都不行 趁着老爸不注意 陆萧比兔子还快地上了二楼 楼上的声音比在楼下 绝对要大两倍 陆萧好奇地走过去 房门大开着 他站在门口探头朝里面看过去 房间里没有开灯 烛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加上房间里又是一片红色 在烛光的照耀下 像一团火焰 这就是习俗中所谓的红红火火 里面还传来 婶子口中那顺溜的喜话 然后有人跟在后面道好 不结婚 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 还有这样有趣的习俗 陆萧又看进去 看到小丫头 一身大红色的喜福坐在床上 似乎也是在看着婶子们 各种有趣的讨喜做法 陆悠悠看得很入神 有时候还无嘴大笑 还是那个一点都不腼腆的 大喇喇形象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丫头 满满实实地填充了 陆萧余下的半生 过了今晚 他们即将真正地 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另一半 将来要一起迎着风 淋着雨 看日出赏日落 一生一世 这样的讨喜 用了整整一个小时 婶子们都下楼后 陆悠悠就不能再出房间了 说是要等到明天 新郎那边的车队过来接亲 才能出房间 陆悠悠洗好澡 躺在床上 掰着手指算了一下 现在还不到十一点 据说明天的婚礼 即时是中午十一点十六分 也就是说 离明天即时 还有十二个小时 就算婚车会提前过来 顶多提前一到两个小时 是了不得的了 算下来 她还要在房间里 待十个小时 再去掉睡一觉的时间 好像也没剩多少 可问题是 不让出门 听着就很煎熬呀 好歹让她下去吃个饭吧 而且自己已经三个小时 没有见到陆二爷了 居然矫情的有点想她了 也不知道她这三个小时 都在干嘛呢 没心没肺地看电视 还是早就睡着了 再或者 会不会也在想自己呢 就在陆悠悠响着的时候 就听到咔哒一声 她朝门口望过去 只见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动作还挺小的 以为她睡着了 担心吵醒她 陆悠悠 陆悠唇角不自觉地扬了扬 这个时候 不用猜也知道是谁 陆悠悠压低声音开口 进来吧 我都看到你了 瞧她那一样 忧小心翼翼的时候 陆悠悠闻言就推开门进来 顺手把门又关上 陆悠悠准备睡了 所以就开了床头的闭灯 见陆悠进来 她伸手要开灯 不用开灯 我是过来睡觉的 陆悠大喇喇地坐下来 脱了鞋子就躺上床 不是 说好结婚前一晚 不能睡在一起的 你赶紧起来 回你自己房间去睡 陆悠悠邋遢 只是 不但没把陆悠拉起来 反而还被陆悠抱了过去 陆悠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哄一下 好了好了 抱一下就回去睡觉 乖 陆悠猝了猝眉 颇有点嫌弃 陆悠悠最后那个乖子 感觉陆悠悠 是把她当自己孩子哄了 来了我就没打算走 那也不行 妈说了 今晚不能一起住的 没那么多习俗 怎么没有了 妈都说了 你不许不听 你要是赶我回去的话 我明天可能就要顶着熊猫眼 跟你结婚了 陆悠 你不能这样耍赖皮 会被妈发现呢 明天天一亮就回去 陆悠早就打算好了 母亲累了一天了 这会儿肯定睡了 不会发现自己在这边 明天一早再滚回自己房间 瞒天过海 都不嫌麻烦 不嫌 陆悠悠没辙了 只能在陆霄身边躺下来 反正她决定的事 不会轻易改变 过了一会儿 陆悠悠又偏过头去问她 你是不是激动得睡不着呀 为什么激动 当然是激动跟我结婚了 没感觉 陆露悠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因为那种感觉 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或者说 没有言语能形容那种感觉 但是 陆悠悠却气恼极了 人生大事都没感觉 她还想怎么样 结婚你都没感觉 那你干什么又感觉 你 啊 第1189集 陆悠悠没反应过来 陆霄搂紧她 用口型告诉她两个字 看你 陆霄笑得魅惑人心 即便没有看懂她口中那两个字 也能从她的表情中猜出来 这男人 发情的时候 真不是一般的嫂 陆悠悠瞪她 流氓 就知道干坏事 明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干坏事了 为什么 洞房夜 你想的美 洞房还不发福利啊 不发 陆二爷大好的兴致 被浇灭了一大半 在心底下了好一会儿决心 信不信我闻失踪 陆二爷 八块八让你娶到我这样貌美如花的便宜老婆 还娶一送一 我劝你还是知足点吧 帮心我去吃皮皮虾 把你女儿吃的跟皮皮虾一样难看 睡觉 哼 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 陆萧早早地就醒了 确切地说 好像没怎么睡着 但是一睁眼 也已经五点了 今天的事多 那是肯定的 楼下早就听到了动静 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看着怀里的小丫头 大手落在她小腹上 其实忙来忙去 也差不多三个月了 陆萧每天睡觉 都会把手放在陆悠悠的小腹上 让她的孩子也感受到她的陪伴 她也每天都在观察 孩子有没有长大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特别兴奋的缘故 她好像感觉 陆悠悠的小腹 有一点点鼓起来了 可是 还不到三个月 为了再确定一下 陆萧将手 仔仔细细地在她小腹上摸了摸 还不确定 索性就探进衣服里面 隔着一层肚皮摸起来 更真实一点 真的大了 好像 真的是有一点鼓起来了 陆悠悠被陆萧摸来摸去弄醒了 你干嘛呢 陆萧坐了起来 激动得声线都不稳了 悠悠 你肚子好像一点点鼓起来了 你继续做梦吧 我要睡觉 陆悠悠正困得很 翻了个身 继续睡 陆萧还想再试试 但是陆悠悠这样侧身睡 好像摸不出来 看她睡得那么香 陆萧又不忍心打扰到她 看着床上睡着的小猪 这哪里像是今天要结婚的人呀 为了不被母亲发现 陆萧没有久留 在陆悠悠脸颊上吻了一下 下床离开了房间 陆萧没有再继续睡 回房间洗漱了一下 下楼看了看 啊 二爷 您这么早就醒了 嗯 爷爷他们都起了吗 老爷子刚起 太太都还没起呢 准备得怎么样 昨儿晚上就准备得吐吐当当了 我今儿早上又检查了一下 二爷放心 保证不会出什么叉子 嗯 那就好 二爷 这才五点多 要不再上去睡会儿吧 今晚还不知道 要忙到什么时候呢 陆萧看着 确实没有什么事需要做的 就又上楼了 毕竟 今天 可是她的主场 陆悠悠八点的时候 被叫醒了 洗漱好 化妆师和礼服师们 就挨刻地站在房间里 等着给她上妆换衣服 陆悠悠还没有缓过神来呢 就被摁在一面大镜子前 开始化妆 打理头发 不就是结个婚吗 用得着一大早就开始吗 陆悠悠坐了几分钟 就坐不住了 你们要花多久啊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什么 一个小时 没错 大概是要这么久 陆悠悠缓解了一下 难以接受的心情 那个 化妆这道工序 要不就免了吧 反正 我哥已经看惯了 我素颜的样子 那可不行 女人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美 唯独今天不能不美 而且今晚有很多人看着您呢 您就这样 宿命朝天 好看不好看令说 这也不尊重人家宾客 还有这种说法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保证啊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全场最美 可别 今天可不止我一个新娘 还有我四哥也一起结婚呢 他的新娘才是最好看的 那就是各有千秋 这样也行 想到余孝 陆悠悠忍不住想知道 她现在在干嘛 是不是野饭都不让吃 被摁在那里化妆呢 这样想着 陆悠悠就叫人帮忙把手机拿过来 直接给余孝发了个视频过去 视频接通后 正如陆悠悠所想 余孝果然是跟她一样 正在镜子前化妆 余悠 你也在化妆呢 可不是嘛 听说要化一个小时呢 你那儿是不是也这样 差不多吧 反正时间还早 不着急 可是 我饿呀 你们那里 是不是也不让你吃东西啊 确实不让吃啊 那我饿怎么办 这个 听说婚礼前会给汤圆吃 婚礼前 起码还要几个小时 她肯定熬不住 等到那时候 我就要被饿死了 我现在是两个人呢 要不你跟沈子商量一下 给你特殊情况 特殊照顾一下 那我再忍忍看吧 对了 我四哥呢 他已经去婚礼现场了 哦 我哥也去了 也不知道 他们去那么早干嘛 那么多宾客 等着他们去招待呢 他们比我们辛苦多了 好吧 哎 对了 你婚纱看到了吗 喜不喜欢 说起这个 我还没跟你道谢呢 谢谢你跟二哥 帮我安排的这么周到 你别谢我们 这都是四哥交代的 嗯 那我不跟你说了 讲话不方便化妆 好吧 那就挂了 对了 祝贺你 也祝贺你跟四哥 结束了通话 陆悠悠老实了一会儿 但是很快的 肚子就叫了起来 好饿呀 又坚持了五分钟 肚子叫得越来越厉害了 第一千一百九十集 真的好饿呀 也不知道谁定的规矩 凭什么不给新娘吃东西啊 把人和的头昏眼花 还怎么结婚 别到时候 爸妈都弄不清了 这时候 陆玉推门进来了 准备得怎么样了 啊 陆玉 你来得正好 快快快 快过来 干嘛 你有东西要送我呀 下面还有没有吃的 你去给我拖一点上来 不行 沈子说了 你不能吃东西 不让她知道不就行了 而且我都要饿死了 孩子一直在提我呢 真的假的 这么严重啊 当然是真的啦 我要是再不吃的话 孩子就要蹦出来找我麻烦了 可是 吃了东西 会不会不吉利什么的 不会的 不让吃东西的传统 只是针对没有怀孕的人 我现在怀孕了 是可以吃东西的 不不不 不是我在吃东西 是孩子要吃东西 陆玉被他说迷糊了 点点头 嗯 好像有点道理 行 那我先去看看 对了 那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只要是吃的就行 陆悠悠都饿得发慌了 哪还管什么吃的呀 有吃的就谢天谢地了 怎么感觉 结个婚跟遭罪似的 瞧把他这个新娘子给饿的 怪让人心疼的 陆悠悠等的煎熬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哪里像什么幸福的新娘子呀 简直就是来遭罪的 啊 你们悠着点 别弄得浓妆艳慕 跟个妖怪似的 回头把人吓跑了 您放心吧 绝对不会的 婚车提前一小时 抵达街庆的地点 十二辆青衣色劳斯莱斯 停在门口 庄严又气派 说好的一切从简 所以家里没有安排太多人 来拦新郎 但是陆二爷可不是小气的 凡是在场的人 均发六个红包 就连楼上的化妆师和礼服师之类的 都拿了大红包 陆二爷顺利接到了自己美丽的新娘 陆悠悠一身洁白的婚纱 款式没有那么华丽夸张 但是精致而独特 穿在他身上就像一个圣洁的精灵 美丽又脱俗 两个人隔着一层头纱 凝视着彼此 别傻站着了 红包都给了 还不快去把新娘子接走 大婶子在旁提醒着 陆萧这才回了回神 不好意思地笑了 陆二爷生平第一次 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陆悠悠在床上坐着 看她那傻样 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 把她那笑容给拍下来 陆萧走过去 陆玉这个伴娘 给递上了水晶鞋 同样是定制的 优雅的鞋身 独特的设计 三公分的水晶根上 镶着一颗钻石 华丽而高贵 陆萧只知道 要帮陆悠悠穿上鞋子 并不知道其他礼节 或者说是忘记了 她把手里的捧花交给陆玉 准备跪下来 给陆悠悠穿鞋 陆玉看着陆萧递来的花束 好看是好看 可是她不敢接呀 新郎官 你搞错对象了 这玩意儿不是给我 给我就不好玩了 陆萧给她一个自作多情的眼神 心里在说 谁说要给你了 就是让你帮忙挠一下而已 陆玉向来都比较敏感 当新郎官投来目光时 她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提醒道 捧花可以给新娘子了 陆萧这才想起来 捧花是这个时候给新娘 可她怎么一直记着 是婚礼的时候才给的 好吧 事情太多了 陆萧准备将手中的花束 送出去的时候 陆玉又提醒了一句 单膝跪地 不是说婚礼前彩排了好几天了吗 这就是彩排的结果 陆玉真担心 待会儿婚礼开场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台词都给忘了 陆萧又单膝跪下 将捧花送上 新郎官 说两句情话来听听 陆玉趁着此次机会 得好好调戏一下陆二爷 不然错过了 这辈子都别想了 陆萧冷定了她一眼 肯定不会说 新郎官 今天你的身份就是有求必应 知道吗 陆萧压根不理她 目光盯着面前的美丽新娘 真不说 陆悠悠没有接花 而是问她 陆萧朝她靠近过去 压着声音说道 晚上悄悄说 陆悠悠笑了 伸手把她的花接了过来 诶 新娘子也太好哄了吧 你还是低调点吧 下个就轮到你了 陆悠悠好心提醒她 陆玉拍着胸脯 我 保证有求必应 陆悠悠也不搭理她 陆萧给她穿上水晶鞋 握着她的脚低头吻了一下 哇 这个可以 刚那个镜头谁拍得好 给谁额外加红包啊 陆二爷这边进展顺利 而陆四爷那边就没那么顺利了 明明是要低调的 结果 十二辆豪车停在门口 想低调都难 最后 酒店工作人员都参与了闹喜 陆白这边 把红包给弄得不够发了 面对围着说喜话的一群人 陆四爷第一次这么窘迫 原本红包是绰绰有余的 哪知道 多出来上百个酒店工作人员 即便红包准备得充足 也不可能多出一百多份呀 看着大家伙那么热闹 于笑小声地提醒身旁的男人 你怎么还不发红包啊 时间来不及了 红包发完了 于笑不敢相信地侧谋看他 那眼神好像在问 那怎么办 别急 管家已经去补了 陆白握了握他的手 淡定自如 于笑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小声咕弄道 你都不知道多倍一点 已经多倍了几十份了 都被抢光了 于笑看着大家坐等红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一个都没剩 第1191集 大概剩了二十份左右 那就拿了些发着 总不能让人家在这里干等着吧 回头还说我们小气呢 二十份 很快就发完了 万一发完了 管家还没有到 那就更尴尬了 那也得先发着再说 于笑说完 对旁边的顾水 嘀咕了两句 顾水是他今天的伴娘 也算是亲眼见证了 他们俩之间的生死爱情 所以今天 亲手将他送上幸福的道路 顾水不善于制造气氛 于是就把情况 跟陆晴说了一下 陆晴可是职场打滚多年 闻言后就开始找大家互动 让大家一盏歌喉 为他们送上祝福歌曲 这下好了 不少人都自高奋勇地举手 要唱歌送祝福 还好整个二楼为了他们 都被封锁了 不会影响到其他客人 看着大家那么用心地 为他们唱歌 于笑和陆白都挺感动的 在大家和约又投入的歌声中 陆白转身面对于笑 双手落在他腰上 目寒感动 小小 从今以后 不管我将来变成什么样 病情是否会复发 不管我还能活多久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后悔了 不管将来你变成什么样 不管你能陪我多久 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的 你都没有办法将我甩开 因为我是你的 就只能是你的 于笑盯着他 美丽的眼眸里 竟是深情和感动 陆白好看得眉宇拧起 眼神 心未有伤感 病情如果复发的话 我的时间 可能会很少 或是一年半载 或是三五个月 或是三五天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依然会在 于笑的声音轻飘飘的 却带着坚定和坚决 陆白情难自惊 压过去 在他唇边吻了一下 哎 婚礼还没开始 新郎新娘怎么先亲上了 热闹的歌声中 有人说了这样一句 陆白从于笑唇边退开 两个人笑了笑 都有些不好意思 陆白跟大家到了线 然后给线哥的人 新发了红包 红包还没有发完 管家就匆匆地赶到了 一切都刚刚好 两队车辆 一个往东 一个往西 在城区绕了一圈 最后的终点 是在酒店 虽说是一切从简 但是24辆豪车的气场 足以彰显这场婚礼的奢侈和华丽 花瓣铺满了整个礼堂大厅 走进去 便让人有种置身在花海中 心旷神怡 终于迎来最神圣的一刻 在婚礼进行曲 响起的那一刻 婚礼正式拉开帷幕 舞台上 两位新娘挽着父亲的手 正在踏上新的人生旅途 舞台的另一头 两个男人站在那儿 各自凝望着 缓步朝自己走来的新娘 这一刻 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 父亲将自己心爱的宝贝女儿 郑重地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 眼眶微微泛红 新郎接过自己新娘的那一刻 亦是觉得 肩上背负了许许多多 陪伴 照顾 责任 卢霄先生 卢悠悠小姐 在这神圣的一刻 我代表神的旨意问你们 你们是否愿意在这里 同结连理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你们都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 视彼此如生命 视生命如彼此 直到永远 另一边 同时同刻 同样的言语 陆白先生 于笑小姐 在这神圣的一刻 我代表神的旨意问你们 你们是否愿意在这里 同结连理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你们都愿意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视彼此如生命 视生命如彼此 直到永远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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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掌声 满天的花瓣 只为他们想起 只为他们落幕 所有的来之不易 终将换来 趁心如意 舞台下 角落里 一对碧人 手挽手 望着舞台上 浪漫的一幕 我还欠你一场 带仪式的婚礼 我还欠你一条 爱我的生命 你们知道 亲手杀死 自己心爱的人 是什么滋味吗 时间 回溯到五年前的冬夜 大雪纷飞 寒风咆哮 昏暗的房间里 床上睡着的女人 显得不太安稳 一对眉头 时而紧紧地皱起 时而松开 额头上 一层细细密密的冷汗 不断地往外渗 梦里 还是那挥之不去的恐慌 有人交给她一个任务 任务完成后 就能让她 跟唯一的亲哥哥团聚 然后她答应了 只声闯入虎穴 后来她被人追赶 趁机潜入了目标地点 但是 却将自己送入了虎口 你是谁 你有什么目的 你给我下了什么药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剑日 男人当时暴力的眼神 几次又要将她 活生生地撕成碎片 然后 羞耻的缠绵 一度度浮现在脑海中 她竟然和一个陌生的男人 做出那种羞耻的事情 还做得那么方了 痛 全身都痛 那种痛 比丝成碎片还要痛苦 她以为她死掉了 死在那个男人的折磨 和摧残下 床上的人猛地惊作气 大概是受了什么惊吓 她有瞬间的目燃 看着陌生的房间 她闭了闭眼 有些绝望 窗外 狂风吹的窗户 发出灯灯的响声 室内 致闷地让纳兰鱼 喘不过气来 她想下床去窗边透透气 可是腿稍微移动 两腿间 就一阵撕裂般的痛 她脸色白了一层 斗大的汗珠 从额头上滚下来 该死的陆婷川 肯定是认为 是自己给她下药勾引她 所以才下手这般狠毒 盛传她心狠手辣 冷血无情 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可是 到底是哪个该死的 想下药勾引陆婷川 结果害得她遭了痒 这笔账 是记在陆婷川头上 还是要记在那个下药的人头上 可是不论记在谁头上 都改变不了她遭殃的结果 纳兰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挪到窗前 推开窗户 靠在窗口 大口大口地吸着外面的空气 尽管很冷 至少能让她觉得可以活下去 她已在窗口 暮然地望着漆黑的夜 漫天的雪花 就好比她此刻的心 漆漆凉凉 飘零无依 不一会儿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路上 纳兰雨原本在出神 听到这两个字 猛地打了个寒净 浑身汗毛耸立 目含恐惧地 看向门口 一道奇长的身影 走了进来 今天的陆婷川 一身黑衬衫配长裤 依旧是浑身 布满了森寒和威胁 她就像夜里出动的雄鹰 时刻让人感到惧怕 陆婷川第一眼 没有在床上看到人 忧深的眼眸 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最终落在了窗前 纳兰雨这会儿 也紧盯着她 那样子 就好像在提防一只猛兽 然而 这只猛兽 如果真的想取走 她这条命的话 即便她使出浑身解数 也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这样想着 纳兰雨索性就不去提防了 陆婷川既然没有杀自己 自然没必要 在这个时候动手 陆婷川走过去 在真皮沙发上坐下来 沉冷地开口 自己交代 还是要我动手 因为一夜亲密的共度 纳兰雨原本还有点尴尬 但是看陆婷川 一副来审问的态度 纳兰雨反倒觉得 是自己想多了 她平静地开口 我说了 我没有下药 所以 你认为你的魅力 能让人失控如此 看似没有情绪的语气 听起来 却让人觉得讽刺 要知道 他们昨晚 整整缠绵了一夜 直到今天早上 陆婷川才克制停下来 这一切 都是因为她被下了一种 药性超强的魅药 她陆婷川 毕生罪恨别人算计 敢算计她的人 必须死 我的意思是 那药不是我下的 信不信有你 给她下药 把自己二十年的 清白搭进去 除非她是个疯子 陆婷川 伸成的毛子冷了冷 似乎没那么好的耐心 你还有今晚 最后一次机会 想好了找我 说吧 她起身就走 纳兰宇站起来 大着胆子开口 不用想 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对你下药 而且我也是受害者 如果你不放了我的话 我会报警 陆婷川的脚步顿住 她个头很高 又是穿着一身的深色 给昏暗的房间 又添了几分压抑 虽然看不到陆婷川的脸 但是纳兰宇 已经感觉到气氛在僵宁 就连温度都跟着低了下来 说实话 她刚才的话 是一时支气才说出来的 别说陆婷川昨晚是中了药 就算是真的强奸 凭她个人的能力 恐怕也不能把她怎么样 纳兰宇以为会等来一场暴风雨 但意外的是 陆婷川转过身来 面上依旧平静 现在就报 顺便再告我一个强奸罪 你本来就是强奸 陆婷川缓步走过来 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你这个受害者 是怎么配合一个强奸犯 她手里多了个iPad 修长的手指 在屏幕上点了一下 然后从里面 传来羞耻的声音 我哟 纳兰宇双眸睁大 虽然没有看到什么画面 但是她已经猜到是什么了 脸颊刷的一下 红得低血 这个混蛋 居然还拍了录像 变态 好好欣赏 陆婷川面无表情地 将iPad放在茶几上 然后又重新坐回沙发上 拖有几分 打算好好欣赏的意思 那声音一次比一次激狂 光是听着 就让人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更别说看画面了 纳兰宇羞愤地冲过来 抓过iPad 就恨恨地摔在地上 谁知 地上是地毯 砸下去根本没反应 羞耻的声音 仍在继续灌进耳膜 她都不敢相信 那居然是自己的声音 可恶 纳兰宇直接踩上去 顾不得身体的疼痛 恨恨地在上跺了几脚 直到那屏幕粉碎 声音不再传出来 这才停了下来 陆婷川 你变态 纳兰宇气疯了 也不顾他是谁 就那么狠狠地骂了出来 陆婷川似乎被他这句话给激恼了 因着俊脸起身走到他面前 纳兰宇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因为双腿疼得厉害 又加上紧张 他差点跌了下去 陆婷川一把扣住他的下巴 面目阴狠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 还是不说 我 我该说的 都说了 纳兰宇的下巴被他捏着 疼得说话都很艰难 陆婷川如濒临般的眼眸盯着他 那眼神能把人射穿 不说可以 我有的是守的让你说 陆婷川松开他 长指慢条丝里地 挑开身上的衬衫扭扣 那双鹰笋般的眼睛盯着他 那样子 就好比夜间 正逮捕猎物的猛兽 而纳兰宇 正是他锁定的美餐 纳兰宇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眼底布满了惊恐 脚步下意识地后退 好像这样 就能逃开他的魔掌似的 但事实上 在这里 不论他逃到哪里 都逃不过陆婷川的手心 他退一步 陆婷川就上前一步 脱了身上的衬衫 接下来 挑开裤头拉链 明明样子性感又狂野 但在纳兰宇的眼里 眼前这个男人 是恐怖的 是魔鬼 是猛兽 纳兰宇面无血色 慕含惊恐地防着他 你 你想干嘛 既然你那么喜欢爬男人的床 那我就满足你 陆婷川身形高大 完美的九头身 就那么壁露在他面前 修长的腿朝他缓步走过来 将一切都掌控在手心 纳兰宇的脸色更难看了 想到身体那撕裂的疼 双手不由地扣得紧了紧 他仿佛已经知道 自己接下来会遭遇什么 一阵天翻地覆 纳兰宇已经被狠力地 丢进了床上 他本能地想逃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 就被男人粗暴地 抓住脚踝 拽了过来 陆婷川 你要是再敢碰我 我会杀了你 纳兰宇一边挣扎 一边咬牙警告他 身手还不错的他 到了陆婷川面前 也不过是白费力气 陆婷川也根本不搭理他 一把撕了他身上的睡袍 动作一如既往的粗暴 纳兰宇感觉身上一凉 本能地想抓住被子 裹住自己 但是他哪有陆婷川快 不等他抓到被子 身体已经被粗暴地翻了过去 被压在了床上 任由他怎么挣扎 都是无济于事 男人的粗暴 将他血淋淋的伤口 又一次无情地撕开 铺天盖地的痛 从身体里一次比一次地扩大 疼得他 连呼吸都屏住了 纳兰宇咬着牙 不让自己发出声来 双手紧紧地揪住床单 手心里的冷汗 将床单浸湿了一片 陆婷川完全是本着羞辱他 折磨他来的 所以这次要比上次还要痛苦 至少上次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有感觉 有激情 而这次纯属是折磨 有人听到陆婷川 就莫名地腿软 因为他折磨人的手段 绝对地残酷冷血 凌辱式的折磨 只能算是一点警告 第1193集 不知道过了多久 身上的男人终于停了下来 纳兰宇狼狈不堪地趴在床上 全身已经麻木 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唯一的意识就是 他一定要杀了这个恶魔 然而 折磨不过是恶魔的开始 陆婷川穿好衣服 见床上的人一动不动 他将灯打开 璀璨的水晶灯亮起 照亮了整个房间 那光亮刺得眼睛生疼 陆婷川的目光 落在床上的人身上 不知道是被灯光照的 还是因为床上女人身上 那触目惊心的伤痕 他眸色微微地眯了起来 床上的人颤抖得厉害 原本雪白无瑕的身体 在他施暴后满身轻紫 双腿间刺目的红 让陆婷川的眸色更生了一些 胸口窝着的那股火焰 好像也散了散 纳兰宇努力地动了动 想找个东西遮住自己此刻的难堪和狼狈 但是身体实在是太疼了 就好像被一次次地碾压过一样 剧痛难忍 咬着牙 才拉过被子将自己的身体遮住 然而也是这个举动又惹怒了陆婷川 他一把揪住纳兰宇的头发满身力气地开口 说不出 纳兰宇谈得闷哼了一声 喉咙同样干涩地发疼 动了动唇颤抖地说道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还是那句话 要不是我吓的 就算天下男人死绝了 我也不会勾引一个恶魔 你他妈找死 陆婷川咬牙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把黑油油的家伙 直接抵在他脑门上 纳兰宇感觉到冷冰冰的东西抵着自己 他屏住了呼吸 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就是他不能死 是的 他不能死 如果现在就死的话 不仅再也看不到哥哥 而且刚才所受的羞辱 就再也没有机会报仇了 你 你不要乱来 再开口 纳兰宇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他知道 这个男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陆婷川的手指扣在扳机上 只要轻轻一扣 纳兰宇的脑袋就会开花 我陆婷川 第一次跟女人飞这么多话 你 你先冷静点 我说 我说 纳兰宇整个人都在颤抖 这样一把枪抵在脑门上 任何人都会害怕 更何况 对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陆婷川不语 也没有把枪放下来 只是等着纳兰宇接下来的话 我承认 我确实有目的 但是 那个药真的不是我下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何必把自己也搭进去 这种时候 纳兰宇绝对不敢忽悠这个男人 因为他不想脑袋开花 但事实上 他说的一直都是实话 陆婷川讳莫如生的眸子 群寻在他面上 虽然枪还抵在他脑门上 但是可以看得出 陆婷川眼底的杀气散了散 最后 他收起枪 说 什么目的 他看着 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的女人 想必也不敢乱言 纳兰宇此时 已经吓得狼狈至极 去了眼居高临下的男人 怯懦地开口 有 有人 让我来偷你的宝物 你还有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在开口 男人的声音 阴冷至极 陆婷川并不觉得 他说的是实话 或许 还有保留 有人让我来偷你的沙漠仓宝图 纳兰宇一秒都不敢耽误 直接道明来意 因为这个男人 非常的精明 只要他不说实话 下一秒 就可能吃枪子 陆婷川 慵懒地抬了一下眼皮 语含讽刺 凭你 是 纳兰宇不知道下一秒 会等来什么 但是他没得选择 说实话 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但如果继续选择说谎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听砰的一声重响 屋里的男人 甩门离开 纳兰宇屏住的一口气 关节分明的手指尖 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烟 一缕清烟 栩栩栩生气 房门被敲响 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 恭敬地叫人 陆少 结果 我查过了 昨晚 是我们把守安全通道的人误会 当时 门没有锁好 所以才被他钻了空子 说话的人叫石灵 陆亭川身边 最得力 也是最信任的人之一 陆亭川不语 吸了口手中的烟 烟雾 阴晕进他深沉的眼底 将那双原本就神秘的眼眸 笼罩得越发深不可测 石灵继续汇报 此前去过书房的人之中 除了我 还有周秘书 和田勇 其他再没有人进去过 梁医生过来检查过 药 就下载卫生间的睡袍上 昨晚看守的都有哪些人 名单我都记在这里了 石灵递上一张纸条 陆亭川瞥了一眼纸条 说道 所有人丢去后院 自生自灭 是 石灵愣了一下 才回话 似乎是没想到 陆少会处置得这么严重 而后 他又多了一句嘴 陆少 那个女人 打算怎么处置 陆亭川沉吟着 又重新点了支烟 烟桃的火焰 忽明忽暗地映照着他英俊的脸 将他眼底的沉思 照得更明显 他起唇 轻轻缓缓地吐出 一圈一圈的烟雾 然后在空气里熨开 这样的男人 没有人敢惊扰 石灵也安静地 站在边上候着 留着 两久之后 陆亭川丢出两个字 又拧灭了手里的烟 起身又要离开 这个结果 让石灵有些意外 他跟上去 陆少 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在身边 是不是不太妥呀 石灵向来是有话直说 这种事 他必须要给予提醒 陆亭川赖了他一眼 药不是他吓的 是 什么 石灵意识没反应过来 陆少该不会是 睡了一次上瘾了 舍不得下狠手了吧 他是为了藏宝图来的 陆亭川相信 纳兰宇在那种时候 不敢撒谎 而且 他既然敢承认了 自己有目的 又何必不敢承认 下药呢 况且 他确实连自己都赔了 石灵大惊 那就更不能留了 留这样一个女人在身边 无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是定时炸弹 还是诱饵 得我说了算 陆少的意思是 用这个女人 把那些人引出来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集 前提是 这个女人有没有这个价值 陆亭川原本没打算留纳兰宇 目前为止 敢打他主意的人 还没有活着从他这里走出去的 但是他临时改变主意了 弄死一个 还会有下一个 以前觉得好玩 就陪对方玩玩 可现在 他不想玩了 只有把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给一网打尽 才能彻底地消停下来 所以 就从这个纳兰宇开始 他倒是想看看 一个被枪指着 就吓得腿软的女人 能有多大的能耐 但是石灵却仍有疑虑 陆少 你确定你想留下这个女人做诱饵 而非是 什么 陆亭川 冷漠盯着他 石灵命了命唇 有点后悔刚才的话 但是为了安全着想 还是呼出去了 陆少 我知道你之前可能没碰过女人 这一下子开了婚 多少有点意犹未见 但是纳兰宇 很明确对我们有所目的的 我认为 还是不能留 你这是嘲笑我没碰过女人 陆亭川的俊脸 顿时就黑了下来 不敢不敢 我是为了大家考虑 而且我来时 遇到了管家 说那个纳兰宇 要求给他准备 避孕的药物 石灵 连忙把脸压得滴滴的 陆亭川的面色更难看了 低哼一声 冷冷地甩袖走人 石灵一个人在乎擦汗 就在纳兰宇被关的第三天 他被人从房间里带出来 带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 厅内 奢华无比 处处彰显着无与伦比的尊贵 璀璨夺目的水晶灯下 奢华的欧式沙发里 坐着一个高高在上的男人 旁边几名庸人 毕恭毕敬地立着 一看就是严格训练过的 一个个身姿鼻挺 纳兰宇走过来 就站在那儿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厅内安静地有些诡异 就在这时 石灵走了过来 陆少 陆亭川不语 端起桌上的茶 轻轻地抿了一口 石灵开口前 瞥了眼纳兰宇 那眼神带着一丝敌意 纳兰宇察觉到了 但也是可以理解 这些人警惕心若不高的话 怕是也不可能 会在陆亭川身边 纳兰宇 女 二十岁 老家苍州 在苍州福利院长大 后被人收养 两年前在本市读大医 后因身体不适而休学 休学期间 做过各种兼职工 其中包括半年的医院护工 三个月的快餐服务员 两个月的私人家政 三十五天的酒厂销售 二十天的超市收银 七天的酒吧半畅 一天的夜店女郎 后消失四十六天 听到这里 纳兰宇掩体的谋色紧了紧 她原本还在奇怪 陆亭川不应该是在第一时间 就对自己的身份 跑根问底吗 而她却一直不闻不问 原来她是早有打算 陆亭川现在当着她的面 将她这两年的行踪 都说得清清楚楚 无非是在给自己下警钟 听闻后 陆亭川抬手挥了一下 石灵会议退在一旁 纳兰宇还是不动声色地 站在那儿 既然陆亭川已经将她的身份 查得清清楚楚 自然是要对她有个了结 过来 陆亭川开口 纳兰宇看她一眼 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叫自己 眼角扫了一下两旁 见无人动弹 她才走过去 陆亭川抬眸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冷得跟冰灵似的 叫人胆颤 把桌上这份协议签了 陆亭川扫了眼桌上的那份协议 纳兰宇不解 瞥了眼桌上的协议 问道 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在我这里活过一个月 我可以给你机会 纳兰宇在心里猜测 她口中的机会 大抵就是给自己 偷藏宝图的机会 但前提是 她能活过一个月吗 但事实上 不管能不能活过一个月 她都没有说不的余地 她不可能置自己的亲人于不顾 或者退一步来说 她不签又会是什么下场 陆亭川会放过她吗 她可不敢妄想 一个魔头会对自己心刺手软 好 我见 纳兰宇拿起桌上准备好的笔 打开文件 没有去看内容 只看到甲方处 已经签上了陆亭川三个字 那刺激龙飞凤舞 犹如她本人一样狂妄 纳兰宇握着笔 在乙方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份生死协议 签了之后 她就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 给她安排住处 交规矩 陆亭川丢笑话 起身走人 随着她离开后 一对保镖也跟着离开了 纳兰宇常常地吐了口气 总算是可以舒坦地 喘口气了 之后 有个诸管家带她去了 接下来的住处 然后是交所谓的规矩 据说 一个月之内 是死是活 以一百分计数 如果到月末 保持不到三分之一的分数 就是死期 这些对于纳兰宇而言 都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她很清楚 陆亭川不想让她活 即便她有三头六臂 那也逃不过 同样 如果陆亭川想留她一命 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之后的三天里 纳兰宇没有再见到陆亭川 这样安然无恙地度过三天 让她倍感意外 接下来还有二十七天 纳兰宇在这栋楼里 没有任何限制 可以随意走动 这晚 闷在屋里几天的她 趁着外面没动静 就到阳台上透透气 陆亭川住的地方 是在一座大楼的顶楼 三层富士格局 外设阳台 花园 泳池 停车场 典型的空中别墅 刚下过雪 外面还很冷 一阵风吹过来 纳兰宇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准备回屋 刚转身 听到一声猫叫 纳兰宇下意识环顾一圈 最后在一个花坛后面 发现了一只白蓉蓉的小猫咪 不知道是不是动坏了 小猫咪缩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 看上去很是可怜 纳兰宇走过去 蹲在小猫咪面前看着她 小猫咪又冲她叫了一声 声音越来越轻 无精打采 纳兰宇伸手把小猫咪抱过来 才发现 小猫咪身上冷冰冰的 诶 难道是谁家走丢的小猫 第1195集 小猫咪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是不是走丢了 纳兰宇问她 后知后觉又意识到 小猫咪哪里能听得懂她的话 但是 小猫咪却又喵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想表达是 还是不是 纳兰宇笑了 觉得小猫咪 好像能听懂她说话似的 她又问 你是不是饿了 我给你拿点吃的好不好 小猫咪又应了一声 纳兰宇就当她是说饿了 抱起她 准备回去 给她找点吃的 货装的怎么样了 纳兰宇抱着小猫咪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这声音 是陆亭川 紧接着 有人回答 明天差不多能装完 不出意外的话 两天内可以走货 这壁货有人盯半年了 谨慎点 陆少放心 我们这次主要是声东及西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 纳兰宇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但是听上去应该是挺重要的 而他们所说的那些人 又是什么人呢 会是跟派他来的那些人有关吗 莫的 他怀里的小猫咪又叫了一声 正若有所思的纳兰宇吓了一跳 他回了回神 本能地朝陆亭川那边看过去 担心会不会惊动到他们 果然 他们的脚步也顿住了 正朝他看过来 纳兰宇心里惊慌 但是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 但他不知道的是 刚才那些话 不过是故意说给他听的罢了 陆亭川走了过来 他永远都像个高高在上的王者 微言震慑 抱歉 我只是出来透透气 过来 纳兰宇抬眸 盼寻地看他一眼 以为他是命令自己 所以就走了过去 只不过 刚走出去一步 怀里的小猫咪忽然窜了下去 然后跑到陆亭川脚下 一瞪脚 跳到了陆亭川的怀里 纳兰宇一愣 这只小猫咪 是陆亭川的宠物 跟我进来 陆亭川给他留下四个字 便抱着小猫咪进了屋 纳兰宇 看着他高大冷军的背影 不知道他又要干嘛 只提步跟了上去 敞亮的客厅 他坐在欧式沙发里 将小猫放在腿上 漫不经心地逗弄着小猫 庸人毕恭毕敬地 递上一杯茶 轻轻地放置在 他面前的茶几上 然后退开 纳兰宇就站在那儿 过了一会儿 来了个中年男人 对陆亭川 恭敬地叫道 陆亭川 纳兰宇 从明天开始做我的女佣 你负责教她规矩 对方瞥了纳兰宇一眼 点头硬道 是 又是规矩 纳兰宇完全搞不懂 陆亭川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说什么给他一个月时间 却又只忙着教她规矩 可是 他根本没打算长期待下去 顶多一个月而已 当然 这些话 他绝不敢说出来 又过了三天 纳兰宇在成为陆亭川的女佣后 正式上岗 陆亭川这个人脾气不好 是众人皆知的 他这里的规矩多 而且严格 据说之前几个固定的佣人 都没能将这份工作 胜任下去 纳兰宇五点半准时起床 然后将管家交代的任务 背了一遍 第一次上岗伺候一头雄狮 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而且 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六天 他并不觉得陆亭川 会让他过得那么自在 早上六点的时候 他准时来到陆亭川的房门口 敲门 等了大约十秒钟的样子 里面没有动静 他又抬手敲了一下 这次等了半分钟 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不是说好 六点准时起床的吗 纳兰宇又敲了一遍 依旧是没有回应 他索性直接看门进去 说好六点必须提醒陆亭川起床的 房间里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他抬手在墙壁上摸到开关 啪的一下将灯打开 滚 突如其来的一声怒吼 纳兰宇吓得狠狠一震 显然 这个人 有起床气 纳兰宇重新将灯关了 开口提醒他 陆绍 六点起床时间到了 谁允许你从这扇门进来的 黑暗中 男人阴冷的声音 灌进耳膜里 让人的体温不禁地凉了几度 纳兰宇在心底纳闷 不从这扇门进来 莫非还有其他门 靠五分 滚出去 男人咬着牙 纳兰宇心有不服 但是 在起床气的男人面前 理论是最愚蠢的行为 他善善地将门关上 下楼 到了楼下 管家就匆忙地走了过来 纳兰 你怎么又下来了 陆绍把我赶下来了 纳兰宇实话实说 管家吓得脸色都变了变 你 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我进去开灯了 他还问我 为什么从那扇门进去 管家 是不是 还有其他可以通往陆绍房间的门啊 管家似是想到了什么 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说道 你跟我来 纳兰宇跟管家重新上楼 原来 还真有其他通道 而且这个通道进去 房间里自动就亮起了夜灯 这样不会太亮 也能提醒人 纳兰宇这五分 被扣得冤枉死了 应该扣管家的才对 半小时后 陆亭川从楼上下来 纳兰宇朝他看过去的时候 遭到了一记冷眼 管家连忙跑过来 路上 今天煮的是皇家奶茶 管家打了个手势 一套金贵的黄色英式茶具 摆在茶几上 虎口还冒着热气 陆亭川走过去 在沙发上坐下来 随手拿起茶几上 准备好的晨报 管家在一旁 准备为他倒奶茶 但听到陆亭川 嘀嘀地呃了一声 管家打了个机灵 意识到错误 又将茶壶放在桌上 站起来 对纳兰宇说道 纳兰 你过来伺候路上喝茶 好 纳兰宇应声走了过来 他先添了一块红糖 在杯子里 然后冲入奶茶 轻轻地搅拌 直到糖块融化 一股浓郁的奶香味 飘进了鼻子里 让他这个不喜欢奶制品的人 都觉得很好闻 陆亭川端起杯子 浅浅地抿了一口 皱眉 纳兰宇观察到他的表情 心口一紧 又偏向旁边的管家请示 这都是管家教他的 说是陆亭川每天的习惯 管家见识不妙 赶紧上来询问 路上 是不是味道太淡了 第1196集 不够甜 这个好办 管家给纳兰宇使了个眼色 纳兰宇汗手 接着给他杯子里 又添了一块糖 管家手伸在半空中 想阻止 愣是没赶上 这奶茶都凉了 糖块放进去容不开 影响奶茶的口感 纳兰宇察觉到气氛不对 搅拌着奶茶的动作顿住了 看了陆亭川一眼 发现他含着脸 他又将目光移向管家 依然不明白 他哪里做错了 酷 陆少 不好了 这时 石灵匆匆地走来 面色紧张 走近的时候 还狠狠地瞪了眼纳兰宇 纳兰宇被他这一眼 看得有些不安 当然 这里的人不欢迎他 他早就看出来了 什么事 今夜 海上不太平 我们声东极西的货船 被截了 说完 石灵又盯了眼纳兰宇 纳兰宇瞬间明白 石灵肯定以为 这件事跟他有关 那晚他亲耳听到 他们计划用 声东机械的对策来走货 而这个计划 恰巧就被他给听见了 现在这批货出了事 第一个怀疑到的 肯定就是他 陆亭川阴着脸 森寒的目光 也投向纳兰宇 冷酷的眼神 就足以将人杀死 他阴冷地开口 过来 纳兰宇一话走过来 此刻的他 表面有多冷静 内心就有多恐惧 陆亭川盯着他 看了一瞬 抬手 石灵默契地 递了一把家伙 放在他手心里 纳兰宇看到他又动枪 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苍白 一双眼眸恐惧地盯着他 陆亭川握着枪 起身 用枪口 抵着他脑门 说道 你有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陆亭川的语气 异常地平静 纳兰宇秉着一口气 觉得这次 真的有可能 命丧枪口下 闭了闭眼 深呼吸 这件事跟我没有 一声巨响 纳兰宇话还没说完 陆亭川神色一领 毫不留情地 扣动了扳机 但他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至少这一枪 没有直接要了 纳兰宇的命 而是打在他肩上 纳兰宇只觉得 肩上一阵钻心的剧痛 捂着肩 扑通一声 跌跪了下去 因为疼痛 额头上 瞬间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一张小脸 苍白如指 鲜红的血 如泉水般 从他指尖涌了出来 将淡色的地毯 染红了一片 血腥味 弥漫在空气中 气氛僵宁 陆亭川又不紧不慢地 将枪口 对准在他另一个 没有受伤的肩上 不说话 只给人一种 随时会扣动扳机的感觉 纳兰宇因为失血过多 意识有些迷糊起来 他觉得 自己可能活不了了 所以也不再去顾虑太多 颤抖的唇半吸动几番 才稳住声开口 就算你杀了我 这件事 也跟我无关 我 我不至于啥到 明知道你们的计划 还去把你们的计划 泄露出去 不知道是因为疼痛 还是因为越来越虚弱 纳兰宇一句话 断了好几次才说完 说那么多 还是在为自己辩解 说到底 还是不想死 是的 纳兰宇不想死 没有人活得好端端的 会想死 更何况 他还那么年轻 还有他的任务 没有完成 但是 但是 路亭川 就好像听不到 他的话一样 枪口在他肩上挪了挪位置 像是在寻找 更合适下手的位置 在所有人都以为 纳兰宇必死无疑的时候 路亭川放在桌上的电话 想了起来 他瞥了眼桌上的电话 旁边的石灵 很默契地走过去 将电话拿过来交给他 路亭川接起电话 看到屏幕上的来电人 眼底的杀气散了散 他接起电话贴在耳边 只听他说道 在 好 我派人下去接你 结束了通话 路亭川对旁边的管家吩咐道 夏娱把周玉儿接到偏定 是 管家领命后退下来 路亭川看着地上 已经快要奄奄一息的女人 谋色深了深 最后还是收了手 把人带下去 别让他死了 是 这次是石灵应的声 其实 石灵恨不得路亭川 直接崩了纳兰宇才好 但既然路亭川发话了 就必须做到 纳兰宇被带下去的时候 已经昏死了过去 路亭川看着地上那滩血 有些若有所思 纳兰宇被救了回来 醒来后 对着天花板 正正地发了好一会儿呆 他居然还能活着 居然还能从那个恶魔的手中 活了下来 这无疑是奇迹 他不知道自己醒来后是几点 只觉得浑身无力 肩上的伤一阵阵钻心的疼 喉咙还干疼得厉害 床头有水杯 他撑着起身去拿杯子 手伸过去试了几次 好不容易拿到了 结果没拿滚 杯子脱手倒在了床头柜上 里面的水都打翻了 纳兰宇本想算了 但是渴得实在难受 总不能没被打死 最后被渴死吧 纳兰宇又没受伤的那个肩膀 撑着坐起来 下床 拿着杯子 准备出去倒点水 刚到楼下 就听到一阵女人高跟鞋 扣在地面上的声音 而且越来越近 纳兰宇本想避开 但是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跟门口进来的女人 打了个照面 纳兰宇看到了门口的女人 那个女人显然也看到了她 周小姐好 管家没有注意到纳兰宇 只是迎上去跟来人打招呼 周月儿对管家微微一笑 目光还是从纳兰宇身上 扫了一眼 管家 你们这里什么时候有女人了 管家一愣 顺着周月儿的目光 这才看到纳兰宇站在那 因为受伤 她脸色憔悴 看上去很虚弱的样子 之前的衣服被没收了 这会儿穿着庸人的统一服装 你怎么来了 就在管家为难怎么回答的时候 陆婷川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她手插裤兜走了过来 三少 周月儿看到她 面上洋溢着藏不住的笑 嘴里那声三少叫得更是清甜月儿 她举了举手里的保温箱 我家昨天刚从英国请来一位专门做英式早餐的厨师 这不一大早就给送早餐来了 外面凉 你又何必亲自送过来 陆婷川对她的语气也是淡淡的 但比起平时一贯的冷酷 这会儿的语气绝对算得上是超级好 我听说你最近胃口不是很好 所以给你送了点过来换换口味 这可是正宗的英式早餐 保证你喜欢 第1197集 陆婷川没有接话 只是对旁边的管家吩咐道 给周小姐煮一杯奶茶过来 不用了 我现在减肥 不敢喝奶茶 周月儿白手拒绝 她的心依旧在纳兰宇身上 便洋装好奇地问道 对了 三少 那个女人是谁啊 要知道 陆婷川这里亲一色男人 就连庸人都是 可什么时候 冒出个女人来了 难道 纳兰宇原本正准备离开 听到周月儿的话 一时之间 不知道是走还是留 陆婷川这个人阴晴不定 他真的是不敢有一丁点的过失 管家担心陆婷川也不好回话 于是就想着替他解围 啊 这位是敌人 陆婷川 解固管家的话 管家一愣 就连纳兰宇都是一愣 原来已经把自己视为敌人了 怪不得下手如此之狠 大概是想把他一刻不离地盯着吧 敌人 周月儿就更加不解了 将纳兰宇仔细看了看 虽然气色不是很好 但精致的五官和轮廓 依旧盖不住他天生的美 特别是他那双清冷的双眸 更是高冷明艳 让人有种过目难忘的感觉 这样一个美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敌人的待遇 当然 周月儿绝对不敢多问 只是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么美丽动人的敌人 多来几个也乐意奉陪 周月儿看向陆婷川那眼神 有些意味深长 而陆婷川只当是没听见一样 优良的目光投向纳兰宇 喂 再说你呢 你还不快过来 周月儿对纳兰宇说道 纳兰宇原本只想倒杯水喝而已 但是对方既然这么说了 他只能走过去 走近后 周月儿发现 他的脸色比远看还要难看 你是不是生病了 脸色那么难看 有点感冒而已 去给周小姐煮一杯牛奶过来 这句话是陆婷川说的 而且是对纳兰宇说的 纳兰宇没看他 只是汉手应答后就去了厨房 几分钟后 纳兰宇端着一杯热好的牛奶过来 这会儿 陆婷川和周月儿已经坐在餐桌前 两个人对坐着 不知道在聊什么 周月儿满脸 都是腼腆的娇笑 看得出来 周月儿对陆婷川感情不一般 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 眼里满满的都是崇拜 仰慕和迷恋 怪不得 他感觉周月儿对自己有些排斥的感觉 也难怪 陆婷川这里都是男人 莫出他这样一个女人来 确实令人好奇 陆婷川抢着解释他是敌人 大抵也就是不想让周月儿误会吧 纳兰宇走过去 将牛奶直接端过去递给周月儿 却不想周月儿刚好这个时候伸手 将他手里的牛奶全部打翻了 周月儿反倒还吓了一跳 一杯煮得滚烫的牛奶 全部倒在了纳兰宇手上 他紧皱着眉 原本雪白的手瞬间烫得通红 陆婷川也是拧着眉 面如寒霜 不知道是在气愤纳兰宇把牛奶打翻了 还是在气恼他吓到了周月儿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断个牛奶都断不好 想烫死我是不是 周月儿捂着手 搞得好像真烫到了似的 抱歉 纳兰宇只是不温不火地回了两个字 然后将桌上打翻的牛奶擦干净 又折回了厨房 你这是什么态度 周月儿在后表示非常不满 看看自己面前都脏掉了 他正好找到机会 三手 我这边脏了 可以换坐你旁边吗 陆婷川汉手 朝旁边的椅子上挪了一个位置 周月儿虽然不满陆婷川这个动作 但还是开心地换到他旁边坐了下来 刚才陆婷川要是不挪过去的话 他就可以紧挨着陆婷川了 不过这样的距离已经够近了 几乎可以闻到陆婷川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好好闻啊 为什么在家闻到的烟味都好冲呢 手怎么样 周月儿一愣 没想到陆婷川会关心自己 惊喜来得太突然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好一会儿他才娇羞地说道 有点疼 火辣辣的感觉 周月儿手上有个小红点 大概就是刚才见到了 给烫到的 他手上见到这么一点就红了 想象一下 一杯热牛奶倒在手上 是什么感觉 我让管家拿药过来 给你擦一下 不用了 现在正吃饭呢 药味会影响胃口的 陆婷川汗手 过了一会儿 纳兰宇又端了一杯牛奶过来 这次他学聪明了 从对面将牛奶递到周月儿面前 没给他下手的机会 他右手被烫到了 到现在还没怎么缓过来 有点麻木 周月儿这次没得找茬了 看着面前的牛奶 又开始想点子 三少 这个女人真的是你敌人吗 她不会给我下毒吧 她不敢 陆婷川淡淡地看了纳兰宇一眼 纳兰宇有些争冲 第一次从陆婷川看自己的眼神里 看到平淡 而非是之前的冷力和寒凉 周月儿看了陆婷川一眼 又下意识瞥了纳兰宇一眼 这两人给他的直觉 一点都不好 他好奇地问道 三少 你为什么要留一个敌人在身边 而不是直接崩了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 陆婷川的声音明显变得冷力了几分 周月儿闪闪一笑 我就是好奇 没有其他意思 接下来 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 气氛渐渐变得有些僵宁 周月儿知道 刚才的话惹了陆婷川不高兴 这会儿只能找话题弥补一下 对了 你觉得这个法师早餐怎么样 正宗吗 可以 陆婷川端着奶茶 优雅地抿了一口 这样一个优雅绅士的男人 让纳兰宇怀疑 到底是不是拿枪对准自己的那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只听周月儿开心地说道 那我以后每天早餐给你送 不用 我难得这样吃一顿早餐 露婷川绝对不可能让一个眼线 每天来盯着自己 不管她是出于怎样的目的 今天是因为陪我吗 周月儿就像个小女生一样 满心期待地看着她 露婷川只是看她一眼 没作声 相比之下 她这一眼 比起平时的那些眼神 算是温柔似水了 周月儿没等到她的回答 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对了 我最近学到了一些 营养早餐的知识 却说早上吃点核桃最不闹了 你去拿点核桃过来 纳兰宇原本已经想悄悄撤下去 因为手上被烫过之后 现在疼得越来越厉害 她想下去问一下 有没有药 肯定是要上药的 不然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不巧的是 周月儿又找到了自己 无奈之下 纳兰宇只能先将分内知识 做完再说 核桃拿来了 都是一些野生的核桃 光是品种就好几样 周月儿从几个品种中 挑了一盒出来 这个是正宗的野生山核桃 这个营养价值最高了 你就给我们包点这个吧 纳兰宇愣住 看了看递来的核桃 又看了看周月儿 她的意思是让自己给她们俩拨核桃人 开什么玩笑 这么小的小核桃 就算有专业工具 加上专业的人 都得费不少功夫 更何况她一窍不通 手上还有伤 怎么 你不愿意 周月儿见她迟迟不动手 又问了一句 纳兰宇看了周月儿一眼 也瞥了眼陆亭川 人家依旧是漫条思旅的用餐 就好像当下 只有她自己一个人一样 纳兰宇只能拿个核桃 做做样子 反正是别指望 她能拨出核桃人来 接下来 周月儿跟陆亭川 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纳兰宇对她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对手里的核桃更不感兴趣 倒是手上被烫伤的地方 一阵阵火辣辣的疼 还有肩上的伤 疼得她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核桃的壳很硬 她又没有指甲 拨起来很不方便 用力手疼得厉害 不用力又拨不动 因为不熟练 结果一不小心 核桃壳扎进了大拇指的指甲里 她嘶痛了一声 那股疼钻进了骨子里 疼得她的眼都白了 都说食指连心 纳兰宇总算是体会到了 食指连心的痛了 她的内身痛无声很明显 陆亭川和周玉儿 都本能地朝她看过来 只见她攥着自己的大拇指 鲜血从那指缝中渗了出来 滴在大理石桌面上 周玉儿看她剥了半天 只剥了两粒芝麻大点的核桃人 还把手给剥得血淋淋的 看着就来气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包个核桃都不会包 我吃好了 陆亭川已经抽回了目光 脸色阴沉 拽下胸前的方金 优雅地擦了擦嘴角 起身离开 周玉儿 狠狠地瞪了纳兰宇一眼 还愣在这里干嘛 好喝的食欲都被你搅和了 还不怪死下去 本来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好好享受一顿早餐的 结果 都被这个多余的女人给搅和了 关键是 陆亭川居然一点表态都没有 以她的脾气 就算不是一枪崩了这个女人 至少也是严惩 可她 竟然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走了 纳兰宇跟管家借了医药箱 自己将手上的伤势处理了一下 右手被烫得很严重 而左手的大拇指又被戳得血淋淋的 好不容易才把扎进去的核桃壳 给拔了出来 疼得她差点晕过去 等她处理好伤口再出来的时候 陆亭川和周玉儿已经都走了 她输了一口气 总算可以消停一会儿了 可是 还没等她喘口气 陆亭川居然又冒了出来 过来 经过纳兰宇身边的时候 陆亭川丢下一句 大不留心地去了客厅 在沙发上坐下来 纳兰宇一话走了过去 她想 应该是因为刚才惹了周玉儿不高兴 这会儿来找她问罪了吧 纳兰宇站在那儿 不语 只等陆亭川开口 陆亭川微微抬眸 刚好看到 纳兰宇垂在身侧的手 这会儿包着纱布 看上去伤得不轻 过来 纳兰宇深看她一眼 走过去 离她更近了 手伸过来 纳兰宇一震 难道 她是想看看自己的伤势 陆亭川没那么多耐心 一把将她的手给抓了过来 但是由于太粗鲁 抓的又是纳兰宇被烫伤的那只手 疼得她倒出了一口气 陆亭川抬眸 看到纳兰宇疼得嘴角都发抖的样子 眉头拧成了一团 才发现 她的右手手心里 也缠了一层纱布 她松开纳兰宇的右手 又换了她的左手 她左手只包扎了一个大拇指 但是陆亭川看的 并不是她受伤的手指 而是长指在她手心里 轻轻地摸缩着 那样子 好像她手心里 有什么保释的 小心翼翼 男人的指腹有些粗糙 但是又透着一股强大的热度 只是指尖的温度 便让纳兰宇觉得 左手的温度 一下子就升高了起来 也可能是因为紧张 因为她并不知道 陆亭川到底要做什么 陆亭川是在查看 她的手心 有没有摸枪的痕迹 但是经过她的检查后发现 自己多虑了 纳兰宇的手心 并不是满手老姐 但是也不像周月儿那种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手 这一点是她多疑了 男人的指腹在手心里 画着圈圈 一股酥酥痒痒的感觉 让纳兰宇觉得 很不好受 她下意识地 将手从陆亭川的手中 抽了出来 陆亭川有些出神 纳兰宇这样突然 将手抽出去 她回了回神 抬眸凉凉地盯了她一眼 就在这时 有人匆匆跑了过来 陆寿 不好了 什么事 开口 陆亭川的语气 相当冷酷 仓库那边 夜里发现某些信号 被干扰 暂时还没有查明情况 来人心惊胆战地汇报 陆亭川有案的同谋 微微缩了一下 冷锐的目光 直戚而赤裸地 投向纳兰宇 纳兰宇心底惊骇 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 只觉得她的眼神 似冷剑一般戳在身上 叫人毛骨悚然 夜里的事 为什么现在才报 在开口 陆亭川的声线 都冷得发紧 来人窃窃地看了她一眼 大伙都知道 您这几天几乎没睡 所以 混蛋 陆亭川 怒甩了手中的报纸 满身力气的她 比一头发怒的雄狮 还要恐怖 第1199集 当纳兰宇回过神来的时候 客厅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但是陆亭川发怒的样子 依旧印在脑海中 回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不过陆亭川竟然发那么大的火 事情必然不清 陆亭川爱好收藏各种爵士真品 她手里收藏的各种宝贝 在亚洲私人宝物收藏中 排列第一 而且远远甩了排列第二 几千条街 因为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所以经常遭到各种偷袭道歉 甚至有人传言 陆亭川将她所收藏的宝贝 藏匿于沙漠中 以防被盗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引来了不法分子的关注 有人跟着想方设法想要得到 这个沙漠藏宝处的地图 然而 地图也是纳兰宇此来的目的 纳兰宇很清楚 拿到地图的机会很渺茫 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而已 可如果眼睁睁看着哥哥被折磨死 那他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陆亭川这一走 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晚上 纳兰宇刚睡下 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匆促的脚步声 他睁开眼 仔细听了一下 外面确实有人在说话 而且他听到陆亭川的声音了 他掀开被子下床 悄悄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楼下的灯光出奇的亮 特别是那奢华的水晶灯 光线璀璨夺目 刺得让人晕眩 外面整齐的两对黑衣人 各个高大挺拔 训练有素的双手背后 笔直地站立着 这一画面 让纳兰宇想到 电影里那些 训练有素的雇佣兵 陆少 霍川被偷袭的事 肯定跟那个纳兰宇有关 我们应该 立刻对他引刑拷问 陆少 田勇说的没错 知道我们用声东击西之计的人 只有纳兰宇 肯定是他把消息送了出去 这句话是石灵说的 纳兰宇这才知道 原来那一晚 并不是他无意间 听到了他们的话 而是他们 故意在演的一出戏 但是这件事跟他无关 那么这其中 是不是还有其他卧底呢 陆廷川沉吟了一瞬后 才开口 这件事我自有分寸 现在你带人去调查 信号遭遇干扰的事 我去一趟三宫 陆少 听从安排 有人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陆廷川给直接打断了 一队人又匆匆地离开 整栋楼 误然又变得安静下来 纳兰宇一个人 若有所思地站在那 心里盘算着 陆廷川那边出了事 这么晚出去 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 所以他今晚是不是有机会下手了 可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陆廷川会随便让人找到吗 但不管怎么样都要试试看 纳兰宇小心翼翼地来到陆廷川的书房门口 环顾一圈后 试了一下能不能打开门 但是门被锁了 他来的时候戴了一枚戒指 本来是用来开锁的 但是一夜之后那枚戒指也不见了 他想进这间书房 就必须先找到东西把门打开 纳兰宇来到楼下 想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 方便得手的 可是这里的管理真的不是一般的严谨 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 大概都在厨房里 但是厨房只有每天那么几个人能进去 还要刷指纹 拿不到刀叉 纳兰宇只能想其他办法 在阳台转了一圈 看似是漫步 其实是在寻觅道具 结果 道具没有找到 却发现一个人 行迹鬼鬼祟祟 他不由地想到 陆廷川的货船出事 石林怀疑这件事跟自己有关 但事实上 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其中 定然是有其他卧底 而且这卧底非常善于抓住时机 眼下 他们这边只有他一个外人 这种时候出事 任何人第一个怀疑到的 肯定就是他 这个卧底 大概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 他这是做了替罪羔羊 纳兰宇不会平白无故 就做个羔羊 他要把这个卧底给抓出来 然而 他再想去找那个鬼鬼祟祟的人的时候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突然 轰的一声巨响 整栋楼都跟着晃了晃 纳兰宇惊叫一声 捂着耳朵 跑到了墙角下蹲着 他以为是地震了 但是 又过了好一会儿 却安静了下来 他吓得大口大口地喘气 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巨响 而且 好像就在附近 楼都被震动了 快快快 都赶紧跟上 就在这时 管家在召集人 像是要去哪 纳兰宇连忙冲上去问 管家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以为是地震了 吓得跑了出来 隔壁仓库发生爆炸 陆少就在里面 现在生死不明 我现在带人去救援 你老实在这儿待着 管家面色凝重 留下话 就带人匆匆地离开 纳兰宇定在那儿 两久都没有回过神埃 脑海里 不断地回荡着 生死不明四个字 陆亭川走的时候 说是去仓库的 但是仓库现在 又发生了那么严重的爆炸 刚刚还一起风发 叱咤风云的男人 怎么可能短短半个小时 不到的时间 就 不知道为什么 纳兰宇浑身的汗毛 一下子就竖了起来 一个人站在天台上 望着那声 巨响传来的方向 那里依旧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也让人想象不到 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 是一片凌乱 还是一片血腥 再或者 是一片死伤 姝儿 空气中 仿佛弥漫起一股 凄惨的味道 纳兰宇 你在想什么 那些都不是 你该想的东西 你现在该想的是 这里空无一人 是你动手的绝佳史迹 纳兰宇找了半天 发现一个鸟笼 鸟笼里有两只鸟 大概 也是被刚才 那一声巨响给吓着了 这会儿在笼子里 跳来跳去 也或许是知道 自己主人出事了 在担心 纳兰宇将鸟笼拿下来 从鸟笼不起眼的位置 取了一根钢丝下来 又重新将鸟笼 恢复原貌 挂了上去 重新来到二楼书房 他直接试着开锁 第1200集 这把锁并不是纳兰宇想象中那么好开 幸好现在没有人 他又对各种锁深有研究 主要是 在不能保证能拿到东西之前 他不能把锁弄坏 或者留下任何可疑之处 五分钟后 门锁被打开 他四下环顾了一拳 在无人的情况下推门进去 屋里很暗 只能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月色 分辨屋内的一切 纳兰宇也不敢开灯 怕被发现 他在书桌上翻了翻 发现有个打火机 这样就可以拿来照明了 太过于明显的地方 他就忽略了 因为这里太大 仔细找的话 可能要找上一天 突然 一声猫叫 吓得纳兰宇呼吸一致 手猛地一抖 手里的东西 掉在了地上 发出响声 纳兰宇此刻 无疑是在死亡边缘冒险 他赶紧将东西捡起来 放回原处 然后就看到 那只小猫咪 蹲在自己脚下 虽然是一只猫 但是让纳兰宇 有种被当场捉拿的感觉 又或许 这只猫 就是来抓他的 它可是 鹿亭川养的宠物 而且猫有灵性 肯定知道 自己在干坏事 所以替自己的主人 来抓他的 小猫咪 你怎么在这里啊 纳兰宇蹲下去 想把他抱起来 但是小猫像是生气了 扭头就跑了 纳兰宇觉得奇怪 他记得 刚才进来的时候 门是关着的 那么小猫是从哪儿 进来的呢 纳兰宇跟了过去 发现小猫 是从一个洞里 钻出来的 难道 他能察觉到 书房里有人 莫的 纳兰宇听到 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 他大惊失色 赶紧折回去 将打火机放回桌上 又看了一下 有没有被自己 动过的地方 留下比较明显的痕迹 一切都没有异常后 他才火速离开了书房 好像是有人回来了 而且 还不少人 脚步声比较嘈杂 眼下绝不能让 路上的伤情 泄露出去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楼下传来声音 这个声音 好像是石灵的 纳兰宇探头看下去 确实是石灵 还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 看来陆婷川 还活着 这个我知道 你现在需要安排 可靠并细心的人来照顾他 而且是要24小时 不能离开的那种 现在上上下下 都乱成了一锅粥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 陆少身边的人 必须都随时现身 其他人 我还是不放心 要不 你那边看看 能不能抽个人过来 不行 且不说我这边的人手 还要去想救其他伤员 你要知道 我身边可靠的人 就那么几个 这个时候 必定是被盯得死死的 如果被人发现 少了一个的话 必然会直接怀疑到 陆少的伤情 所以 不但不能用我身边的人 而且我也不能 在这里逗留 免得遭人怀疑 可是 实在不行 就找他的家人 最好是女人 我知道了 这里有个县城的女人 哪来的女人 冲咱们陆少来的 赶紧带过来 纳兰宇听到这样的对话 自然知道 石灵说的女人 就是自己 他连忙折会屋里 五分钟后 纳兰宇被人 从楼上带下来 梁医生将 陆婷川的情况 以最快的速度 跟纳兰宇说了一下 并跟他说明 要他负责 照顾陆婷川几天 纳兰宇闻言后 居然有种 想报复的冲动 好 我试试看 纳兰宇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对 陆少动什么手脚的话 我让你死无 葬身之地 石灵好像是猜到了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拒着枪警告他 纳兰宇这阵子 没少被折磨 心底难免存在怨恨 现在把奄奄一息的 陆少交给他 换作任何人 都不会放心 你放心 我不至于啥到 在你们的地盘 对他怎么样 况且 我东西没到手之前 是不会让他死的 纳兰宇 面无表情地说道 梁泽西不知道 这其中是什么关子 只是着急地说道 你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的吧 之后 梁泽西带着纳兰宇 来到一个房间门口 他脚步顿了顿 对纳兰宇说道 里面可能有点血腥 你要有心理准备 纳兰宇点点头 心跳 却不自主地加快起来 梁泽西推开门 领他进去 这并不是一间 普通的房间 更像是一间病房 而且各种 医疗器械都有 包括日用设备 一应俱全 里里外外 只有那么几个人 都是比较信得过的人 包括石灵 纳兰宇走进去 并没有看到陆婷川 而是感觉到了 冷肃又凝重的气氛 纳兰宇的一颗心 提得高高的 没有看到人 他问道 他在哪儿 里面 梁泽西领着他 朝里面走过去 推开唯一一间 卧室的门 纳兰宇深吸一口气 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是 当看到里面的一幕时 他还是惊骇地 退了一步 刺目的血 让他有些晕眩 双腿不争气地 软了软 雪白的床单上 被血染红了 地上 也是斑斑血迹 陆婷川的身上 更是血肉模糊 触目惊心 他奄奄一息地 躺在那儿 身上手臂上 都被炸得皮开肉沾 纳兰宇站在那儿 觉得呼吸 越来越困难起来 苍白的脸色 这会连唇绊 都跟着白了白 他 他怎么会伤成这样 对方 是奔着他这条命来的 他能保住这条命 已经是万幸了 梁泽西一边捡纱布 一边轻描淡写地 回他的话 纳兰宇心情沉重 按理来说 陆婷川这样的人 身边保镖无数 一般人 想接近他都难 可是再怎么防 终究是防不胜防 像他这种人 明明可以安然度日 却偏偏要选择 在生与死的边缘行走 明知道前方都埋伏着危险 却还是要冒险前行 甚至 一不小心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纳兰宇看着他 心底划过一丝 别样的情愫 不知道过了多久 梁泽西已经帮陆婷川 处理好伤口 纳兰宇回过神来的时候 只看到满地 沾满血的纱布 还有从他身上 剪下来的衣服 以及被换下来的床单 一眼看上去 全是血 红红的一地 看着令人胆颤 纳兰宇从门旁 拿来扫把 将满地带着血的布 都清理掉 再回过来的时候 梁泽西已经收少东西 看上去要走了 梁医生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第1201集 纳兰宇得知道 他现在什么情况 好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是昏迷 不过 晚上估计会发烧 哦 我留了酒精在这里 到时候如果他发烧的话 你就给他全身擦一下 记住 千万不要碰到他的伤口 而且千万不能沾水 好 我记住了 还有 他的伤态中 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症状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有什么情况 立即联系我 梁泽西递了一张纸条给他 纸条上写着一串号码 纳兰宇接过来 我知道 梁泽西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纳兰宇这会儿 已经很冷静 而且刚才他说 有医护方面的知识 梁泽西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提着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房间 纳兰宇送他到外面 梁泽西赶着离开 没有跟石灵多说什么 但是 石灵不放心 陆婷川是肯定的 走上来问纳兰宇 梁医生怎么说 说是伤得太重 晚一些可能会引起发烧 不过顺医生流了酒精下来 到时候可以降温 其他的 纳兰宇也不清楚 石灵担心地朝里面看了一眼 想进去看一眼 这时候 有人匆匆跑过来找他 林哥 马上天亮了 媒体那边 你得应付一下 我马上就到 石灵面上冷肃 转而对纳兰宇的时候 脸色稍微缓了缓 你把路上照顾好了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这是叮嘱也是危险 纳兰宇没有多言 石灵之后匆匆地走了 这件事那么大动静 必然是明天的头等大新闻 纳兰宇收起多余的思绪 重新进屋 床上的陆婷川已经被包扎过 场面没有刚才那么触目惊心 可是纳兰宇揪着的一颗心 却始终没有松懈过 那种感觉 说不出来是源于哪里 只觉得不太好受 可是 来之前 明明还是抱着一颗 报仇的心呢 几个小时过去 陆婷川依旧是昏迷着 纳兰宇拿着棉签 给他唇边上沾了几次水 他干得裂开的唇 没那么严重了 越是到了晚上 越是让人觉得不安 纳兰宇从房间里出来 便看到 几个保镖 在井上的四处巡逻 把守得这么严谨 他若是对陆婷川下手的话 他自己 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 纳兰宇找了一名巡逻的人 告诉对方 给自己拿一部电话来 到时候 陆婷川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 他好方便联系梁泽西 保镖答应是答应了 但是很快就回过来告诉他 里面是有电话的 纳兰宇当然看到 里面有电话 他是想能有一部手机 这样就可以查看一下 明天的新闻 看看这件事是怎么处理的 或者有没有抓到凶手之类的 但是 他的想法泡汤了 纳兰宇折回屋里 发现床上的人 脸上有一抹不正常的红 该不会真的发烧了吧 他从床头拿起体温计 给陆婷川量了一下体温 果不其然 他真的发烧了 暂时烧得还不算太厉害 纳兰宇没有急着给他擦酒精 但是也没敢怠慢 赶紧接了一盆水 拧了一块毛巾 贴在他额头上 毛巾刚一碰到陆婷川 陆婷川就拧起了眉 似是警惕 又像是想醒 却醒不过来 陆婷川 陆婷川 纳兰宇想唤醒他 看看他还有没有 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可能是听到纳兰宇的声音 陆婷川反倒是安稳了 宁静的眉头也松了松 但是他并没有醒过来 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纳兰宇又给他量了一次体温 结果温度没有退下来 反而还升高了 不行 这次必须用酒精 他将酒精拿过来 一时间又有点犯难 陆婷川又高又大 他居然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确切地说 陆婷川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大大小小 深深浅浅 根本无从下手 照顾人的事情 对纳兰宇来说 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是现在才知道 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淡定 看着陆婷川脸上的红 越来越明显 纳兰宇不敢再犹豫下去 从陆婷川耳后开始 然后到脖子 锁骨 腋下 手心 但凡没有受伤的位置 纳兰宇都擦了一遍 就连下半身都没有漏掉 只不过 纳兰宇手上也有伤 碰到酒精的时候 疼得异常厉害 而且他受伤的肩膀还没有痊愈 只能用一只手来完成一切 他呲牙 适应了一下之后 咬着唇气血 但是陆婷川的症状 似乎并没有好转 呼吸有点重 显然 是发烧烧得太难受了 眉心也皱成了一个穿字 陆婷川下半身 伤得没那么严重 纳兰宇就更多地 在下半身的穴位 多擦几遍酒精 但是擦着擦着 便觉得不对劲起来 纳兰宇看着床上 昏迷不醒的男人 心想 这个人 是你的仇人呀 难道你忘了他对你的羞辱 对你冷漠无情地开枪吗 纳兰宇的手忽然僵在了那儿 脑海里回放着陆婷川对自己的折磨和冷血 手渐渐地扣得紧了紧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的话 自己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 对他下手 床头柜上有一把医用镊子 是这里唯一一把可用的凶器 他伸手去拿 却犹豫了几次 最后拿过来 攥在手心里 看着床上昏睡的人 只要他拿着镊子 对准他的心脏 使劲地扎进去 那自己就可以为自己所说的屈辱和折磨报仇了 纳兰宇握着镊子的手 有些发抖 眼底的谋色充满了恨意和杀气 他举起镊子 就要狠狠地扎下去 然而 就在这时 陆婷川不适地闷哼一声 剑眉拧成了一团 纳兰宇以为他要醒了 经得连忙将手背到身后去 目光惊慌地盯着床上的人 一颗心七上八下地不安起来 大概是做贼心虚 但等了一会儿 陆婷川并没有醒过来 但是纳兰宇 刚才那颗被一念之恨蒙蔽的心 已经清醒了 又或者说 刚才的那股杀气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再给他机会动手 他已经找不到刚才那股勇气了 你在做什么 纳兰宇盯着手里的镊子出神 突然 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 他惊了一下 抬眸看到陆婷川行了 他看上去很虚弱 眼皮都抬不起来的样子 忽然觉得 自己对这样一个只剩下一口气的人下手 那跟他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1202集 纳兰宇收起多余的情绪 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 你在做什么 明明说句话都吃力 陆婷川 却非要执拗地问 因为他已经猜到 纳兰宇 其实想做什么 纳兰宇心里也知道 他对自己有所提防 但是他不可能告诉陆婷川 自己想对他图谋不轨 你受伤了 很严重 石林他们都忙去了 梁医生让我在这里照顾你 你现在在发烧 梁医生给我留了酒精 说是你烧起来的时候 用酒精帮你散热 我现在手无腹肌之力 你完全可以杀了我 纳兰宇冷冷地盯着他 看了一瞬 眼底渐渐地浮上一层怒恨 手扣得紧了紧 你以为我不想杀你吗 我告诉你 只要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立马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是的 如果他能拿到他需要的东西 把哥哥救出来 他刚才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陆婷川睫毛眨了眨 没有再开口 也没有继续睡 只是若有所思 不知道在想什么 纳兰宇也没有去揣测他在想什么 也懒得去猜 况且 像陆婷川这种人的心思 能猜到的 怕是只有神人了 纳兰宇继续用酒精给他擦身体 从大腿一直擦下去 再下手的动作 反而比刚才别扭了 可能是因为陆婷川醒着的缘故吧 你要是累了 就再睡一会儿 现在这边把守没那么严 我可以给你机会逃走 陆婷川又开口 纳兰宇手上的动作一顿 台谋看他一眼 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我就走 他一点都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 只要拿到东西 他根本不会管陆婷川的死活 陆婷川冷吃一声 如果你拿不到东西呢 我不会放弃 纳兰宇态度坚定 陆婷川盯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话 你放心吧 我虽然是有目的而来 但是我有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既然协议都签了 我就没打算能活着离开这里 说到这里 纳兰宇又看了陆婷川一眼 补充道 更不可能 趁人之危 纳兰宇忽然明白过来 他不能杀了陆婷川 至少在东西没有拿到之前 自己不能杀他 陆婷川沉皱的眼眸眨了眨 事实上 他的视线迷迷糊糊糊的 并不太看得清楚 纳兰宇的脸 甚至没有听清他的话 只感觉 一道柔柔细细的身影 在耳畔徐徐徘徊 渐渐的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眼皮越来越沉 最后 又昏了过去 纳兰宇见陆婷川 迟迟没有动静 在抬头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纳兰宇放下手中的酒精棉 又拿体温计 给他量了一下 结果 温度还是高得吓人 他在纠结 要不要给梁医生 打个电话 但是想想 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忙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的话 梁医生肯定会告诉他 思来想去 最后还是放弃了 纳兰宇不断地 给陆婷川擦酒精 一直擦 并十二分钟 量一次体温 不知不觉 外面的天亮了 纳兰宇打了个哈欠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酒精熏的 他感觉有点迷糊了 但是陆婷川的烧还没有退 他必须坚持 如果再过两个小时 他的烧还不退的话 那就必须找梁医生过来了 别弄到最后伤口感染 那就更麻烦了 所幸的是 半小时之后 他再给陆婷川量体温的时候 温度居然降了 还真是被梁医生说准了 说陆婷川可能会烧到早上 纳兰宇又给他喂了两口水 自己也有点熬不住了 趴在旁边咪了一会儿 陆婷川是被咳醒的 烧了好几个小时 体内的水分都被烧干了 眼前模糊了一瞬之后 渐渐地清晰下来 头微微一偏 趴在床头柜上 睡得正沉的人 映入了眼底 纳兰宇手里还拿着酒精棉 脸压在手背上 被挤得有些变形 样子有点 陆婷川有微微地出神 其实换作是他的话 他可能没有纳兰宇那么冷静 面对自己痛恨的人 居然能忍住不动手 反而还照顾了一夜 这只能证明 他想要的东西 比他内心的痛恨更重要 陆婷川抬手 想试着去拿床头柜上的水杯 但是手背上的伤太重了 抬不起来 试了几次 已是满头冷汗 他试着侧过身来 左手伤得不是很重 至少还能抬起来 但是 身体稍微移动 就疼得他 不禁闷哼了一声 睡得正沉的纳兰宇 听到动静 默得醒了过来 见床上的人 看上去要起来似的 他连忙站起来摁住他 你干嘛 你现在身上有伤 不能乱动 快躺下 放手 因为喉咙干涩 浑身又疼得厉害 所以陆婷川开口的声音 都是嘶哑的 纳兰宇不听他的 你先躺下 出去 陆婷川有些不耐烦 纳兰宇一愣 自己怎么又惹怒他了 你躺下 需要什么我可以帮你 扣分 纳兰宇嘴角抽了抽 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扣分 那我给你喂点水再出去 纳兰宇还是忍住了 看他干裂的嘴唇 应该是需要补水 持续烧了几小时的四十度 体内的水分早就被烧干了 陆婷川确实需要喝水 没有再坚持躺了下去 纳兰宇在杯子里加了点热水 用勺子给他喂了几口 他都喝下了 喂了半杯水的时候 纳兰宇问道 还要吗 陆婷川没有说话 纳兰宇就把杯子放了下来 我帮你再量一下体温 纳兰宇看了眼时间 自己已经睡了两个小时 之前量的还是两小时前 不过 看陆婷川脸上已经不红了 估计是彻底退烧了 但是还是量一下更好 陆婷川并不配合他 去把石灵叫来 现在大家都很忙 如果有空的话 应该不用我去叫 以石灵对他伤势的担心 要是有空的话 早就来了 纳兰宇也不管陆婷川配不配合 直接抬起他的手臂 将体温计放进了他的腋下 陆婷川恼火地瞪他 他这是在仗着自己不能动 欺负他吗 第1203集 但我也没有 我现在负责照顾你 照顾不好的话 有人会一枪崩了我 纳兰宇面无表情 这话的意思 就好像是 自己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被逼来照顾他的 陆婷川阴着脸 韩良的目光 像是能杀人似的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崩了你 你现在没枪 可能也举不动 纳兰宇话还没说完 一把黑油油的枪口 便举在了面前 他呼吸一紧 目含惊恐 下面的话 早已不知道 忘到哪儿去了 这个男人 任何时候 都不容许人挑衅 你先把枪放下 我去给你找人 面对一个 阴晴不定的魔鬼 纳兰宇不敢有任何怠慢 陆婷川并没有 把枪放下来 纳兰宇小心翼地 退出去 他就想知道 陆婷川哪来的枪 大概是石灵 或者梁医生 担心自己对他不利 所以给他藏在枕头下 防身用的 这些人 不愧是狡猾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 纳兰宇根本走不出这间屋子 他刚开门 巡逻的人就过来 询问情况 纳兰宇将陆婷川的话 告知对方 对方说是去联系 随后来汇报 纳兰宇顺便让人 给送点吃的过来 就算陆婷川不吃 他也不想被饿死 五分钟后 有人送来了吃的 并告知他 石灵等人都还没有回来 纳兰宇就知道 会是这个结果 他端着东西回到屋里 你的人说了 石灵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纳兰宇将吃的放在床头柜上 你现在需要吃点东西 陆婷川没有反应 纳兰宇看了一下吃的 适合他吃的只有一份粥 试了一下温度 感觉应该刚好 陆婷川没有拒绝 纳兰宇就当他是默认了 他舀了一勺粥 放在嘴边吹了一下 然后送到陆婷川的嘴边 但是陆婷川并不配合 抿着唇根本不搭理他 我说我不会成人之威 但不代表 不会抢人所难 言下之意 不吃的话 他就要来应的了 陆婷川冷盯着他 那眼神似乎在说 你试试看 而纳兰宇也不示弱 举着勺子递在他嘴边 态度坚定 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 纳兰宇没那么好的耐心 站起来 一手捏着陆婷川的下巴 一手拿着勺子 咬着粥 灌进了他嘴里 纳兰宇 你找死 陆婷川咬着牙 锋利的眼神 要吃了他似的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强迫 还用这种可恶的方式 是保了再来对付我 纳兰宇不闻不火地回了一句 陆婷川现在是真的动不了手 一旦能动手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 再给纳兰宇一枪 一碗粥大约吃了一半 陆婷川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但是心里估计已经无数遍 想要弄死纳兰宇了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冲散了两个人之间的火焰 是梁泽西来了 来给陆婷川换药 纳兰宇放下碗 站起来叫人 梁医生 跟我去别客气了 说说看 他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 梁泽西将药箱放下 从里面拿出需要的东西来 什么叫怎么过来的 他不是都料到了吗 如你所说 他夜里发烧了 最高的时候42度 我照你的办法给他擦酒精 今天早上大约六点的时候 我退了烧 又睡了两小时 刚醒一会儿 吃了半碗白粥 梁泽西半开玩笑地说道 嗯 可以啊 42度都被你拿下来了 我很想知道 你这酒精是怎么用的 照你的交代 擦全身 纳兰宇将一切都推给梁泽西 万一有什么做错的 也怪不到自己 擦几遍 不记得了 你可能帮他洗了个酒精浴 梁泽西已经看到桌上那瓶酒精 已经快要见底了 纳兰宇很想说 他还没有控诉 差点被熏醉呢 麻烦让一下 我现在需要帮他换药 梁泽西手里拿着纱布剪刀 还有药 纳兰宇让了让 需要我帮忙吗 可以 出去 梁泽西本来是很乐意有人帮忙的 但是被陆廷川 阴冷的一句话给打断了 不过 他非常不实相地说了一句 你放心 我帮你换了药就走 不会打扰你们谈恋爱 陆廷川呼吸一重 利剑一样的目光直戳梁泽西 梁泽西一脸无辜又认真地说道 你这样看我也没用 不给你换好药 我是不会出去的 陆廷川 无语到索性闭眼不说话了 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梁泽西这么笨呢 自己那么明显地赶纳兰宇滚蛋 关他什么事 我在外面吃饭 有时喊我一声 纳兰宇端着刚才的吃的出去了 不管梁泽西是真不懂还是装傻 反正纳兰宇是非常清楚 陆廷川赶的人是他 所以他还是实相地出去吧 况且 他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随口混一句而已 真当他想帮忙了 纳兰宇出去后 梁泽西一边剪开陆廷川身上的纱布 一边跟他说 你说你 我们好不容易才帮你请到 这样一个合适的人来照顾你 你还蹬鼻子上脸对人家 小心人家拍屁股走人 外面什么情况 还能有什么情况 全国都在关注你的生死 陆廷川沉默了 面上的阴沉就差要滴出水来 你也别纠结这件事了 命保住就好 梁泽西只能安慰他一下 陆廷川可以说是没少遇到大大小小的危险 但是直接奔着他这条命来的 还是头一次 他圣怒也是情有可原 过了一会儿 陆廷川又开口 有没有人开始动手脚 现在还没人敢动 所以你三天之内必须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梁泽西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有些沉重 陆廷川又沉默了 你的伤不是小时 想三天内出现在公众事业中的话 你要有心理准备 陆廷川的伤势太严重 三天的时间 绝对恢复不出什么好效果 所以只能靠搏一把 但如果他不出现的话 那些寄予他这个位置的人 恐怕就要蠢蠢欲动了 伤药有点疼 扛了点儿 第1204集 梁泽西除去他身上所有的纱布 对准他血淋淋的伤口上药 陆廷川依旧是不语 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到底在想什么 上好了药 陆廷川身上已经大汗如洗 脸色难看得有点吓人 梁泽西看他一眼眉头凝起 可以了 还有没有要交代的 让那个女人滚蛋 你就吃足吧 人家身上还有重伤 比你好不到哪里去 陆廷川不语 只是冷盯着他 梁泽西看他那要杀人的样子 连连咋舌 瞧你这样 我看了都渗得慌 更别说人家女孩子了 不过我可告诉你 那蓝宇是我好说歹说亲来的 你不对人家温柔点就算了 起码对人家客气点 你可以走了 哼 换做是我挨了你一枪 我恨不得见急杀了你 人家呢 不但没有这么做 还帮你一起战胜了四十几度的高烧 也只有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呀 才会无动于衷 梁泽西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叙叙叨叨地说着 陆廷川只想找个东西 把耳朵堵起来 行了 我走了 这里是烫伤药和雀发膏 给纳兰鱼准备的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梁泽西放了一个小盒子在床边 然后提着他的宝贝药箱走了 陆廷川撇了眼身边的药 眉眼间划过一丝不耐烦 纳兰鱼一直待在外面 大约半小时 梁泽西提着药箱出来了 好了吗 刚上了药 伤口可能疼得厉害 而且会疼上一阵子 哦对了 他要发脾气就多远点 知道吗 我知道 他这个人呢 脾气不好 性格不好 嘴巴不好 可以说全身上下都不好 但唯独有一颗心 是好 纳兰语笑笑 没说话 好了我走了 哦还有 他的情况除了伤口 会持血糖之外 应该问题不大 切记 不能让他乱动 知道了 那就 走了 梁泽西摆摆手 拉开门离开了 纳兰语哲会屋里 一眼就看到 床上的人满头大汗 脸色惨白如指 可能是因为疼痛 额头和手臂上的青睛 都爆突了出来 纳兰语去了卫生间 洗了一条毛巾 在床边坐了下来 帮陆婷川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大约几分钟后 陆婷川拧紧的眉头 松了松 纳兰语想 换了药又吃了点东西 这一觉 大概能睡得久一点了 下午的时候 石灵来了 但是陆婷川还在昏睡 石灵来得急急忙忙 看他睡得沉 纠结再三 还是没有叫醒他 走的时候 交给纳兰语一样东西 还凶巴巴地警告了一句 不许偷看 纳兰语无言以对 石灵看上去很忙 来得匆匆 走得也匆匆 纳兰语从昨天早上 五点半起床 到现在只眠了两小时 也困得不行 在陆婷川一时半会 醒不来的时候 他也靠在沙发上 睡了一会儿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隐约听到什么动静 睁开眼睛 看到床上的人 撑着身体要起来 喂 你怎么又起来了 纳兰语连忙起身跑过去 将他扶住 你需要什么 叫我一下就好了 你现在还不能乱动 滚 陆婷川推开他 但事实上 他根本抬不及手 就连稍微用力 都疼得厉害 纳兰语一气之下 真的就想一走了之 你把东西给我 我立刻就关 纳兰语 你他们真不怕死 是不是 陆婷川咬着牙 怒火中烧 手又去摸他枕头下的那把枪 纳兰语一惊 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先一步 抢过了他枕头下的枪 在他身受重伤的时候 纳兰语绝对不会给他第二次 拿枪对准自己的机会 这把枪 我先帮你保管 他把枪堂卸下来 塞进了口袋里 枪也装了起来 陆婷川 双眸燃着火球 那眼神 能把人杀死 这是石灵让我交给你的 他刚才来过 看你睡着 就没有打扰你 纳兰语 无视了他的一切情绪 从床头柜上 将东西拿过来给他 然后 就去做自己的事情 陆婷川 眉头突突直跳 第一次有人敢 无视他的情绪 实在是可恨 更可恨的是 他现在就不能把 这个女人怎么样 等着 会有机会收拾他 看了一下 石灵送来的东西 结果 还不是他想象中 那么糟糕 只不过 他接下来的处境 可能会更紧张 陆婷川 将东西收好放回去 余光 瞥见正在扫地的人 过来 纳兰语扫地的动作一顿 看他一眼 将东西放下 走了过来 我要上卫生间 陆婷川躺在那儿 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纳兰语不确定 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没有 要起来的意思 分明就是为难自己 起来上 还是直接在床上 纳兰语才不会 表现出为难 即使内心是为难的 你看着办 陆婷川 依旧是没看他 纳兰语没再说话 提步离开了一会儿 陆婷川以为 他去找人帮忙 但是没想到 他最后只拿了 一个瓶子回来 看到纳兰语手里 那个瓶子 陆婷川只觉得 一股火焰 直往脑门上窜 心里在想 如果这个女人 敢让我用瓶子 我就 你现在不能乱动 用瓶子将就一下吧 陆婷川还没有想完 就听到纳兰语 说出了这样一句 他呼吸一重 英智的目光盯着他 你想的办法 你来 纳兰语面色变了变 目光盯了他一瞬 最后 真的就掀开了他的被子 纳兰语不是非要 用这个办法 本来想出去 找人过来帮忙的 但是发现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这边还被封锁了 他出不去 无奈之下 只能用这个办法 因为之前给陆婷川 全身擦酒精 所以他现在 只穿了一条短裤 看着男人 就那么若无其事地躺着 纳兰语 甩他两拳的冲动都有了 陆婷川厚颜无耻不要脸 但是纳兰语 做不到那么不要脸呀 扣五分 男人突然冒出来一句 纳兰语皱眉 恨恨地盯了他一眼 已经莫名其妙地 被他扣了三次五分了 过分 纳兰语从床头柜上 拿了一个口罩戴在脸上 待会要是脸红的话 至少不会被看出来 第一千二百零五集 陆婷川看着纳兰语的举动 那口罩不是应该戴在眼睛上吗 看什么看 我怕味道太重 寻找我 纳兰语窝着一肚子火 可算是发泄了出来 陆婷川嘴角隐隐抽了抽 低后刀 滚 纳兰语吓了一跳 没好气地说道 尿传我可不管 就量他现在不是自己的对手 纳兰语胆子也大了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 怕陆婷川这个人记仇 纳兰语 你他妈找死 陆婷川咬着牙 双目猙獰地瞪着他 陆婷川发誓 如果枪在他手里的话 自己会毫不犹豫地送他上西天 纳兰语见好就收 不然 真的就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就在第二天一早 石灵又来了 这次 陆婷川刚睡醒 因为前一天伤口一直疼得厉害 他脸色还不太好 我去叫人送点吃的过来 纳兰语知道他们有话要说 就识相地找借口离开了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石灵说 陆婷 周小姐昨晚就又过来 最后被人打发了 说是今天还会过来 我估摸着 肯定是周红那个老贼 派他过来探情况 你看 继续打发了 要是继续打发的话 只怕周红就要杀过来了 本来就是过来打探一下 陆婷川是不是还活着 要是这样一次次把人打发了 难免更让人怀疑 他要是敢杀过来 老子弄死他 二十五岁的年纪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 做事难免会有冲动的时候 特别是对待跟他玩鹰的人 更是忍无可忍 陆少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周红无非就是想知道 你现在是生是死 犯不着跟他较劲 眼下最关键的 是袭击我们的人 有什么进展 大伙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 都一致认为 跟那个纳兰语有关 从他出现 我们连续发生两大损失 还葬送了我们两个兄弟的性命 你也险些遭殃 所以 这个女人 绝不能再留 石灵双目凶冷 语气坚决 那样子 恨不得现在 就将纳兰语碎尸万段才解恨 陆亭传不语 而是沉吟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开口说道 这个女人 谁都不准动 陆少 石灵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陆亭川一记冷眼投过来 下面的话也戛然而止 却也气急败坏地 低哼了一声 这个女人我会处置 陆亭川知道 石灵是代表大家的意见来的 他也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 但是他并不认为 这件事跟纳兰语有关 明明知道 自己这边发生任何事 他都是第一个怀疑对象 他不至于傻到将自己的处境 逼至死地 陆少 在兄弟和女人之间 我们都希望你能分出轻重 如果是换做其他女人 我们都不会干涉 但是这个女人来意不善 我们绝不接受 陆亭川黑着脸 你觉得 我是看中的 大家都这么认为 陆亭川嘴角抽了抽 滚 这天下的女人又不是绝种了 她会看中一个 对自己有企图的女人吗 石灵还想说什么 但纠结了一下 似乎又不敢说 最后只是问道 那周玉儿那边 到底怎么弄 打发了 陆亭川美好气地回了一句 石灵觉得她是在赌气 拿她没办法 反正兄弟们都表态了 宁可选周玉儿 做我们的少夫人 也绝不接受这个纳兰语 说完 石灵迅速地闪人 不然 可能就要吃枪子了 陆亭川再后气得咬牙 更可恨的是 枪丢了 还站不起来 否则 非要让石灵尝尝 枪子的味道 石灵气冲冲地 从房间里出来 跟看守的两个人 交代了几句 刚好就看到 纳兰语走了过来 这个女人 居然可以走来走去 石灵又叮嘱看守的人 不准让纳兰语 踏出房门半步 以防他又做出什么动作 纳兰语走过来 就察觉到了强大的敌意 石灵和两个保镖站在那 三双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样子 像是把他当靶子了 纳兰语知道自己不受欢迎 就没有过去打招呼 审得自讨没趣 站住 纳兰语刚准备回屋 就被石灵叫住 有事 说 我们货船被截的事 是不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 还有 这次的爆炸 是不是也跟你有关 石灵是个直肠子 心里有什么就一定要问出来 否则憋得慌 你抬举我了 我只是一个盗窃者 没那么大本领 而且我也不会愚蠢到 明知道自己会被怀疑 还去冒险 我警告你 你最好老实一点 我会派人无时无刻地监视你 如果发现你有动机的话 就算陆绍护着你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崩了你 纳兰语微微一震 他会护着我 哼 我才行 放心吧 如果我有动机 陆廷川自己会动手 纳兰语倒是认为 陆廷川是在找更好的机会 弄死自己 你知道就好 在数年兄弟之情面前 女人永远是废品 纳兰语站在那 看着石灵带气离开的样子 有些莫名其妙 兄弟和女人 这人是不是想多了 纳兰语重新回到房间里 看到床上的人闭着眼睛 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这么冷的天 居然被子都不盖 就算有暖气 也会着凉的 他走过去 准备帮陆廷川盖被子 却不想 被子刚一盖到他身上 就被他一把扣住了手腕 男人的力气大得惊人 纳兰语 他能闷哼了一声 脸上一下子就白了白 这变态 要把人骨头捏碎吗 陆廷川立谋盯着他 做什么 我现在想对你下手 比对付一只蚂蚁还要容易 你不用担心 纳兰语想把手腕 从他手里抽出来 但是挣扎了两下没有成功 反而还被他扣得更紧 手腕上 立马就出现了一片淤青 他也放弃了 纳兰语 你真以为有把枪就能对付我 我告诉你 你敢动手 我就让你去见阎王 第1206集 见你 跟见阎王有什么区别 纳兰语甚至想说 他比阎王还要可怕 陆廷川嘴角抽了抽 手一推 将他的手甩开 纳兰语捂着疼到麻木的手腕 感觉刚才渐渐失去知觉的手臂 又渐渐地恢复了血液流通 下午交给你一个任务 纳兰语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 把周玉儿打发了 那我 你只需要想办法把人打发了 而且不能把人得罪了 也不能让他知道我的情况 如果 我做不到呢 纳兰语并不觉得 那个周玉儿是个好对付的人 我让你做的事 你必须完成 如果做不到 你就可以用你身上的家伙自行了断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难道你让我去死 我也要去死吗 不然呢 你觉得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纳兰语哑然 懊恼自己钻他脚底下去了 是的 落在陆婷川手里 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 最好跟你无关 否则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纳兰语相信 这个人绝对不是说说 或者吓唬他 那么简单 你明知道这些事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陆婷川真的怀疑他的话 就不会这样在这里跟他说话了 早就让人解决了他 滚 纳兰语发现 这个人 每到无话可说的时候 都会直接甩一个字 滚 既不是面子 也不是威慑 下午的时候 周玉儿真的来了 管家大概知道 纳兰语是负责对付周玉儿的 所以没有安排人招待周玉儿 只等纳兰语来 纳兰语给周玉儿倒了一杯水端过来 周小姐喝水 听到女人的声音 周玉儿的柳眉就猝了起来 眼皮抬起 看到是纳兰语 眼底的不喜就更加明显了 怎么又是你 我是这里的庸人 是我 不是很正常吗 纳兰语淡淡地回道 反正他上次 已经得罪了周玉儿一次 也无所谓多一次 周玉儿这一次 不是来跟纳兰语找茬的 目光环顾一圈 说道 对了 我是来找廷川的 他人在吗 在 不过陆绍这会儿有事 不方便见人 有什么事 连我都不方便见吗 是 任何人都不方便见 纳兰语回答得坚定而果断 周玉儿脸色变了变 他在哪儿 做什么 在房间 据说是新收到一件宝贝 正在研究 吩咐任何人都不得去打扰 那我就更要去看看 你告诉廷川 他肯定会见我的 周玉儿并不相信 纳兰语所说的话 但如果纳兰语说的是实话的话 他正好可以看看 陆廷川又得了什么宝贝 值得他这般仔细地研究 抱歉 我不敢去打扰 那我自己去找他 周玉儿起身 看样子是要自己去找人 纳兰语一步迈过去 挡在他面前 不行 你敢阻拦我 不是阻拦 是必须听令 纳兰语不太了解周玉儿 和陆廷川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也不知道陆廷川的伤情 被知道后会是什么结果 他现在做的 完全就是单纯的听令 纳兰语 你知道我是谁吗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 敢对我放肆 难道你想破例 我想这里 也没有任何人 敢违抗陆绍的命令 我更不想破例 毕竟这里是陆廷川的地盘 周玉儿就算再厉害 料他也不敢过分撒野 周玉儿双手紧扣 怒视着纳兰语 恐吓他 纳兰语 你信不信我 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得罪陆绍 我可能会死得尸骨无存 言下之意很了然 尸骨无存 比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惨 周玉儿凶冷的眼眸里 暗藏着杀气 你这是在挑衅我 我是在听令办事 好 周玉儿咬牙 像是真的被惹怒到了 从手包里掏出一把手枪 动作迅速又麻利 最后举着枪 对准了纳兰语 纳兰语心眉一促 没想到周玉儿 看上去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 居然把枪用得如此利索 显然 这帮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 周玉儿见她醋眉得意地笑了 怎么 吓傻了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我就带你过去 纳兰语没必要跟枪过不去 这样显得更加真实 周玉儿这样执意要见陆婷川 无非是想证明陆婷川到底在不在 或者有没有事 纳兰语开始一口拒绝带周玉儿见陆婷川 现在被周玉儿拿着枪指着 自然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这样显得她的话可信度更高一些 纳兰语带着周玉儿来到陆婷川的房门口 周玉儿的枪口始终对准着她 命令她 敲门 你先把枪放下 我需要进去汇报一声 纳兰语在想办法 因为她明知道里面根本没有人 所以必须想个更好的对策 不用 你敲门 我自己进去 周玉儿只想确认一下 陆婷川到底在不在里面 所以 即便是在门口看一下也行 持枪子儿 我可不负责 闻言 周玉儿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纳兰语抬手在门上轻轻地扣了两下 里面没有回应 那是肯定的 她对周玉儿说道 进去吧 周玉儿哪里敢进去 万一退门进去惹怒了陆婷川 没准真的有可能吃枪子儿 你进去跟她说一声 纳兰语就知道 周玉儿肯定不敢 她自己将门推开 走了进去 然后又重新将门关上 但是这样根本不可能让周玉儿死心 而陆婷川又命令她 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不能让周玉儿知道她的情况 那么她现在 只能让周玉儿相信 陆婷川就在房间里 那唯一的办法 就是 纳兰语从怀里掏出陆婷川的那把枪 犹豫再三 最后将枪上膛 因为她肩上有伤 需要用两只手稳住枪 才能扣动扳机 第1207集 砰的一声枪响 门口的周玉儿 惊叫一声 吓得魂飞魄散 撒腿就跑 纳兰语听到仓皇的脚步声 知道肯定是周玉儿吓跑了 周玉儿肯定是以为 她命丧陆婷川的手中了吧 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纳兰语看了看手里的家伙 倒是幸亏了这家伙 恐怕陆婷川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丢了的枪 会帮她解决一个大麻烦 如果今天不是靠这把枪 她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打翻了南缠的周玉儿 关键是还不能得罪她 管家听到楼上有枪声 吓得赶紧上来看看 管家上来的时候 已经不见周玉儿了 只看到纳兰语从房间里出来 纳兰 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这都冻家伙了 还能叫没事 周玉儿吓得失魂落魄地 回到家里 冲进屋就拿起桌上的水 咕噜噜地喝了几口 周玉儿真的吓坏了 她觉得 自己刚才要是跑得慢一步的话 现在肯定是早就上西天了 玉儿 你怎么了 跑成这样 脸色也不太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周玉儿的母亲看到女儿这副样子 走上来询问 周玉儿回了回神 妈 爸在家吗 在家呢 刚刚去书房了 哦 那我去找他 周玉儿马不停蹄地 又去了书房里找父亲 周红 他直接敲门进去 周红看到他进来 问道 玉儿 我不是让你去路亭川那边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爸 路亭川根本就没死 你还是赶紧打架 动他为止的念头吧 你看到他没死了 不但没死 还动家伙杀了他一个佣人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 恐怕也要成为 他子弹下的亡魂了 这个臭小子 命还挺大的 爸 你干嘛非要跟路亭川争什么主位啊 现在路亭川虽然说股权最大 但是他对我们家一直礼让三分 对你也客客气气 你的副位也做得挺好了 还是别去想那些不实际的东西了 你当个屁 路亭川表面上对我们客客气气 那不过是我们对他还有点利用价值 当他不需要我们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当一块绊脚石一样提开 搞不好直接解决了我们 我周虹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只要拿到他手里的藏宝图 看他还拿什么小招 爸 我们家现在已经很有钱了 要再多的钱也花不完 你干嘛非要惦记那些宝藏啊 再说了 这有没有宝藏还是个谜呢 没有宝藏 把路亭川把那么多宝物都藏哪去了 吃进肚子里了 还有 我让你想办法接近路亭川 你到底有没有放在心上 我当然放在心上了 而且好不容易成功一次 眼看就要得逞了 居然被个半刀杀出来的女人给惊呼了 我心里窝着的剑还没消呢 一想到 给路亭川下药的事被人给截呼了 周月儿的心里就恨不得把那个女人给千刀万剐才好 至于那个女人 路亭川家里突然冒出个女人 周月儿怀疑 那晚的女人就是纳兰羽 半刀杀出个女人 周虹疑惑 路亭川身边从来没有女人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女人出来 还冒出来的这么不是时候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周月儿摇头 那个女人我倒是不认识 但是我已经见过了 就在她家里 不过现在已经上西天了 刚才那一枪 以路亭川的手法绝对是致命的 除非路亭川手下留情 听说对方已经死了 周虹也就不费心思去琢磨这个人的来历了 既然那个女人没什么来头 那就继续想办法 爸 回一个女孩子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你总不能让我直接给她投欢送抱吧 有什么不能 只要能接近她 投欢送抱也不亏 可是我是真的喜欢路亭川 我不希望自己的感情被利用 更不希望因为你们生意上的竞争 牵扯到我们的感情 自己的父亲跟自己喜欢的人对立 那是周月儿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显然 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只不过在没有不可收拾的时候 她想尽力地劝自己父亲收手 正因为你喜欢她 所以你爸我才更要跟她竞争 只有我们比她更厉害 她才会对你好 到时候 我要她来处心积虑地讨好你 把你捧在手心里 这 真的吗 周月儿是一个经不住忽悠的人 对方又是自己的父亲 她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你爸谁都能害 还能害自己女儿吗 爸爸最好了 好了 下去歇会儿吧 爸爸要开始工作了 好 我先出去了 周月儿离开书房后 周红面上伟善的笑意 脸了下去 眼底划过一丝绿色 心里遗憾 怎么就没有炸死 陆婷川那个狡猾的狐狸呢 陆婷川这边 原本担心周红会过来 证实她到底是生是死 但是经过纳兰玉把周月儿 打发之后 周红也没有过来 陆婷川在休养第四天的时候 一场健保会 必须有她出席公正 一大早 梁泽西就过来 给陆婷川换药 那么严重的伤势 休养三天 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今天出席的健保会 至少两个小时左右 为了避免她身上的伤口蹦开 只能多上点其他的药 控制一下 纳兰玉将陆婷川的衣服 已经准备好了一套 拿过来放好 准备出去的时候 被梁泽西叫住了 你留下来 帮我一下 纳兰玉点点头 算是硬了 第1208集 这种药呢 上上就会出现剧痛感 大约半小时 给止痛止血收缩伤口 防止伤口感染出血等状况 但是该注意 还是要注意 梁泽西这些话 不知道是对陆婷川说的 还是对纳兰玉说的 反正纳兰玉是点头硬了 梁泽西又说道 你帮我把她身上纱布剪开 我调腰 纳兰玉还是点头 你们俩怎么回事 两天不见 都不会说话了 梁泽西发现 十分钟后 纳兰玉将陆婷川身上的纱布 全部拆开 尽管已经三天过去了 但是严重的伤势 还没有恢复得很好 纱布被拆下来 伤口还是很触目惊心 纳兰玉不敢多看一眼 退到边上去了 梁泽西的药也已经调好 拿过来跟陆婷川说道 这次可能比上次还要疼 忍着点 陆婷川无动于衷 梁泽西开始给她上药 说实话 下手的时候 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倒不是担心陆婷川扛不住 可是不忍心看她 受那么大的痛苦 要敷上的那一瞬 陆婷川的眉心突突直跳 额上的青筋暴突出来 痘大的汗珠 瞬间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脸色苍白如指 看得出来 她隐忍得很痛苦 但是尽管如此 她还是坚毅地咬着牙关 哼都没有哼一声 纳兰玉在边上 只觉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跟着纠结 只是看着便觉得疼 去给她拿个东西咬着 别咬着舌头 梁泽西担心 陆婷川疼到失去意识的时候 会咬到自己 纳兰玉回了回神 点头厚了一声 连忙冲进卫生间里 却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 用热水打湿后 折成了一条长条 纳兰玉回到房间 跟已经满头大汗的陆婷川说道 你把嘴张开 陆婷川不理她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你这样会伤到自己的 陆婷川还是无动于衷 或者说 她现在除了天翻地覆的剧痛之外 没有其他的意识 纳兰玉管不了那么多 捏着陆婷川的下巴 想掰开她的嘴 把毛巾塞进去 但是她紧咬着牙关 不肯张嘴 僵持了几秒之后 陆婷川似是忍无可忍 意识迷糊中 带着白乎乎的东西 就一口咬了上去 而且这一口下去 绝对是超级重 纳兰玉这感觉 手腕上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痛 倒抽一口凉气 差点想要喊出来 但是下一瞬 就看到自己血白的手腕 被她咬在了口中 她的样子也很痛苦 纳兰玉痛苦的呐喊 被卡在了喉咙里 最后还是咬紧牙关 忍住了 梁泽西只一心顾着 帮陆婷川上药 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 等她上好药之后才发现 纳兰玉脸色惨白 也是满头大汗 再看看床上的人 嘴里咬着的 竟然是纳兰玉的手腕 而且已经咬出了血 梁泽西皱眉 这种时候 自己除了尽快处理好 陆婷川的伤势 也帮不上什么忙 很快的 她将陆婷川的伤口包扎好 而陆婷川这会儿 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 纳兰玉的整个手臂 已经失去了知觉 她不知道陆婷川是松口了 还是没有松口 梁泽西见她还没有回过神来 便跟她说道 纳兰玉回了回神 看她一眼又看向床上的人 试着将手腕 从陆婷川的嘴里抽出来 陆婷川睡得并不安稳 她稍微一动 陆婷川就拧起了眉 睫毛颤了颤 睁开眼 已经好了 你休息会儿 纳兰玉跟她说话 听到她的话 陆婷川又重新合上眼 这一次真的睡了 纳兰玉帮她将被子拉高 轻轻地盖在她身上 你的手 需要处理一下 梁泽西瞥了眼纳兰玉的手腕 原本只以为是咬破了 但现在看来 伤势显然比她所想的要重 纳兰玉看了看 自己血淋淋的手腕 醋了醋眉 她没有拒绝 而是听话地 让梁泽西帮她处理伤口 这两天 先不要沾水 我留一点消炎药和纱布这些东西 放在这里 我要是没空过来 你自己寄的花药 梁泽西跟她说道 纳兰玉虚弱地点点头 她大概什么时候能醒 二十分钟左右 如果超过半小时 就要立刻把她叫醒 知道吗 纳兰玉点头硬了 送走梁泽西后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陆婷川醒了 她脸色苍白 精神欠佳 这样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真的不会引起怀疑吗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过来伺候陆少穿衣服 石灵见纳兰玉站在那儿不动 便叫她 纳兰玉没有作声 用行动来回答 她早上去陆婷川房间 帮她挑了一身正装 石灵扶着陆婷川坐起来后 纳兰玉拿着衣服 打算帮她穿上 但是陆婷川并不要她帮忙 直接从她手里拿过衣服 自己动手 扯动到身上的伤口时 可能是疼了 陆婷川皱起了眉心 因为身上有些伤重的部位 被绑着 她行动起来并不方便 看她笨手笨脚的样子 纳兰玉强迫症又犯了 走过去就帮她把衣服理好 举着她的手臂轻轻地送进袖子里 然后再穿另一只手臂 最后将扣子扣上 陆婷川下身只穿了一条底裤 这几天都是这样 纳兰玉起初还有点难为情 但是几天下来已经习惯了 长裤拿过来 依旧是麻利地帮她穿上 不过 裤子的扣子和拉链 纳兰玉没有帮忙 自己扣好 坐下 接下来 她又拿了袜子和鞋子过来 陆婷川坐下来后 纳兰玉帮她将袜子和鞋子穿上 最让她犯难的是领带 纳兰玉把领带挂在她脖子上 说道 这个我不会 你自己来吧 陆婷川盯了她一眼 自己把领带打好 陆少 感觉怎么样 石灵还是有些不放心她 没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是让车上来 还是等会儿 陆婷川没有回答石灵的话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的纳兰玉 去换衣服 第1209集 纳兰玉没想到陆婷川会跟自己说话 所以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石灵顺着陆婷川的目光看过去 知道她是在跟纳兰玉说话 便提醒了纳兰玉一句 跟你说话呢 纳兰玉回了回神 啊 什么 你是怎么做事的 跟你说话都心不在意 不想活了是不是 石灵凶巴巴地教训她 纳兰玉不作声 他们之间的那些话 跟自己没关系 她就没注意去听 再说了 她要是竖着耳朵听他们说话 指不定他们又要说她 心怀不轨了 陆少叫你去换衣服 给你五分钟时间 纳兰玉闷闷地应了声哦 但是下一瞬 又想起了什么 啊 那个 我没有衣服 她只有来时穿的那一身衣服 再者就是管家给她的工作服 这几天穿的也都是工作服 石灵这下也没辙了 只能看向陆婷川 用眼神请示 去给她准备一套衣服 陆少 时间不要让我说重复的话 石灵猜到 陆婷川大概是要带着纳兰玉一起去 想出言阻止 但是陆婷川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而且语气很严厉 石灵没办法 只能听从命令 纳兰玉猜到了她的意思 但是她带自己去 就不怕自己趁机逃跑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算让自己跑 自己又会跑吗 答案是 不会 因为跑了 还要重新找机会回来 她觉得没必要 石灵不知道从哪 弄了一套衣服过来 纳兰玉换上之后 尺码倒是合适 就是衣服看上去很久了 有些陈旧的味道 她换好衣服 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陆婷川听到动静 余光扫过去 莫得 神色一震 定神看过去 眼神有片刻的争冲 纳兰玉一抬头 毫无征兆地 对上了陆婷川 异样的眼神 她也挣住了 男人的眼神 深邃而沉重 还有些入神 就好像 看到一个 许久不见的东西 纳兰玉被她这种眼神 看得有些浑身不自在 陆少 陆少 石灵也察觉到了 陆婷川的情绪不对劲 换了她两声 陆婷川回了回神 陈生对石灵问道 谁给你找的衣服 由于时间问题 我让管家随意找了一套 石灵看出陆婷川脸色不好看 回答的也是小心翼翼 陆婷川面色更加难看了 又重重地盯了眼 纳兰玉身上的衣服 那眼神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又像愤怒 又像承载着许多沉重的情绪 纳兰玉只觉得身上这件衣服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穿在身上 感觉随时可能会把它炸得粉生碎骨 到了地点 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梁泽西 他悄悄地塞给纳兰玉一些药物 以防万一 纳兰玉接过来 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叫他过来 大概就是为了更方便地 照顾陆婷川 如果石灵这些人 格外小心地照顾陆婷川 肯定会引起别人猜疑 但是他一个女人 只会让别人认为 是对陆婷川关心 引起怀疑的几率不大 一路上 他也观察了陆婷川的情况 目前 反正是看不出任何破绽 进了会场 场内的人不少 这会儿也都基本到齐了 陆婷川一出现 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有人直接走过来 跟他打招呼 其中的一个人 就是周玉儿 纳兰玉尽量退在 陆婷川的身后 他两边 一边是石灵 一边是田勇 以保他不被撞到 周玉尔匆匆地 从人群中挤出来 一个劲地伸着脖子 朝陆婷川后面看 刚才 他好像看到纳兰玉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 纳兰玉站在陆婷川身后 他身形高大 足足高出自己一个头还要多 想躲的话 周玉儿肯定看不见 但是躲得了这一会儿 接下来 可能就避免不了要见面 既然如此 也没什么好躲的 纳兰玉索性就抬起头 哪知道 周玉儿刚好挤过来 他一抬头 周玉儿跟见鬼了似的 吓得惊叫一声 全场本来挺安静的 他这么一觉 显得异常突兀 全场的人都侧头看了过来 而周玉儿却并没有意识到 只是眼神直勾勾地 盯着面前的纳兰玉 你 你怎么还活着 我什么时候死过吗 你 周玉儿嘴角哆嗦 愣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天纳兰玉 闯进陆婷川的房间 然后传出一声枪响 难道那一枪 被我打在纳兰玉身上 那天陆绍高抬贵手 饶了我一命 不过 等我出来找周小姐的时候 已经不见周小姐的踪影 陆绍怪罪我没有招呼好周小姐 险些把我这只手给砍 纳兰玉举了举包扎起来的手 她手腕包扎得明显 肯定会被看到 索性就这个时候解释清楚了 省得待会儿 周玉儿又怀疑 周玉儿看她手腕上包扎的纱布上 还有血迹 自然是相信 看来 陆婷川还是重视自己的 我那天突然有事 就先走了 纳兰玉轻轻一笑 便没有再说话 她自然知道 周玉儿是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非是有事 周红亲眼看到陆婷川 心里是一万个不甘心 但是表面上还是含着笑的 陆少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呀 说着 周红抬手在陆婷川肩上拍了拍 不知道是周红故意的 还是男人出手的力气都比较大 这样的力气拍在强撑的陆婷川肩上 堪比给她一刀 陆婷川似乎也没有想到 周红会当众做出这样不雅的举动 见眉一蹴 眼底划过一丝痛楚 但是下一秒就被她藏了下去 恢复了一贯的冷若冰霜 多谢周总集言 周红原本就对陆婷川安然无恙的结果 有些半信半疑 即便陆婷川将情绪藏得好 也逃不过周红这只老狐狸的眼睛 周红眸色深了深 面上保持着表里不一的笑 目光扫了眼纳兰宇 陆少身边这位美女是 陆婷川朝纳兰宇瞥了一眼 回道 助手 陆少什么时候习惯用女助手了 周红明知道自己问多了 但还是要问出来 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 让她觉得很不利于自己 怎么 有问题 第1210集 陆婷川凉凉地瞥向周红 强大的气场瞬间爆棚 周红连忙陪笑 当然不是 只不过多年以来又有幸看到陆少身边的第二个女人了 陆婷川面色变了变 那样子像一场陡边的暴风雨让人害怕 周红见状不妙连忙扯开话题 陆少赶紧入席吧 就等陆少来开始了 陆婷川只当他的话是空气 提步朝会场前排走了过去 位置是定好的 座位上都摆着席卡 陆婷川静自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他旁边原本已经有人了 但是被石灵给赶走了 然后让纳兰宇坐在他旁边 纳兰宇意外坐了下来 他知道石灵的意思是想他随时关注陆婷川的情况 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也不会有人跟他一个女人计较 接下来 在主持人短暂的致辞后 健保会正式开始 每个人捧着自己心爱的宝贝 小心翼翼地走上台 然后将一件件宝贝 拿去给现场专门的鉴定专家做鉴定 一切都顺利地进行中 陆婷川以及周红等人坐在第一排观看 通常这种宝贝鉴定之后 如果有自己重义的宝贝 都会当场就开架 尽量拿下 所以今天这场会 陆婷川必须出席 他这样一个对古玩痴迷的人 这种重要的时刻不出现的话 绝对会引起猜测 他来 只想向大家证明 他还好端端地活着 让那些对他心怀不轨的人 趁早死心 也让那个想炸死他的人知道 这是一场失败的计划 他陆婷川的命 可不是那么好取的 纳兰宇坐在那儿 对这些东西 他是一窍不通 只是时不时地 关注着旁边的陆婷川 也不知道这个会 要多久能结束 不过目前为止 看上去一时半会儿 恐怕没那么快 陆婷川的身体 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消 坐时间久了 就怕伤口会蹦开 伤口蹦开的话 肯定会流血 他里面穿的白衬衫 要是出血的话 很明显 就会暴露他的伤势 一小时过去 鉴定的宝贝 才鉴定了一半 接下来 至少还要一小时 但是纳兰宇 已经看出陆婷川的脸色 越来越不好看了 他在撑 而且可以想象到 撑得很辛苦 这样下去 可不是办法 纳兰宇看了看 桌上的茶杯 里面泡的是浓茶 陆婷川现在 不能喝浓茶 他悄悄地离席 跟工作人员说了一下 换了一杯白开水过来 回到位置上 他不动声色地 用白开水 换了陆婷川面前的 那杯浓茶 他故意没有加盖 让陆婷川知道 那是一杯白开水 陆婷川将他的动作 都看在眼里 面上依旧 没有太多的情绪 但是身上的疼痛 从未停止过 他知道 纳兰宇肯定是看出 他面色不对劲 所以才给自己 换了一杯白水 以作提醒 他端起水喝了两口 缓解了一下 紧绷的内心 周虹在旁 一秒都没有忽略 陆婷川这边的情况 见他只喝白开水 便更加起疑 大约十分钟之后 有服务员提着水壶 过来加水 给陆婷川加水的时候 服务员手一抖 一杯水几乎全部 派在了陆婷川身上 刚加的开水很烫 幸好陆婷川杯子里 之前有点凉水 不至于被烫伤 但是身上的伤口碰到水 而且还是热水 无疑是雪上加霜 陆婷川皱眉 面色不悦 这种不悦 是能理解的 被洒了一身水 自然是不悦 更何况是陆婷川 这种臭脾气的人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倒个水都不会倒 滚下去 紧挨着陆婷川 另一边的周虹 装模作样地 把服务员训了一顿 然后对陆婷川 关切地问道 陆少 怎么样 要不要下去处理一下 嘴上这么说 眼睛却一直 朝陆婷川西装里看去 陆婷川将她的手推开 起身裕儿离开 只听周虹对身旁的 周裕儿说道 裕儿 还不快陪陆少 下去处理一下 啊 好 周裕儿清脆地应声 同时也已经起身 走到了陆婷川身边 三少 我帮你吧 不敢劳烦周小姐 我帮陆少 处理一下就好 这句话 是纳兰宇说的 她也已经站了起来 而且就站在 陆婷川的身旁 比周裕儿 更近的位置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 周裕儿这会儿 连当下的场合 都不顾了 摆着大小姐的姿态 碾压纳兰宇 周裕儿 周小姐 我不但是周裕儿 我还是三少将来的未婚妻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 周裕儿直接给纳兰宇 一个下马威 看她还敢不知 天高地厚地 黏着陆婷川 反正自己和陆婷川的关系 早就是大家心中 公认的男才女貌 纳兰宇悄然地 看了陆婷川一眼 见她眉头皱得深了深 不知道是身上疼得厉害 还是不悦周裕儿的话 纳兰宇轻轻一笑 首先 我没有跟你争 其次 将来的事 还是留着将来再说吧 陆绍现在需要处理衣服 适配 说吧 她汉手示意了一下 转而 对陆婷川 做了个请的手势 陆婷川没有理会周裕儿 静自离开了现场 石灵在暗处时刻 关注他们这边的情况 见陆婷川和纳兰宇离开了 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好险 差点就被周虹那个老狐狸发现了 陆婷川身上的伤口疼得厉害 几乎是咬着牙隐忍 纳兰宇知道她肯定很痛苦 必须马上找个地方 让她坐下来检查伤势 但是她找了一圈 除了卫生间 没有合适的地点 陆少 怎么样 石灵追过来 紧张地问道 陆婷川一张净脸 绷得紧紧的 只是摇头作答 石灵对纳兰宇 凶巴巴地说道 你还站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带陆少 去处理伤势 我找过了 除了卫生间之外 没有合适的地方 石灵斟酌了一下 那就去卫生间 我在门口看着 既然没有更好的地点 就只能冒险了 石灵先进南卫生间 检查了一番 确定没人之后 才让他们进去 两个人进卫生间后 陆婷川捂着胸口 终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纳兰宇看她隐忍的痛苦 还是语心不忍 扶着她坐了下来 第1211集 纳兰宇的动作很快 脱了陆婷川的西装和领带 然后便看到 里面的衬衫 染上一块块的血迹 特别是肩上 被水泼到的地方 更是染了一片 幸亏他们离开得及时 如果再耽误一会儿的话 可能就被发现了 纳兰宇小心翼翼地 解开她身上的衬衫钮扣 将她的衬衫脱下来 这件衬衫是肯定不能穿了 必须换一件 唯一能跟她换的 就是外面的石灵 纳兰宇拿着陆婷川的衬衫 跟外面的石灵说明情况 石灵二话没说 脱下自己的衬衫 跟她换了一件 纳兰宇又从包里 拿出剪刀和纱布 还有梁泽西给她的药 以最快的速度 给她处理好肩上的伤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声音 呦 灵哥 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啊 你来做什么 来这里 当然是为了方便来了 这里暂时不方便 有劳你换个地方 方便的地方 变得不方便了 这是何意啊 意思就是 你不方便进去 那我要是飞进去不可能 纳兰宇听到外面的火药味 越来越重 连忙将剪下来的纱布 收拾一下 找了找 从里面的一扇窗户 丢了出去 折回来的时候 发现陆婷川 居然没有将自己身上的 衬衫扣子扣起来 一点都不懂配合 不知道节省时间 外面 石灵眼看要招架不住了 纳兰宇慌了 万一外面的人 这时候冲进来的话 他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而且陆婷川身上的伤势 更是藏不住 纳兰宇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给陆婷川扣扭扣 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 门被人强势推开的那一刻 纳兰宇惊慌之余 只觉得眼前一阵晕眩 在回过神来的时候 男人的气息 从上笼罩下来 让他呼吸一紧 纳兰宇后知后觉 意识到陆婷川的用意 抬起腿挂在了他腰上 让他们此刻的姿势 更加暧昧一些 闯进来的人 看到里面的这一幕 傻眼了 石灵在后 原本已经准备拿家伙了 但是看到情况有变 又将掏出来的家伙 又塞了回去 大概是为了更逼真一点 陆婷川在他腰上掐了一下 纳兰宇本能地闷哼了一声 对于他来说是因为疼 但是在这种姿势下 发出这样的声音 无疑是最勾引人的声音 光是听着 就让人浮想连篇 看够了吗 石灵冷冰冰地问道 对方回了回神 善善一笑 瞧这事弄的 灵哥早说不就完了吗 滚 那我就不打扰陆上好事了 陆上尽兴 对方灰溜溜地又将门关上 门被关上后 陆婷川并没有马上就起来 因为刚才情况紧急 他动作过大 扯到了肩上的伤 所以疼得无法动弹 纳兰宇松开陆婷川之后 就等着他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 在看向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满头大汗 纳兰宇猜测 肯定是扯到了伤口 他只能扶着陆婷川坐起来 看到陆婷川身上 纱布被写浸透 纳兰宇 原本觉得肩膀上的伤 被压得已经够疼了 但是到他的伤势面前 大概也只能是 小屋见大屋了 纳兰宇又帮他处理了一下 赶紧穿好衣服 离开了卫生间 要是让周月儿知道 他们在这里的话 恐怕还会再闯过来一次 他们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周月儿不在座位上 倒是周红一脸奸笑地凑过来 关心地问了两句 陆婷川又坚持了 大概一个多小时 总算是散场了 他也象征性地 买了一个宋代时期的玉镯 离开的时候 他们走得急 但还是被周红给追了上来 说是婉燕邀请陆婷川一起去 但是陆婷川给直接拒绝了 周红并不死心 并且还盯上了纳兰宇 陆少 如果不介意的话 让你的女助理留下来坐陪可否 毕竟你今晚是主要人物 就这样走了的话 不太好 陆婷川瞥了眼身旁的纳兰宇 眼底的眸色转身 我这个人从来不勉强人 只要他愿意 我无所谓 如果纳兰宇不想逃走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答应跟周红走 有了陆婷川的话 周红转向纳兰宇 问道 纳兰小姐 不知是否有幸邀请你一起吃个饭 不好意思 我不是陪你 你 周总莫生气 既然一定要有个代表 那就我来代表吧 反正我也是陆少的人 不至于连个新来的女助理都不如吧 石灵适时地喊笑说道 这是在给周红台阶下 他没有理由不下 当然 这也是在帮陆婷川解围 回到陆婷川的住处后 直接乘她的专用电梯 直达她的房间 这是避免更多人知道她情况的最直接办法 纳兰宇知道陆婷川已经撑不住 将她扶到床边 她几乎一分都撑不住 要倒下去 但是纳兰宇没让她躺下去 而是帮她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 她现在这种情况 梁泽西说了 最好就是不要穿衣服 或者是套一件宽松的睡衣 但是衣服脱下之后 她就倒了下去 看上去已经实在坚持不住了 躺下去之后 陆婷川就昏昏迷迷地睡了 纳兰宇给她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伤势 特别严重的地方 她就重新上药再包扎好 帮陆婷川处理好 纳兰宇才感觉到 自己肩上的伤口好疼 主要是扶着陆婷川的时候用了力 导致伤口有些出现 她也给自己的伤口处理了一下 包上纱布 管家给她送了饭菜进来 她吃了一点 守在房间里 看看陆婷川沾了水的伤口 会不会被感染 引起发烧什么的 坐在床边 看着床上的人 纳兰宇发现 自己对她的痛恨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抛之脑后了 看着她满身是伤的样子 反而还觉得挺可怜的 天生善良的人 在骨子里对仇恨 都存在善解之心 看着陆婷川睡得沉 她从卫生间里 洗了一条毛巾过来 给她擦了脸 擦了擦手 暂时抛开一切 就当是个陌生人 也会照顾得周到一些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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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2集 纳兰宇给陆婷川擦手的时候 隐约听到 她嘴里好像 呢喃着什么 你说什么 纳兰宇没有听清 便问了一句 陆婷川像是听到了 她的身影 迷糊地睁了睁眼 眼前从一片模糊 到渐渐地看到一个身影 是陆婷川 是陆婷川熟悉的那道身影 就在她面前 陆婷川一把握住她的手 嘴边又呢喃着 娜娜 这一次 纳兰宇听见了 她震了一下 娜娜 叫我吗 这个念头 仅存一秒就被否决了 绝对不会是她 但是能在昏迷不醒的时候 换在口中的名字 肯定是陆婷川心目中 很重要的人 显然 还是个女人 纳兰宇抽了抽手 陆婷川你松手 我不是你要招的人 陆婷川 像是什么都听不见一样 感觉到她抽手 手上更用力一拉 纳兰宇猝不及防 一下子跌进她怀里 惊呼一声 想起来的时候 却被她搂住 而且搂得很紧很紧 纳兰宇都不知道 她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 过了一会儿 纳兰宇想起身 但是陆婷川一点都不肯松手 她越动 陆婷川就搂得越紧 不知道过了多久 纳兰宇趴在她胸口上 也睡着了 管家进来送餐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幕 又意外又诧异 陆婷川那颗铁石般的心 不会真的被这个纳兰宇 给拨动了吧 管家又重新退出去 将灯调案 关上门 第二天一早 陆婷川因为前一晚睡得早 所以早早地就醒了 睁开眼 一眼就看到 趴在怀里的女人 她眉头促起 眼底的眸色若有所思 不知道过了多久 怀里的女人动了动 陆婷川回过神来 第一反应 居然是重新闭上眼 闭上眼的那一刻 她自己都在心里懊恼 她觉得 自己这样的行为 是在闪躲什么 但是 她有什么可闪躲的 自己不是应该一脚 把这个女人 踢下床去吗 为什么要躲 纳兰宇睁开眼 发现自己还在 陆婷川的怀里 而且 她似乎还没有醒 那就好 至少没有被她发现 审得她又以为 自己是在勾引她 纳兰宇 赶紧趁着身体起身 不小心手上太用力 肩上的伤口 传来一股钻心的疼 她撕了一声 去卫生间洗了一把 出来的时候 陆婷川也醒了 你怎么在这里 陆婷川听到关门声 以为她走了 我刚过来 看看你醒了没有 纳兰宇淡淡地回道 陆婷川看着 她的谋色深了深 把石林叫过来 还不到七点 人家哪会这么早起床 当然 这些话 纳兰宇也不会说出来 只是听令 离开了房间 房门在被推开的时候 进来的人 不是纳兰宇 而是管家 路上 你昨晚没吃东西 厨房熬了点清淡的粥 您趁热吃点吧 管家断着一碗粥过来 陆婷川不语 管家又说道 石林那边已经联系了 说马上就到 陆婷川这在撑着身子 坐起来吃饭 纳兰宇因为一直没有换洗的衣服 陆婷川又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出去 所以她就请了今天出门购物的人 帮忙带两套 一个月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是余下的时间还是要过的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 出去购物的人回来了 纳兰宇悄悄地找到帮她带东西的人 拿了自己的东西 跟人家道了身陷 她找人帮忙带衣服的事 没有告诉别人 也是她苦口婆心 才说通人家帮的忙 不过她也知道瞒不住 所以就当是先斩后奏了 拿回衣服后 总算是可以洗个舒服的澡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站在镜子前 看着肩上那道伤疤 依旧是触目惊心 纳兰宇伸手摸了摸 依旧还能感觉到疼 陆婷川绝对不是随便能惹的人 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天 只会更加难熬 只会更加难熬吧 陆婷川绝对不是随便能惹的人 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天 只会更加难熬吧 纳兰宇打了个寒劲 不敢再想下去 怕自己真的会被吓到退缩 就在这时 门被人敲响 纳兰宇套上睡衣 问了一句 谁 纳兰小姐 陆舍让你过去一趟 外面管家的声音传来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纳兰宇发现 有人居然称她为纳兰小姐 这个称呼 让她觉得很好笑 也很讽刺 好的 我马上过来 纳兰宇应了一声 又将身上的睡衣解下来 换上了便衣过去 纳兰宇不知道陆婷川 又找自己是什么事 也想不到 对她 只能抱着一种 和死神并肩的态度 因为在陆婷川面前 你永远不会知道 生与死之间的差别 纳兰宇本以为她在房间 但是被告知是在书房 她心里一惊 该不会潜入书房的事 被她发现了吧 纳兰宇怀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 来到书房 门没有关死 她在门口做了一个深呼吸 然后敲门 进来 里面有人回应 但并不是陆婷川的声音 而是石灵 纳兰宇退门走进去 不管是福是祸 终究是要面对的 里面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 石灵站在旁边 气氛正如她所想的那样 至闷 你找我 陆婷川慵懒的目光 朝她扫了过去 眼神定了定 关注的是纳兰宇身上的衣服 不管是不是新的 至少不是她这里的 那又是哪里来的呢 你来过我书房 纳兰宇胸口紧了紧 面上依旧平静淡然 她在书房里扫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所以也不确定 陆婷川是在试探 还是真的发现了什么 就算我来过 我也不可能告诉你 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这句话问出来 也是变相地否认了她来过 即便真的来过 自己也不可能留下 被陆婷川抓住的痕迹 你还敢狡辩 陆绍出事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 而陆绍书房的门锁 又有被破坏的痕迹 不是你 还能有谁 还有谁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目的很了然 所以就算是我 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而我现在还在这里 如果是我的话 就证明我并没有得到 我想要的东西 纳兰宇现在不再怀疑 他们是在试探 而是真的发现 有人进了书房 但是在门锁上 发现的痕迹 纳兰宇有90%的把握 不是他留下的 除非他们把门锁 拆卸下来仔细检查 但是门锁现在 还好端端地在门上 所以 石灵心里本来就窝着火 见纳兰宇的态度 又这么不好 就拿枪对着他的脑门 说道 纳兰宇 你是不是以为 我真的不敢崩了你 如果你觉得 杀了我就能除去 你们之中的内鬼 你现在就可以动手 纳兰宇已经抱着豁出去的心理 横竖就是一死 如果他们真的不打算放过自己 迟早都逃不过这一死 你 石灵真的就要动手了 但是陆婷川一抬手 他便咬咬牙 把将给收了 凶冷的目光 却还直勾勾地盯着纳兰宇 像是要用眼神杀死他似的 你身上的衣服 哪来的 陆婷川的语气异常地平静 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 是我前几天 托人帮我带的 谁 纳兰宇盯着他看了一瞬 说道 是我恳求人家帮我带的 我答应过不会暴露他是谁 陆婷川破天晃得没有怒 只是对旁边的石灵说道 去查 是 石灵汉手离开了房间 纳兰宇急了 他知道 陆婷川想查的话 应该并不难查出来 陆婷川 我只是请人家帮我带件衣服而已 我不可能一个月都穿一件衣服 况且 还是我苦口婆心才说服人家的 希望你不要为难人家 有什么事可以冲着我来 你的命我可以随时取 但违抗我这里命令的人 必须死 你简直就是个恶魔 我以为 你早就应该知道这一点了 知道他是恶魔的情况下 是不敢擅自去做任何事的 显然 纳兰宇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纳兰宇哑然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 石灵带着管家进来 陆少 凡是有可能的人 我都已经全部找机到位 带到大厅来 陆婷川起身 去了大厅 纳兰宇心里更加不安起来 没想到他这里这么多人 这么快就锁定了目标 来到大厅的时候 几个怀疑对象 已经被带到了大厅内 一个个并肩分排地站着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 即便身上还有重伤 也依旧不失威严震慑的气魄 管家上前说道 陆少人都在这儿了 陆婷川将人扫了一圈 说道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 主动承认 闻言 几个人面面相看 面露惶恐和不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气氛在时间里 变得越来越紧张 僵宁 最为不安的人 莫过于纳兰宇 这件事是因为他而起 他断不希望 把这件事情闹大 陆少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不关他们的事 要杀要寡 都冲我来 陆婷川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你的命在我这里一文不值 不屑我动手 意思很了然 他的命 连这几个庸人都不如 纳兰宇心里恼火 又上前一步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为难他们 你的意思是 可以为难你了 可以 什么都可以冲着我来 纳兰宇回答得果断 他说过不会害了人家 哪怕是自己受点委屈 也不能连累别人 士林 找几个彪悍的 让他常常被为难的滋味 陆婷川不疾不虚地下着命令 那态度 就好像再说一件 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事情 纳兰宇却脸色斗变 你想干什么 满足你的要求 陆婷川瞥向他 眼神冷冽而无情 纳兰宇只觉得胸口一痛 那感觉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重重地砸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会痛 只是觉得 就算自己是有目的而来 但是 看在自己忍着重伤照顾他 帮他打发了周玉儿 包括陪他一起出席鉴定会 帮他做掩护 还有那一夜知情 就算是铁石心肠 也该心存感激 而陆婷川 没有感激之情 反而还变本加厉地折磨他 纳兰宇垂在身侧的手 扣得紧了紧 牙关紧绷 陆婷川 你可以羞辱我 可以折磨我 甚至可以杀了我 但你绝不可以让人侮辱我 陆婷川勾起嘴角 贤妹的笑带着一丝晚味 那样子 炼焰风华 勾人心魄 看来你还是喜欢我亲自动手啊 你 纳兰宇气简 他只是想说 落在他手里 是生是死自己都认了 但是他不能践踏自己的尊严 陆婷川面上的笑意 很快就脸了下去 扫了眼站在面前的人 迎着脸说道 看来你们 是都不打算主动招任了 说到这里 他站起来 沉着声下令 都带去刑房 听到刑房两个字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变 就连纳兰宇的脸色都变了 他并没有见识过什么刑房 但光是听着这两个字 就毛骨悚然 路上 路上饶命啊 真不是我做的 我敢发劲 有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不知道是被吓得腿软 还是真的只是下跪 证明自己的冤枉 路上 我也敢发劲 绝对不是我做的 我连一句话都没跟这个女人说过 求路上高抬贵手 现在解释 迟了 路停穿 提步就走 很快的 所有人 被带到后面一个 阴七七的房子里 也就是所谓的刑房 灯被打亮后 各式各样的刑具 撞入眼底 让人呼吸一紧 毛骨悚然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纳兰宇的腿 已经软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么多种可怕的刑具 哪怕是电视上 也没有见过 相比惶恐不安的人来说 路停穿 则是不以为的走进去 在椅子上坐下来 其他人 被强制带进去 这里七七四十九种刑具 自己选吧 石灵站在路停穿身旁 同样是冷漠无情的开口 浑炎 所有人都惊恐地 睁大双眸 面无血色 纳兰宇悄然地 将各种刑具看了一下 只是大致地看一眼 便觉得浑身发凉 耳边是各种求饶 和喊冤的声音 明明听得那么真切 纳兰宇却好像 什么都听不到一样 大脑里嗡嗡地作响 什么思绪都找不到了 像是被人一棒打昏了一样 第一千二百一十四集 用行 纳兰宇猛地回过神来 然而 已经看到一个人 被绑在了十字架上 上身赤裸 可能是被吓得 人已经傻了 嘴里一直念叨着 不要 不要 不等纳兰宇上去阻止 一鞭子 已经抽了下来 被打的人 一声痛苦地惨叫 那一鞭子下去 身上便是血肉模糊 紧接着 又是一鞭子 住手 你们都住手 纳兰宇冲上去 挡在哪儿 但下一瞬 就被人给拽了过去 那些人 又继续挥起了鞭子 纳兰宇吓坏了 他从来没有见识过 这样血腥残忍的场面 他又冲到陆婷川的面前 一把抓住他 恳求道 陆少 你让他们别打了 他们是无辜的 求你了 陆婷川面无表情 偏过头来 眼神淡然而平静 抬手扣住他的下巴 语气相当平淡 记住了 这些人 是因为你而死 不 不 纳兰宇拼命地摇头 他绝不可能让这些人 为自己一个人 无知的过错 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当我求你了 你不要这样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杀了我 求你不要这样 虐待他们 他们也是你的人 我从来不用不听话 陆婷川手一推 将他推了出去 纳兰宇一个不稳 跌坐在了地上 只听到他冰冷地开口 下一个 面对这样的酷刑 陆婷川就像在观看一件 非常平常的事情一样 面不改色 气定神闲 这一刻 纳兰宇才知道 什么叫冷血 残酷 陆婷川 这个人人恐惧的三个字 远比他想象中的 要更残暴 更冷血 更狠辣 第二个人被绑在椅子上 双手捆住 一根根细针 从指甲缝中 被扎了进去 惨叫不断 当下 除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还有哭天喊地的求饶 有些人吓得 直接昏倒了过去 有些人瘫软在地 有些人吓到尿裤子 纳兰宇现在 已经不知道怕了 只想制止这一切 他又爬到陆婷川的脚边 跪在他面前 苦苦地哀求 陆婷川 你让他们住手 我告诉你是谁 我告诉你 我给过你机会 那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求你 纳兰宇紧紧地 抓着他的衣角 求得有些可怜 他从来没有 这样卑微地 求过一个人 或者说 他没有想到 事情会这么严重 他低估了 陆婷川的谨慎和手段 陆婷川 凉凉地瞥他一眼 拿什么球 拿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我能给他 纳兰宇这个时候 根本考虑不了那么多 只要能不连累这些人 大不了就赔上一条命而已 至少 他不会觉得亏欠谁 陆婷川 勾了一下脖唇 讽刺地开口 你能给什么 身体 纳兰羽疑了 但很快又点头 可 可以 只要你放了他们 我什么都可以 陆婷川 陆婷川面上讽刺的笑 更生了一些 你可以 不代表我会要 这句话 让纳兰羽狼狈又难堪 却也是实话 尽管无地自容 但他还是厚着脸皮开口 也是抱着唯一的希望 那就当 我们有过一夜之情的份上 就当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的份上 求你 放过他们 这些话 纳兰羽真的是放下尊严 放下了一切 才能说出口的话 陆婷川眼底的谋色 有些许变化 内心也同样涌起一股 异样的情愫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也不想去深究 只觉得 一直以来 都是坚硬的某个地方 突然就被触动了 那种感觉 他并不喜欢 但是又好像控制不了 陆少 你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的话 她肯定就是在演戏 石灵担心陆婷川真的心软 被纳兰羽迷惑 所以适时地提醒了一句 陆婷川 真的就收起了 那些多余的情绪 继续恢复冷漠无情的一面 下一个 纳兰羽彻底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中 眼看着一个人 被抬上了一排刀锋上 随时可能丧命 他也完全丧失了理智 从旁边抓过一把锋利的匕首 举在自己的脖子上 陆婷川 你若再不停手 我就死在这里 无非是多具尸体而已 纳兰羽呼吸一重 愤恨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 绷紧牙关 举起手中的匕首 然后用力 一刀重重地扎在肩上 他疼得闷哼了一声 眼睁睁地看着鲜血 从毛衣下流了出来 鹅黄色的新毛衣 瞬间变染成了红色 眼前一阵晕眩 纳兰羽有些亮枪不稳 陆婷川眉心一跳 但只是眨眼急事的反应 丝毫没有留给人捕捉的机会 他内心还是意外的 没有想到纳兰羽 真的会对自己下手 纳兰羽什么都不说 只是执拗地盯着他 可是 他并没有从陆婷川那里 看到丝毫的情绪波动 没有心软 没有怜悯 也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他在绝望的漩涡中 越坠越深 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又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攒足利器 又一刀扎在了胸口偏上的位置 这一下扎得很深 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呕了出来 那浓液的血腥味将他包围着 他仿佛感觉到身体在渐渐地变凉 冷得发抖 两刀下去 已经失去疼痛的知觉 只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一股股钻进了鼻子里 纳兰玉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但他还是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不 不是男人 是恶魔 一个冷血无情 残酷无度的恶魔 陆婷川面上 冷得就差滴出水来 五官崩得紧紧的 就好像他胸口紧绷着的那一颗心 他交接的人群中都是男人 而且任何男人 做出这样自残的行为 他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更别说是心软 但是 遇到一个女人 一个执拗 不怕死的女人 陆婷川竟然觉得 无从面对 纳兰玉这个样子 绝对经不住第三刀 而且 陆婷川发现了 他下手的位置 从上往下 再下去的话 就是心脏 看着纳兰玉 明明已经虚弱无力 掩掩一息 却还是咬着牙 缓缓地举起手里的匕首 陆婷川的面色 更加难看了下去 盯着他的眼底 像是附上了一层冰铃一样 神色凛冽 在纳兰玉 再次要下手的那一瞬 陆婷川 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 纳兰玉原本就是用 仅有的一丝力气在撑 被他这样一挡 匕首从手中脱落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倒了下去 他以为 自己会硬生生地 倒在冰冷的地面上 但是并不是 而是倒在一个 带着温度的地方 睫毛颤了颤 撑起眼皮 眼前模糊了一瞬后 映入了一张 冷成而好看的脸庞 纳兰玉本能地 抓住他的衣服 抓得很紧 唯一也是最后一次 机会开口 求 求你 放 放 他们 纳兰玉气若油丝 说完之后 就昏死在了他的怀里 但揪着他衣服的手 还是扣得紧紧的 陆婷川冷硬的剑眉 终于拧起 眼底涌动过 复杂的情绪 不由分说地 将他抱起来 直奔回屋 石灵担心陆婷川的伤势 不能出力 想跟上去 可结果跟出来的时候 人已经没了 只留下一路 刺目的血迹 管家 管家 陆婷川到了客厅 就大喊着叫人 陆上 陆上 管家慌慌张张地 从偏厅里过来 看到陆婷川满身是血 吓了一跳 陆上 您这是 通知梁泽西过来 立刻 马上 陆婷川自己都能明显地 感觉到 自己的声音里 带着紧张和着急 甚至还有一点害怕 感觉到纳兰宇的身体 在怀里渐渐失去温度 他居然感到了 莫名地害怕 为什么害怕 一向都很理智的他 这时候 大脑里一片混乱 大约十分钟过去 梁泽西还没有到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 目光已经不知道 第几次 偏向墙上的时钟 他又点了一支烟 没出两口 就拧灭在了水晶烟灰缸里 短短的十分钟 烟灰缸里 已经有了好几个烟蒂 管家这才知道 不是陆绍受伤 而是纳兰宇 看着床上满身是血 毫无声息的女人 管家的一颗心 也是提得高高的 眼看着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 管家悄悄地退了出去 打算再去催一下梁泽西 不过管家刚从楼上下来 就碰到了 匆匆赶来的梁泽西 梁医生 你可算来了 管家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到梁泽西 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让人心底踏实 是不是陆上情况不好 梁泽西一脸严肃 这么着急地把他找过来 他只能想到 是陆婷川生情出现了问题 不是陆上 是纳兰小姐 纳兰宇 梁泽西一震 没想到会是他 在楼上呢 你赶紧的吧 不然怕是来不及了 管家没时间跟他多说 领着他上楼 梁泽西也没有怠慢 一边上楼 一边问道 这么严重吗 满身都是血 至于哪里受伤 我还不清楚 两个人说着就来到了房间 梁泽西属于职业敏感 进门第一眼就看到床上满身是血的人 他眉头拧起 目光转向坐在沙发上的陆婷川 他依旧是那么安静地坐在那 看不出任何情绪 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梁泽西进来 他没有一点反应 梁泽西没做多想 先给纳兰宇检查伤势再说 纳兰宇的伤口还在出血 初步判断 他必须进行出血 否则会很快失血而死 梁泽西先给他打了一针止血针 然后过来问陆婷川 救不救 陆婷川给他一记废话的眼神 不救的话 找他来做什么 看人怎么死吗 失血过多 得马上出去 陆婷川不语 目光投向床上 神色凝重 梁泽西采了纳兰宇的血 很快做出化验 看到化验结果的时候 他低骂了一声 熊猫血 陆婷川现在心里很烦躁 梁泽西又时不时地冒出一句 他听不进去 便觉得更烦了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熊猫血 很罕见的 好不好 由你罕见 梁泽西不确定 这话是在夸他 还是在损他 张了张嘴 还是闭口做事吧 梁泽西联系人将血送过来 这边 也把纳兰宇 转移到了陆婷川的四人病房 用上了各种检测仪器 你去找个女人 把她身上的衣物弄起来 没有女人 他这里青衣色三条腿男人 上哪临时弄个女人过来 梁泽西配药的动作一顿 目光看过来 走不能我来吧 陆婷川沉吟了一瞬 目光落在了纳兰宇身上 过了一会儿 陆婷川起身走了过去 看着纳兰宇满身是血 还有那刺鼻的血腥味 眉头又皱了皱 他第一次发觉 血的味道那么难闻 陆婷川本来打算 自己帮他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方便处理伤势 但是手伸过去 他才发现无从下手 突然 他又意识到 他为什么会想到自己动手 他从来都不是那种细心的人 他生平也只脱过一个女人的衣服 那就是面前 躺在床上的这个女人 而且那还不算是脱 确切地说 是粗鲁的撕扯 你到底想不想人命关天 梁泽西见他迟迟没动手 有点着急了 纳兰宇伤得不轻 搞不好是要丢命的 拿把剪刀过来 陆婷川深知 自己徒手肯定是不行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动家伙 梁泽西摇了摇头 原本还以为他真的可以呢 原来也那么许 陆婷川拿着剪刀 将纳兰宇身上的衣服剪开 下手很轻很仔细 动作更是小心翼翼 衣服这个障碍物被解决后 梁泽西马上给他身上的伤口 进行清理和消毒 但在清理之前 他必须给纳兰宇 注射麻醉剂 梁泽西准备好麻醉剂 正要给纳兰宇注射的时候 陆婷川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 麻醉剂 陆婷川不语 只是眉心的醋痕拧得紧了紧 处理这种伤口 不用麻醉啊 会疼死人的 梁泽西净自将麻醉剂 触入到纳兰宇的体内 陆婷川面色崩得紧紧的 将这身开口 别让他死了 有麻醉也好 至少 不知与他们那么痛苦 梁泽西意味深长地 看了他一眼 血送过来书上之后 梁泽西才敢 帮纳兰宇处理伤口 不然 还正担心处理伤口的时候 还会出血 引起失血性休克 熊猫血本来就很罕见 只拿来了800cc的血 以纳兰宇失血的情况 至少要输1500到1800cc的血 才能保证 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梁泽西 不得不速战速决 减少更多的失血 半小时后 纳兰宇身上的两处伤口 被缝合 一期检测 他的生命体征还算不错 梁泽西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原本没想到 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也没想到 纳兰宇一个瘦弱的女人 救伤在身 还能扛得住这么大的伤势 不过 总算是有惊无险 陆婷川对 纳兰宇的情况 多少有点了解 所以纳兰宇的伤势 处理好之后 他也没有放梁泽西离开 而是给他准备了一间客房 要求他这两天 就住在这边 梁泽西文言后 简直抓狂 跟陆婷川理论了一番 依旧是无果 他知道 陆婷川做出的决定 没人能改变 除非他插翅 从陆婷川这里飞出去 两个人从病房里出来 依旧在为放不放 梁泽西离开的话题 在争执 梁泽西 一本正经地跟他讲道理 陆婷川 你不付我一分薪水 还要求我随叫随到 你这是很不地道的行为 别跟我讲那些没用的 省点口水 你说你 这是何必呢 管家折磨得半死不活 又火急火燎地把我拉来 救人 你说你最近是不是 显得慌 梁泽西一直认为 自己还算了解陆婷川 但是陆婷川留个女人 在身边的行为 让他很不解 如果是有想法的话 肯定舍不得折磨成这样 但如果没想法 他留这个女人干嘛 专程拿来消气的 下一瞬 陆婷川解开了他心底的疑惑 陆婷川在沙发上坐下来 淡淡地开口 这个女人 我有用处 什么用处 解决胜利需要 滚蛋 陆婷川狠狠地瞪他一眼 梁泽西不但没有滚 反而还哼笑一声 坐了下来 跟我就别装了 那女人身上的瘀青 只有你 才下的叙手 你心疼 陆婷川瞥了他一眼 回头我用完了 送你 你用完了还能有人啊 能上一堆白骨 就算不错了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梁泽西发现 陆婷川重新换上的衣服上 又印出了血迹 眉心一簇 衣服 脱了 做什么 你的伤口 崩开了 陆婷川这才感觉到 身上的疼痛 看了看身上的血迹 眉头也皱了皱 没事 有事没事我说了算 在这处理 还让回房间 陆婷川不语 起身用行动作答 伤口还没有处理好的时候 房门被人敲响 紧接着 管家着急的声音传来 梁医生 不好了 那来小姐出现了抽搐 呼吸急促的症状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梁泽西脸色一变 和陆婷川对视一眼后 提着医药箱就走 他走得很急 陆婷川很少看到 他这样着急的时候 显然 那个女人的情况 肯定很不好 陆婷川从沙发上拿了衣服套上 也跟了出去 他来到纳兰宇这边的时候 梁泽西已经在对他用药 床上的人脸色很难看 安静地躺在那里 一眼看上去 让人不确定 他是不是还活着 别站着了 过来帮他把氧气用上 梁泽西一边固执自己手上的事 一边跟陆婷川说道 这么严重的伤势让他一个人处理 绝对是考验他 陆婷川闻言 依照他的话 帮纳兰宇接上氧气 他身上的温度依旧很低 血还在输 大约五分钟后 梁泽西看上去是处理好了 从床边走了过来 陆婷川也没有问 只是等他开口 输血的问题 这种血型比较罕见 梳起来也存在各种风险 现在呢 输完血 24小时观察期 你能不能一口气饱话说完 观察期不出问题 基本上 命就算保住了 不过至少要卧床一周以上啊 康复期 为一个月 康复期期间不能负重 不能用力 不能有大幅运动 包括庆生活 也要控制节奏和时间 你可以憋嘴了 陆婷川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根本不可能会有性生活 说这些 也是多此一举 回头 别怪我没说 夜里 窗外寒风大作 陆婷川已经醒来了好一会儿了 外面的寒风 吹得他心底躁欲 大约十几分钟 他拧开灯 掀开被子下床 拿过睡袍套上 拉开房门出去 转而来到了 纳兰宇的病房 推开门 一眼便看到床上的女人 在昏暗的橘色夜灯下 她睡得很沉 脸色看上去 也好看了一些 陆婷川沉不走进去 扫了眼窗户 都关得严严实实 房间里的温度 也明显比外面要高一些 走到床边 陆婷川伸手 在纳兰宇的额头上试了试 没有发烧 陆婷川盯着他看了一瞬 若有所思 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外表柔弱的女人 能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可是 如果骨子里真的柔弱的话 又怎么敢有胆量 闯入他这里 所以这个女人 究竟有什么目的 真如他所说 为了藏宝图而来 那么他到底 是受谁的命令而来 周虹还是外面的黑客 自从纳兰宇出现在这里之后 陆婷川就一直在纠结这件事 想多了 真的会脑袋疼 他捏了捏沉重的眉心 让自己不去想 反正不管纳兰宇是谁的人 总有一天 会在他这里真相大白 陆婷川转身 准备离开房间 只是刚走两步 听到虚弱的声音 哥 哥 路婷川 路婷川侧头过去 看到纳兰宇有些不安 嘴里呢喃着 换着他的哥哥 他是个孤儿 后来被人收养 哪里来的哥哥 哥 我一定会救你的 你要等我 纳兰宇又迷迷糊糊的 呢喃着 路婷川 见面隆起 眼底的眸色转身 第二天 路婷川醒来后 就把石灵找了过来 路少 什么事这么着急 石灵匆匆地赶来后 便问道 纳兰宇是不是 还有个哥哥 是有一个哥哥 资料上显示 他们兄妹两个 是一起被领养的 但是他这个哥哥 已经失踪多年 至今没有消息 去查他哥哥的 所有资料 是 石灵汉手 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路少 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啊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集 纳兰宇出现在这里 很可能是为了救他哥哥 路少的意思是说 有人用他哥哥的性命 威胁他来冒险 偷咱们的宝图 路婷川沉吟了一瞬 现在的一切都是猜测 所以他不想说太多 只说道 你先去把人给我查清楚 如果他们是亲兄妹 可以从熊猫血查起 路婷川给他一个提醒 熊猫血很罕见 查起来算得上是一个捷径 是 我现在就去查 石灵自知事关重大 便没有多问 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路婷川一个人 若有所思地坐在那 满脑子都是这件事 纳兰宇到底是被逼而来 还是带着目的来的 他又是谁的人 他哥哥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要救他哥哥 这些问题对于路婷川而言 都是大问题 纳兰宇昏睡了三天后 终于醒了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而且 是在医院吗 至少这里的一切装备 像是在医院 纳兰小姐醒了 一名年纪轻轻的女护士 走了过来 看到护士 纳兰宇更加肯定 自己是在医院 毕竟 路婷川的地盘 没有女人 但他还是问道 这是哪里 这里是路绍的私人病房 你的伤势很严重 已经昏睡三天了 纳兰宇的一颗心沉了沉 所以 他还是没有逃出 路婷川的地盘 他趁着身体想起身 但是稍微一动 身上的伤口就疼得厉害 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护士连忙扶住他的身体 啊 你别乱动 你身上的伤口 好不容易才愈合 梁医生交代 千万不能让你乱动 我想喝点水 好 你先躺下 我给你倒水 纳兰宇又躺了下去 护士倒了杯水 为他喝了几口 啄痛的嗓子 才稍微好了一点 你先躺一下 我去叫人给你做点吃的 护士留下话便出去了 没一会儿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纳兰宇只以为是护士回来了 没有理会 脑子里来来回回 还是那天在刑房里的一幕幕 至今回想起来 还是让人毛骨悚然 也不知道那些人 到底有没有逃过一劫 早知道请人买件衣服 都要惹出这么大的祸端 他宁可裹着棉被 也不去惹麻烦 纳兰宇后之后觉发现 进来的人一直没有动静 他侧头看过去 一个高大的身影 站在床边 吓了他一跳 可能是真的领教到了 陆婷川的心狠手拉 以至于看到他 便觉得害怕和恐惧 纳兰宇下意识地挪了挪身子 想要远离他 哪怕是一分一毫也好 你来做什么 看你是不是还活着 陆婷川的语气 比他还要冷淡 纳兰宇望着他 神色冷漠 想我死 又何必要救我 救你 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 纳兰宇闭上眼 不想再说什么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是周红 还是另有其人 陆婷川就等他醒来 把这件事问出来 纳兰宇睁开眼 睁了一下 他好像从来没有 问过这个问题 怎么忽然就问起来了 他看着陆婷川 如果我说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你信吗 不信 纳兰宇看了他一瞬 心底暗暗地叹了口气 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他收回目光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事实上 纳兰宇本来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他只是单纯地 想要求自己的哥哥 没有去问过那么多 当然 对方做得那么谨慎 也不可能 让他知道太多 你说出来 兴许我可以帮你 陆婷川这句话 说得相当友好 纳兰宇一阵 然后是疑惑地看向他 你告诉我你的主人是谁 我可以帮你救出你哥哥 陆婷川看门见山 道明自己的意思 纳兰宇惊恶 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告诉你 你有说梦话的毛病 纳兰宇的眼底 划过一丝紧张 你都听到了什么 陆婷川眼底的 谋刺一声 以纳兰宇的反应来看 他知道 被他猜中了 你说你是为了救你哥哥 才来冒险 所以 有人利用你哥哥来威胁 纳兰宇心底懊恼 自己从小说梦话的毛病 一直都没有当回事 没想到今天 却暴露了自己 你说的没错 有人抓了我哥哥 要我来你这里 偷你的藏宝图 用藏宝图换我哥哥 但是 我确实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人 至今为止 我只见过两个 跟我接头的人 纳兰宇索性直接承认了 反正他已经承认 自己的目的 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无非就是一条命而已 落在陆婷川手里 最好的心态 就是抱着 随时送命的心理准备 对于纳兰宇的话 陆婷川是相信的 那你们平时怎么接头 有什么暗号 纳兰宇迟疑了一瞬 我不能告诉你 其实 有那么一瞬 他是心动的 但是转念一想 陆婷川无非是想利用自己 把他的对手引出来而已 其他的话 只不过是敷衍 所以他不能冒这个险 陆婷川面上沉了沉 再开口 语气也凉了几度 你应该知道 我有的是守得让你开口 所以 在我还有耐心之前 你最好乖乖地交代 兴许我可以考虑 帮你救出你哥哥 纳兰宇庆幸 自己刚刚做的选择 陆婷川 果然只是想利用自己罢了 纳兰宇没有再说话 陆婷川也没有 避得太紧 反正现在 已经知道 纳兰宇的处境 想查出更多的线索 也不是难事 况且 以纳兰宇对他哥哥的感情 开口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房间里的气氛 就这样僵持着 直到房门被人敲响 护士送吃的进来 你有时间考虑 是跟我合作 还是死在这里 想好了找我 丢下话 陆婷川便提步离开了房间 护士和陆婷川赢了个对面 恭敬地向他汗手 陆婷川交代了一句 让护士把人照顾好 然后走了出去 护士将粥端过来 纳兰宇坚持自己吃 护士只能帮着把他扶起来 第1218集 纳兰宇喝着粥 满脑子 却都是陆婷川刚才的话 他知道 如果他不说出和对方接头的暗号 陆婷川会想方设法地折磨自己 直到自己说出暗号为止 但如果告诉他的话 哥哥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 所以他绝对不能说 眼下最关键的是 他必须把陆婷川拖住 在此期间 还要尽快将东西拿到手 然后逃出这里 拖住陆婷川 拿到东西逃出去 这三步 哪一步都堪比登天 可是 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玉儿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陆婷川 给他打电话 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 不肯见他 无奈之下 周玉儿只能找上门 在楼下 刚好遇到了楼下搬东西的人 这个人 周玉儿 刚好还认识 小刀哥 你们这是买了什么 这么多东西 周玉儿主动跟搬东西的 小个子男人 打了个招呼 平时他见到这些人 头都是抬得高高的 今天这么殷勤 主要是想打探一下 陆婷川在不在 被换作小刀的男人 放下手里的东西 连忙跑过来招呼他 啊 周小姐是来找陆婷的吧 对啊 他现在在楼上吗 陆少这几天基本都在家 因为纳兰小姐受伤了 家里又都是亲一色打男人 不方便照顾 所以陆少基本上都是寸步不离的手掌 这句话回答得没毛病 但是仔细一听 就能端逆出破绽 陆婷川这几天 基本上都在家 那么在周玉儿这里 就漏了线了 要知道他给陆婷川打电话的时候 陆婷川不是在外面 就是有事 反正就是各种忙 纳兰小姐受伤了 先不说纳兰宇怎么从女佣变成小姐了 她又是怎么受伤的 家里亲一色男人 不方便照顾 那陆婷川就不是男人了吗 显然 陆婷川跟这个纳兰宇的关系 非同一般 甚至还寸步不离地守在纳兰宇身边 论姿色身材 纳兰宇确实出众 但是陆婷川是谁 二十五年 没有和任何女人传过绯闻 身边的女人除了亲属之外 没有其他 好不容易被他周玉儿破例 如今居然杀出过纳兰宇 纳兰小姐 就是那个纳兰宇 对 就是他 周玉儿握着包袋的手紧了紧 她不是陆上的女佣吗 怎么几天不见 她就摇身 憋着你们口中的纳兰小姐了 这个 我们也是跟着管家后面教的 管家怎么教 我们就怎么教呗 周玉儿知道 管家是陆婷川身边的老人了 肯定是知道纳兰宇跟陆婷川关系匪浅 所以才敢领头改了称呼 而且大家都这么教 陆婷川也没有表态 这就是默认了纳兰宇的地位了 这个纳兰宇 果然是不简单 周玉儿决定 好好调查一下这个纳兰宇 看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小刀哥 你知道这个纳兰宇 是哪来的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帮我去打听一下怎么样 周小姐 你应该知道 陆婷川最忌讳 暗地里做小动作的人了 这件事 我恐怕帮不了你 你放心 这件事除了你和我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 我可以保证 而且你放心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这 你还是别为难我了 小刀哥 你就看在咱俩 难得头冤的份上 帮帮我吧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要跟我说一声 我保证帮你办到 再说了 难有人一辈子用不着别人呀 对吧 周玉儿一把抓住小刀的手臂 洋装得楚楚可怜 小刀犹豫再三 才点头说道 那我试试看吧 如果实在打听不到的话 还请周小姐见谅 放心吧 我相信你 那我先去忙了 好 我等你好消息 送走了小刀 周玉儿脸上的笑意 渐渐地脸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 眼底划过一丝利色 他原本不想上去的 但是又改变了主意 决定上去证实一下 周玉儿到楼上 管家领着他进屋 刚巧就碰到 陆婷川从楼上下来 周玉儿像见到了 久违的情郎似的 跑了过去 三少 你怎么来了 陆婷川的态度淡淡的 周玉儿心里本来就堵得慌 再听他这么一问 便觉得 他是不欢迎自己 但是心里即便不痛快 周玉儿的面上 还是含羞待笑 几天没看见三少了 省不住过来看看你 陆婷川不语 提步去了客厅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 周玉儿跟过来 也坐了下来 管家上了两杯茶 两个人一时之间 都没有话题 气氛有些尴尬 周玉儿在客厅扫了一圈 故作好奇地问道 对了 今天怎么不见 三少的那个漂亮女佣 陆婷川品着茶 轻描淡写地回了句 病了 是吗 那我得看望一下了 正好我今天给他带了一个从英国带回来的胸针 跟他气质挺般配的 说着 周玉儿已经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别致的胸针 你跟他很熟 陆婷川 魔光慵懒地瞥向他 周玉儿被问得一愣 我跟他虽然不算很熟 但是他是你的佣人 我当然想跟他多接触一下 从他那边了解一些 关于你的习惯和喜好 这样 我们以后就更好相处了 陆婷川慢调思理地放下手中的茶杯 我以为你应该很了解我 面对一个阴晴不定的恶魔 周玉儿的反应总是莫名其妙地慢个几拍 他不明白陆婷川这话是什么意思 目前为止 你父亲才算得上了解我的人 言下之意 想了解他 完全可以去找他父亲周虹 当然 陆婷川并不觉得周玉儿说的是实话 以周虹的性子 应该是每天都给周玉儿灌输 关于他陆婷川的一切才是 所以 周玉儿不过是打着个想了解他的幌子 本意其实是想见纳兰语 第1219集 可是 从自己父亲那里打听自己爱慕之人的喜好 多难为情啊 这个陆婷川 果然是不好忽悠 如果不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想必陆婷川 根本不会跟他废话那么多 不直接崩了他 就算他走运了 从一个刚来几天的人口中打听 岂不是更愚蠢 周玉儿屡遭羞辱 自然是恼火 换作是旁人 他早就把这里砸了个稀巴烂了 可是面对的人是陆婷川 再接他几个胆 他也不敢造次 手扣得紧了紧 把气焰强压下去 就在这时 石灵行色匆匆地走了过来 陆婷川见石灵过来 便猜到他是所为何事 两个人的目光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各自心里都领会 周玉儿把他们刚才的眼神都看在眼里 石灵大哥 来得这么着急 是有什么事吗 外面飘雪花了 所以走得急了点 外面又下雪了吗 周玉儿朝外面看了看 这会儿下得还不算大 过一会儿可能会下大暴雪的 周玉儿顿时欣喜 要是下大雪的话 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留下来了 雪天陆华 我派人送你回去 没给周玉儿拒绝的余地 陆婷川扭头 对管家吩咐道 管家 派车送周小姐回去 是 管家汉手 转而对周玉儿说道 周小姐 请跟我来 周玉儿这才回过未来 石灵的话 并不是想告诉她外面要下大雪了 而是在变相赶她走呢 周玉儿走后 石灵走上前 说道 陆少 东西都查到了 他从外套下拿出一个文件夹 递给陆婷川 陆婷川接过来 打开文件看了之后 眉头皱了起来 石灵第三次看向她的时候 才开口说道 陆少 事实证明 这个纳兰宇 更加不能留了 如果兄弟们知道她的身份 是不会放过她的 而且 她没准 也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这件事不许第三个人知道 陆婷川将文件和上 起身就走 石灵冒着胆子跟上去 陆少 我再说一次 纳兰宇的身份不允许透露 她哥哥的事 也不许告诉她 丢下话 陆婷川就静字上了楼 石灵无可奈何的 叹了口气 真是没想到 这个纳兰宇才出现这几天 就让陆少 跟变了个人似的 之前把纳兰宇留在身边 是想引出她后面的幕后主使 现在纳兰宇的身份 已经很明确了 按理来说 应该立马处死才对 可是陆少不但不处置她 反而还要瞒着 纳兰宇的身份 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陆婷川来到纳兰宇的房间 这会儿她已经睡着了 安静地躺在那儿 睡着时候的她 比醒着的时候要温顺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当看到石灵送来的东西后 陆婷川居然满脑子 都是纳兰宇昏迷中 换她哥哥的样子 纳兰宇不顾生命危险 来偷她的藏宝图 去换她哥哥的命 可是她却不知道 她和她的哥哥 已经阴阳两隔 那些指使她来偷宝图的人 不过是在利用她而已 可悲的是 她还被蒙在鼓里 陆婷川从来不是心软的人 但是她一直心善 她不让石灵透露 纳兰宇的身份 就是因为她知道 纳兰宇只是别人 利用的一枚棋子 无辜的人 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 不知道过了多久 纳兰宇醒了 睁开眼 一道奇长的身影在眼底 从模糊变到清晰 当她看清是陆婷川的时候 她眼底明显露出了金色 她 她怎么在这儿 你来做什么 纳兰宇心里想什么 就混了出来 陆婷川一时没想到 她会忽然醒过来 目光还落在她那里 没有来得及抽回来 以至于 和她的目光 毫无征兆地对上 陆婷川的思绪 还停留在她的事情上 没想出最好的解决之策 我来告诉你 之前给你的机会 从现在开始失效了 就算你现在告诉我 你的幕后指使是谁 我也不会帮你救出你哥哥 因为她没法去救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陆婷川这么说 是担心纳兰宇 真的把她的幕后指使 说出来 而自己 却履行不了 对她的承诺 哼 你想多了 我根本没有指望 你会帮我救我哥哥 更加没有打算 告诉你什么 还好纳兰宇 没有真的对陆婷川 抱有什么指望 所谓的合作 不过是陆婷川的 片面之词罢了 其便你不说 我也很快就能查到 对方是谁 但是你 即便你拿到了宝图 他们也不可能 放了你哥哥 不会的 他们不会骗我 纳兰宇眼底的 谋色一阵 促眉 这句话看似说的坚定 其实内心 并没有那么坚定 一颗心 甚至开始慌乱了 完全没有把握 因为这个问题 她从来没有去想过 从一开始 纳兰宇就满脑子 只有哥哥 所以被陆婷川 这么一说 她忽然意识到了关键 陆婷川 从她那双不安的眼神里 看到了她此刻的内心 但是陆婷川心里 还在纠结一点 到底是纳兰宇演技好 还是说她确实是个受害者 如果她是利用 旧哥哥这个幌子 在演戏 那么她的目的 显然是个预谋已久的计谋 可如果她说的都是真话 那她就是个受害者 在这两者之间 陆婷川不敢掉以轻心 她继续试探 你哥哥根本就不在他们手里 不可能 我亲眼看到我哥哥 被他们绑在椅子上 受尽折磨 他们还说了 只要我一天拿不到藏宝图 我哥就多受一天折磨 愚蠢 陆婷川盯着她看了一瞬 最后赏了她两个字 至少从纳兰宇的反应来看 不像是在演戏 砰的一声关门声 纳兰宇靠在床上 正正地出神 陆婷川说得没错 万一她拿了宝图 他们不放哥哥怎么办 可是 他们留着哥哥 又有什么用呢 况且自己又没有其他选择 想了一会儿 纳兰宇觉得头疼得厉害 索性不去想了 躺下去再睡一会儿 第1220集 纳兰宇因为白天一直在睡 晚上迟迟睡不着 几天没有出去透透气了 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出去透个气 胸口还压着白天 和陆婷川的那些话 就好像一团棉花堵在那儿一样 堵得她喘不过气来 纳兰宇下床 拿了件厚外套披上 拉开门出了房间 她下意识环顾四周 看看有没有人 却不想 余光一瞥 便看到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纳兰宇心底立马警觉了起来 她一直怀疑有人潜藏在陆婷川这里 看来 她的怀疑是正确的 纳兰宇看了一下四周后 朝刚才那个黑影闪过的方向 跟了过去 她倒是想看看 什么样的人 居然敢卧底在陆婷川的地盘 顺着走廊走过去 打开门来到外面的露台 放眼环顾四周 一片寂静漆黑 这样的平静 让纳兰宇甚至怀疑 自己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但是并不是 她敏锐地听觉 听到有脚步声 于是她顺着脚步声的方向走了过去 她的脚步很轻 轻到不会被人察觉 没等她靠近 一道黑影没得窜了出来 动作很快 看得出 绝对是专业训练过身手 纳兰宇在追上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前面的地形比较复杂 她没必要为了一件 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以免今后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 刚才那个人的身形 比陆婷川这里的彪悍 身材相对来说要瘦小一些 这一点就是辨认力度最大的特征 纳兰宇一边往回走 一边在心里琢磨着 回头得好好观察一下 这里个别瘦小的人 纳兰宇心里在想事情 全然没有注意到 刚回来的陆婷川 你在做什么 一道沉冷的声音突然传来 纳兰宇吓了一跳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 陆婷川走上前两步 那样子 像是在等他的回答 我出来透透气 纳兰宇实话实说 陆婷川抬起手腕 慵懒地瞥了眼 手表上的时间 显示 凌晨三点二十分 再开口 语气更冷了几分 三更半夜的 就是为了出来透气 不然呢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在等你回来吧 陆婷川面上一沉 重重地盯了他一眼 从鼻腔里低哼了一声 体步进了屋 一阵风吹过来 冷得纳兰宇缩了缩间 那寒凉的温度吹进胸腔里 让他觉得 一颗心空落无一 望着漆黑的夜 渴望着那一点温度 能早些回到自己身边 他唯一的亲人 周玉儿等了几天 总算是等来了 小刀那边的消息 得知纳兰宇 是为了偷 陆婷川的藏宝图来的 他失控地大笑起来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那个纳兰宇 根本就算不上 他和陆婷川之间的阻碍 这下他就放心了 周玉儿的母亲 端了一盘水果过来 见周玉儿一个人 笑得那么开心 便好奇地问道 玉儿 你一个人在这傻笑什么呢 妈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陆少身边多了个女人 威胁到我陆夫人的地位吗 我告诉你 这个威胁已经解除了 是吗 怎么解除了 周玉儿得意洋洋地挑了挑眉 那个女人是为了偷 陆上的藏宝图来的 一个窃贼而已 能跟我这个堂堂周家千金比吗 瞧把你给乐的 不过 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既然你都知道 那个女人的来意 那陆婷川肯定也知道 既然知道对方是有目的而来的 陆婷川却还把人留着 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啊 周玉儿一震 仔细想了想 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 陆婷川既然知道纳兰宇的目的 不该是第一时间就杀了他吗 为什么还要留到现在呢 而且上次他要求去看望纳兰宇的时候 陆婷川明显是不想让他见纳兰宇 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护着纳兰宇 毕竟陆婷川跟纳兰宇之间 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 妈 那依你之见 陆婷川把那个女人留下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这男人留下女人还能有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看上人家了呗 依我看啊 你对陆婷川还是趁早死了那条心吧 把你交给他那种阴晴不定的男人 我可不放心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可是外人眼中跟陆少最般配的人 现在你女儿的如意郎君被人抢了 你不帮我出出主意 还劝我打推腾鼓 你想让我变成笑柄吗 他堂堂周家大小姐 身价百亿 被一个女贼抢了男人 说出去不被人笑死才怪了 周母刚才也不过是想试探试探 女儿对陆婷川的决心 看她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周母又怎么忍心看着自己女儿受委屈呢 那妈给你支个招 你把纳兰宇的目的散播给陆婷川手下的人都知道 你那帮人的性子肯定会去找陆婷川理论 要求陆婷川杀了那个女人 陆婷川这个人啊 讲义气 在兄弟和女人之间 他肯定是选择兄弟 果然还是老蛮厉害 我这就去照做 周月儿被点拨了一下 立马就领会了 说吧 他就迫不及待地拿着外套走了 周母再后叮嘱了一句 注意安全啊 知道了 纳兰宇第一次和陆婷川同坐一桌用餐 用餐过程中两人均是无言 纳兰宇不知道陆婷川又在玩什么把戏 也不去想 只当他不存在一样 自顾自地用餐 对面的人显然也是这种态度 没一会儿 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来人匆匆 听上去还不少人 紧接着 一群人高马大的黑衣人 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要不是为首的人是田勇 恐怕要把这些人当成敌人了 第1221集 纳兰宇睁了一下 瞥了眼进来的人 又看了对面的陆婷川一眼 他依旧是优雅地在用餐 丝毫不受影响 但是纳兰宇已经坐不住了 这么大的阵势过来 肯定是找他有事 我吃好了 纳兰宇起身欲走 站住 田勇凶巴巴地叫住他 纳兰宇一愣 有些不解地看了眼田勇 这语气 怎么感觉是冲他来的 只听田勇又开口 但是这次是对陆婷川说的 陆婷 请是我们兄弟愚钝 不明白你为什么留一个祸害在我们这里 说到最后 田勇有意瞥了纳兰宇一眼 纳兰宇知道 田勇口中的祸害 指的就是他 事情牵扯到了自己 纳兰宇自然不好就这样走人 他又下意识看向了陆婷川 陆婷川这会儿 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 扯下胸口的餐巾 慢条丝里地擦了擦嘴角 这个男人 总是那么神秘有深沉 让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更不敢去妄加猜测 同时 又有一股危险 从内而外地透出来 叫人时刻都提高警惕 陆婷川将手中的餐巾丢在桌上 狭长的毛子 瞥了眼跟在后面的石灵 石灵被他这一眼看得 头压得更低了 陆婷川冷冽的目光 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犹如一阵寒风吹过 我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过问了 其他事 我们不敢过问 但是留个对我们存在危险的女人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问 田勇看下纳兰宇的眼神 像刀刃一样 恨不得用眼神杀死他更痛快 是你们抬举他了 在我这里 他就是一只笼子里的鸟 陆婷川点了支烟 姿态悠然自得 自始至终 也没有看纳兰宇一眼 笼子里的鸟 也有偷袭人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女人 给他的幕后指使一个警告 否则他们 只会更加猖狂 田勇的态度也非常坚定 他觉得 陆少越是护着这个女人 就越是不能留这个女人 不然只会让陆少更入迷 这个女人的目的 也就更容易得逞 其他人也赞同田勇的意思 对 绝对不能留 绝对不能留 一群人都做出表态 一致赞同除去纳兰宇 陆婷川面色森寒 纳兰宇不动声色地 看了眼陆婷川 看他面色难看 随时可能杀人的样子 纳兰宇是打心底的害怕 一边是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一边是自己这个不相干的敌人 陆婷川最后会做何选择 何想而知 当下的气氛越来越僵了 让人呼吸都觉得困难 石灵适时地站出来调解 行了 你们该说的都说了 陆少自有打算 都回去干活吧 话说到让陆少知道就好 再僵下去 事情就该弄僵了 田勇低哼 留一个内奸在我们队伍里 兄弟们哪还有心思干活 不干活都想干嘛 想造反不成 反正兄弟们说了 一天不除掉这个女人 大伙就一天不干活 田勇向来是个直肠子 有什么说什么 砰的一声枪响 吓得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陆婷川将手里的家伙 趴得一声丢在桌上 冷酷地开口 不想干的 现在就自行了断 田勇等人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然后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陆婷川的行为 难免会让人理解为 他在兄弟和女人之间 选择了女人 纳兰宇还在刚才的枪声中 没有缓过神来 又见陆婷川此举 他也颇感意外 田勇越想越是恼火 兄弟们跟陆绍出生入死多年 到最后 居然比不上一个才认识了几天的女人 关键是 这个女人 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一气之下 田勇抓过桌上的枪 他这个举动 让所有人都惊呼出声 石灵的动作相当敏捷 一把摁住了田勇的手 田勇性子直 又将在气头上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田勇 不要冲动 林哥 如果用我这条命 等换来陆绍醒悟的话 我死了也值了 不许胡说 陆绍这么做 有他的目的 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相信陆绍 可是我们无辜惨死的那两个兄弟呢 谁来为他们报仇 谁来为他们的亲人承受痛苦 田勇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石灵皱眉 唇漫动了动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后 却还是什么都没说 石灵 把他放开 陆亭川面无表情地开口 石灵心惊 担心陆亭川真的会让田勇自残 陆少 石灵想劝说 但是陆亭川一记冷眼投射过来 他只能闭了嘴 沉重地看了田勇一眼 松开了手 田勇也猜不透 陆亭川是什么意思 抱着大不了一死了之的心理准备 家伙就在你手里 如果你觉得杀了他 就是为你兄弟们报仇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动手 丢下话 陆亭川就静子离开 他心里很清楚 他没办法做出选择 并不是因为自己对纳兰宇 产生了什么感情 更不是因为对他下不去手 先不说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跟纳兰宇有关 即便是有关的话 他也是受人利用 杀一个纳兰宇 顶多是给对方一个警告 并不能除根 换作是以前的他 他或许还会有兴趣 跟对方玩玩捉迷藏的游戏 但是玩了这么多年 他厌倦了 想安定下来 安定的前提就是 必须把那些暗中盯着他的人 给彻底铲除 所以 他要通过纳兰宇这颗棋子 把暗中的主使者都给引出来 最后来个一网打尽 他目前这个计划 还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他发现 他们内部的内奸 并不止纳兰宇 所以这个计划 只能秘密操作进行 少一个人知道 就少一份泄露的危险 第1222集 没有陆廷川的命令 没有人感动纳兰宇 纳兰宇在一场生死搏斗中 迟迟没有回过神外 当陆廷川把他交出去 给田勇处置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这一次 真的死定了 但是并没有 这是他第一次 有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哪怕是第一次 陆廷川对他动枪 或者是那次自残 他都没有刚才那种体会 但是这件事 只怕才是个开始 周月儿第二天过来 准备看热闹 却不想 刚出电梯 就看到纳兰宇 站在外面的落台上 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怎么还活着 昨天不是有人带着一群人 找陆廷川闹事 纳兰宇现在 不应该是一具 冰冷冷的尸体 或者被丢去 陆廷川后院 喂他的脏傲吗 可是他怎么 还好端端地活着 肯定是陆廷川 什么都对他动手 对 肯定是这样 周月儿来时 准备看热闹的笑脸 此刻已经被英丽取代 趁着还没有人发现 他又悄悄地退了回去 这件事 得找小刀问问清楚 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后 周月儿已经将昨天发生的事情 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果然是陆廷川护着纳兰宇 没舍得杀他 看来陆廷川 已经被这个纳兰宇 迷得神魂颠倒 连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顾了 好一个纳兰宇 到底有什么本事 让陆廷川对他这样痴迷 哼 不管他有什么能耐 都必须死 周月儿折回来的时候 纳兰宇正好准备回屋 一转身 并和周月儿打了个照面 不打招呼 纳兰宇觉得不太好 可是打招呼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纳兰小姐 他不打招呼 周月儿倒是先叫了他 走了过来 周小姐好 听说你前几天生病了 现在怎么样了 看上去 脸色好像还是不太好啊 多谢周小姐关心 已经好多了 外面这么冷 你穿得太少了 看看你这衣服才多厚啊 我都穿皮草了 周月儿捏了捏 他身上的外套 又理了理自己身上的 上等皮草 纳兰宇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原本视自己为眼中钉的人 忽然对自己这样嘘寒问暖 总有一种 黄鼠狼给击败年的感觉 只是出来透个气 这就进去了 对 赶紧进去吧 别又着凉了 周月儿推他进屋 纳兰宇见他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就问了一句 你不进去吗 啊 我忽然想起来还有点事 就不进去了 先走了 周月儿跟他挥挥手 急匆匆地走了 纳兰宇看着匆匆离开的周月儿 眼底若有所思 一阵风吹过来 吹散了他的思绪 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进了屋 一个小时后 纳兰宇听到一阵嘈杂声 是从楼下传来的 从楼下传到他房间里 可想 这声音不小 谁敢在陆亭川这里大呼小叫 难不成 又出什么事了 最近这里不太太平 而且事情都跟他扯着联系 纳兰宇就拉开房门 打算出去看看 刚到外面 就听到楼下田勇的声音 路上 我得到可靠消息 纳兰宇 今天又跟他的幕后知识 偷偷取得了联系 大概就在半小时前 听到这句话 纳兰宇不禁笑了出来 他们就如此容不下他 不惜捏造是非来欺骗陆亭川 楼下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 路上 我们要求立刻控制纳兰宇 说不定 他还没有来得及销毁证据 路上 兄弟们 一直对纳兰宇有偏见 现在 已经是弄到人心惶惶 路上 就不要再让兄弟们失望了 楼下陷入了安静中 可以想象得到 江冷的气氛 隔了两久 陆亭川 终于开口 把纳兰宇带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在陆亭川 没有开口之前 纳兰宇发现 自己 居然还在期待 他的抉择 还以为他会像上次一样 宁可和下面的人反目 也护着他吗 真是好笑 不用 我自己下来 纳兰宇自己下楼 被人上来压下去 那多难看 楼下 所有人都盯着他 那锋利的眼神 就好像要把他活泼了似的 包括陆亭川的眼神 也冷得异常 陆亭川了解自己手下的人 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敢在他面前 说这样绝对的话 他看向纳兰宇的眼神 直戒而又冷酷 纳兰宇走到楼下 认定自如地说道 你们刚刚的话 我都听到了 想怎么查 自便 他也想知道 田用拿什么证明 他跟人联系过 陆亭川也不说话 只是扫了眼 气势汹汹的田用 既然话是他说的 就直接交给他去查 最合适不过了 田用倒也不客气 对旁边几个人说道 你们几个去他房间里查 查得仔细点 几个人领命后 匆匆地上楼 田用凶声恶煞地 给纳兰宇下警告 纳兰宇 你最好诗相 老实交代 否则 我要你好看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有目的 没有任务 他的目的是 偷盗藏宝图 但是绝对 没有卧底的任务 我看你是 不见棺材 不掉泪 今天 我就让你原形毕露 说吧 田用亲自上楼去搜 但是几分钟后 田用又下来了 绷着一张黑脸 看上去是没搜到什么 不过 他静自走到纳兰宇面前 质问道 说 东西到底藏哪儿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纳兰宇本来就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过 用哪里来的东西 田勇盯着他 眼底微微射出冷冽的锋芒 一个能对自己下毒手的女人 绝对不是好对付的 永哥 他身上还没搜 田勇被一语点醒 对旁边的人吩咐道 给他搜身 是 两个身高马大的男人 朝纳兰宇围了过来 纳兰宇警惕性地后退一步 他好歹也是女人 让两个大男人给他搜身 真的合适吗 你们谁敢 怎么 怕了 第1223集 田勇朝他缓步走过来 那凶冷的样子 就好像恶狼要捕食猎物一样 纳兰宇瞥了眼 一直没有吭声的陆婷川 再怎么说 他也是陆婷川碰过的女人 就算没感情 起码也不至于 把他交给其他男人乱碰吧 但是 当看到陆婷川一脸冷漠 甚至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自己的想法有多可笑 他碰过的女人又怎么样 在他眼里 女人 大地连一件玩物都不如 你们要搜身可以 但起码换个女人来 纳兰宇这句话说出来 引来一阵嘲讽和耻笑 你放心 我们这里的男人 就算是天下女人死绝了 也不会看上一个女奸细 纳兰宇的面上滑过一丝难堪 但嘴上却坚持到底 我会看上 也并不代表可以侵犯 你 田勇已经不耐烦了 但就在这时候 管家走了过来 路上 周小姐来了 田勇闻言 一脸恼怒又变成了得意的笑 盯着纳兰宇咬牙说道 看你还有什么伎俩 转而 田勇对管家说道 快请周小姐进来 管家汉手退了下去 很快的 周月儿在管家的带领下 春风满面 笑颜如花般地走了过来 纳兰宇看着周月儿 心底冷笑 来得还真是时候 周月儿走近 看到那么多人 有些不明所以 怎么 出什么事了吗 周小姐 你来得正好 有件事 想麻烦你帮个忙 跟我就别客气了 有什么事就说吧 周月儿面带微笑 与他昏婉大方 和平时那副 大家小姐的姿态 完全不同 田勇瞥了眼纳兰宇 说道 我们怀疑纳兰宇 是敌人的奸细 他身上 可能藏着 跟敌人的联系内容 我们正打算 对他进行搜身 可我们一群大老爷们 不便对一个女人动手 所以 想麻烦周小姐 帮忙动手 我 这个 不太好吧 事实上 他就是来看热闹的 但是该装的时候 还是要装一下的 反正今天这主好戏 他是看定了 没什么不好 这里就周小姐一个女人 总不能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 对他动手吧 周小姐就当帮个忙 拜托了 可是 周月儿还是犹豫不决 看向陆婷川 向他请求指示 毕竟 他才是这里的老大 没关系 你动手吧 纳兰宇也不指望陆婷川 会对自己手下留情 与其让他开口 倒不如自己主动点 起码还给自己 保留几分颜面 况且 周月儿卡着这个时候来 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吧 周月儿走到他面前 假惺惺地劝道 纳兰 这里是陆少的地盘 要不 你还是主动交代吧 省得再受皮肉之苦 你放心 我一定会向陆少 帮你求情的 不必 纳兰宇根本不领情 他早就知道 周月儿是黄鼠狼 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周月儿本来就是 做做样子 给陆婷川看 既然纳兰宇不领情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那我 可真的不客气了 纳兰宇懒得理他 周月儿看他一副 傲慢的样子 谋似一领 看你纳兰宇 还能傲多久 周月儿装模作样地 在他身上摸了摸 又把手伸进了 纳兰宇的外套里 纳兰宇因为肩上的伤势 还没好全 所以里面 只穿了一件宽松的睡衣 而且睡衣下 什么都没穿 不知道周月儿 是不是摸到他 什么都没穿 手居然落在他胸前 还摸了他一下 纳兰宇皱眉 满脸不悦地盯着周月儿 周月儿自打看到 纳兰宇的那天起 就对他的身材 充满了羡慕嫉妒 没想到摸了之后 他脚好的身材 远比看着 更让人嫉妒 摸好了吗 纳兰宇只用彼此 能听到的声音 滴滴地提醒了他一句 关于周月儿 面上的情绪变化 他也丝毫不漏地 看在了眼底 他身材好 不是一个人这么说 而周月儿瘦是够瘦 但是瘦到前后飞机场 那就尴尬了 周月儿恨恨地 盯他一眼 将手从他衣服里 抽出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到 纳兰宇上西天的下场 所以手直接伸向 纳兰宇外套口袋 紧接着 从里面掏出了一个小东西 纳兰宇见状 眉头皱起 他不记得 自己口袋里有什么东西 周月儿好奇地 打量着手里的东西 疑惑道 诶 这是什么东西 田勇眸色一闪 从周月儿手中 一把抢过那个东西 琢磨了一番 是一个小主管 里面藏着一张字条 打开字条 上面写着两排字 抓紧时间 顺便除掉路 这个路 不用想也知道 指的是谁 田勇欣喜 总算是抓住 这个女人的把柄了 转而 他将字条 递给了陆廷川 陆少 你自己看吧 陆廷川自始至终 都沉着一张训练 一言不发的他 没有人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接过田勇 送过来的字条 慵懒地瞥了一眼 所有人都以为 接下来 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但是陆廷川的反应 却异常平静 纳兰宇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可以肯定 绝对是对自己 不利的东西 关键是 这哪来的 明明今天在外面 透气的时候 因为太冷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口袋里还是空空的 他进屋才短短 一个多小时 都是在房间里 怎么可能会 多出个东西来 纳兰宇思来想去 余光无意间一瞥 瞥见一旁的周玉儿 他这会儿正勾着嘴角 露出一脸幸灾乐祸的笑 莫得 纳兰宇想起 自己进屋前遇到周玉儿 而且周玉儿 还主动对自己 嘘寒问暖 也确实有下手的机会 所以 他是被周玉儿陷害了 陆少 现在证据确凿 看这个女人 还有什么可说的 田勇气势汹汹地说道 陆廷川将字条 揉进了手心里 手指关节绷得紧紧的 俊朗的脸上 如附上了一层寒霜 阴冷的目光投向纳兰宇 神色冷冽 眼神残酷 纳兰宇接触到他投来的眼神 猛地打了个寒净 他那样子 叫人害怕 第1224集 陆廷川缓步朝他走过来 犹如死神 再朝他笼罩过来 将他罩在那狭小的范围内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说不怕 是不可能的 看着陆廷川一步步走近 站在自己面前 纳兰宇垂在身侧的手 扣得紧了紧 隐隐地发抖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陆廷川冷漠中的仁慈 更让人绝望 纳兰宇望着他 神色平静 不必 他非常清楚 陆廷川既然说再给他机会 显然就是相信了他手里的那个东西 虽然纳兰宇也很好奇 那到底是什么 陆廷川的脸色更加难看 带去刑房 画壁 他提步就走 脚步是朝刑房的方向去的 看来 陆廷川是要亲自对他用刑 这个结果 最痛快的非周玉儿莫属 精心计划的一切 终于顺利地等来了预想中的结果 虽然他更想让纳兰宇抱头 但是折磨一下 貌似也不错 刑房 纳兰宇双手双脚 已经被锁链绑起 整个人一个大字形 外套被扒去 只有一身单薄的睡衣 他被绑在中间 一群人就站在他面前 个个冷漠无情 人心 比他预想中的 要残酷多了 纳兰宇此刻 只觉得冷 并不是因为 阴七七的形房 没有暖气 而是一种 发自内心深处的冷 纳兰宇 只要你说出 你的幕后主使是谁 和你们的联系暗号 我们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痛快些 田勇上前说道 纳兰宇低着眼眸 没有说话 他能说什么呢 毕竟他什么都不知道 田勇建那不说话 又说道 纳兰宇 如果你不说的话 这里几十种哭醒 保证让你一个不辣的 尝试一下 到那时 你不说也得说 所以我劝你 还是识相点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纳兰宇还是不语 纳兰宇 你还是乖乖地交代了吧 你一个女孩子 哪里能受得了 这里那么多酷刑啊 什么五马分尸 脚型 包皮 听了都让人心惊胆战 你想想 你这么漂亮的脸蛋 最后要是被活生生地 包一层皮 多恐怖啊 你要是现在交代的话 好歹还能保个全尸 周玉儿也上前来劝他 看似是好心好意地劝说 其实是在落井下石 如果纳兰宇死将到底 不肯说的话 周玉儿已经说了最残忍的刑罚 这是在给他们将军 这次 纳兰宇抬起眼眸 目光锋利又直接地 盯了周玉儿一瞬 那眼神 冷得令人汗毛利气 如果他说 这件事是周玉儿陷害了他 肯定没有人会相信 而且他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目前为止 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用刑 一直没有吭声的陆婷川 终于开了口 两个字冷酷无情 纳兰宇胸口一紧 心底居然莫名地涌起 一股陌生的情愫 隐隐地 像痛 又不像 很快的 有人提着一个麻袋过来 袋子里装的东西 而且还是活物 还在袋子里扭动 当袋子丢在地上的时候 一条条品种不一的蛇 从袋子里游了出来 蛇不大 大约拇指一样的粗度 三四十公分长左右 蛇性子 发出嘶嘶的声音 叫人不寒而栗 啊 周月儿吓得惊叫一声 狼狈不堪地逃到人的后面去 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他最怕蛇这种光不溜秋的东西了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 纳兰宇看到地上那可怕的东西 也是大惊失色 而且那些蛇都在朝自己这边游过来 像是在觅食 他默地想起刚才那些人 在他身上喷的东西 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蛇 没有几个女生不怕 纳兰宇也一样 他甚至是恐惧 恐惧到了极点 想退缩 但是铁链将他绑得紧紧的 他一动 手腕被冰冷的铁环 磨得生疼 但是 在害怕一个物种的时候 疼 远远比不上内心的恐惧 那种感觉 只有亲身体会的人 才能感觉 蛇已经游到了纳兰宇的脚下 他整个人绷得紧紧的 随时可能会石化的那种 可还是不能阻止 这可怕的东西在靠近 越来越近 近到他可以感觉到 蛇身上那股冰凉的温度 眼睁睁地看着蛇 爬上他的脚 此刻 纳兰宇宁可一死了之 再或者 让他承受皮肉之苦也可以 但绝不能是这种不死人 却折磨人的方式 陆婷川不愧是人间恶魔 他不仅是恶魔 他还是人性的心理学者 皮肉之苦固然是痛苦 但是心灵上的折磨 才是最大的残酷 纳兰宇屏住气 抬眼 一眼就找到人群中的那个男人 陆婷川 他自始至终都是面无表情 眼里除了冷漠 没有多余的情绪 即便是眼前这种 让人惊骇的画面 他也淡定自如 或许对他这种人来说 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纳兰宇直高高地盯着他 眼神执拗 带着几分痛恨 是的 是恨 他此刻只恨自己 没有在他受伤的时候杀了他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 把那把镊子戳进他的心脏 凉凉软软的蛇 从脚上缓缓地往上移动 一条 两条 三条 纳兰宇绷着牙关 痛苦地闭上眼 不想看到那恶心的东西 手腕 脚腕 心红的血迹 顺着洁白的肌肤流下来 让人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但是 疼 隐隐地疼 他能感觉到 小蛇锋利的牙尖 扎在自己皮肉里 紧紧地盘绕在他腿上 尽情地吸着他的血液 周月儿从人群中探出头来 看到纳兰宇满身缠着蛇 还有的直接钻进了纳兰宇的睡衣里 再睡一下游来游去 吓得周月儿差点惊叫出来 连忙将嘴巴捂住 双腿已经不受控制地软了下去 但是纳兰宇却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个女人够狠的 不行 不能再这样厚下去 周月儿手扣得紧了紧 做了一个深呼吸 然后挤到前面 说道 哎呀 那是要爬到他头上去了 不会钻进他耳朵里 或者嘴巴和鼻孔里吧 第1225集 纳兰宇眉头一蹴 额上的青睛都爆了出来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花蛇 从肩上游上来 他却无能为力 或者说 就算是钻进耳朵里 嘴里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阻止 脖颈处传来一股刺痛 他痛得闷哼了一声 该死他 看着不大的小蛇 咬人却疼得厉害 这些蛇不像是常见的品种 应该会有毒吧 不然被咬过的部位 为什么各种不适的疼呢 哎呀 真的要捉进他耳朵里去了 周月儿越是这样诡教 纳兰宇越是恐惧 特别是感觉到蛇性填在他耳垂时 更是让他恶心有抓狂 整个人高度紧绷着 这样的折磨 大约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纳兰宇死死地咬着唇 不肯开口 田勇这边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又走了过来 纳兰宇 你到底说不说 纳兰宇咬着牙 倔强地垂着眼眸 碰到一个如此倔强的女人 田勇也是气得咬牙 你别以为不开口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这些小玩意儿 只不过是陪你玩玩 要是执意不说的话 更有趣的还在后面呢 纳兰宇抬眸怒视着他 眼神凶冷 透着一股害人的杀气 就连田勇都在心底惊了一下 他敢肯定 如果这个女人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 既然你不说 那就别怪我们陆少 没给过你机会 田勇不想再跟他废话 退回去对陆亭川说道 陆少 我们应该给他来点更厉害的 陆亭川望着面前的女人 漂亮是真漂亮 但倔强也是真倔强 眼瞼压下 长长的睫毛在眼瞼下方 留下一道黑色的剪影 遮住眼底的波澜 形成一望无际的黑 没有人知道陆亭川在想什么 就连他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对于田勇而言 他的沉默就是允许 很快的田勇又命令人 拿了两个大麻袋过来 和刚才一样 袋子里装着活物 在袋子里扭动得厉害 周玉儿有了刚才的教训 这会儿早就溜到人后面藏着去了 当袋子丢在地上 一条条又粗又长的蛇 从里面游出来 比起刚才那些小蛇 这些蛇绝对算得上是成年蛇 最小的 一只手只怕是握不过来 大的 更有男人手臂那么粗 品种更是奇形怪状 一条条凶狠毒辣 纳兰宇瞠目 刚才那些小蛇 已经让他的承受力达到了极点 绝不可能再承受这些巨大的家伙 他想到过任何残酷的行刑 但是没想到 陆婷川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他怕了 真的怕了 遇到一个恶魔 他只能举手投降 等一下 纳兰宇终于开口 所有人眼底一亮 那反应就好像从黑暗中看到了光亮 唯独陆婷川一个人 眼底依旧是平淡无澜 他望着纳兰宇 眼神深不可测 田勇无疑是最激动的一个 还以为纳兰宇有多将 没想到这么快就妥协了 他自喜地看向陆婷川 那样子颇有几分求表扬的感觉 但是等待他的却只是一记冷眼 田勇善善地收回目光 还不快把蛇给招回来 石灵对旁边的人吩咐道 田勇和石灵是一起跟陆婷川打江山的 田勇虽说有胆量 但是察言观色方面 比起石灵还是差得远了 就好比陆婷川那一记冷眼 田勇还在心底困惑 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石灵就知道 赶紧让人把纳兰宇 身上的蛇给招回来 纳兰宇感觉到身上的东西 都不见了之后 整个人彻底地松懈了下来 长长地吐了口气 整个人松懈下来之后 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 就连苍白的唇瓣 都颤抖得厉害 一团黑影笼罩下来 一双男人的脚出现在眼底 纳兰宇抬起眼眸 看到陆婷川就在面前 他高高在上 犹如王者般 从上而下地看着他 纳眼神冷漠而平淡 纳兰宇松开得双手又扣紧 狠立的目光 弯在他身上 那样子 好像将他拆吃入腹 都难解他的心头之恨 但是陆婷川 无所谓他是什么眼神 只是冷冰冰地开口问道 想好了 与其说陆婷川在问他 倒不如说 他是在变相地暗示他 虽然这个暗示并不明显 但是他还是希望 纳兰宇不要太降 在他这里 这样只会让自己多受更多无畏的折磨 思维适当地灵活一点 不是胆小怕事 而是机智 如果是他 他会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是周虹的人 纳兰宇知道他跟周虹不和 在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幕后指使者是谁 却又不得不说出这个指使者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说周虹就是他的幕后主使 这样起码能让他暂时保住性命 不是陆婷川护着纳兰宇 而是他想要知道更多 不管那个字条是不是给纳兰宇的 至少纳兰宇对他还有很多用处 后面的石林和田勇都走了上来 周月儿也想知道纳兰宇是谁派来的 回去好告诉父亲 所以他也走了上来 快说 田勇见纳兰宇默默唧唧 等不及地催道 纳兰宇将他们一个不落地看了一遍 必须要记住这一张张 折磨过他的人脸 有朝一日 他势必要报仇 但是 他最后的目光 在周月儿那里停了下来 算起来 周月儿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周月儿陷害 他又怎么会受这般折磨 对 第一个要报仇的 就是周月儿 突然 纳兰宇神色一正 既然要报仇 何不现在就开始 纳兰宇重重地盯了一眼周月儿 收回目光 说道 是周红派我来的 这个结果说出来 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周月儿则是震惊之余 冲出来指着纳兰宇 你胡说 纳兰宇 你不要诬陷我爸爸 我爸爸对陆少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说吧 他又转向陆亭川 惊慌失措地替他父亲解释 陆少 我保证 我爸爸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你不利的事 你千万不要相信 大兰宇这个贱人说的话 他肯定是想临死前找个垫背的 你千万不能中了他的计 他跟你父亲无冤无仇 为何偏偏要拉你父亲做垫背的 第1226集 这 这 大肯定是对我记仇 所以才诬陷我爸爸的 周月儿一把抓住陆亭川的手臂 满眼都是不安和惧怕 陆少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的话 我爸爸是冤枉的 陆亭川盯了他一眼 随即又看向纳兰宇 陆亭川没有说话 就那么直接地看着他 纳兰宇知道 陆亭川在等自己说话 他接着说道 我就是中红指使的 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宝藏 还想 纳兰宇 你给我闭嘴 你口口诗诗 说你是我爸爸的人 但如果你真的是我爸爸的人 我又怎么可能在你口袋里 搜出你是奸细的证据 难道我想害死我爸爸吗 周月儿刚刚是惊慌 但是这会儿冷静下来 才找回理智 如果纳兰宇是他父亲的人 他应该帮着纳兰宇 隐瞒那个证据才对 又怎么可能会揭穿他呢 纳兰宇这招 用得未免太失败了 但是纳兰宇接下来的话 让周月儿又是无言以对 我只说是你父亲的人 没说是你的人 难道你父亲安排多少人 在这里卧底 会让你知道 纳兰宇暗示这里另有卧底的目的 是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到时候 他才有动手的机会 你 周月儿气劫 现在跟纳兰宇争执 也是多此一举 先把陆婷川稳住 这才是关键 陆少 千万不要被纳兰宇蒙骗了 他这是在挑拨你跟爸爸的关系 想让你跟爸爸闹到两败巨烧 他们最后愚翁得利 陆婷川沉冷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纳兰宇一眼 面色沉了沉 都带走 陆少 陆少 你千万不能小心纳兰宇 陆少 周月儿还想追上去 但是被石嶺给拦了下来 只能对着陆婷川离开的方向 大呼小叫 周小姐就别白费力气了 跟我们走吧 你们 你们想干嘛 周月儿吓得小脸煞白 想到他们刚才用蛇折磨纳兰宇 该不会也要用蛇折磨他吧 周月儿更加恐惧起来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敢碰我的话 我爸爸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纳兰宇再后看着周月儿被带走 心想 难道陆婷川真的相信我的话 以为我是周红的人 不 不可能 陆婷川那么精明的人 不可能相信我是周红的人 如果真的认为我是周红的人 就不可能在他受伤的时候照顾他 还帮他隐瞒周红 他身受重伤的事 所以 陆婷川 只是单纯的想留我活口而已 纳兰宇最后被怎么带出刑房的 他也不知道 身上的锁链被除去后 他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夜深 房门被人从外面轻轻地推开 一道黑影走进来 脚步在窗前停下 借着外面的月色 隐约能看到床上人的脸 只是他睡得并不安宁 眉头紧紧地锁着 双手抓着被子 呼吸时而急促 时而又平静下去 但是紧隔一瞬 就又急促起来 看上去 是被吓得不轻 不 不要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纳兰宇不安的睡梦中 恐惧无助地呢喃着 陆婷川静静地立在那儿 黑暗中 看不清他的情绪和神色 只是将他 称得愈发地冷漠 纳兰宇被可怕的梦魇折磨着 梦中全是蛇 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 密密麻麻地朝他游过来 他想醒来 却又怎么都醒不过来 然后 他看到了他的哥哥 看到哥哥被绑在椅子上折磨 浑身鲜血淋漓 在奄奄一息中向他求救 哥 哥 对不起 对不起 纳兰宇的声音哽咽了 两行轻泪 从眼角滑下 梦里 他依旧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没有人能帮他 没有人能怜悯他 路亭川的眼底忽然有了一丝变化 他沉沉地看了眼床上的人 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 走的时候 将门砰得一声关上 被折磨在梦魇中的纳兰宇猛得惊醒 路亭川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 而是来到楼下 管家正打算下去休息 却看到路亭川下来 该不会是自己眼花了吧 管家揉了揉眼睛 还真是陆少下来了 管家赶紧走上去 陆少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有没有安神药 有 怎么 陆少失眠了 俺尽量冲进水里 给楼上端过去 管家一愣 楼上 楼上除了陆少 就只有纳兰宇 所以 陆少的意思 是给纳兰宇送过去 管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收到一记冷眼 打了一个机灵 汉手说道 哦 是 我这就去 陆少半夜下来吩咐是 管家绝对不敢耽误 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 端着水杯出来 看到陆少还坐在沙发上 管家心有不解 但是也没敢问出来 端着水杯上了楼 到了纳兰宇的门口 管家敲门 进来 纳兰宇被噩梦惊醒后 就没有再睡 听到有人敲门 他愣证了一下 才应声 然后伸手将 房间里的灯打开 管家端着水杯进来 面目含笑 啊 纳兰宇小姐醒着呢 正好 我跟你送杯水来 大半夜的送水 这一点都不合逻辑吧 纳兰宇看着管家递来的水 水在灯光的照射下 特别的清澈 但是 这杯水 真的能喝吗 管家自然知道 大半夜送水不正常 也能想到纳兰宇的猜疑 他又说道 晚上的饭有点咸了 我担心纳兰小姐口渴 所以就给准备一杯 该不会是 打扰到纳兰小姐休息了吧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管家是伺候的细心罢了 不过纳兰宇 真的不记得昨晚吃了什么 更别提胃口了 只记得 他在昏昏迷迷中 有人为他吃了点东西 况且 陆婷川想要他的命 绝对不至于用下毒 这种复杂的方式 他的手段 要么残酷 要么直接 没有 我刚好有点渴了 第1227集 纳兰宇接过管家递来的水 直接喝了两大口 他确实是渴了 因为刚才那个噩梦 把他吓得一身冷汗 就算管家不送水上来 他也打算下去倒杯水 管家任务完成 急着下去赴命 说道 那纳兰宇就早点休息吧 我先下去了 多谢 纳兰宇微微焊手 管家离开后 纳兰宇又喝了一口 这才感觉好一点 胸口也顺畅了 靠了一会儿 很快又觉得困了 纳兰宇关了灯 重新躺了下去 夜 重新恢复寂静 房间里 一世清乱 冷得可怕 纳兰宇正正地望着天花板 迟迟不敢闭上眼 害怕再重复梦里 那些可怕的画面 这辈子 他都不要再看到 那可怕的一幕 但是他想 他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再忘记 那可怕的一幕了 管家下来 果然 陆少还在那儿等着 他静字走过去 焊手说道 陆少 已经送上去了 纳兰小姐 也已经喝了 陆婷川沉冷的面色 微微缓了缓 起身就走 管家一头雾水 半夜三更下来 让送杯安神药水上去 陆少 确定不是在梦游 陆婷川走了两步 忽然又停了下来 你允许改了称呼 啊 管家正想着事情呢 意识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管家机灵得很 下一瞬便明白了过来 哦 陆少的人 我们自然不敢怠慢 虽说那个纳兰宇 是陆少的敌人 但也是陆少 唯一有过的枕边人 有了这层关系 他们绝对不敢怠慢 哪怕是一个敌人 记住了 他是我的敌人 陆婷川提醒了一句 便提步上楼 是 管家老老实实地在后应声 只不过 陆少这样刻意地提醒一句 又是想说明什么呢 怕他们忘了 还是怕自己忘了 纳兰宇睡了一夜好觉 而且一觉醒来 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 这一觉睡得是很沉 但是醒来后 头昏昏沉沉的 又像没睡醒 又像是睡多了 这时房门被人敲响 纳兰宇理了理头发 说道 进来 房门被人推开 是管家走了进来 管家手里还端着什么东西 大概是吃的 还冒着热气 纳兰小姐醒了 嗯 管家将吃的放在床头柜上 说道 这里是留的早餐 还热着呢 多谢 纳兰宇的态度淡淡的 那我就不打扰纳兰小姐了 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随时吩咐一声 管家的态度特别好 特别是昨晚路上的举动 更是让管家 不得不对纳兰宇态度好一点 没准哪天 形势就变了呢 管家离开后 纳兰宇看了眼桌上的吃的 并没有吃 下床去卫生间洗漱后 才过来吃了几口 陆婷川现在 把他这样好吃好喝的供在这里 又是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他现在 应该是没空来收拾自己 估计这会儿 是在忙着找周虹的麻烦 周虹得知陆婷川 扣了他女儿周玉儿之后 又从中了解到详情 便气势汹汹地 跑来兴师问罪 换做是任何人 周虹可能都会顾忌一下 但是纳兰宇 他绝对不怕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跟纳兰宇接触过 不怕陆婷川 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所以周虹敢理直气壮地 赶过来兴师问罪 陆婷川听说周虹过来 从楼上下来 周虹倒是直见 陆婷川刚下来 他就走过来 看门见山地问道 陆少 听说我家玉儿 昨晚在你这里待了一夜 周总消息还挺灵通的 陆婷川勾起嘴角 似笑非笑 这件事 他让人封锁了消息的 玉儿昨天说来你这边 之后一直没有回家 我派人打听了 你楼下的安保 说玉儿自从昨天来之后 就没有再离开过 所以我才直接找了过来 周虹也是想好了来的 自然不会露出任何破绽来 陆婷川也不急着 找周虹的麻烦 走到客厅那边坐了下来 管家 再把昨天发生的事 跟周总汇报一下 周虹最恨的 就是被陆婷川这个 二十几岁的晚辈不当回事 时常还会摆架子压他 所以他做梦都想把陆婷川给除去 自己挪上正位 只是没想到的是 陆婷川看似年纪轻轻 居然如此不好对付 周虹也到客厅这边坐下来 管家如实地跟周虹说了一下昨天的事情 主要的一点还是关于卧底这件事 但是管家没有直接把纳兰宇给暴露出来 周虹闻言后 雷霆大怒 拍桌而起 胡说八道 周总 请注意一下您的行为 周虹忍住气氛 又坐了下去 跟陆婷川说道 陆长 我希望你把这个人带出来 我一定要跟他当面对事 还要让他知道 诬陷我周虹的人 是什么下场 周虹做出一个凶狠的动作 以彰显他的圣怒 陆婷川深深地看了一眼周虹 对旁边的管家吩咐道 那就把人带上来 周虹愣住 这样的反应和面上原本的怒气腾腾 极为突兀 他没想到陆婷川会这么好说话 这让他来前准备的各种应对的话 都显得多余了 关键是 陆婷川从来都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今天 难道是心情好 那更不可能 刚查到自己这里有卧底 他没有杀几个人泄气 算是好事了 又怎么可能会心情好 很快的 管家把人带了过来 但并不是纳兰宇 周虹原以为肯定是纳兰宇 所以坐在那儿 听到脚步声靠近后 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反正纳兰宇跟他无关 他问心无愧 但是 当人被带到面前之后 周虹猛的一惊 继而 面上都变了变 怎么不是那个纳兰宇 而是 周虹这下慌了 以最快的速度 藏起自己刚才的惊慌 重重地盯了被带来的人一眼 谋色缩了缩 这个陆婷川 原来是早有预谋 原来陆婷川早就知道 狼头是他的人 却还利用纳兰宇这号人物 把他给引过来 管家带来的这个人 就叫狼头 也是周虹 安插在陆婷川这里的眼线 只可惜 这个人 早已经被陆婷川 列入了怀疑对象中 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拷问 这次借用纳兰宇的事 无疑是个不错的机会 周总 对此人并不陌生吧 第1228集 陆婷川的这招 就是为周虹而设计的 自然是将周虹的所有反应 都看在了眼底 当然不陌生 路上这里的人 多少有些野兽 周虹这会儿 气势汹汹要质问的气焰 已经灭了 现在是满心的忐忑和不安 因为周虹不确定 这个狼头 到底有没有叛变 如果狼头 把他已经卖了的话 他现在的处境 岂不是很危险 只是眼熟那么简单 陆婷川 陆婷川现在已经肯定 这个狼头 就是周虹的人 不然老奸 俱华的周虹 不会表现出 刚才的紧张 周虹无从回答 他这个问题 索性 来个先发制人 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在路上 面前诬陷我 说你是我派来的卧底 我告诉你 我跟路上合作多年 对路上是忠心耿耿 路上对我 也是深信不疑 你休想在其中挑拨 实际的话 赶紧报上名来 或许路上 会考虑饶你不死 狼头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回来 路上这边说 周虹已经把自己 给出卖了 可周虹现在 又说出这样的话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狼头 在路上这里 有什么话 大可以放心大胆地 说出来 听到的事 有路上担着 周虹一听这话 便更加不安了 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狼头 那眼神 就好像在警告他 不要乱说 路上 周总 求你们扰路吧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狼头 还是不敢揭穿周虹 毕竟还有家人 攥在他的手心里 但是路停穿这边 他更加不敢得罪 所以只能糊弄 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敢滥语冲数 留在路上的地盘 你找死是不是 周虹勃然大怒地站起来 手里已经多了一把家伙 对准了狼头 狼头大惊失色 周总 你 你不能 狼头还没说完 周虹扣动了扳机 一声巨响 子弹穿进了狼头的胸口 鲜血喷剑的到处都是 就连旁边的管家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 周虹会在路绍的地盘上动手 在路绍这里 这可是大忌 可想 周虹内心有多心虚 多恐慌 但是动了手 接下来的处境 也是要他面临的 路亭川坐在那 整个人 像是从寒冰中催出来的一样 阴森地叫人害怕 路上 实在不好意思 一时冲动 遭了您的地方 我立马叫人过来处理 不必 我后院的家伙 会很喜欢这样的美食 以后周总那边 有这样的情况 不妨都送来这里 我随时欢迎 路亭川 居然阳唇笑了一下 难得能看到他这样的笑容 虽说好看 但是在周虹眼里 却只觉得甚得慌 他看了一眼 躺在雪坡中的人 那双眼睛 还死死地瞪着他 只一眼 周虹便不敢再看第二眼 他已经将人给杀了 如果连个尸体 都拿去喂畜生的话 想到这里 周虹猛地打了个寒击 可是 在这种时候 路亭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已经算是万幸了 周虹绝对不敢说不 管家 带周总去后院参观一下 周虹在心底 爱骂路亭川卑鄙 他已经同意将尸体留下了 路亭川却还要他亲眼 去看着他的人 被他那些残暴的畜生 撕得粉碎 楼上 纳兰宇听到巨响后 对这个声音很敏感 想出来看看 但是又怕自己遭殃 站在房门里 贴着门板听了听 等确定外面没有动静后 他才打开门 打算出去看看情况 不过 手握到门把的时候 他又顿住了 纳兰宇折回去 端着杯子 假装下去倒水 这样 显得他不是刻意 出去打探情况的 敢在路亭川这里 动家伙的人不多 最大的几率 是路亭川自己动的手 可是 他是对谁动的手呢 纳兰宇心里好奇 人已经来到了楼下 一眼就看到客厅里 那刺目的血迹 庸人正在清理 即便是清理了一些 依旧还是有很多 刚刚那个人 只怕是九死一生的 希望都没有 管家看到他 赶紧走了过来 纳兰宇小姐 你怎么下来了 有什么事 吩咐医生就好 我想喝点水 纳兰宇说道 他可不敢过问 刚才出了什么事情 况且 这跟他也没有关系 好 我去给你倒 管家拿着他的水杯 去倒水 纳兰宇瞥了眼客厅那边 几个人在清理 很快就把血迹 清理掉了 但是浓郁刺鼻的血腥味 迟迟没有散去 纳兰宇特别不喜欢 这个味道 甚至觉得犯偶 所以管家给他倒了水 他就端着水杯 匆匆地上楼了 只不过 刚走到转弯口 就听到楼下的庸人 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情 纳兰宇的脚步 下意识地顿住 那个周虹可真够狠毒的呀 居然对自己的人都下刺毒手 可不是吗 为了自保打死自己的卧底 死了就算了 还把人给送去喂狗 真是瞎了眼 才会跟上这样狼心狗肺的主子 是啊 要怪就怪自己瞎了眼 跟错了主子 这也好 让浅在咱们这里的卧底瞧瞧 赶进陆寿的地盘 就是找死 赶坐周虹的卧底 下场就是喂狗 纳兰宇听着这席对话 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陆亭川此举 无疑是杀鸡尽猴 刚才那些庸人的话 没准也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好给他打个警钟 当然 也可能只是闲聊 但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 绝对是给那些图谋不轨的人 下了一个天大的警钟 即便是死了 还要被丢去喂畜生 根本不敢继续往下想 安静了几天后 纳兰宇算了算日子 离一个月的时间 仅剩几天了 而他的分数还保持很高 也不知道 是不是陆亭川 把这件事给忘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 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陆亭川有时候 几天可以看不到人影 但是这里的庸人 却一个不见少 每天巡视的人到处都是 只有晚上会把手得松懈一点 所以 纳兰宇想动手的话 只能考虑在晚上 第1229集 这晚 纳兰宇迟迟没有睡 准备在人都睡下之后 出去探探情况 夜里零点过后 外面安静了下来 纳兰宇已经掌握到 这里的巡逻 零点后会减少一批 两点后又会减少一批 只留下值班的人 纳兰宇零点的时候 已经下去转了一圈 先打探一下情况 又回到房间 打算两点后再出去 但是 没等到两点 他的房门就被人敲响 纳兰宇微惊 这个时候 谁会上来 是陆亭川的话 他根本不会敲门 难道是管家 进来 可是外面 却迟迟没有动静 而且刚才那两下敲门 敲得有点轻 不像是管家 平时的正常敲门声 而且都这么晚了 能有什么事呢 纳兰宇好奇起来 他下床 穿上拖鞋去开门 他小心翼地拉开房门 发现门口并没有人 他更加好奇了 刚才明明是听到 有人在敲门的 他又探出头去 四处看了看 也没有人 纳兰宇若有所思地 站在那儿 突然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他眸色一缩 赶紧跟了上去 上次没有跟踪到 这个神秘人 这次居然来挑衅他 就不幸 次次都抓不到你 纳兰宇一口气 跑到了平台上 在那道黑影 转弯消失的最后一刻 被他眼尖给看到了 他又跟了上去 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刮着 一股股钻进了 他的胸腔里 但是他现在 一心顾着追那个黑影 已经顾不上寒冷 他这一次 是本着 是不要追上 这个人的决心 所以追得很卖力 对方躲得也很小心 而且对方 对这里的一切 都很熟悉 显然就是这里的人 眼看两人的距离 越来越近 纳兰宇咬牙 加快速度 但是就在这时候 对方突然转弯 害他意识没有杀柱 冲过了头 等他再折回来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站在那儿 大口大口地喘气 这个人 比他想象中 狡猾得多了 纳兰宇又下意识 朝黑衣人消失的方向 瞥了一眼 无意间发现 几米之外的地方 掉了个东西 引起了他的注意 纳兰宇走过去 弯腰捡起地上的东西 一个小管子 在夜灯下 里面呈现着黄色液体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望了望一片寂静的夜色 心里有些懊恼 又一次被这个人给逃了 他又看了看手里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准备拿回去琢磨一下 好巧不巧 刚回到楼上 就跟从房间里出来的 陆婷川撞了个对面 纳兰宇明显一惊 陆婷川也没想到 会在这个时候 碰到纳兰宇 并立刻注意到 他手里的东西 他问道 你去哪儿了 刚有人敲了我的门 然后不知踪影 我追出去 看到一个 个子不高的黑人 追了一会儿没追上 从地上 发现了这个 纳兰宇说着 将手里的东西 举给陆婷川看 这种时候 不说实话 也逃不过陆婷川的手 陆婷川的目光 移向纳兰宇手里的东西 目光 骤然划过一丝金色 小心 陆婷川冲过去 揽住他的腰 一把夺下他手里的东西 紧接着 将那东西丢了出去 但是 东西在脱手的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炸开 里面的液体 被炸溅在他身上 陆婷川拧眉 闷哼一声 纳兰宇完全不明白 怎么回事 只听到陆婷川痛苦的闷哼 还有滋滋的声音 然后 是一股难闻的味道 他侧头看向陆婷川的时候 发现他脸色难看 眉头皱得紧紧的 你怎么了 陆婷川紧抿着唇 没有说话 目光瞥向地上那块 被烧焦的地毯 眼眸里 射出一道阴丽的光 纳兰宇心惊之余 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看到刚才还好端端的地毯 这会儿居然被烧焦了一块 上面还冒着烟 他惊呼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块地毯 所以 刚才那个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居然在短短几秒内 将一块地毯烧成这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纳兰宇回过神来 又闻到一股异痒的味道 余光一偏 便看到陆亭川手臂上的睡袍 坏了一个大洞 也是烧焦的痕迹 纳兰宇抓过他的手臂一看 他手臂上 一块鸡蛋大的黑色烧伤 也还在冒着烟 纳兰宇捂着嘴 震惊又恐惧 他根本不敢想象 刚才那个东西 在自己手中爆炸后 会是什么后果 陆亭川身上只是被溅了一滴 就这么严重 那么刚才那些毒液 如果溅到他脸上两三滴 便可以让他面目全非 这时候 楼下的管家听到 上面有动静 匆匆地上来 一眼望过来 只看到路上搂着纳兰宇 管家还担心 自己上来的不是时候 刚准备在没被发现之间 退下去 但还没转身 就被纳兰宇给叫住了 管家 快找医生过来 管家一听这话 顿时慌了 而且纳兰宇的声音里 明显带着焦急 管家连忙上来询问 啊 出什么事了 纳兰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是看向陆亭川的手臂 又看向地上 管家顺着纳兰宇的视线看过去 首先看到 地毯被烧焦了一块 怪不得 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 再看看陆亭川的手臂 管家也是大吃一惊 陆少 这 刘酸 我这就去找梁医生过来 麻烦纳兰小姐 扶陆先生进屋 纳兰宇点点头 听到刘酸两个字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怪不得有如此吓人的威力 原来是刘酸 纳兰宇将陆亭川扶进房间 看他似乎很虚弱的样子 面色葱白 就直接把他扶到床上躺下 陆亭川手臂上的伤 看上去很恐怖 一块肉硬生生被烧糊了 凹了一块进去 纳兰宇帮他将睡衣的袖子 直接剪了下来 方便梁泽西过来后处理伤势 从头到尾 陆亭川一言未发 可能也是在心里琢磨 对方用硫酸的用意何在 和纳兰宇现在脑子里很乱 什么思维逻辑都找不到 大约十几分钟的样子 梁泽西来了 这么晚找他过来 他也知道肯定不是小事 没有像平时那样 先发一顿牢骚 然后才办正事 这次一到 就开始给陆亭川检查伤势 第1230集 是硫酸 不过这种硫酸中 被加了些东西 可能还有病毒 纳兰宇的心不自觉地沉了沉 有病毒 是不是意味着会侵入人体 只听梁泽西又说道 这种硫酸 加入病毒后 在触碰到热度之后 会发生化学反应 也就是膨胀爆炸 如果液体伤害到肌肤的话 会在几秒钟之内 烧焦人体的部分面积和肌肤 最重要的是 这块肌肤 没有可能再恢复 哪怕是整形 也无法将整块烧焦的都挖出 也就是说 那块烧焦的部位 以后都没办法 重新生长出新肉了是吗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那其中的病毒 对人体是否有害 这么担心 梁泽西调侃他 纳兰宇拧了命唇 这跟关心无关 只是觉得他是为了救自己 过问一下 还是应该的 如果不是他 现在面目全非的 就是自己 严重的话 命都没了 既然是病毒 多少有点害处 至于害处有多大 还得让我查查 这个是什么病毒 如果运气不好 遇到什么流感呀 或者疫情病毒的话 没准小命都保不住了 梁泽西一边帮陆婷川 处理伤口 一边回他的话 纳兰宇看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他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岂不是很严重 过了一会儿 梁泽西将陆婷川的伤势 处理好 说道 你这样的伤势 可能会疼几天 忍着吧 梁医生 陆婷的伤势 需要注意哪些啊 要注意的多了 梁泽西停下手里的事物 面上严肃了一些 他这个伤口比较特殊 三天内不能沾水 一周内不能泡澡 超过十分钟 接触水源也不行 知道吗 还有 我开的药 必须每天早晚按时上药 过几天 晚会过来观察情况 说完 梁泽西继续收拾东西 准备要走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他说出去的话 却没有等到回应 又抬起头 看了看管家 看了看纳兰宇 问道 你们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听到了 管家后知后觉 他以为纳兰宇 会应声的 毕竟 他才是陆绍的私人女佣 梁泽西又对纳兰宇问道 你呢 纳兰宇愣住 然后是一脸 关我什么事的表情 我知道 你肯定想说 关你什么事 梁泽西 自言自语地说道 纳兰宇还想说一句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 就算他要负责照顾陆廷川 这里的人 可能也不会同意 也不会放心 因为他 可能会杀了陆廷川 前几天的那场精神上的折磨 他依旧记忆犹新 那件事 就好像一把匕首 插在了他的心脏里 至今都没有拔出来 他觉得 只有杀了陆廷川 或者让他承受同样的折磨 他才能将那把匕首拔出来 尽管陆廷川刚才也救了自己 但依旧无法改变 他内心的痛恨 梁泽西交代了一些事 管家送他离开 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陆廷川闭着眼睛 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纳兰宇见他睡了 本也想离开的 但是看他脸色还是不太好 梁泽西又说 这三天里 尽量不要让他身边离开人 所以纳兰宇就等了一会儿 等管家回来 帮他将被子盖好 又把灯光调得暗了一些 这时候 房门被人打开 管家又折了回来 纳兰小姐 陆少这几天就麻烦你照顾了 纳兰宇以为管家进来 会把他赶走 却没想到 说了句和他想象中 完全相反的话 难道管家就一点都不担心 他对陆廷川不利吗 纳兰宇没有拒绝的余地 因为现在还在合约期内 他还是陆廷川的女佣 管家离开后 纳兰宇观察了一下床上的人 伸手在额头上试了试他的体温 一切都正常后 他找了一条小被子 今晚就在沙发上将就一晚 睡下后 纳兰宇很快就进入了那个 缠了他几天的荷梦 梦里 他依旧是被无数条蛇密密麻麻地围攻着 有的紧紧地缠绕着他 缠得他呼吸都困难 有的咬他 锋利又尖细地齿尖扎进皮肉里 疼得不那么钻心 却叫人渗得慌 还有的钻进他耳朵里 鼻子里 眼睛里 嘴里 他在梦中拼命地挣扎 可是铁链将他牢牢地锁住 他挣不开 他想喊人求救 却又喊不出来 突然 陆婷川就出现在他面前 他欣喜地以为 陆婷川是来救自己的 可惜 他只是来看好戏的 他不但没有帮自己 最后还拿了一条巨蟒过来 那巨蟒比他的大腿还要粗 样貌凶神恶煞 张开血盆大口 从他的脚 一点一点地将他活吞了 终于 纳兰玉从噩梦中挣脱 醒了过来 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 面无血色 满头大汗 因为受惊过度 他整个人待着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侧头看向床上 他的轻叫 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床上的人 但是纳兰玉看着陆婷川的眼神 渐渐变得很利 仇视 就好像刚才 在梦中盯着陆婷川的眼神一样 梦里的眼神 还有些绝望 而现在 只剩下痛恨和愤怒 他这几天所受的恶梦折磨 都是拜陆婷川所赐 一天没有逃离这里 他就随时可能面临 比那天更残酷的折磨 所以 杀了陆婷川 才能拔了他胸口那把锋利的匕首 纳兰玉的大脑 像是被魔咒了一样 满脑子都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了陆婷川 杀了他 杀了他 这三个字 不断地在纳兰玉的脑海中响起 循环 纳兰玉双手扣得紧紧的 手臂上雪白的肌肤下 轻轻暴突出来 最后 随着大脑的唯一念头 他来到床边 床头柜上摆着一把医用的长剪刀 是刚才梁泽西收拾东西的时候 落下的 纳兰玉拿起剪刀 握在手里 目光落在陆婷川的胸口 找准心脏的准确位置 必须确保一下毕命 万一给陆婷川反击的机会 那就不知道是谁先死了 纳兰玉的目光 又移到了他的面上 如此一张风华绝带的面容 却偏偏怀着一颗冷血残忍的心 不能怪他心狠手辣 在面对随时要自己命的敌人 他必须心狠 此刻 从遇见陆婷川之后 遭到他所有的折磨羞辱 都如同滔滔洪水般 呈现在了纳兰玉的脑海中 第1231集 没有任何时候 有此时此刻这般清晰 哪怕是发生了当时 也没有这一刻 在脑海中那么清晰 那种羞辱 撕裂他身体的痛 那冷酷的子弹 无情地穿透他的肩胛 那冰冷的匕首 插进他肉体里 那无数条蛇 啃视着他的灵魂 所有的一切 都让纳兰玉恨之入骨 他必须为心底的恨 找一个慰藉 这个慰藉 就只有杀了陆婷川 才能溢解心头之恨 此刻 纳兰玉全身充满了怒恨和杀戮 高高举起手里的剪刀 认准那心脏的位置 眼神很利 神情猙獰 手握紧 将船身的体力 都攒在了手上 用力地扎下去 可是 就在这时 床上的人突然动了动 眉头紧皱 发出轻微的一声闷哼 纳兰玉吓坏了 惊慌失措地 将握着剪刀的手 藏到了身后去 一双眼睛 惊恐地盯着床上的人 呼吸都屏住了 以为他要醒了 一分钟过去 床上的人 没有醒过来 纳兰玉 这才深深地吐了口气 整个人从紧张中 一下子松懈了下来 靠在床头柜上 大口大口地换着气 他果然 不适合做杀手 如果换作专业的杀手 陆婷川这会儿 早就命丧黄泉了 再次想动手 已经找不回刚才 那份尽头和勇气 哪怕是再去回想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亦是找不到 刚才那般憎恨 特别是在看到 陆婷川手臂上 伤口伸出的血丝 心底的决心 就更加不定了 举起的手 控制不住 颤抖得厉害 几次想试着下手 但是都没有下得去 另一只手将握着剪刀的手 一把握住 希望能控制颤抖 但是 在松开的时候 还是无济于事 这种想杀一个人 却下不去手的滋味 也是一种折磨 纳兰宇恨自己没用 面对一个恨之入骨的仇人 却下不去手 不行 他必须必自己动手 杀了这个人 拔了心脏里的那把匕首 纳兰宇闭上眼 酝酿了大概一分钟 再睁开眼 眸色一粒 扣紧手里的剪刀 再一次狠狠地扎下去 但是 锋利的剪刀 还没有扎进 陆婷川身体的时候 手腕突然被扣住 床上的人居然睁开了眼 醒了 纳兰宇大惊失色 不等他下一步反应 眼前突然一阵天翻地覆 紧接着 落入软绵绵的床上 身体被死死地置骨住 身体传来一阵麻疼 像是骨头 要被拧碎了似的 陆婷川 纳兰宇挣扎着 但是他胶弱的身体 又哪里能对抗得了 陆婷川一米八截的高大身躯呢 双手被举在头顶 牢牢地恨住 身体被他死死地置骨着 无法动弹 你想杀我 陆婷川的语气中 居然含着笑意 是 我想杀了你 让你下地狱 陆婷川眼底划过一丝异色 但随即细血地说道 就凭你 是的 就凭我 就算我这次杀不了你 总有一天我也会杀了你 因为你就像插在我心口的一把匕首 只有杀了你 那把匕首才能通通快快地拔去 所以 我一定会杀了你 如果现在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下手可能会比刚才更利落 可惜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 错过一次或许就是一辈子 既然这么恨我 刚才为什么犹豫 陆婷川高大的身躯 居高临下地朝他靠过去 那张俊逸的脸压在只有两拳之隔的距离 声眸盯着他 纳兰宇正住 难道他根本就没有睡着 而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 自己刚才犹豫了吗 为什么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呢 纳兰宇盯着他看了一瞬 忽然却笑了 哼 我没有犹豫 我只是在想 怎样让这把剪刀插进你心脏 能让你死得痛苦一点 你说 是一下插进你心脏 再拔出来 还是一点一点插进去 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自己心脏被戳穿的滋味 纳兰宇将这样血腥的话 说得轻描淡写 还一副在征求他意思的态度 纳兰宇 陆婷川咬着牙关 眉心突突折跳 神色凛冽 激怒了他 纳兰宇笑得更加猖狂了 眼底却擒着很利 开口依旧是轻描淡写 我觉得一刀毙命太便宜你了 我想你也觉得不够刺激 所以应该拿把刀扎进你心脏 让你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脏 从热血渐渐的变入死灰 或者让你也尝尝 被千万条蛇啃尸的滋味 啃得你千疮百孔 生死不能 说到最后 他眼眶心红 语气也有些激动 陆婷川皱眉 目光下移到他脖颈 明显看到 他锁骨上 有隐约的伤痕 陆婷川不由分说地 扯了他身上的睡袍 入目的是 雪白的肌肤上 密密麻麻的伤痕 从上到下 全部都是蛇流下的齿痕 纳兰宇整个人 瞬间赤裸地暴露在他面前 纳兰宇又羞又闹 以为陆婷川又想侵犯 他挣扎着身体 愤怒地警告他 陆婷川 你要是再敢侵犯我的话 我会跟你拼命 陆婷川根本没有想 对他怎么样 但是纳兰宇 偏偏用这种警告的口吻 来刺激他 这一点 是他最忌讳的 陆婷川一把 捏住他的下巴 说道 就你现在这样 你打算拿什么 跟我拼命 我一定会杀了你 好 好 我给你机会 陆婷川被他激怒了 还从来没有人 敢这样挑衅他 警告他 折磨他 更别说是这样一次次 要以残暴的手段杀了他 陆婷川粗暴地将纳兰宇 翻过身压在床上 扯下自己睡袍上的袋子 将他的双手摁在头顶 直接捆住 用膝盖抵住他的腿 动作一如既往的粗暴 残酷得毫不留情 纳兰宇痛的闷痕 火辣辣的感觉 从体内传来 那种皮肉被活生生撕开的感觉 碰得他连连屏住了呼吸 这是他又一次 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身体被硬生生撕开的痛苦 手扣着床单 背质紧绷着 不让自己发出声来 但是陆婷川就像是发泄一样 一下比一下重 一下比一下猛 撞得他五脏六腑都要一位了 陆婷川的持久 他是领教过的 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 在房室上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等他停下来的时候 纳兰宇已经气弱油丝 趴在床上 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呼吸 证明他还活着 陆婷川泄愤之后 眼底的裂印和阴狠都散了一层 床上的人久久没有动静 陆婷川起身 将他翻过身来 他满身湿汗 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 贴在脸上 那样子有点狼狈 纳兰宇原本已经昏昏欲睡 被他这样粗鲁地翻过来 又清醒了一些 掀起眼眸 盯着他的眼神像刀刃一样 一刀一刀地弯在他身上 陆婷川对他的眼神不以为意 挑起他的下巴 轻挑地开口 不是还要杀我吗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都不会放弃杀了你的念头 纳兰宇绷着牙关 他现在对这个男人恨之入骨 恨不得一口咬死他 你确定你这个念头 能扛得住我的折磨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杀你只是随时随地的事 留着你 还可以随时泄气 畜生 陆婷川眸色一领 纳兰宇 激将法用一次就够了 你总是这样的挑衅我的话 会让我以为你很喜欢 我刚才那样对你 你混蛋 纳兰宇低吼 怒得发抖 就算这个世上 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也不可能看上你 还有 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的技术差到糟糕吗 除了折磨和痛苦之外 真的是找不到任何感觉 说到最后 纳兰宇甚至有几分 嫌弃他的感觉 陆婷川正住 只觉得一股热血 直往脑门上窜 冲着他大脑 一时有些短路 他没想到 纳兰宇会说出这种不知死活的话 敢蹬着他的面 嫌弃他的床上技术 纳兰宇 你他妈找死 陆婷川面上僵冷 眼神阴森 一把抓住他的柔软 用力捏在手心 那样子 像是要把他捏碎似的 纳兰宇粗眉 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痛哭出声 看着他被激怒 被羞辱 嘴上像是上瘾了似的 是 我是找死 但就算我找死 也无法改变你不堪的烂技术 陆婷川的眉心突突直跳 捏着他的下巴 说道 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帮你找两个 专业的男人来伺候 好啊 你最好在旁边学着点 不然 你未来的妻子 一定会很可怜 遇到你这样一个 烂技术的男人 可怜又可悲 纳兰宇也是气急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只觉得 能刺激到陆婷川 就是报复 就很过瘾 陆婷川嘴角直抽 第一次被人如此赤裸裸打击的他 一时间难以接受 他载着满身的力气 翻身下床 砰的一声关门声 震得整栋楼都晃了晃 纳兰宇秉着一口气 许久才呼了出来 连续喘了好几口 整个人这才松懈了下来 一世气静 让他有种已经死亡的错觉 纳兰宇紧绷的神经松懈了下来 他豁出去刺激陆婷川 就是抱着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可是 没想到陆婷川会就这样走了 放过了他 或者 他真的会去找男人吗 或许会吧 也或许 只是走了 但是并不是 陆婷川很快又折了回来 手里 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 纳兰宇在疑惑 他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被打击后 肯定不可能再折回来的 可是他却回来了 纳兰宇 不知道他又回来做什么 但绝对不是好事 男人我这里多的是 不过 你没有资格享受 我觉得 你的建议还不错 决定从今晚开始 就好好地练练技术 陆婷川拿起遥控器 将电视机打开 纳兰宇上一秒意识到了不妙 下一秒 电视屏幕里 就出现了少儿不移 他预料得没错 纳兰宇不顾身上的疼痛 跳下床就要逃走 可是 还没到门口 就被陆婷川给抓了回来 他双手还被绑着 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但事实上 即便是没有被绑住双手 他也不可能是陆婷川的对手 陆婷川 你放开我 你跑什么 陆婷川将他抵在墓柜上 怕了 怕了你可以求我 只要你跪下来像里面的女人一样 我就考虑先防护 纳兰宇本能地瞥了眼电视屏幕 只一眼便抽回了目光 恨恨地丢给他三个字 你休想 那就乖乖做我练技术的玩物 陆婷川 你不得好死 纳兰宇咬牙切齿 陆婷川此刻满身燃着火焰 根本不在乎纳兰宇怎么咒骂 反而 纳兰宇越是跟他来应的 他越是粗暴 陆婷川是下了狠心要惩罚他 要让他为挑衅嫌弃 打击一个男人的性能力的行为 付出代价 是的 纳兰宇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到最后 他还是求了陆婷川 陆婷川听到他的求饶 停了下来 看他已经气若犹死 陆婷川心底的气焰 也终于散去了 陆婷川抱着他 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 刚刚最后那一次 居然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那感觉 陆婷川没有去深究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他确实有了感觉 陆婷川正冲地坐了一会儿 抱着纳兰宇回到床上 两个人倒进床里 纳兰宇依旧是没有反应 陆婷川也是第一次 体会到轻疲力尽 看向身旁的女人 被折磨过后 狼狈又可怜 她内心滑过一丝 别样的情愫 很陌生 但是她没有去深究 闭上了眼 第二天 陆婷川醒来的时候 床上的女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房里的暧昧还未散去 弥漫在空气里 仿佛在彰显昨晚的疯狂 陆婷川伸手在床头柜上 拿过手表看了一眼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把手表丢回去 摁了摁沉重的眉心 即便睡了几个小时 身体依旧是酸软无力 真的从来没有像这样萎靡过 那种从灵魂深处 被透支的经历 并不是睡一觉 就能补充回来的 另一边 纳兰宇是扶着墙 才勉强回到房间的 她直接去卫生间洗了个澡 不顾身上的伤势 把自己里里外外 都洗了个干净 整个过程 她大脑都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洗好澡 纳兰宇倒在床上 抓过被子 将自己裹得紧紧的 可是 那种寒冷 依旧笼罩着她 冷得她瑟瑟发抖 不敢去回想 昨晚那噩梦般的一夜 闭上眼 又昏昏沉沉地 睡了过去 陆婷川再次醒来 已经是晚上七点 而且还是管家 进来叫醒了她 望着窗外的一片夜色 陆婷川正了一会儿 陆少 纳兰小姐那边 还没有动静 是不是要过去看看 管家等了一会儿 见她心事重重 便问了一句 管家虽然不知道 陆少和那个纳兰宇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 但是早上进来的时候 房间里一片乌烟瘴气 两个人的衣物扔了一地 又睡在一张床上 管家是过来人 不用想也知道 发生了什么 所以管家这一天 就没有上来打扰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 听庸人说 纳兰宇回了自己房间 管家寻思着 这俩人都迟迟没有动静 这才上来叫醒了陆庭川 去看看 再跟梁泽西拿两盒 去八糕送过去 是 管家焊手 果然 陆少对这个纳兰宇 还是挺上心的 管家离开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梁医生昨晚交代 陆少的伤口 三天之内千万不能沾水 一周之内不能 行了 我不是笼子 陆庭川不耐烦地 打断了管家的话 下床镜子去了卫生间 昨天梁泽西交代的话 他都听见了 陆庭川吃了饭 重新回到房间 他难得这样 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也难得晚上 这么早就回房间 看着庸人 换得整洁干净的床上用品 心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还凝起了眉 因为大脑里不断地重复着 纳兰语口中那句 陆庭川 你技术太烂 不怕死的女人 居然敢挑衅她的技术 但是她的技术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因此 陆庭川超级郁闷烦躁 最后 他拿起手机 给梁泽西打了个电话过去 什么情况 怎么样才能让女人舒服 什么 电话那头 梁泽西愣了一下 她是听错了 还是接错电话了 梁泽西把手机从耳边拿开 再三确定来电人 只听电话里 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怎么样做 才能让女人舒服 喜欢 上言 陪她 吃饭看电影 给她买钻石 买衣服 带她环游世界 或者 床上 不是 你是想问在床上 取悦女人 差不多 电话里 梁泽西愣了几秒 坏坏地笑了两声 那你得先告诉我 你要取悦谁 你管我要取悦谁 反正不会是你 陆婷川怒了 本来就是很心不甘情不愿问的问题 她还那么多废话 真是且骂 是我的话 我可能马上会考虑从地球消失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什么样的天资绝色的女人 居然能让我们陆少 下功夫去取悦 谁说我要取悦女人了 我问问还不行吗 行 当然行 那你废话那么多 到底知不知道 知道 当然知道了 我还告诉你 你算是找对人了 下面 我给你讲解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基础 接下来是一段长篇大论 陆婷川用了一百分的耐心听他说 可是 到最后 梁泽西却给他来了一句 总而言之 只要功夫到家技术到备 女人嘛 保证 雨仙 雨死 从此 那是对你 中毒 上瘾 陆婷川 咬牙 直接砸了手机 说了半天 都是废话 自己要是知道什么功夫到家 技术到位 还用得着打电话问他吗 他也是脑子坏了 这种事 居然还去问别人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 这郁闷的时候 房门被人敲响 进来 房门被人推开 管家匆匆走了进来 面色凝重 陆婷 不好了 纳兰小姐发烧了 四十度 陆婷川皱眉 怎么会发烧 不清楚 不知道 是不是身上的伤口感染了 陆婷川沉不走出去 来到纳兰雨的房间 推开门 一眼就看到床上的人 面颊上 扶着一层红霞 本就皱着的眉心又紧了紧 走到床前 手再自然不过地伸过去 在他额头上试了试 那烫手的温度 让陆婷川的眉头 拧出了一个穿字 让梁泽西过来 已经打过电话了 管家早就知道 陆婷要找梁医生过来 所以提前就打了电话 这会儿 正坐等表扬呢 陆婷川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管家善善 不过陆绍表扬谁 通常都是以实际行动来表扬 口头表扬对于陆绍来说 都是废话 大约十五分钟的样子 梁泽西赶到了 近来一句话还没说 就被陆婷川直接逼去 给纳兰雨做检查 梁泽西也是一肚子委屈 愣是被他给塞了回去 给纳兰雨检查后 得出结果 肩上的伤势出现感染 引起的发烧 梁泽西直接问陆婷川 你是不是又揉腻人家了 陆婷川面色沉了沉 只给他一记冷眼 没作声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他的伤势一个月之内 不能做剧烈运动 你是不是 说到这里 梁泽西欲言又止 觉得 说再多都是废话 还不如省点口水 他打开医药箱 给纳兰雨处理发炎的伤口 本来伤口都已经结痂了 而且很快就能痊愈 这下好了 被陆婷川这么一折腾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严正给削下去 再结痂 让他更难想象的是 陆婷川到底是 发了多大的疯 把人折腾成这样 结痂的伤口 都能被他给折磨破开 到感染 他这个臭脾气 真不知道以后 哪个女人能想得住 处理好纳兰雨的伤口 因为感染程度比较重 只能输液消炎 梁泽西给纳兰雨打好针 一大瓶水 至少要挂一个小时 我建议你呀 弄个女人到这里来 第1234集 陆婷川看向梁泽西 没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看着我干嘛 没听懂啊 我的意思是说 弄个女人过来照顾她 方便又安全 要指望你照顾的话 只怕这伤不会好了 你那边安排一个过来 你当我万能的耶 梁泽西现在是发现了 自己是又要帮她看病 又要帮她出谋划策 最后还要帮她找人来照顾她女人 她是招谁惹谁了 怎么就偏偏让她给遇到 陆婷川这个魔人精了 最最重要的是 陆婷川的地盘 哪里是什么人 都能随随便便安排进来的 万一出什么事的话 那就真的是说不清了 最近我不会在这边 言下之意 她不在这边 安排人进来 不用那么苛刻 只是照顾纳兰 于几天而已 她相信 这个时间 不会太久 梁泽西已正 梅听说陆婷川 最近有什么行程呀 你又要去哪 陆婷川没有很快 就回答她的话 而是若有所思地 沉映了一瞬后 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度假 丢下两个字 她就沉步走了出去 度假 梁泽西表示非常惊讶 这么一个不懂情调的人 居然想起来去度假了 她下意识 看了眼床上的女人 度假 不应该是跟女人 一起去度假吗 梁泽西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陆婷川一个人 坐在客厅沙发里抽着烟 她忽然想起 陆婷川要去度假的事情 还是压不住内心的好奇 走了过去 你之前打电话问我 取悦女人的事 该不会就是为了 度假准备的吧 陆婷川给她一记冷眼 她还敢问 陆婷川不说话 梁泽西就当她是默认了 就更加好奇了 到底跟谁啊 有没有照片 我看看什么样的角色美女 能把你给迷的 生活地倒 陆婷川抓起 茶几上的烟盒 就砸了过去 滚蛋 我说我要跟女人 去度假了吗 不跟女人度假 那你好端端的 为什么取悦女人 梁泽西将烟盒揭在手里 顺便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陆婷川嘴角抽了抽 我是男人 不问取悦女人 难道还问取悦男人啊 难道我不需要做爱的吗 梁泽西被她吼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轻挑地笑了 我还一直以为 你对做爱没兴趣 滚 陆婷川这一次 直接丢了烟头过去 梁泽西反应敏捷 跳开了 难得见她气急败坏 当然要趁机 好好的调侃一下 不是我说你啊 就你这样 即使功夫再好 女人也吓跑了 陆婷川又给她一记冷眼 梁泽西无所谓她的冷眼 继续说道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是水做的 你就像对待水一样对待她 温柔 耐心 再调个情 外加功夫 好一点 我敢保证 是女人 都抢着甘拜在你胯下 滚蛋 滚蛋 纳兰宇因为发烧 昏睡了三天后才醒过来 醒来后 房间里多了个女护士 护士见她醒过来 似乎挺高兴的 纳兰小姐 你终于醒了 纳兰宇微微汗手 趁着身体坐起来 有水吗 有有有 你等一下 我给你加点热水 护士帮她 对了一杯热水过来 为她喝了两口 好点了吗 嗯 我还想再喝一口 好 护士又为她喝了两口 纳兰宇 这才觉得好一点 她又靠近床里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纳兰宇看了护士一眼 摇摇头 要说不舒服 她可以说是 肉体和灵魂都不舒服 特别是双腿间 隐隐地疼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她 那晚所受的羞辱 只听护士又说道 你已经昏睡三天了 肯定是饿了 我下去看看 有没有吃的 哦对了 路上昨天就出远门了 带走了这里不少人 所以我现在是负责照顾你 直到你伤势痊愈为止 路挺川走了 是 好像是外地有什么事 走得挺急的 说是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纳兰宇有些愣着 路挺川走了 是不是意味着 她的机会来了 不 路挺川明知自己的动机 又怎么可能让她轻易得逞 所以这其中 肯定是有诈 说不定是 路挺川设了圈套 在等她钻呢 但不管是不是有圈套 她都要去冒险 必须争取 尽快拿到东西 她真的是一分一秒 都不想在这里忍受了 因为她想象不到 再这样耗下去 还会遭到怎样的折磨 又过了几天 纳兰宇的伤势 已经结痂了 她来到外面 想观察一下这边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上厕听护士说 这边的人都被撤走了不少 那么防卫 是不是会松懈一点呢 纳兰宇在楼上转了一圈 至少没有看到 平时到处巡逻的人 然后她下楼 看看一楼是什么情况 管家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 有着忙不完的事情 但是看到纳兰宇下来 管家便走了过来 纳兰小姐 你怎么出来了 出来透透气 透透气也好 不过外面起风了 有点冷 我知道 出去战战就进来 纳兰宇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管家便没再说什么 纳兰宇来到外面平台上 扫了眼四周 只看到两个人在把守 平时大门口把守的人最多 起码五六个 她又去转了一圈 也没看到什么人 看来 人确实是撤走了 不然不可能这个点 就没人寻视了 纳兰宇已经大概掌握了 准备回去 外面确实很冷 算起来 已经进了大寒天了 第1235集 刚到门口 就被田勇给撞见了 田勇看到他 就充满了敌意 你怎么出来了 谁让你出来的 我又不是犯人 为什么不能出来 在这里 你比犯人还要危险 所以 你必须被关起来 不 是锁起来 纳兰宇懒得跟他理论 反正在这里 他就只有任人宰割 而且陆廷川现在不在这里 田勇对他的偏见又很大 惹他 绝对没有好处 管家听到有人说话 走了出来 看到是田勇 是田勇来了 管家 这个女人 得锁起来 不能让他在这里随意走动 这个 管家有些为难 陆少走的时候 交代他们 要照顾好纳兰宇 这要是锁起来 不合适吧 你不用为难 这也是陆少的意思 哦 好 听说是陆少的意思 管家必毫无顾忌了 纳兰宇就知道 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危险人物 在防守松懈的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让他在这里 出入自由呢 将他限制起来 就不担心他存在危险了 这是个好主意 随后 纳兰宇被带上楼 田勇和管家离开了一会儿 然后两个人 搬了一张椅子 进纳兰宇的房间 那椅子看上去很沉 两个人抬着 都吃力得很 纳兰宇庆幸的是 把他锁在房间里 而不是那个 阴气重重 亡魂未散的刑房 不然 他肯定会噩梦连连 夜夜不能安睡 最后纳兰宇被锁在了椅子上 双手双脚都锁着铁链 可谓是插翅难飞 田勇再三检查之后 确定都锁好了 这才跟管家一起离开 纳兰宇被这样锁着也无所谓 反正他手里有东西可以开锁 但是他不能马上就逃走 得让田勇那些人松懈下来 才能行动 纳兰宇乖乖地被锁了几天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这晚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醒了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扎头发的橡皮筋里 拿出了那根铁丝 通过一番努力 这才将手上的锁给打开了 费力打开了一个之后 其他的打开就顺利多了 然而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动静 他慌忙地将锁链 又套在手上 捡起地上的被子 盖在身上 假装睡觉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门口站着一个黑影 纳兰宇眯着眼 想看看是谁 这不看还好 看到门口的人 他心底大惊 一个个子不高的人 是之前他发现两次 却都没有抓住的 那个黑衣人 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他的脸 但是这个身影 却特别地熟悉 这一次 总算是看到对方的脸了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人 好像叫小刀 小刀没有进来 只是在门口看了看 就重新将门关上 然而 管家的声音 这时传了过来 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那就早点下去休息吧 紧接着 纳兰宇听到脚步声 越走越远 应该是他们走了 他舒了一口气 幸好没有被发现 他们这次巡视过了 接下来 应该就不会再来了 这下 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地 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纳兰宇很快就打开 所有的铁链 换上衣服 这次 他是抱着必须得手的决心 拿到东西后 他会直接逃离这里 所以这里 也不会再回来了 该带的东西 他都要带好 纳兰宇很小心地离开房间 来到陆亭川的书房 自从上次进入他书房之后 对于书房的锁 已经了如指掌 几秒钟的时间 就顺利将门锁给打开了 他手拿电筒 在书房里仔细找了一圈 藏宝图那么重要的东西 陆亭川绝对不可能随便乱放 所以肯定是在非常隐蔽的地方 纳兰宇停下来 仔细观察书房的格局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但是光凭肉眼 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 他又趴在地上 敲了敲地板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今晚是个绝佳的好机会 如果错过的话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如果陆亭川回来的话 难度只会更大 所以纳兰宇下定决心 不惜任何代价 都要找到那个藏宝图 他又在可以藏东西的书架和书柜上 悄悄摸摸 看看能不能发现 有什么机关之类的 找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机关 纳兰宇有些心急了 该不会是被陆亭川带走了吧 可是管家说陆亭川走得很急 半夜起来后 就直接乘车离开了 所以他根本不会进入书房 而且藏宝图那么重要的东西 陆亭川不可能因为防着他一个人 而冒险把东西带在身上 退一步来说 如果藏宝图不在这里 他们又何必把他看得那么严谨呢 纳兰宇思来想去 觉得藏宝图还是在书房里 可是如果在书房里的话 到底放在哪儿了呢 这里他都翻了个遍 连每一本书都翻了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突然 传来一声猫叫声 纳兰宇惊了一下 难道又是陆亭川的那只猫 来捉他这个盗贼了 纳兰宇朝猫咪的那个通道走过去 果然看到 小猫咪慵懒地趴在地上 看到他 小猫咪站起来 走到他脚下 纳兰宇蹲下去 将小猫咪抱起来 小猫咪 你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是不是又来抓我的 小猫咪慵懒地应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回答是 还是回答不是 纳兰宇愧叹一声 将小猫咪放在腿上 轻轻地摸着他的头 小猫咪 陆亭川那么恐怖的人 你为什么要那么忠心地 留在这里呢 难道你不怕他吗 小猫咪叫声更洪亮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在抗议他的话 纳兰宇将小猫咪放回地上 说道 小猫咪 我今晚不能听你的 因为 我必须要找到 你主人的藏宝图 然后离开这里 否则我会死在这里 知道吗 他摸了摸小猫咪身上的绒毛 算是安慰他了 小猫咪文言后 嗖地一下从他手上跑了 纳兰宇只以为他走了 但小猫咪跑出去几步 又回过头来 对他瞄了一声 第1236集 纳兰宇不明 站在那儿看着小猫咪 小猫咪不走 又对他叫了一声 纳兰宇奇怪了 就走了过去 纳知道 他走过去 小猫咪又跑了 纳兰宇现在 哪有时间跟小猫浪费 所以他又停了下来 小猫走出去一段距离 好像是察觉到他没有跟上来 所以也停了下来 回头发现他还真没有跟上来 小猫就又冲他叫了一声 纳兰宇奇怪 难道小猫是要带他去哪儿吗 在这儿好奇 纳兰宇跟了上去 果然 他跟上去 小猫就继续朝前面走去 然后转向里面 又从另一边书架掉头 绕来绕去 纳兰宇都被绕晕了 他明明把这里都找了个遍了 怎么感觉 这边的书架他没来过似的 小怪 就怪陆婷川这间书房太大 而且格局设计得很奇怪 像迷宫一样 小猫终于停了下来 纳兰宇看了看当下的位置 除了书架 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 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他蹲下来 对地上的小猫问道 小猫咪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小猫不吭声 腿一瞪 跳上了一个书架 在书架上来回走了几遍 纳兰宇看着纳闷得很 不明白小猫咪到底想干嘛 又总觉得小猫咪不对劲 感觉像是在找什么 就在他想着的时候 突然哐的一声 吓了他一跳 然后便看到书架自动移开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居然真的有机关 而且还是藏在这种 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紧接着 地上的地毯弹开一条缝 纳兰宇连忙走过去 蹲下 这么隐蔽的地方藏着机关 里面肯定藏着重要的东西 希望是他要找的藏宝图 他挪开地板 看到里面放着东西 东西上盖着黑色的布 将布拿开 是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 里面一张牛皮 看上去应该就是藏宝图 纳兰宇已经迫不及待 拿起那个牛皮图打开一看 里面画着各种各样的线路 他看不懂 但是图中间有一个用红笔标记的宝字 特别的明显 纳兰宇确定 这就是他要找的东西 太好了 真的找到了 他顿时觉得有种重获新生的喜切 拿了东西将一切又恢复原样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猫忽然叫了一声 纳兰宇回头 看到小猫蹲在地上 正看着自己 他于心不忍 走过去蹲下来说道 小猫咪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可是 你帮我找到藏宝图 你的主人回来 会放过你吗 小猫咪叫了一声 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纳兰宇忽然想到了什么 要不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小猫咪朝后面缩了缩 表示不想跟他一起走 纳兰宇感慨 不管陆婷川多么恐怖 依旧有那么多人 誓死为他效力 甚至包括一只小猫 你不跟我走 万一被陆婷川知道你出卖他 他会杀了你的 纳兰宇不想连累一只小猫 小猫不作声了 安静地趴在地上 纳兰宇见他意已决 便也不再勉强 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 我们只能就此别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 纳兰宇忽然有种不舍 那种不舍不知道源于哪里 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但不管怎样 他必须离开这里 只有离开这里 他才能解脱 纳兰宇从书房离开后 没有走电梯 因为电梯下去 一楼肯定有人把守 所以他打开了安全通道的门 悄悄地从楼梯离开这里 到了楼下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楼下的情况 把守的人确实有 但还好 不算很严谨 纳兰宇守了大约二十分钟 才等到一个人去了卫生间 他趁机离开 出了大楼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逃离 纳兰宇太想逃离了 所以一口气跑了几百米远 这才停了下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回头望着那栋高高的大楼 楼顶永远都亮着灯光 那就是囚禁了他一个多月 让他受尽折磨的地方 不 那里是地狱 魔鬼地狱 属于他的地狱 明明应该恨之入骨 可是此刻 他却发现自己的内心 居然没有那么多的恨 不 不是没有恨 而是 一阵寒风吹过来 吹醒了纳兰宇的意识 也吹散了他的思绪 收起所有的一切 转身消失在了夜色中 终于 终于很快 就可以和久违的哥哥团聚了 这是他人生中唯一的期盼 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小时候 那开心幸福的一幕幕 哥哥背着他在小河边玩耍 他坐在哥哥的肩头上 唱着他们最爱的童谣 春暖花开 哥哥带他去捉蝴蝶 秋收时分 哥哥带他去偷果子 酸酸甜甜的果子 至今还让他回味无穷 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这样简单又幸福的日子 直到某一天 他们兄妹俩被迫分开 从天天黏在一起到一面难求 天大的转变 将他从天堂打入了地狱 自从和哥哥分开后 他们兄妹俩曾经发过誓 会努力在未来的某一天 让一切都重新回到从前 不管平复都要不离不弃 他一直没有忘记 那个深夜 他们偷偷跑出来见面 在那棵老槐树下许下的承诺 但是也因为那次见面 遭到了一顿毒打 纳兰宇还清楚地记得 那次被打的 躺在床上半个月都不能下地 好在 这一切都即将成为过去 他们很快就能履行 曾经许下的承诺 很快就能又在一起了 另一边 在纳兰宇离开大楼后 陆婷川便接到了管家那边的电话 路上 纳兰宇已经带着东西离开了 派人跟着 跟丢了就自行了断 是 陆婷川在纳兰宇 伤势好的差不多的时候 制造出离开的假象 就是为了给纳兰宇提供时机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下一步 纳兰宇应该是联系他的对家见面 到时候大鱼浮出水面 他就可以知道对手是什么人 纳兰宇也会知道他被利用的事实 第1237集 这一夜 纳兰宇彻夜未眠 看着黑夜到天明 迫不及待地想要联系那些人 终于等来了天亮后 他找了个公用电话 给那些人打电话过去 但是对方接了电话后 却没有要求马上见面 而是让他等电话 纳兰宇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他现在刚从陆亭川那里逃出来 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发现他跑了 肯定是在四处抓他 他很想早点把东西给对方 救出哥哥后 兄妹俩远离这里 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过上安逸简单的生活 但是现在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实现这个心愿 他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三天后 纳兰宇终于等到了对方的电话 并给了他地址 郁闷了三天的心情 一下子就变好了 想到马上就要跟哥哥见面 那种激动和期待 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或者说 没有言语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纳兰宇打了个车 直奔目的地 但是走了一半的路程 对方又改了地点 无奈之下 纳兰宇只能让司机重新换目的地 但是 这次快到地点的时候 他们又改变了时间 要求推迟一小时见面 纳兰宇有些恼了 感觉对方是故意在耍他 但是哥哥还在对方的手中 他只能听从对方的意思 他决定 就在这里等一个小时 下了车 纳兰宇哪儿也没去 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来 他知道 对方之所以变来变去 又推迟时间 肯定是对他不放心 不知道多少人 想得到陆亭川手中的藏宝图 却一直没有得到 而他不过用了一个多月 便拿到了手 这一点 自然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不过他坦坦荡荡 不怕对方怎么视察自己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用藏宝图 换哥哥的自由 一个小时 很是漫长 纳兰宇坐在寒风中 耐心地等待着 一遍遍打开手机看时间 可是 时间却偏偏走得那么慢 在最后几分钟的时候 他盯着手机屏幕 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 不过 没到点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纳兰宇惊了一下 看到屏幕上的电话 联盟接了起来 对方又换了地点 但是离这边不算太远 纳兰宇就忍住没有发火 挂了电话从路边拦了一辆车 再次前往目的地 十五分钟后到了地点 是靠海边的一个码头 纳兰宇站在对方指定的地点 很快的 有人过来接他 去见联系他的人 来到一艘大游轮前 纳兰宇见到了对方 对方是个平头 留着小胡子的人 他假惺惺地笑道 不好意思啊 纳兰小姐 让你辛苦了 纳兰宇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瞥向对方的身后 包括四周 都没有看到他的哥哥 难道对方没有信守承诺 没有把哥哥带来 我哥哥呢 纳兰小姐别急 请随我们进去详谈 对方抬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不用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把东西交给你们 你们放了我哥哥 就这么简单的事 纳兰小姐 总不能要我们当着这里这么多人的面 做交换吧 纳兰宇瞥了眼海边来来往往搬运的人 最后只能跟着对方进了船舱 这里这么多人 量他们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纳兰宇跟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并没有哥哥 只有两个庸人 见他们进来给他们上了茶 拼头男对他还算客气 纳兰小姐请坐 不用了 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麻烦纳兰小姐 把东西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 你们先让我见到我哥哥 纳兰宇也留了一手 至今为止 他只有在视频里看见过一次 谁知道过去的一个多月 他们有没有往死里折磨他哥哥 而且陆廷川的话 他一直记在心底 万一他们拿到东西后 还是不放人怎么办 如果东西确定是真的话 我们自然会放了你哥哥 你们没见过真正的藏宝图 就算我拿个假的过来 你们能分辨得清吗 纳兰小姐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 纳兰宇跟他们僵持了片刻 没办法只能将东西拿出来 他观察到 对方的眼神明显一亮 紧紧地盯着他手里的东西 看来这些人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是纳兰宇没有把东西 马上给他们 他说道 东西就在这里 希望你们最好履行当初的承诺 你放心 我们绝不是那种不守诚信的人 对方马上露出一脸讨好的表情 纳兰宇将东西递过去 对方几乎是一秒都没顿 把东西接了过来 另一个人也凑过来看平头南手里的地图 由于地图路线复杂 他们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但是看地图的细致性和复杂化 肯定不会有错 图你们已经拿到了 我哥哥在哪儿 对方将图纸当宝贝一样装进口袋 却跟他说 你哥哥不在这里 你们耍我 纳兰小姐先不要生气 我们只是将你哥哥 送到另一个地方好好休养 等纳兰小姐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一定会让你们这对 情深义重的兄妹团聚的 你们又想怎么样 就在刚才 我们接到上面的命令 想请纳兰小姐再帮我们一个忙 你们出尔反尔 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办事 纳兰宇态度坚定而决绝 如果今天他们不放了哥哥 他很可能会跟他们拼命 对方挑眉 难道纳兰小姐不想救你哥哥了吗 纳兰宇呼吸一众怒目而视 只听对方直接说道 我们培养纳兰小姐用枪 也不是白培养的 现在上面唯一的命令 就是除去陆情川 所以只要纳兰小姐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就立刻放了你哥哥 第1238集 纳兰宇的心肩 莫名地触动了一下 大脑里不自觉地浮现出那张 跟他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的男人的脸 这一刻 他居然想不到他的坏 而是想到他救自己的那一幕 如果在此前 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杀了陆廷川 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下手 但是 被这伙人耍了之后 再让他去杀陆廷川 他做不到 因为这伙人已经不能再相信了 正如陆廷川所说的 即便他完成任务 他们也不可能放了哥哥 说不定还有下一个任务等着他 直到他在任务中丧命为止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 但是 我要先亲眼见到我哥哥 他必须要先确定 哥哥到底在不在他们手中 如果真的在的话 他再想其他办法 但如果哥哥根本不在他们手中 他岂不是白白帮他们做事了 实不相瞒 你哥哥在你来之前 已经被老大带走了 你想见的话 我可以帮你向老大申请 好 你现在就帮我申请 但我先把话说明 见不到我哥哥 我是不会再答应你们任何条件 而且 我还要去报警 纳兰小姐少安无葬 我稍后给你好消息 对方拿着手机去了外面 纳兰宇站在那等着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 但是他现在没有退路 他现在只想确定 哥哥的所在处和安全性 大约等了五分钟 平头男打完电话 重新走了进来 他说道 老大说了 现在不方便见人 但是可以通过电话视频 看一眼 电话视频就免了 我可以等到方便见面的时候 再来找你 话毙 纳兰宇转身就走 走到船舱外 对方没有反应 纳兰宇觉得 这样走了 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反正对方已经拿到了地图 他们并不损失什么 而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几次险些丧命 最后不但没有救出哥哥 连一面都没有见到 他心里自然是不甘心 所以 必须要让对方觉得 他还有利用价值 纳兰宇眼底流步一转 脚步顿住 回头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忘了告诉你一句 你手中的地图 还缺一块 纳兰宇 你 纳兰宇冷笑一声 提步就走 眼看着纳兰宇 走出了控制范围 另一个男人 走上来说道 大哥 不 不能让这女 女人就这样走了 平头男双手扣紧 一脸的凶恶 不着急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女人 能嚣张多久 可 可 可老大那边 怎么交代 先把地图拿回去交差 暂时不能说地图还缺一块 好 纳兰宇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会不会相信她说的话 如果信的话 对方肯定还会找过来 如果不信的话 她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三天后 纳兰宇没有等到对方的任何音讯 她甚至有种想去报警的冲动 但是冷静下来想想 还是放弃了 对方之所以小心翼翼 步步为营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她若是去报警 激怒对方的话 她们肯定会对哥哥下毒手 在不确定哥哥到底在不在他们手中的情况下 她不能拿哥哥的生命去冒险 一周后 纳兰宇还是没有等到对方的消息 她已经等不下去了 难道是对方发现 那个图是完整的 发现她在说谎啊 肯定是这样 不然 对方不可能这么有耐心 一周都不联系她 纳兰宇手里拿着电话 一直在犹豫 该怎么主动联系对方 如果说答应他们的要求 未免将自己的处境置之得太被动了 她不能让他们觉得 她是刀板上的鱼肉 可以任由他们宰割 这样的话 条件是个无止境的东西 她想到了一个唯一的借口 就是要求见哥哥 不过 没等她电话打出去 一个电话先打了进来 是陌生的号码 但是纳兰宇才肯定是他们 喂 纳兰小姐 是我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哥哥 你现在就可以看 打开手机就能看到 喂 喂 纳兰宇还想说什么 但电话里 已经传来了嘟嘟嘟的盲音 她看了看手机 已经断线了 混蛋 但很快 电话又响起了一声提示音 纳兰宇打开消息 是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男人 她一眼就认得 哥哥 纳兰宇激动地喊了出来 但是视频里的人 什么都听不到 接下来 让她痛苦的一幕发生了 视频角度调整之后 纳兰宇才看到 里面的人跪在地上 然后被人拽起来 绑在一个十字架上 衣服被扒了 旁边是一堆火 火堆里 烧着一块块通红的铁 再然后 有人从火堆里 拿出了一块 烧得红通通的铁片 不 不要 不要 纳兰宇抱着手机呐喊 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铁片 被烙在了她哥哥的身上 她的呐喊 却阻止不了任何事情的发生 视频里也同时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 那一下 就好像烙在纳兰宇自己身上一样 甚至比烙在她身上 还要让她痛苦 她整个人 硬生生地跌在地上 清楚地感受着 胸口那凌迟般的痛 痛到她骨子里 痛到血液中的每个细胞里 痛得她抓狂 而绝望 另一边 石灵正在向陆婷川汇报 近日跟踪纳兰宇的情况 陆婷川听说纳兰宇 自从在码头跟人会面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这让她觉得不太正常 确定没有其他出口 陆婷川担心下面的人跟踪的不到位 按理来说 纳兰宇跟人接头后 交出了东西 却没有见到她哥哥 不应该就这样没了下文呢 这其中 到底还有什么牵扯 我们的人已经查过了 确确实实没有其他的出口 对于石灵办事 陆婷川一直以来 都是很放心的 可是纳兰宇那边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对方交不出她哥哥 那么就是双方闹掰了 通常这种时候 对方应该对纳兰宇杀人灭口 这是最惯用 也是最干净的手段 但是对方没有这么做 而纳兰宇也就这样离开了 没有再去纠结她的哥哥 难道说纳兰宇之前 真的是在演戏 她确确实实是对方的人 第1239集 石灵 你怎么分析这件事情 这 有话直说 依我看 这个纳兰宇 没准跟她哥哥一样 都是这伙人里面的集中一员 至于什么救她哥哥的话 大概只是为了帮她的行为 做掩护罢了 要不然 他们见面后 为什么风平浪静呢 肯定是纳兰宇 完成任务 被表扬了一顿 然后放假回去休息了 哪来什么被逼无奈 为了救她哥哥 才迫不得已 跑他们那头去投地图 那些话 不过是装可怜 想博得同情罢了 关键是 还有人真的上当了 不仅是上当 还入迷了 唉 过真是红颜祸水啊 英明了一世的陆少 居然也会被苦柔记所迷惑 你的意思是说 纳兰宇早就知道 他哥哥已经死了 这句话 陆婷穿困的一点都不确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 纳兰宇的话 他觉得 现实中 包括跟纳兰宇接触中 这些都可以沦为是演戏 但是梦中 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戏精 能将自己的梦 都控制在自己演戏的范围内 肯定是这样 他们这种人 拿自己的性命 都不当回事 又怎么可能 为其他人冒险呢 陆婷穿忽然发现 自己现在的思维 像个智障一样 完全失去了自主能力 经过石灵这么一说 他又觉得很有道理 要知道 上一秒他还坚信 纳兰宇不是在做戏 但是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人 还可能会奋不顾身地 为了救别人吗 反正田勇他们 都一致认为 纳兰宇是在演戏 陆婷穿刚刚已经要 相信石灵的话了 但是石灵这句话冒出来 他又陡然刷新了理智 瞪了石灵一眼 这个田勇 在暗下里 肯定没少给石灵灌思想 所以刚刚石灵说的话 肯定都是田勇他们的意思 并非石灵本人的意思 就在这时 石灵的电话响了起来 石灵掏出电话一看 对陆婷穿说道 是前线的人打来的 说吧 他接起了电话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 只听到石灵继续说道 好 你们盯好了 宁可跟丢 也不能被察觉 我们这边 会派人过去接应你们 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 石灵对陆婷穿说道 纳兰宇刚刚出门了 打了车 前往上次那个码头去了 陆婷穿眼底的谋色深了深 起身说道 我去看看 陆少 这种事 你又何必亲自去 说不定对方 是在引我们现身呢 陆婷穿微正 依石灵的意思 对方已经在怀疑 纳兰宇的可信度了 纳兰宇来到上次来过的那个码头 那艘船还和上次一样停在码头 他直接上船敲门 这次船上好像没有人 敲了门 他等了半天都没有动静 船舱内 大 大哥 那个 纳 纳兰宇 就在外面 还一个人 对对对 就他一个人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这 这边还没有发现 不过我 我埋伏在他住处的人 发现也有人 类似他们一样在观察纳兰宇 我 我觉得这个纳 纳兰宇 已经不可靠了 可不可靠 试探一下变质 去看问 是 门外 纳兰宇又用力地拍了拍门 心里窝着火 就差踹门了 就在这时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原 原来是纳兰宇小姐 快 快 里面去 让你们老大出来见我 我 我 我们老大就 就在里面 纳兰宇走了进去 那个平头男 正好也走了出来 看到他 露出狡猾的笑容 说道 纳兰小姐好 我们又见面了 少废话 快把我哥哥放了 否则 纳兰宇掏出家伙 伸手敏捷地 将枪口抵在 对方的脑门上 我要你现在 就脑袋开花 对方都没想到 他伸手这么快 而且还带着家伙 一时间都慌了神 也有人掏出家伙 对准了纳兰宇 平头男紧张地说道 纳兰宇 你不要乱来 你们今天 不把我哥哥放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 纳兰宇这一次 是铁雷心豁出去赌一把 大不了就是 把命赔进去 反正他们 也不可能轻易放了哥哥 平头男故作镇定 就算你杀了我 你也逃不了 你哥哥更逃不了 哼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 反正我哥哥 落在你们手里 也活不成 既然我哥哥 活不成了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死了一了百了 你觉得以你这点身手 真的是我的对手吗 那你不妨可以试试看 不过 子弹不长眼 你最好想清楚再动手 纳兰宇现在 已经不是三叶两语 就能吓唬到的 况且 他只要手一扣 对方脑袋就会开花 他更相信 对方不敢乱动 对方没辙了 只能妥协 你的要求 我可以答应 你先把枪放下 少跟我玩花招 现在就打电话 叫他们放人 纳兰宇才不会上当 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的手一放下 下一秒脑袋开花的人 就是他自己 电话拿过来 平头男伸手要电话 下面的人将电话拿过来 平头男接过电话 拨了一串号码出去 有情况 把人放了 好 我带他过来 纳兰宇不知道 电话里说了什么 只听到一句 把人放了 他一颗心就松了松 平头男挂了电话 对他说道 跟我走吧 去哪 你不是要见你哥哥 你让人直接放了他 那边没人 只有我知道 他被藏在那 纳兰宇有些疑虑 跟他们走的话 安全性就再度降低 可是 为了救自己的哥哥 他只能铤而走险 你最好不要耍花招 否则我不会手下留情 走出船舱 纳兰宇紧跟着平头男 不让他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 其他人一律不许跟上 第1240集 大约半小时左右 车子在七绕八绕 经过几个路口后 在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 纳兰宇和平头男一起下车 平头男在大门上 按了一串数字 然后大门打开 纳兰宇跟着走进去 一个人都没有发现 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放松警惕 这么大一个地方 没有人把手 绝对不正常 但是 他现在想要退出去 只怕已经晚了 平头男打开门 里面一片漆黑 纳兰宇顿时觉得 一股阴森森的感觉 大白天的 屋子里居然没有一点光亮 突然 啪的一声 漆黑的屋内 突然亮起了刺目的灯 纳兰宇本能地 抬手挡住眼睛 而就在这时 他感觉到手上一阵剧痛 手里的家伙脱手 纳兰宇心底暗脚不好 想还手 可惜一切 已经来不及了 纳兰宇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 他躺在冰冷的床上 环顾一圈 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 有点像是在医院 可是 自己又是怎么会在医院的呢 他趁着身体坐起来 却发觉 小腹有隐隐的痛感 那种感觉 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但他从来没有过 你醒了 一道声音传来 打断了纳兰宇的思绪 他偏过头去 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 站在床边 纳兰宇 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这里 所以 他真的是在医院 但是他昏倒前 明明是落在了那些人手中的 他们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 你是谁 我是这家私人医院的医生 原来是私人医院 也就是说 他还是落在了那些人的手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怀孕了 只可惜孩子没保住 你说什么 你放心 手术很成功 你现在只需要安心休养身体就好 对方给纳兰宇量了个体温 做了简单的检查 一切正常后便立刻离开了 纳兰宇还沉浸在自己怀孕的事情中 没有回过神来 他居然怀孕了 怀了陆婷川那个恶魔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 那次被陆婷川折磨后 因为伤口感染 昏睡了几天 所以没有吃事后药 所以 纳兰宇愣证了好一会儿 这才找到属于自己的意识 他需要庆幸一下 孩子并没有保重吗 可是 内心这样庆幸的同时 却又好像失去了什么 胸口空落落的 那里面像是被挖去了一块东西 大概是因为 失去了一个孩子吧 陆婷川 陆婷川自从得知 纳兰宇进了那间屋子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之后 就一直感觉事态不好 时间 已经磨灭了他所有的耐心 他必须知道 纳兰宇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可以几天都不出门 陆婷川 你冷静点 我们的人 一直在找机会查明情况 现在我们不知道对方 究竟玩什么把戏 我们不能让你去冒险呢 我还不至于 蠢的去送死 陆婷川拿过外套 准备要走 石灵挡在他面前 那也不行 再没有明确对方的用意 我们不能冒险 没准这是对方设的一个圈套 就等我们入套呢 那就正面跟他们干 把他们一窝端了 陆婷川现在 根本顾虑不了那么多 现在他只懊恼 纳兰宇跟对方闹翻的时候 没有出手帮纳兰宇 把人给拿下 要是那时候出手的话 现在也不至于 失去纳兰宇的消息 只听石灵说道 我查过了 那个地方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总窝点 我们要是现在围攻过去的话 不仅扑空 还会打草惊蛇 为了一个女人 拿兄弟们的精明开玩笑 这样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石灵是处处为他着想 现在 兄弟们 已经对陆婷川的做法 表示不满 他若是为了个纳兰宇 不顾兄弟们的安危的话 只会让人更加失望 陆婷川强制自己冷静下来 闭了闭眼 说道 出去 我一个人静一块 石灵担忧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才离开 陆婷川一个人坐在沙发里 一根又一根地将烟点起来 又拧灭在烟灰缸里 一包烟 没多久就空了 陆婷川觉得 自己就跟魔症了似的 满脑子 不是怎么把暗中的黑客剿灭 反倒是满脑子 都是纳兰宇的情况 而且他越想越烦躁 根本没有思绪 心烦意乱 手机在桌上 响起了一声提示音 他看着桌上的手机 像傻子一样 居然不知道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这才回过神来 手机的提示灯 一直在一闪一闪地提示着 他伸手拿过手机打开 是一条短消息 随手点开 原本没当回事的消息 但是看到内容后 却让他震惊地 哼了一下站了起来 内容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我怀孕了 纳兰宇 陆婷川握着手机 对着屏幕上的那几个字 大脑空白了许久 怀孕 陆婷川的内心 一时间很复杂 事情来得太突然 有些不能接受 不可思议 也措手不及 孩子 孩子 我居然有了孩子 陆婷川的思绪 一片混乱 他照着发信息 过来的号码 打了电话过去 但是那边想了几声后 并没有人接听 陆婷川等了两分钟 没有等到回电 又编辑信息发过去 问他在哪 很快的 消息回过来 给他发了个位置 位置 正是纳兰宇 最后去的那个地方 但是电话不接 却能发消息 难道 难道是他被控制起来 偷偷发的消息 管不了那么多了 陆婷川收起电话 先过去看看再说 在这里坐以待毙 绝对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陆婷川匆匆离开的时候 正好被石灵撞见 两个人一前一后 仅差两秒就撞对面了 石灵看他匆促的背影 有些奇怪 这么着急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石灵不敢大意 静屋找到管家 问道 管家 陆少匆匆忙忙的去哪了 不太清楚 走的时候也没说 注意到陆少接过什么电话之类的吗 好像是收到了短消息 陆少又打了个电话 但是没接通 后来应该是发了条消息 就匆匆地走了 好 我出去一下 石灵扭头也匆匆地走了 陆少这样独自匆匆地离开 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得赶紧派人跟上去保护才行 第1242集 陆亭川开车一路狂飙 原本就出众的跑车 在路上已经够引起关注了 加上惊人的速度 更是让人惊呼不已 甚至 有些车被逼得无路可走时 会摇下车窗谩骂一句 陆亭川现在满脑子想的 就是速度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内心会不自觉地 去想孩子的事情 在他不知所措中 冒出一个孩子 冷静下来 陆亭川发现 自己居然并不排斥这个孩子 相反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期待 一点点惊喜 这一点 就连他自己都很诧异 在此之前 女人在他概念中 就是废品 更别提是孩子 但是突然间冒出一个孩子 他不但没有觉得可笑 反而还傻笑了出来 瞥了眼后视镜中傻笑的自己 那才是可笑 一百八十码的惊人速度 以三十分钟的时间 抵达了纳兰语所发给他的位置 这里属于外环 刚开发的地方 人流量并不多 所以这个位置 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陆亭川停好车下来 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除了几百米之外的一个工地 再就是一眼望过去的 一处废弃厂房 远看像是废弃厂房 具体也不太清楚 里面是否有人 陆亭川并没有从正门进去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两人高的围栏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顺利进入 纳兰语自从得知怀 运有流产的消息后 整个人都是无精打采 加上身体还很虚弱 他这几天 也没有再追问 关于哥哥的事情 他很清楚 既然落在对方手里 他只能任人宰割 他尽力了 真的尽力了 从一个单纯的二十岁女孩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将自己练成了一个女汉子 从手无腹肌之力 到扣动扳机 从开朗到尘域 从单纯到邪恶 可是 依旧没能实现唯一的心愿 这大抵 就是命吧 他已经不再强求了 这一次 就让一切 都顺其自然吧 纳兰语闭上眼 不去想了 咔哒一声 像是有人开门进来 纳兰语不想理会是谁 就像这些天一样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大约过去了半分钟 纳兰语听到 和平时不一样的脚步声 他立马警惕了起来 睁开眼 偏头看过去的时候 他惊愕不已 你怎么在这里 纳兰语问这句话的时候 目光还不望 朝门口的方向看了看 担心被人发现 陆婷川看到 他手上打着针时 目光变得暴力而可怕 大手一把捏住他的下巴 像撒旦一样 双目星红 我的孩子呢 怀孕的人不能用药 纳兰语不可能 这点尝试都没有 只是 捏着他下巴的手紧了紧 只要纳兰语敢说 弄死了他的孩子 陆婷川就毫不犹豫地 一把捏死他 纳兰语眼底 划过一丝惊骇 问道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孩子呢 陆婷川咬着牙 耐着性子 执拗地重新问了一遍 纳兰语面如死灰 他觉得 自己的下巴骨 都要被他给捏碎了 苍白的唇瓣颤了颤 说道 我 我不可能给一个魔头生孩子 明明是恨之入骨的话 可是话说出来 眼角便滑落了两行泪 真的是不可能吗 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他承认 他是在借孩子 报复陆婷川 看到陆婷川为了孩子而来 而且看得出 他很在意这个孩子 大概这是自己 唯一能打击到他 让他痛不欲生的机会 也算是泻恨了 纳兰语 你凭什么弄死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 陆婷川像疯了一样 一把扣住他纤细的脖子 面目猙獰 眼神残酷 因为气急了 身体都失控了发抖 眉心突突直跳 陆婷川的内心 无数个凭什么 那好歹也是他的孩子 纵使他再过分 纳兰语也不该将对他的痛恨 强加在孩子身上 孩子是无辜的 也是他的血脉 他怎么下得去手 说他是恶魔 但是在他认为 纳兰语比恶魔还要可恨 两久 纳兰语轻悠悠地吐出一句 因为你不配 不配两个字 就像一个巴掌 甩在陆婷川脸上 再加上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眼眶赤红 扣着纳兰语脖子的手紧了紧 神情暴力 纳兰语本想死在他手里算了 反正他们之间 不是他死在自己手里 就是自己死在他手里 谁死谁活 在此刻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但是他忽然想到 陆婷川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会知道他怀孕的事情 难道是 纳兰语在没有反抗中 突然开始反抗 手指用力地抓在 他扣着自己脖子的手上 在他手上抓出血淋淋的伤痕 只想掰开他的手 陆婷川正在气头上 而且是这样一件 让他难以承受的事情 他绷着牙关 眼里的暴力和血腥 还有那浓浓的杀气 都彰显着他内心的愤怒 但是看着纳兰语 挣扎得那么痛苦 他终究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纳兰语抱着脖子一阵猛壳后 对他说道 你快走吧 从今一刻 你我再相见便是敌人 纳兰语 我会让你生死不能 陆婷川激愤地 连声音都在抖 他没有要放过纳兰语的意思 而是打算把他带走 你走 快走 纳兰语像是什么都听不到似的 用力地推他 他知道 肯定是有人利用了他怀孕的事情 把陆婷川骗来这里 所以陆婷川在这里会非常危险 纳兰语也没想到 这种关键的时候 自己居然会想到 关心他的安危 突然一阵巨响 子弹如雨般穿过了门板 飞射了进来 两个人都惊到了 来不及多想 陆婷川俯身下去 抱着纳兰语 从床上翻滚到床的另一边 蹲在地上 又是一阵枪响 他们压低头 躲在床边不能动弹 与此同时 陆婷川已经在观察 这个房间的格局 以及哪里有逃生的可能 你快走吧 他们不会杀我 你别忘了 你的命是我的 陆婷川一把将他抓回来 他手里已经多了一把枪 看样子也是有备而来 纳兰语看了他一瞬 难道他早就知道 这是个陷阱 却还是来了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能证明 他把孩子 看得胜过他自己的生命呢 只可惜 第1242集 子弹从头顶身边飞过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抬头 所以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在外面 还是已经进来了 卫生间里面有一扇废弃的门 可以通向外面 纳兰语跟他说道 陆婷川把卫生间的位置锁定 然后抬手对门口 胡乱地开了几枪 拉着纳兰语 就朝卫生间去 对方的子弹 被他的反击击退了一瞬 不过很快就发现 他们在转移地点 又开始发起了攻击 陆婷川拉着纳兰语 冲进卫生间 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并锁上 他却查看那扇废弃的门 试了两下 门锁打不开 他后退几步 抬脚猛地踹了两脚 门被踹开 两个人逃出去 已经顾不得是在二楼 陆婷川踩着空调外机 月身跳了下去 仰头对纳兰语说道 下来 子弹还在砰砰砰地飞过来 纳兰语不敢怠慢 否则肯定会被打成筛子 闭上眼 双脚一瞪 纳兰语跳了下去 纳兰语本以为 会硬生生地摔在冰冷的地面上 但陆婷川在下面接住了他 但是即使纳兰语再轻 即使陆婷川再有力气 从几米高的地方 接住一个上百斤的人 也承受不住 两个人双双摔在了地上 快 他们在楼下 紧接着楼上传来叫喊声 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就走 陆婷川拉着他 只往大门口走 但是纳兰语拉住了他 门口有人暗中看守 走这边 纳兰语拉着他转向右边 那边有个偏门 平时都是锁着的 肯定没有人看守 陆婷川时不时地回头 给追过来的人一个反击 但是子弹有限 不能浪费 可是 他们还没到门口 就被冒出来的几个人包抄了 对方朝他们举枪的时候 陆婷川一枪打在对方的手上 对方的枪脱手 陆婷川上去抢枪的时候 将纳兰语 推到了旁边的花坛后 自己多好 纳兰语赶紧躲到花坛后 不给他添麻烦 陆婷川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才躲过对方的子弹 顺便将刚刚那个人 掉在地上的枪拿到手 紧接着 一个悬身躲到了一棵树后面 开始反击对方 他的枪法很准 打出去的子弹几乎没有浪费的 一打一个准 快走 陆婷川冲着纳兰语 大喊了一声 纳兰语看到前方的人都已经倒地 赶紧冲出去 陆婷川在他身后 给他做掩护 后面的人很快就追了上来 陆婷川跟他们回接了几下 子弹就空了 丢了枪 拉着纳兰语就跑 纳兰语不想拖他后腿 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 他或许早就安全逃走了 你自己走吧 不用管我 闭嘴 陆婷川陷在满身的杀气 根本不想跟他废话 也不想听到更多的废话 你瞧我死的 死了不是正和你 纳兰语正住 不容他深思下去 整个人又被拽着跑了起来 子弹如雨 纳兰语完全不知道 是怎样从死神口中逃脱的 出了门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逃过了一劫 今天这场瓮中捉鳖 是他们精心布置好的 出了门 就被赶来截杀他们的人给撞减 陆婷川伸手敏捷 没有给对方动家伙的机会 冲上去一脚对付一个 便成功撂倒了两个人 后面的人措手不及 也上来帮忙 陆婷川手里揪着的人 没有松开 悬身一脚飞过去 将上来的人 一脚踢飞了出去 还有人后知后觉 举起枪 朝他扣动了扳机 小心身后 纳兰语联盟出身提醒 陆婷川闻言 转身将手里揪着的人 挡在面前 躲过了致命的几颗子弹 对方没有杀死陆婷川 反而误杀了自己人 一怒之下 将枪口指向了纳兰语 纳兰语注意到枪口对准自己 惊慌之余 联盟朝不远处的遮挡物 后面跑去 但是他的双腿 又怎么可能有子弹块 回头一看 眼看着枪口在瞄准自己 他却无能为力 小心 陆婷川注意到对方的枪口 再看向另一头的目标 他大喊一声 想都没想地飞升过去 挡在他面前 然后 一颗子弹 硬生生地从他后背穿过 纳兰语只感觉到 身后的人身形一阵 耳边传来 他夹杂着痛苦的闷哼声 还有那令人做吼的血腥味 纳兰语整个人猛地僵住 感觉这身上的人 渐渐变得沉重下来 就好像压在他胸口 压得他一颗心沉沉的 陆婷川 快走 陆婷川将他推开 自己却捂着肩膀 亮腔不稳 鲜血从他手指尖 不断地涌出来 很快 就将他身上的灰色风衣 染成了暗红色 陆婷川 纳兰语回过神来 才发现 陆婷川受伤了 纳兰语惊呼 冲到他面前 一把将他扶住 见对方没有追上来 纳兰语将陆婷川 扶到旁边的花架旁 看着陆婷川满身视险 不知道他伤在了哪里 纳兰语手伸过去 又缩了回来 紧张地问道 你伤到哪儿了 感觉怎么样 他万万没想到 陆婷川会在生死关头 挺身而出 替他挡下 那颗致命的子弹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们是仇人呀 陆婷川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问他 会开车吗 会 你先走 陆婷川将车钥匙塞给他 纳兰语了 内心有股不好的预感 那你呢 陆婷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推他 走 那你呢 纳兰语执扭地盯着他 不肯走 他知道 如果自己走了 陆婷川身受重伤 更加没有机会逃走 尽管自己留下来 可能也难改变什么 此时此刻 他们不像是有着深仇大恨的仇人 倒更像是面临生离死别的情侣 我叫你走 陆婷川举几墙 抵在他脑门上 双目冷冽 语气坚定 那气势 自有一种随时要扣动扳机的冷力和风锐 换作是别的时候 纳兰语或许会害怕 但是这个时候 他没有一丁点的惬意 只是紧紧地盯着陆婷川 双目赤红 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 直到有脚步声传来 他们都意识到 敌人又准备出击了 走 陆婷川咬牙 纳兰语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盯着他看了一瞬后 终究还是降不过他 咬咬唇 扭头就冲了出去 那样子 就好像走得慢一点 就会改变了主意似的 他一口气跑了不知道多远 身后的枪响声不断地传来 那一声声巨响 像是打在他胸口 震得他胸口闷疼 他停下来 大口大口地喘气 可是胸口怎么也顺不过气来 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眼眶里溢了出来 当他发觉的时候 已经是泪流满面 哭什么 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陆婷川手里的那把枪 里面的子弹所剩不多了 面临那么多人的围攻 他根本不可能脱身 另一边 陆婷川坐在地上 靠在一个石柱后 手里的枪 已经只剩下枪壳 他随手丢了出去 看着就在面前不远处的门 却只能就这样看着 对方就在等他 从石柱后面出来 好把他打成筛子 但是他不出来 他们又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并不知道他没子弹了 毕竟 谁都不想挨枪子 毕竟陆婷川的枪法那么好 双方僵持了大约三分钟左右 都有些耐不住了 陆婷川因为身上有伤势 所以难得这样有耐心地僵持着 换作是其他时候 即便是明知道要挨枪子 他也会冲出来拼一把 但是此时此刻 他没必要拼命 但对方是有任务在身 不可能就这样一直僵持下去 所以僵持再三后 对方几个人对视一眼 然后小心翼翼地 迈出猫步 靠近过去 陆婷川的听觉很敏锐 对方一动 他就知道了 他现在等于是赤手空拳 还身负重伤 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对方已经走到石柱前 个个都手握家伙 对准石柱后 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就在他们上前的时候 突然飞来莫名其妙的东西 迷得他们眼睛睁不开 陆婷川只是从地上 抓了一把泥土 丢向了他们 趁他们没有缓过神来 他突然窜出来 挥拳抬脚 将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对方的枪脱手掉在地上 陆婷川动作迅速 抓起地上的枪 砰砰两下开了出去 结果只有两颗子弹 对方已经回过神来 举几枪就对准了他 陆婷川一个漂亮的悬身 长腿踢过去 紧接着又是一脚踢在男人的胸口 将对方踹飞了出去 但是寡不敌众 况且他还身负重伤 也不过就是在死撑 就算是死 也尽量争取 不死在这些人手中 但是几个人一起围攻上来 陆婷川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突然 轰的一声 一辆车子横冲直撞地冲了过来 就连铁门都被一下子撞得稀巴烂 车子直冲了过来 健庄 所有人一下子都慌了神 东躲西藏 快上来 车里 纳兰宇冲他大喊 陆婷川靠在花台上 已经奄奄一息 也已经做好了被捉的心理准备 只是没想到 纳兰宇会开车杀回来 听到他的声音 已经软下去的身体 不知道哪来的神力 把腿朝他冲了过去 有人意识到事情不妙 马上冲出来 想抓住陆婷川 但是陆婷川的身手 那不是一般的好 察觉到有人上来 他弯身下去 对方伸过来抓他的手 扑了个空 紧接着 陆婷川一脚踢过去 不过对方也有防备 躲开了他的攻击 跟他动起了拳脚来 纳兰宇坐在车里 眼看着陆婷川快要撑不住了 有种想推开车门 下车帮他的冲动 但是他不能 只要他一下车 他们唯一的逃生之路 那就断送了 现在就只能看陆婷川 到底能不能把握住 最后的求生机会 可是陆婷川的伤势太重了 已经到了站不稳的地步 又岂是一个 身强体壮之人的对手 纳兰宇眼看他快要不行了 摇进牙关 脚下的油门踩了下去 与此同时 手里的方向盘 猛地朝陆婷川这边打了过来 车子朝陆婷川这边撞过来 眼看就要撞到人了 他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纳兰宇紧紧地 稳着方向盘 最后一搏 在眼看就要撞到他们的时候 和陆婷川纠缠打斗的男人 双目圆瞪 以为他真的要撞过来 千军时刻 那男人只能将已经揪在手中的陆婷川推了出去 自己跳开保命 纳兰宇是有备而来 他不可能撞上他们 就在距离无法接近的时候 他又猛打手中的方向盘 踩住刹车 一阵刺耳的车轮和地面摩擦的声音 车子停了下来 因为冲击过大 纳兰宇的脑袋磕在了方向盘上 撞得他一阵头晕眼花 脑海里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提醒他 要清醒 一定要清醒 纳兰宇抬起头来 看向陆婷川 只见他跌坐在地上 纳兰宇大喊一声 上车 陆婷川咬牙 撑着身体 亮腔不稳地站起来 拉开车门坐进车里 车门还没关上 车子已经又猛地启动起来 因为纳兰宇已经发现 有人举枪对准了他们 子弹打在了车身上 纳兰宇艰难地稳住方向盘 在子弹乱飞中冲出了虫围 砰得一声碎响 一颗子弹还击碎了他们车的后挡风玻璃 这种时候已经顾不得任何 纳兰宇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直往前冲 一直冲 不知道开了多久 纳兰宇一颗紧绷的心 终于松懈了下来 意识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从后视镜看了看后面 再三确定没有人追上来 他这才看向副驾驶上 已经昏死过去的人 陆婷川的脸色很难看 唇角发白 浑身都是血迹 整个人看上去有点狼狈 即便是上次他被炸伤成那样 也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狼狈 而且陆婷川看上去很累 大抵是因为刚才的打斗 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纳兰宇将车子靠边停下来 想查看一下陆婷川的伤势 第1244集 陆婷川 陆婷川 纳兰宇轻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脸 想要叫醒他 或者看看他是不是还有意识 但是陆婷川已经没有了意识 纳兰宇没有多坐停留 重新启动了车子 他不敢送陆婷川去医院 所以只能送他回住处 并通知了梁泽西 到了陆婷川的地方 天已经隐隐发黑了 大门口港厅里的人看到 是陆婷川的车子开过来 远远地就将大门打开了 纳兰宇车子开得很快 直接将车子开到了门口 门口港厅里的人注意到 陆婷川的车子玻璃碎裂 车身上子弹痕迹明显 连忙用对讲机通知了里面的人 纳兰宇将车子停在门口 推开车门下来 慌忙地准备去找人来帮忙 但是楼下看守的人见到是他 就像如临大敌似的 一个个都举枪对准了他 你们别误会 别动 把手举起来 转过身去 纳兰宇照做 蹲在地上 纳兰宇还是照做 但是这次他急着说道 你们主人在车里 他伤得很严重 闻言 对方几个人面面相识 对纳兰宇的话半信半疑 你少在这里说话招 老师蹲在那儿 我可以蹲在这里不动 但是陆婷川真的在车里 他流了很多血 会死的 对方也不敢大意了 派出一个人到车前 透过前面的挡风玻璃 真的看到 副驾驶坐着一个人 但由于 挡风玻璃被撞碎了 看不清里面的人是谁 就在这时 管家匆匆地 从电梯里走出来 看到纳兰宇蹲在地上 管家一愣 楼下看守的人中 其中一个人走过来 对管家说道 管家 这个女人又回来了 路上呢 管家这时候 哪里还顾得上纳兰宇 只想尽快得知 陆少的下落 他说陆少 受重伤在车里 我们没有相信他 省得他又说话招 管家二话没说 跑过去拉开车门 一眼就看到 满身是血的陆婷川 管家惊呼 赶紧叫人 快 快抬三家过来 你们快去联系梁医生 越快越好 两医生物警联系过了 他应该也快到了 纳兰宇站了起来 跟管家说道 管家汉手 算是到了线 担架抬过来 纳兰宇总觉得 他们一群大男人 粗手粗脚 会给陆婷川 造成二次伤害 你们轻一点 他肩上有伤 纳兰宇用手 托住陆婷川的肩膀 协助他们 将陆婷川 抬到担架上 很快的 陆婷川 被送到楼上的病房 梁泽 歇也紧隔几分钟后 就赶到了 陆婷川 因为失血过多 加上伤势严重 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石灵和田勇 赶过来之后 听说陆婷川 伤势严重 在手术 而且有生命危险 一怒之下 田勇拔枪 就对准了 纳兰宇的脑袋 说 陆少师怎么受伤的 是不是你干的 田勇怒气重填 那凶狠的样子 真有可能会开枪 纳兰宇在经过一场 生死搏斗后 已经是筋疲力尽 现在能站在这里 纯属是死撑着 在不知道 陆婷川 是生是死之前 他还不能倒下 至于田勇的问话 他不想回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虽然不是他 对陆婷川开的枪 但却是为了他 才受的伤 归根结底 还是跟他有关 况且 他说出来 也未必有人会相信 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 老子现在就帮了你 田勇怒急了 万万没想到 有权有势的人 没能给他们造成 任何损失和伤害 可如今 居然被一个女人 给害得伤亡惨重 真是可恨 田勇 不许忽来 管家上来阻止 在没有陆绍的允许下 任何人都不得 东纳兰宇 这点 管家心里还是很有分寸的 管家 你今天最好 不要上来说话 否则 别怪田勇 不跟你面子 田勇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 管家处处向着 纳兰宇了 说实话 他早就对管家 心存不满了 如果管家这一次 还要光明正大地 护着纳兰宇的话 他是绝对 不会客气的 管家也不恼 一如既往地镇定 我这张老脸 没有什么面子可谈 但是你今天 若对纳兰小姐不尽的话 那就不是 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好一个纳兰小姐 管家 你三番两次地 维护这个女人 该不会是这个女人 给了你什么好处吧 管家面色一沉 再开口 语气严肃了几分 田勇 念你比我小一辈 今天的话 我就当是一阵风 刮过去了 下次要是 不知轻重地乱说 我的枪字 也是不长眼睛的 行啊 那咱们今天就比比看 谁的手法更准 正好 有一阵子没有练手了 手早就仰仰了 田勇将指着纳兰宇的 家伙收回来 放在手里 爱惜地擦了擦 看上去 真的要鄙视一下 石灵 适时地上来调解 石勇 您少说两句 现在陆少的情况 还不明 咱们要是在这个时候 起内讧 起不上那些不法分子 趁虚而入 管家和田勇 毕竟是处境不同 两个人的性情也相反 管家内敛 坐视稳重 心思也缜密 而田勇则是恰恰相反 性子毛躁 坐视更是大大咧咧 脾气还暴躁 石灵 那你去说说看 这个纳兰宇 到底该不该留 田勇多少给石灵几分面子 因为他们俩的处境 比较相像 都是主外 管家则是主内 石灵瞥了眼纳兰宇 看他也是满身狼狈 额头还在流血 斟酌再三 他说道 该留的跑不了 不该留的也逃不过 他现在在这里 量他也不敢怎样 虽说石灵和田勇的处境一样 站在自身的角度 他也不喜欢纳兰宇 但是管家在陆少身边多年 对陆少的性子 虽不能说是了如指掌 但是管家做任何事 绝对有他的道理 现在还不清楚 陆少出事的起因 就这样盲目地杀了纳兰宇 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万一事后陆少怪罪起来 绝对是要出人命的 他不是不敢怎样 而是不需要怎样 你们都看到了 现在陆少一心都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们要是不出去这个女人的话 我们这支队伍 必定要被祸害 自从纳兰宇出现后 他们队伍里连续发生那么多大事 就算不是渐渐都跟纳兰宇有关 但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 田勇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既然如此 那就等陆少醒来之后 再向陆少提议 把他交给陆少 亲自处置 石灵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总而言之 管家坚决保下的人 他们不能轻易动 得了吧 陆少现在 已经被这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哪来还有心思 管咱们这些人 别这么说 我相信陆少是重情重义的男人 石灵对陆亭川的为人和性情 还是了解一些的 如果是一个重色的人 不会年纪轻轻 就成就这么大的事业 经过石灵这么一条件 田勇也暂时收起了家伙 料给纳兰宇一句狠话 就让你再多活一会儿 纳兰宇虽然就在那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脑子好像被挖空了一样 什么思绪都没有 将近一个小时 那扇紧闭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看到梁泽西从里面出来 都特别紧张 梁医生 陆少现在怎么样 完了 梁泽西一边脱下身上的防军服 一边回道 什么就完了 田勇冲上来 一把揪住梁泽西的衣精 说道 梁泽西 我警告你 你要是不把路上救回来 我就送你一起上西天 年纪轻轻的 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梁泽西拍了拍 他揪着自己衣精的手 不恼不怒地说道 我是说手术完了 不是他人完了 所有人紧绷的一颗心 又松懈了下来 田勇嘴角抽了抽 你会不会说话 刚给人做完手术 出来就说完了 你想吓死人是不是 我哪知道平时扛着枪的人 就这么点胆子 快说 陆少到底怎么样了 一时半会儿 死不了 子弹是取出来了 不过还要十二小时内 看情况 看情况是什么意思 危险期 那就是 我们陆少现在还是危险期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句话 田勇的心又是一尘 只要是没有度过危险期 这颗心就没办法落回原位 但愿陆少这一次 能够挺过来 梁医生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除了那么多血 子弹还打在他肩胛骨缝中 能取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是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导致间接性休克 脏气受损 反正他又不想死 八成 能挺过来 放心吧 这话是鼓励他们的 也是安慰他自己的 石灵问道 梁医生 我现在能不能进去看看 看看还是算了吧 免得携带细菌进去 嗯 哦 还是让纳兰 进去照顾他 每个人也不行 不行 不能让纳兰宇进去 田勇立马反对 纳兰宇是个奸细 我们绝对不能把陆少交给他照顾 本来陆少是有希望挺过来的 要是交给这个纳兰宇的话 没准一点希望都没有 梁泽西看向田勇 问道 不然 你进去照顾 田勇张了张纯 想说什么 但是又没说出来 他就是个粗人 哪里会照顾人 但是把陆少交给纳兰宇 那肯定是不放心的 这样 陆医生派两个护士过来照顾 这样更专业 也更放心 我派人是没问题 问题是你们陆少的情况 可能不出十分钟 就会成为全球交点 梁泽西也想派人过来 这样他也更放心 可关键是 还不是为了 保密陆亭川的伤情 不行 不能让陆少的情况传出去 石灵第一个做出反对 那怎么办 要不你来照顾陆少 我一个人大老爷们 看着也不像能照顾人的人呢 石灵活了三十多年 还没照顾过谁 更何况还是那么严重的伤势 想想都觉得麻烦 无奈之下 石灵和田勇都将目光 投向了管家 管家看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做出表态 看我也没用 这家里上上下下 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 我要是去照顾陆少的话 这家里还不乱套了 再说了 要伺候不好 没准还得持枪子 言下之意 这个任务 非纳兰宇莫属 管家也变相地表明 照顾不好的话 大有可能会持枪子 石灵和田勇 对纳兰宇心存不满 肯定是恨不得纳兰宇吃陆少的枪子 这样一来 他们或许会同意 让纳兰宇去照顾陆少 反正我是不同意 让纳兰宇这个女人接近陆少 田勇是个直脑精 只会表达 不会去拐弯设想 我说你们啊 一个个 人高马大的大男人 做起事来怎么婆婆妈妈的 跟个女人似的 那纳兰宇要是真想杀你们陆少的话 还用得着把她送回来吗 早就丢深山野林里 喂野兽去了 没准 他又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OK 你们要是都这么想 那就没办法了 反正往现在得回医院去 随时可以给你们安排护士过来 不用了 我做主 就让纳兰小姐照顾路上 还请梁医生跟纳兰小姐 说一下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管家站出来做出决定 梁泽西看了眼石灵和田勇 见他们都没有反对 然后才点头答应了 随即 去跟纳兰宇说了一下注意细节 顺便帮她头上的伤口包扎了一下 纳兰宇仔细听了注意事项后 换上一身防军服 进了病房 病房里 灯光敞亮 窗帘敞开 外面的月子照进来 她将窗帘拉上 以免寒气渗进来 又将明亮的大灯关了 只留下床头的灯 床上的人安静地睡着 身上揭着各种仪器和管子 看着都让人焦心 第1246集 纳兰宇走到床边 拉拉把椅子进行 看着陆婷川沉沉地睡着 浓密的结语盖在眼下 像墨扇一般 睡着时候的她很安静 很俊美 没有平时的冷酷和阴厉 不再是凌驾在权威之上 高不可判 纳兰宇正正地看着她 心情复杂 坐了一会儿 她去卫生间 洗了一条热毛巾过来 帮陆婷川 将脸上和身上 残留的血迹擦了擦 光是擦血迹 就洗了一盆的血水 让人揪心 擦到陆婷川手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 她感觉到了什么 一把就将纳兰宇的手抓住 她抓得很紧 纳兰宇抽了几下 都没能将手抽出来 视线落到她握着自己的手上 若有所思 纳兰宇因为刚流产没几天 身体还很虚弱 经过激烈的生死逃亡 体力透支 好不容易坚持把她带回来 到这个时候 已经实在撑不住了 她趴在床边上睡了过去 手还是被陆婷川紧紧地握着 陆婷川从迷迷糊糊中醒过来 看到熟悉的一切 打心底松了口气 头微微偏过去 就看到纳兰宇趴在床边 头上缠着纱布 手里拿着毛巾 另一只手被她自己握着 陆婷川若有所思了一瞬后 又浑浑噩噩地闭上了眼 再次入睡 好像睡得更安心 更踏实了 这一夜显得相当安静 纳兰宇倒是睡睡醒醒 见她没什么异常 就又睡了过去 最后一次醒来 外面已经天亮了 陆婷川依旧睡得很沉 纳兰宇伸手在她额头上试了一下 没有发烧 一夜过来的仪器检测也都正常 目前为止情况算是稳定 但是还不到12小时 外面传来说话的声音 好像是梁泽西的声音 应该是她赶早过来 看看陆婷川的情况 纳兰宇用手里的毛巾 随便擦了擦脸 然后去开门看看 门外的梁泽西 也正准备推门 两个人打了个照面 似乎是没想到纳兰宇这么早起来 梁泽西被她吓了一跳 这么早 纳兰宇汗手 她情况怎么样 梁泽西用下巴 比划了一下床上的人 都还算正常 看来 真死不了了 梁泽西走进病房 听她这口气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都盼着陆婷川死呢 梁泽西给陆婷川做检查 纳兰宇就站在旁边 丝毫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满身血迹 还有刚睡醒后 乱糟糟的头发 梁泽西做记录的动作顿了顿 转脸过来 将她打量了一下 说道 你站着干嘛呢 纳兰宇愚愣 那 我应该做点什么 你应该去把自己 收拾一下 梁泽西的视线 从她衣服上扫过 纳兰宇置在后知后觉发现 自己还是昨天那副模样 浑身血迹和泥垢 狼狈极了 她离开病房 到门口 刚好遇到管家 端着吃的过来 应该是给她 送吃的来了 纳兰小姐早 管家主动打招呼 纳兰宇有些惭愧 管家对自己 一直恭恭敬敬 她却招呼都不打 就逃跑了 还偷走了 陆婷川的东西 虽说这次不是被抓回来 但也算是 又落在他们手里了 管家若是像石林 和田勇那样排斥她 她或许还能好受一点 偏偏管家 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气 管家 我还能用一下 我之前住的那个房间吗 当然可以 佣人已经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过 谢谢 这里是一些吃的 纳兰小姐就顺便拿回房间吃吧 我进去看看路上 好 纳兰宇点点头 从管家手里借过吃的 纳兰宇洗漱好下来的时候 田勇和石林都已经来了 在门口 就听到他们在里面询问陆婷川的情况 梁医生 陆绍现在怎么样啊 死不了 那陆绍什么时候能醒 随时都能醒 醒来后 记得给他多喝点水 听到这句话 纳兰宇只觉得 胸口那颗提着的心 总算是可以回归原位了 里面的人多 纳兰宇就没有进去 站在门口等着 却不想 他这样的行为 被出来的田勇给误会了 你又站在这里偷听什么 我看里面的人多 所以就没进去 我警告你 陆绍待会儿醒了的话 你必须立马通知我们过来 纳兰宇没有作声 等人走后 纳兰宇才进了病房 将窗帘拉开 让阳光照进来 陆婷川的脸色还是很难看 唇半干的俏皮 刚才听梁泽西说 多给他喂点水 他兑了一杯温水 用棉棒沾上水 帮他润润唇 陆婷川似乎是感觉到了 见眉醋了醋 纳兰宇以为他会醒过来 一颗心又提了起来 但是等了一会儿 他并没有醒 他们之间的处境 可以说是很窘迫 从昨天到现在 纳兰宇的心情 一直都很复杂 乱糟糟的 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情绪 去面对 很纠结 很烦躁 也很窘迫 陆婷川是他恨之入骨的仇人 但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而且还是舍身相救 纳兰宇更加想不通 陆婷川为什么要救自己 自己偷走了他的藏宝图 他不是应该恨不得杀了自己 才解气吗 可是陆婷川并没有 不但没有 还为了孩子去找到他 并用自己的身体 为他挡了一颗子弹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 纳兰宇不敢深究下去 怕自己想多了 陆婷川昏昏沉沉地睁开眼 视线在模糊了一瞬后 一只女人的手在眼底晃动 唇边感觉到一股湿润 是他渴望中的水源 陆婷川的唇冻了冻 想喝水 但嗓子干疼得厉害 发不出声来 纳兰宇没有听到 陆婷川的声音 但是注意到了 他的唇瓣在动 纳兰宇激动地站起来 轻声地唤他 陆婷川 陆婷川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是他开不了口 只呢喃着 水 水 听不清陆婷川在说什么 纳兰宇有些着急 耳朵贴过去听 你说什么 第1247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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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兰宇不确定地重复了一句 不管是不是 先给他喂点水再说 纳兰宇用勺子 为他喝了几勺 陆婷川喝得很急 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别着急 慢慢来 纳兰宇抬起他的头 希望他顺畅一点 别扯动到了伤口 拿纸巾给他嘴角边擦了擦 又在他下巴下垫了几张 然后又重新喂他 这次 陆婷川没有着急 喝了半杯水 水喝下去 陆婷川看上去舒服了很多 闭着的眼睛 睫毛一直在颤动 不知道他是醒着 还是睡了 纳兰宇发现 自己胸口那颗心 莫名其妙地失了心率 跳得异常地快 从希望他醒来 到现在的害怕他醒来 醒来后 又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 去面对 他是不是也会有 像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 想到这里 纳兰宇忽然自嘲地笑出了声来 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 有点可笑 就算陆婷川是舍身救了自己 但是他那种性格 绝对不会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他觉得 陆婷川这种人 喜欢上一个人 肯定比救一个人更难 陆婷川喝了水并没有醒过来 过了一会儿 管家抽空过来看了看 因为陆婷川身上 还穿着昨天那件带写的衣服 管家提议帮他把衣服换下来 纳兰宇点头答应了 他也觉得 闻着血腥味的感觉很不好 最后 在管家的帮助下 顺利将陆婷川的衣服裤子 都换了下来 管家又拿了一套宽松的睡衣过来 帮陆婷川换上 管家 我帮他擦一下再换吧 好 纳兰宇端了一盆水出来 用毛巾给他身上 仔细地擦了一遍 管家帮他一起 给陆婷川穿上裤子 就被人叫走了 剩下的衣服 纳兰宇一个人来穿 有点难度 毕竟 陆婷川肩上还有伤 纳兰宇试了两次 都没有办法帮他将衣服穿起来 陆婷川太沉了 纳兰宇根本弄不动 陆婷川被他这样弄来弄去 也醒了过来 睁开眼 看到纳兰宇正在整理被子 那样子 比起平时的冷漠 多了几分贤惠 纳兰宇无意间一侧目 就看到陆婷川醒了 又惊又喜 你醒了 此时此刻 所有的反应 都是内心最真实 也是最本能的反应 至于纳兰宇所纠结的那些 在争争面对的时候 根本不存在 或者说 根本就顾忌不到 陆婷川心下微动 拍摩看他 他眼底的惊喜和担忧 还没有散开 像阴晕着一层淡淡的薄纱 美丽又迷人 可是 谁又能想到 就是眼前这个美丽又温柔的女人 不久前 曾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 他的孩子 陆婷川的眼神变得冷锐起来 你还好吗 你感觉怎么 最后一个样子还没有说出口 漠然 手腕上一疼 纳兰宇被一股强大的力气 拽了过去 他惊呼一声 如果不是另一只手 更快一步地撑在床上 此刻的他 就是撞在陆婷川的身上 他肩上的伤势还没有愈合 要是跌上去的话 不知道会有多疼 手腕上的疼 让纳兰宇收起了多余的情绪 他拧着眉 不解地看着 满脸怒意的陆婷川 自己又怎么得罪他了 我的孩子呢 明明还很虚弱 陆婷川却紧紧地扣住他的手腕 手臂上的青筋都抱了出来 眼神锋利冷酷 像是要将他盯穿了似的 这一切都在彰显着陆婷川此刻 压抑和隐忍的怒火 纳兰宇狠得一阵 孩子 他差点忘了 他们之间还有个孩子 可是 孩子呢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知道孩子的到来 没能体会一下 得知有孩子时候的心情 不确定有孩子之后的选择 什么都没来得及 就残酷地告诉他 孩子已经没了 纳兰宇也想知道孩子呢 可是他该问谁呢 说 孩子呢 陆婷川没有等到他的回话 手上的力气又中了中 每一个字 几乎都是唇齿间咬出来的 冷硬得像冰冷的石头一样 陆婷川的样子 就好像忘记了之前 纳兰宇告诉过他的答案一样 是的 陆婷川现在的意识不清醒 确实不记得了 他脑海里只记得孩子 纳兰宇目光无神地看着他 唇半吸动了几番 许久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身影 没了 他将目光从陆婷川的面上错开 随意落在一处 眼底没有一丝光亮 尽管纳兰宇很克制 但是开口的声音 还是颤抖的 轻飘飘的 像一缕青烟 一吹即散 天知道 他说出这两个字有多艰难 要知道 就在昨天之前 他还是庆幸这个孩子没了 可是 此时此刻 他的心却痛得那么明显 为什么痛 他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可那两个字 又明明就是一把匕首 狠狠地直插陆婷川胸膛里 因为太气愤 情绪波动太大 他眼前发黑 睫毛颤了颤 重重地倒进了床里 纳兰宇感觉全身都麻木了 整个人跌在了地上 眼神木然地望着天花瓣 倦怠 痛苦 悲伤 全部都朝他袭了过来 最后 他也闭上了眼 纳兰宇在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软软的床上 眼前的一切 都是他熟悉的一切 侧头看向窗外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也就是说 他睡了一天 纳兰宇 他就醒了 房门被打开 进来一个护士打扮的年轻女人 纳兰宇趁着床坐起来 微微点头 饿了吧 我猜你差不多要醒了 要不去给你拿点吃的 还热腾腾的 护士将吃的端过来 关心地叮嘱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最好不要下床 更不能受凉 以免将来落下什么病根 纳兰宇还是没说话 护士将吃的递过来 他就接过来吃了点 路上之前也醒了 不过由于伤势太重 这会儿又睡了 护士也不知道 是故意告诉他 还是闲着无聊 就当找话题聊天了 梁医生叮嘱 多给他喂点水 这句话说出来 纳兰宇自己都愣着了 自己居然还在担心 别人照顾不好他 可是 这里好像只有他一个人 被视为外人 不 是敌人 第1248集 放心吧 梁医生这会儿 自己亲自照看着 有梁泽西亲自照看 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过 说好陆婷川的 伤情不外传的 怎么转眼之际 这个小护士就知道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小爱就可以 我是梁医生的太太 纳兰宇这句话问出来 小爱便猜到 他内心在想什么 所以就自爆家门 省得他多想 原来 梁医生已经结婚了 怎么 不像吗 纳兰宇尴尴尬地笑了一下 稷儿又摇了摇头 看他平时挺幽默的 没想到 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梁泽西看上去 跟陆婷川差不多大 现在25岁左右 就结婚的男人 真的很少 主要是 梁泽西身上 真看不出 结婚男人的沉稳 或许性格 就是如此吧 我们小时候定的娃娃亲 所以 也就算结婚了 纳兰宇又惊讶了一下 听说过娃娃亲这种事 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确切地说 没遇到什么娃娃亲 最后真的就在一起了 所以听小爱这么一说 她还觉得 挺不可思议的 同时也笑了笑 说道 原来是这样 她呀 平时游子华蛇 就爱开玩笑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还好 我觉得她幽默的时候 挺幽默 严肃的时候 也挺严肃的 虽然跟梁泽西 接触的不多 但是严肃和幽默的时候 她都见过 梁泽西是那种 幽默起来和严肃起来 的时候 完全判若两人的那种 她只有在一个人面前 最严肃 谁 陆少 纳兰语正了一下 然后敏唇笑了笑 跟陆少在一起 想不严肃都难 其实也不是 陆少是外表看起来 比较严肃 酷酷的 也不爱说话 也不爱交朋友 所以交流起来 比较困难 但是熟悉之后 你会发现 她这个人是典型的 外冷内热型 纳兰语没有在说话 默默地喝着碗里的粥 发现 粥已经有点凉了 小爱也没有说太多 交代她多注意些什么 然后就离开了 纳兰语这样卧床 就是三天 这三天里 都是小爱在照顾她 还会跟她说一下 陆婷川那边的情况 陆婷川恢复得还可以 就是失血太多 梁泽西没有让她 下地多走动 所以在之后的几天里 他们也没有见面 纳兰语不知道陆婷川 到底打算怎么处置自己 所以只有等待 偷了她的藏宝图 弄没了她的孩子 又害她挨了一枪 她肯定 不会让自己 痛痛快快地死 纳兰语 已经做好了 全面的心理准备 无非就是一死 再可怕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便宜了那帮人 拿了藏宝图 还抓着她哥哥不放 想起哥哥 纳兰语 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上次没有答应 对方杀陆婷川 哥哥就遭到酷刑惩罚 这一次 他不但没有帮助他们 除掉陆婷川 反而还帮着陆婷川 一起逃跑 不知道那些畜生 又会怎么折磨她哥哥 一想到这里 纳兰语的一颗心 就开始隐隐作痛 她真的已经 无能为力了 就算她能从 陆婷川这里活着出去 单凭她一个人的能力 也不可能救出哥哥 所以 她闭上眼 靠在床上 静静地回忆着那些 属于他们兄妹的 快乐时光 记忆变成了回忆 人生最痛苦的 莫过于此 房门被人敲响 打断了纳兰语的思绪 他收起多余的情绪 擦掉眼角的湿润 说道 进来 房门被人推开 一个庸人穿着的男人 端了一杯果汁进来 纳兰小姐 这是先榨的稀有汁 小爱护士 让我给你送过来一杯 是温的 让你趁热喝 多谢 纳兰语接过来 确实是温的 她喝了一口 稀有汁酸酸甜甜的 还有一点苦味 并不是很好喝 对方见她只喝了一口 就要放下 并问道 是不是不好喝呀 要不要加点糖 或者蜂蜜 不用了 我觉得还可以 那我先出去了 纳兰语点点头 对方离开之后 她看了看 已经喝了一半的果汁 这里的人 除了管家之外 可以说人人都视她 如眼中钉 今天突然冒出一个 对她态度斗变的人 难免让人觉得不对劲 这个想法还没落下 纳兰语便觉得 胃里一阵不舒服 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 像胀又像疼 又感觉胃好像宁起来了似的 她放下杯子捂着胃部 蜷缩在床上 很快就疼得满头大汗 但也不全是疼 胃里还开始灼热起来 恶心 反正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很难受 纳兰语 勉强撑起身体 拿过床头柜上的一杯清水 喝了一口 看看能不能稍微缓解一点 可结果 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还越来越灼痛了起来 那感觉 就好像胃部 都要被烧得暴力了似的 她想喊人 但是难受的她 根本没有力气 趴在床边抱着垃圾桶 抠着嗓子眼 想要吐出来 吐到最后 只剩下一些苦水 纳兰语觉得 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还有一丝丝的血腥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爱进来了 但是床上的纳兰语 已经昏死了过去 嘴角还挂着血迹 小爱健壮惊了一下 连忙跑到床边 纳兰小姐 纳兰语脸色苍白 气息虚弱 整个人看上去 没有一点生机 小爱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电话 给梁泽西打了过去 几分钟后 梁泽西赶了过来 紧随其后的 还有陆婷川 陆婷川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恢复 脸色也不太好看 看到床上面 如死灰的女人 她见眉脸了脸 梁泽西检查后 说道 中毒 陆婷川听到这两个字 眼神阴冷了下来 转身就离开了病房 楼下 陆婷川 陆婷川坐在沙发上 沉着一张俊脸 管家 石灵 田勇等几个人 都立在那 他们已经听说了 纳兰语出事 也知道陆婷川 是为了这件事 找到他们 第1249集 管家也是纳闷 前一会儿 还看纳兰语好端端的 他就是下去 验个祸的功夫 再上来 就听说纳兰语中毒了 他的人 没有他的话 是绝对不敢 擅自给纳兰语下毒的 那么又是谁 这么大胆 敢在陆绍眼皮子底下 做出这种事呢 管家不禁去了眼 石灵和田勇 这两个人 对纳兰语 一直是耿耿于怀 怕是跟他们 脱不了干系 这件事 石灵心底有数 田勇从来 就一直低着头 而且他对纳兰语的 意见最大 只怕是他 直视人干的 陆绍 我身为管家 没能避免 这样的事发生 这件事 我承担一部分责任 管家主动上前领罪 这样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一个人领罪 以陆绍的脾气 必定遭重罚 若是纳兰语 没事还好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没准一命抵一命 都有可能 管家寻思着 还是把罪责平摊了 陆绍也不至于 把他们都给崩了 田勇见管家说话 也上前说道 管家 你不用把责任 往自己身上来 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一人做事 一人当 路上 我们兄弟们 早就对那个纳兰语 耿耿于怀 也实在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留一个祸害 在我们其中 所以我们兄弟 昨晚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出去纳兰语 正如石灵所料 他在一旁 悄悄地扯了扯田勇的衣角 田勇的目光朝他看过来 石灵给他使了个眼色 让他不要鲁莽 陆绍在气头上 说不准会做出什么事来 犯不着因为一个女人 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石灵替田勇求情道 陆绍 石勇昨晚喝了点酒 一时犯糊涂 才会酿成大错 还望陆绍 看在他跟随咱们 出生入死 这么多年的份上 给他个警告出罚吧 陆廷川抿着脖唇 面上阴沉的 就差要滴出水来 老规矩 自己去领防 凡是参与者 都给我滚蛋 陆绍 求情了一起滚蛋 石灵原本想帮田勇 求个情的 但是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陆廷川给截断了 并立声吓了警告 管家本来 也想替田勇说两句 但是这下看来 是不大可能了 陆绍 兄弟们 都敬你是一条汉子 这些年上刀山下火海 没有人皱一下味头 可万万没想到 拼死拼活这么多年 居然连一个女人都不如 说什么重情重义 在我看来 陆绍也不过是个 剑色妄艺的庸主而已 根本不配兄弟们卖命 田勇觉得 反正逃不过被罚 索性就豁出去了 死也要替兄弟们 把心里话说出来 希望能点醒陆绍 石灵一把将田勇拉过来 田勇 不许胡说 陆绍不是那种人 石灵知道陆廷川的心思 之所以留着纳兰宇 主要是因为纳兰宇 还不知道 他哥哥已经死了 包括被那些人 利用的事情 而且纳兰宇 哥哥的死因 跟他们这边 有着直接的关系 确切地说 是跟陆绍 有直接关系 所以陆绍 才宁可被自己的兄弟误解 也没有对纳兰宇动手 不是那种人 石灵 你我兄弟多年 你待我不错 我劝你还是擦亮眼睛 趁早脱身为好 别最后 也唠个兄弟 我这般下场 陆廷川坐在那 不知道是因为 身上的伤势太重 还没有恢复元气 还是因为心情不好 脸色特别难看 管家看不下去 给石灵递了个眼色 石灵拽着田勇先走一步 管家也扶着陆廷川 回屋休息 知道陆廷川 肯定不放心纳兰宇那边 管家就去了 纳兰宇那边守着 有什么消息 都随时汇报给陆廷川 田勇被石灵拉走后 还嚷嚷着要回去 反正已经逃不过处罚 就是要借机 把大家伙的心里话 都说给陆少知道 不然 兄弟们的心里 都窝着一口气 石灵 你别阵我 我还没说完呢 行了 没看见陆少的脸色 那么难看吗 石灵皱着眉 田勇年纪也不大 跟着陆少游好几年了 一贯大老粗的性子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长点心 他脸色难看 我还心情不好呢 田勇大喊大叫 典型一个大老粗的形象 一想到 陆少为了个狐狸精 跟他们兄弟们闹翻 他的胸口就一股股的冒火 自古以来 红颜祸水 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陆少也有他自己的苦衷 你们不知道 他有苦衷 他没有什么苦衷 难不成那个纳兰鱼 那刀逼着他了 还是他有什么把柄 在纳兰鱼手里 面对田勇这样 一头暴躁的狮子 石灵也是没法沟通 反正这件事情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回去跟弟兄们解释一下 让他们稍安勿躁 陆少一定会给大家 一个交代的 你今天 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话 我没法跟兄弟们说 大不了就一拍两散 反正大伙 已经做好散伙的准备了 石灵思寸着 这件事要是不告诉田勇的话 只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来 斟酌再三 石灵还是决定告知田勇 省得再闹出事来 那我跟你说了 你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还真有印象 不然呢 你还真以为陆少 为了个女人 不顾咱们兄弟之情吗 那你快说说 到底什么印象 你先答应我 任何人都不能泄露 石灵先讲好条件 不然这件事 要是泄露出去 他就死定了 行了 我答应你不就是了 快说快说 田勇等不及想知道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居然把他们 天不怕地不怕的陆少 给牵制住了 石灵下意识看了看四周 然后把田勇 拉到隐蔽的角落里 把事情跟他说了一下 纳兰宇因为抢救急时 洗了胃之后 才保住了一命 小爱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问梁泽西 老公 纳兰小姐跟陆少 到底什么关系啊 嗯 冤家 啊 小爱一震 看了看床上的纳兰宇 眼底有了一层同情 他也够倒霉的 本来就是坐月子中 还遇到这么多事 我看他这个胃啊 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好了 第1250集 梁泽西赖了他一眼 瞧把你给愁的 围着人家将来生个孩子 把月子调理好了 这病也就带过去了 这么大的创伤 我看是难 还有 他身上密密麻麻都是伤疤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给弄的 可吓人了 说到最后 小爱的声音压低了很多 就好像担心 被人听见了似的 梁泽西却是一副 不以为意的态度 蛇咬的 小爱惊呼 咬成那样 那有多少条蛇呀 谁这么缺德又残暴 你小点事你 被陆婷川听见了 也把你丢进舌洞里 享受一下 你是说 是陆少 小爱一脸的惊愕 担心自己声音太大被听见 连忙将嘴巴捂了起来 瞧你那点出息 我说老公 你当初是怎么跟陆少 这种人认识的 小爱就纳闷了 像陆婷川这样的危险分子 不应该是躲得远远的吗 梁泽西放下手里的东西 转身跟他说道 我说你一口一个老公 我听着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才喊了十几年 当然别扭了 再过几十年就顺耳了 梁泽西嘴角抽了抽 反正我跟你说 那娃娃轻 我不承认 你妈承认就行 那你跟我妈 过日子去吧 肯定是要跟你妈一起过日子啊 将来我指望你妈 给我们带孩子呢 小爱说的跟真的似的 而梁泽西则是觉得 越来越离谱了 摇摇头 懒得再说话 半个月后 不管是纳兰宇还是陆婷川 在这半个月的恢复中 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这半个月里 他们没有见过面 明明就是生活在一栋楼里 住在同一层 隔着一面墙 两个人站在窗前 望着外面的景色 都是一样的 只是 他们之间的阻隔 已经远远不能用距离来衡量 纳兰宇这些天过得很颓废 不知道陆婷川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又没有能力离开这里 就像个囚犯一样 艰难度日 其实 就算让他离开 他又能去哪呢 那些人 应该不会就这样放过他的吧 所以 在这里相对来说 更要安全一点 沦落到如此地步 纳兰宇 都替自己可悲 慌的一声巨响 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不对 这个动静 肯定是用脚踹开的房门 纳兰宇前一秒还在为自己可悲 下一秒就被吓了一跳 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人 背着光 看不清他的脸 但是并不影响纳兰宇分辨 这个人是谁 陆婷川 他终于肯出现了 去换衣服 外面阳光明媚 照射在陆婷川的身上 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依旧是令人发寒的冷意 纳兰宇没有作声 默默地去了衣帽间 等他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门口的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陆婷川留下的那股寒意 却迟迟没能散去 哪怕是在明媚的阳光下 纳兰宇下楼 果然 陆婷川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 一身黑色的衬衫 从纳兰宇的角度看过去 他瘦了不少 原本就分明的轮廓 更加立体了 陆婷川看上去 应该是在等自己 这是要出门吗 纳兰宇走过去 脚步还没有顿住 陆婷川突然就起身 从他面前走了过去 丢下一句话 跟我走 纳兰宇看着他 大不留心的背影 愣了愣 转眼 陆婷川人就不见了 纳兰宇连忙跟了上去 到门口 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三少 我回来了 因为前阵子 周月儿去了国外 这才刚回来 就迫不及待地 跑过来看陆婷川了 陆婷川看到周月儿 面色一沉 你来做什么 我 我当然是来看你了 前段时间我去了国外了 所以没有过来看你 对了 我给你发信息了 你没看见吗 我很忙 周月儿又被噎了一下 再好的兴致 也被磨灭了大半 这个时候 纳兰宇正好走了出来 让他剩下的那点兴致 彻底没了 周月儿直接对纳兰宇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偷了三少的藏宝兔跑了吗 你还敢回来 周小姐的消息够灵通的 周月儿一惊 捂着嘴 目光小心翼翼地在陆婷川面上去了一下 发现他居然没什么反应 陆婷川不表态 周月儿就更嚣张了 三少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倒是你 一个三只手的盗贼 是回来受死的吗 纳兰宇懒得跟周月儿较劲 不管怎么说 陆婷川还会看在周红的面子上 给周月儿几分薄面 而自己 在陆婷川这里 什么都不算 闭嘴是最好的选择 周月儿见纳兰宇不说话 又对陆婷川说道 陆婷 他偷了你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一枪崩了他呀 周月儿就纳闷了 以陆婷川的脾气 不该是早就送纳兰宇 上西天的吗 谁说那东西重要了 周月儿一愣 藏宝图还不够重要吗 假的 周月儿一脸惊诧 就连纳兰宇都惊愕地 看向陆婷川 难怪陆婷川自始至终 都没有提藏宝图的事情 原来是假的 你的意思是说 被偷的藏宝图 根本不是真的 知道真的藏宝图在哪儿吗 陆婷川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周月儿被他看得有些神魂颠倒 虽然只是淡淡的眼神 但是对于他这个花痴来说 已经够让他痴迷的了 本能地点了点头 在这儿 陆婷川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这个答案 就如同一个狼头 敲在周月儿的脑门上 把他那花痴的心理 一下子就给敲醒了 也就是说 藏宝图在陆婷川的脑子里 那他父亲一心想得到藏宝图 岂不是痴心妄想 等周月儿回过神来的时候 陆婷川已经抬不走了 喂 你去哪儿 第1251集 回应周月儿的 是钉的一声电梯声 纳兰宇听到电梯声 又连忙跟了过去 他可不敢让陆婷川等自己 留下周月儿一个人站在那儿 好像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进了电梯 电梯按键上亮着副一层 是去地下车库的 两人依旧没有言语 导致电梯内气氛僵宁 电梯打开 陆婷川镜子迈着长腿走了出去 纳兰宇依稀跟在后面 陆婷川来到车边 拉开车门 上车 他坐进车里 语气一贯地冷漠 纳兰宇拉开副驾驶坐了进去 不知道他要带自己去哪儿 也完全想象不到 既然想不到 他索性就不去浪费脑细胞了 一切都顺其自然 反正自己这条命也是他救的 就像陆婷川说的 自己这条命是他的 他有权随时取走 车子在马路上一路狂飙 因为速度太快 纳兰宇的手悄然地抓住了安全把手 一颗心跟着砰砰砰地直跳 大约半小时左右 车子在海边停了下来 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这片海并不是景区的海 这个时候连个人都没有 下车 陆婷川卸下安全带下车 纳兰宇也卸下了安全带 看着陆婷川站在海边 他推开车门下车 陆婷川该不会是打算 把自己丢进海里喂鱼吧 不然 谁会在这么冷的天 这么大的风的时候来海边呢 关键是还不是风景区 当然 纳兰宇也没有问 就算陆婷川要把他丢进海里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 呼呼的海风从耳边吹过 带来一股比一股强烈的寒冷 海狼随着风一波波拍打过来 仰着一层层浪花 这样的一幕要是被人看见 人家肯定会认为 他们脑子有问题吧 大寒天的跑来海边吹冷风 只有疯子才会做出这种自残的行为 天空中 偶尔有一群海鸟飞过 嘴里叫着人类听不懂的言语 站了好一会儿 起初纳兰宇还好奇 陆婷川到底带自己来做什么 目光不自觉地朝他看了好几次 只见到他面向大海 目视远方 面上没有明显的表情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如此安静的他 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神秘和深沉感 耳边 海浪和风声 交杂着海鸟的叫声 除了冷一点 至少也没有那么糟糕 就当是看了一次别样的海滩吧 渐渐地 纳兰宇的心也静了下来 不再去揣测陆婷川的心思 也不再去好奇他到底要做什么 望着辽阔的海洋 好像所有的烦恼 喜怒 悲欢 一下子都神奇地从脑海里被清除了 整个人变得轻松了下来 突然 纳兰宇觉得 他自己是那么的渺小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婷川终于将视线抽了回来 瞥了眼旁边的女人 面上依旧看不出任何情绪 纳兰宇注意到 陆婷川已经将视线抽了回来 大概也要表明来意了吧 纳兰宇也将目光抽了回来 等着他开口 从今以后 你我之间的恩怨扯平了 丢下冷漠无情的话 陆婷川没有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他走得决然 走得冷漠 走得不带一丝留恋 因为 没有值得他留恋的 一个能残忍伤害自己孩子的女人 不值得留恋 不值得怜悯 纳兰宇争冲地站在那儿 看着陆婷川上车 看着车子如子弹一般冲了出去 只留给他一阵沉烟 胸口那颗飘零无异的心 隐隐开始作痛 眼眶酸胀 难受极了 他将视线从那个方向抽回来 迎着风 睁着眼 让寒风吹走 眼眶里的那层湿润 耳边还不断地回荡着陆婷川口中的那三个字 扯平了 什么扯平了 他给自己带来的折磨和伤害 而他又认为自己杀害了他的孩子 所以就这样扯平了 陆婷川给他带来的 毕竟只有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伤害 而他却要了他孩子的命 一条命远比一些伤害划算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好像还占了胜负 纳兰宇忽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陆婷川只一味地认为 孩子是被他给拿掉了 也就是他杀了他的孩子 可他又知不知道 那个孩子 也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的 事后他虽然没有那么难过 甚至也认为是报复了陆婷川 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那么洒脱 也做不到那么歹毒 如果在他知道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那么残忍地拿掉孩子的 直到如今 他的内心并不比陆婷川好受多少 而且还不是手术拿掉的 而是跟对方反抗的时候 被对方踹了一脚 应该就是那一脚要了孩子的命 只不过 这些到现在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这样也好 他们本不是同路人 难道他还会愚蠢地去妄想什么吗 当然不会 纳兰宇转身 面对浩瀚的大海 他单薄的身影 落寞而又孤独 苍凉而又悲伤 周月儿知道纳兰宇 偷了陆婷川的藏宝图之后 开心到跳起来 这还没庆祝一番 纳兰宇居然又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还好端端地跟陆婷川出去了 这哪里像是什么仇人敌人呀 在他看来 比情侣还要恩爱 所以 他这一天都在琢磨着 怎样才能让陆婷川和纳兰宇 关系绝裂 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才好 不 最好是 陆婷川直接给纳兰宇 来击抱头才过瘾 周月儿联系了小刀 想从他那边得知一些情况 纳兰宇偷了陆婷川的草 暗宝图 按理来说 被陆婷川抓到后 肯定是必死无疑 可现在陆婷川不但没有杀他 反而还带着他一起出去了 这件事 肯定不那么简单 等了一下午 可算是把小刀给等来了 周月儿扑上去 就问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小刀的本意 就是想让他们脑掰 自然是将知道的都告诉了他 周月儿听闻后 震惊了半声才回过神来 然后又跟个疯子一样 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得正得意时 周月儿又陡然停了下来 对小刀问道 小刀 你说的这事可不可靠 绝对可靠 我轻而听到石林和田勇说的 太好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没想到陆婷川和纳兰宇之间 还有一条人命牵绊着 这下 有好戏看了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集 一个月后 一家豪华私人会所 豪车不断进进出出 今天是文宝大亨 四十九岁寿臣 特地邀请了其他三位大亨 以及一些亲朋好友 前来庆祝一番 文宝大亨一共四个人 除了今天的主角罗哥 也就是周洪 还有一个年纪最大的老马 最后一个就是陆婷川 陆婷川虽然年纪最轻 却是他们其中的老大 宴会摆得不大 却非常的严格 凡是入场的人 都要进行安检 任何私人物品 一律不允许带进去 周月儿等了一个月 终于等来了今天 早早的 他就到了陆婷川这边等着 因为他们今晚 一起前去参加罗哥的宴会 今晚他们必定是 人们眼中最般配 也是最受关注的一对 而且他提出 跟陆婷川一起的时候 陆婷川没有反对 这就证明 陆婷川对他也是有意思的 不然又怎么会在 这种备受关注的场合下 选择跟他配对呢 周月儿早已经激动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总算是守得云开 见月明了 要不是那个纳兰宇冒出来 没准他跟陆婷川 早就成了 说不定 现在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不过没关系 今晚就让纳兰宇知道 谁才是配得上 站在陆婷川身边的女人 六点的宴会 五点五十九 陆婷川的车子才在宴会厅门口停了下来 周月儿郁闷了一下午 本来打算早点过来 让大家都羡慕他一下的 可结果 陆婷川偏偏是踩着点到的 这时候 人家都进了大厅开始宴会了 门口除了几个安保 一个宾客都没有 他想要炫耀一番的计划 也就泡汤了 就连陆婷川下车后 都没有搭理他 镜子过去安检 通过后 朝宴会厅走了过去 那样子 就好像车里 根本就没有他周月儿这个人似的 该不会 是把他给忘了吧 周月儿连忙跟上去 结果 被安保给拦了下来 三少 等等我呀 这位小姐 麻烦你先过一下安检 滚开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安检我 不管你是谁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也照样要安检才能进去 这位小姐 如果不配合的话 就请离开吧 我告诉你 我是周总的千金 周月儿 你们要是敢对我不敬的话 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原来是周小姐 失礼了 对方的语态客气了一些 毕竟 不看僧面 那也要看佛面 周月儿冷恨一声 拢了拢身上高贵的貂皮大衣 昂首挺胸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架子 原本等着这些人好声好气地请她进去 可结果 却听到对方说 不过 罗哥今天宴请的所有宾客 都只限一位和一位伴侣 周总已经携周太太到了 也就是说 周小姐家的邀约名额已经满了 所以周小姐 还是请回吧 周月儿气得脸红脖子粗 本来是等着人请她进去 却不想遭到了逐客令 这差距大的 让周月儿一时难以接受 你 眼睛瞎了吗 没看到我是跟陆少一起来的吗 看是看见了 不过 陆少进去的时候 并没有说携带伴侣一起来 周月儿双手扣着皮包 厉谋狠狠地盯着几个安保 那眼神 恨不得将他们一个个戳死才好 她感觉 这些人就是故意在刁难她 但是敢刁难她周月儿的人 至今还没有问世 这些人 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出什么事了 一道月儿的声音突然传来 周月儿皱眉 这个女人的声音 怎么那么熟悉呢 她寻声看过去 纳兰宇已经走了过来 原来是她 怪不得听着这么耳熟 今非昔比 纳兰宇已经判若两人 一身高贵的宝蓝色礼服 长发盘起 细长的脖颈上 挂着最新款钻石吊坠 配上她那张妩媚的脸蛋 白细的肌肤 脚好的身材 这样一个女人 也难怪陆婷川会把持不住 就连半截身子都已经下吐的马老头子 都甘拜在她的石榴裙下 周月儿故作惊奇地将她打量了一下 纳兰宇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是周小姐 纳兰宇的语气不温不火 也没有回答周月儿的话 只是对旁边的安保问道 怎么回事 纳兰小姐好 这位周小姐不肯配合我们安姐 而且周家的人数已经满额了 周小姐口口声声说 是陆绍的女伴 但是陆绍又没跟我们打招呼 就进去了 我们正在劝周小姐回去 周月儿看那些安保 对纳兰宇恭恭敬敬 对她却是一点都不客气 更是恼火极了 纳兰宇不过是个水性洋化的女人而已 怎么能跟她这个千金大小姐 相提并论呢 纳兰宇闻言后 看了周月儿一眼 纳兰宇 你最好让他们快让我进去 不然陆绍待会儿找不到我的花 要你们一个个好看 周月儿打着警告的口吻 凶巴巴地警告他们 让她进去吧 不过必须安检 你 周月儿 别忘了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盘 想进去就乖乖去安检 不然 就趁早滚蛋 纳兰宇可不知她大小姐的那一套 丝毫没有给她半点留面子 你 纳兰宇 你 你敢让我滚蛋 我 周月儿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更没有人敢这样对她说话 今天一下子连连碰壁 自然是接受不了 周月儿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差点就要挥手山纳兰宇 但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讽刺地笑了出来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是马老头子包养的情妇 身份不一样了 说话自然也有了底气 不过纳兰宇我告诉你 情妇就是情妇 人家一时新鲜的玩物而已 得人家玩够了 你就是人人唾马的当妇 纳兰宇面不改色 凉凉的开口 周小姐今天好像没刷牙就来了 你们带周小姐 先去好好刷个牙 是 第1253集 安保点点头 紧接着 几个安保一起朝周月儿走去 周月儿吓得惊慌失措 你们 你们不要乱来 否则我告诉我爸爸 废话少说 赶紧走 几个安保一点都不客气 被周月儿又拉又拽 直接给拖走了 周月儿一边挣扎 一边愤恨地大喊大叫 你们这些不治死国的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纳兰宇 你给我等着墙 纳兰宇站在那儿 没有多看周月儿一眼 此刻 他面上有多平静 内心就有多烦乱 这一个月里 他一边防着暗中有人对自己下手 一边要查那些绑架哥哥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就在十天前 他查到 绑架哥哥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路亭川的死对头 也就是跟路亭川一起做古玩生意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罗哥 这个罗哥 在一年前的选举中 落败路亭川的选举票数 最终 路亭川以一票之差 成为他们古玩界的首席领袖 而罗哥对这个结果很是不服 认为路亭川在暗中做了手脚 所以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路亭川将他收集的很多宝贝 都藏进了沙漠的基地 但由于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址 所以才会一直有人 想得到这个藏宝图 当然 绝对不止罗哥想要得到藏宝图 周虹老马 包括一些外人 都想要得到这个藏宝图 但是纳兰宇调查过 哥哥曾经在西海码头做过工 而西海码头都是罗哥的人负责 所以只有罗哥有嫌疑抓了哥哥来要挟他 再利用他偷盗藏宝图 之后又逼他杀掉路亭川 而这个案例在半年前 曾在罗哥这里发生过 通过这一点 纳兰宇更加肯定 哥哥就是被罗哥的人绑架了 因此 他创造各种机会 成功勾搭上了老马 以便于接近罗哥 现在出了这个办法 他真的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纳兰宇回到宴会厅的时候 厅内已经是欢歌热舞 富丽堂皇的大厅 来往的宾客 这些都与他无关 可是目光又不由自主地 穿梭在人群中 像是在寻找什么 然而 自己又在寻找什么呢 他震了一瞬 默默地在心底窥探了一声 小宇 一声叫唤 彻底打断了纳兰宇的思绪 他藏起多余的情绪 勾了勾唇脚 然后面带笑意地转过身来 是老马 也就是他现在的靠山 这会儿正朝他走过来 只不过 跟老马一起的 还有一个人 陆亭川 纳兰宇原本伪装好的 一贯迷人笑容 可在转瞬的刹那 对上陆亭川的那一瞬 念上的笑意僵了僵 尽管知道可能会撞见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真见面的时候 还是没办法控制 不该有的情绪 从陆亭川的眼底 他也看到了明显的震惊 他起码还知道会撞见 但是陆亭川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会在这里 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纳兰宇的目光 只是在他面上停了一瞬 担心被人看出破绽 很快就抽了回来 对老马轻轻一笑 马总 马总看到他 眼里就浮现出色蜜蜜的光芒 手再自然不过地将他搂过来 跟他介绍说 小宇 这位是大名鼎鼎 英俊潇洒 具有万人迷之城的陆少 你待会陪陆少多喝两杯 一定要让陆少玩得尽兴的 纳兰宇轻轻汗手 他很清楚 在老马这种人眼里 自己跟个三陪女没什么区别 只要能陪好他的重要嘉宾 把他陷出去都可以 纳兰宇转向陆亭川 如果他直觉没错的话 陆亭川从见到他的那一刻 冷冽的目光 就没有从他这里离开过 陆少 久闻大名 纳兰宇这会儿已经重新找回状态 态度自然 浅浅地弯了弯身 陆亭川看着面前这个 原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的女人 眼底的眸色 渐渐地变得又深又冷 显然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月前的 那个纳兰宇 如果陆亭川猜得没错 他就是老马的新宠 这几天外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近七十岁的古玩老马 找了个水淋淋的翘情妇 果然是够水 果然是够翘 陆亭川五官紧紧地绷着 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火 大抵是因为 原本属于过他的东西 被人侵犯了 老马见陆亭川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怀里的美人 心里自然是不舒服 但是他不至于因为一个女人 跟陆亭川闹得不愉快 老马笑了一下 半开玩笑地说道 陆少 我这位又水又嫩的小行妇 够可口吧 陆亭川这才将视线 从纳兰宇的面上挪开 移向老马 薄唇微微勾起 似笑非笑地开口 够不够可口 得尝过才知道 老马一愣 陆亭川这话 说得再明显不过了 不仅是看上纳兰宇了 而且还光明正大的 想尝尝滋味 虽说只是个女人而已 但好歹 也是他心相中的 这个陆亭川 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老马看了一眼纳兰宇 自己还没尝到的美味 就这么拱手让人 是打心底里不甘心 但是转念一想 世上美女多的是 陆亭川可就那么一个 得罪了 想弥补都没有机会 只要陆少有幸 我对这种货色没兴趣 陆亭川丢下话 皮肤从纳兰宇旁边 跃了过去 再没有多看纳兰宇一眼 就好像他是空气一样 纳兰宇没想到 结果会这样 陆亭川的意思很了然 老马也不可能因为 他跟陆亭川闹得不愉快 所以他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心理准备 却没想到 陆亭川最后却改了口 纳兰宇一颗绷得紧紧的心 这才缓缓地松了下来 耳边是陆亭川最后那句话 对这种货色没兴趣 是羞辱也是讽刺 他轻轻地叙了口气 觉得胸口有些闷得透不过气来 继而又苦涩地笑了 至于闷什么 他没有去深究 现在此时此刻 也不是去深究这些东西的时候 纳兰宇正陪着老马 准备去进寿星的酒 他也打算 借此试探一下罗哥 认不认得自己 之前跟他接头的人 都是底层的人 纳兰宇不确定 底层的人会不会向罗哥 暴露他的身份和样貌 一般来说 这种事是不会汇报得那么详细的 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可能 收心今晚可能是最忙的一个 纳兰宇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 机会没等到 倒是等来了满身火气的周玉儿 这气势汹汹的架势 一看就是来找他报仇来了 纳兰宇刚才已经替老马喝了好几杯了 酒量并不好的他 才偷偷吃了一颗解酒药 药效没那么快 周玉儿这时候出现 不是好兆头 他要是酒精上来 理智可没那么好 纳兰宇 周玉儿不顾来来往往的宾客 一声大喊 纳兰宇将手中的酒杯 随手放在服务员手中的托盘里 站在那儿 看着周玉儿披头散发 不顾形象地提着礼服 朝他大步走过来 想来是真的气疯了 等周玉儿走近后 纳兰宇这才发现 周玉儿那张樱桃小嘴 此刻变成了香肠嘴 难怪他这般恼火 看来那帮人对他 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客气 周小姐 纳兰宇刚开口 便遭到了一记耳光 他脸偏向了一边 抬手在火辣辣的脸颊上 摸了一下 尽量将心里燃起的火焰 给压下去 周玉儿气疯了 他不能也跟着周玉儿疯 况且 周玉儿身后 好歹有周红撑腰 那来远 你这个不要恋的婊子 贱人 你以为做个情妇就了不起了吗 我告诉你 今晚你要是不给我下跪赔罪的话 我非把你这个亮祸 千刀万挂不可 周玉儿何止是气疯了 被人摁在水龙头下 逼着刷了几十字牙 能不疯才怪了 他这辈子 也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这个仇 他势必要报 纳兰宇再好的脾气 此刻也没有好脸色了 语气冷冷地开口 周小姐 请你说话注意点 我就算是再廉价 好歹还知道羞耻 你呢 堂堂千金大小姐又怎么样 当众撒泼不顾形象 跟条疯狗有什么区别 你 你敢骂我疯狗 我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说吧 他就像个泼妇一样 冲上来跟纳兰宇私打 但是纳兰宇 根本就懒得跟他动手 将他推过去 警告他 周玉儿 不想再被赶出去的话 你最好老实点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丢人现眼 你这个千人 准万人骑的婊子 都不怕丢人 我有什么可丢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周玉儿的话 说得也越来越难听了 纳兰宇脸色沉了沉 看来那些人对你下手 还不够狠 换作是我下手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在医院 不过 你现在这样 也应该去医院看看 最好是整形医院 周小姐 你这嘴巴是整容失败了吧 怎么整得比香肠还夸张啊 这哪是香肠嘴啊 明明就是猪嘴 不过 这猪嘴跟周小姐的样貌 还挺般配的 旁观的人 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说着 就笑了起来 不过这话说着 不就是在变相地 骂周玉儿是猪头吗 周玉儿双手攥紧 被气得额头上的青筋 都爆了出来 你们一个个死巴婆 都给我滚 滚 长得难看 还不让人说了 就是 亏的还是千金大小姐 一点素质都没有 不过周玉儿现在这副样子 也确实够滑稽的 也亏她还有脸静来 换作是别人 早就神不知鬼不觉的闪人了 没素质也比你们这群做情妇 当二奶的女人巧 周玉儿恶狠狠地 怼那几个七嘴八舌的女人 你说谁做情妇呢 就是 你说谁当二奶呢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几个女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朝周玉儿冲了上来 周玉儿吓得直往后退 她今天是倒了什么美 遇到一群疯婆子 关键是 还没有安保过来 把他们给拖出去 都吵什么吵 怎么回事 周红老远就听到 好像是周玉儿的声音 而且陆婷川到了有一会儿了 就是没有见着自家女儿 周红早就想问问了 这会儿听到周玉儿的声音 这边又围着不少人 便过来看看 周玉儿对自己父亲的声音 自然是一文辩之 这一下可算是等到救星了 她推开围堵在面前的女人 还给他们一记 等着瞧的眼神 周玉儿挽着老爸的手臂 就一脸委屈地控诉 爸 你来得正好 哪来雨跟这群八舖 和我欺负我 还骂我没素质 说我长得像猪头 玉儿 你的嘴巴怎么回事 周玉儿的嘴巴肿得厉害 想不注意都难 但是自家女儿从家里走的时候 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这会儿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难道是陆婷川打了他女儿 周玉儿想到自己的嘴巴 更是恨得牙痒 指着纳兰宇说道 爸 都是纳兰宇 他说我没刷牙 上门口的安保 帮我绑去刷了几十次的牙 伤口嘴巴就这样 周红闻言 当然是生气 他漂漂亮亮的女儿 就这样被纳兰宇 一个低贱的情妇 给糟蹋了 简直岂有此理 太不把他周红 放在眼里了 纳兰宇 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 纳兰宇上前 打着道歉的态度 真是不好意思 门口那些人不知轻重 冒犯周小姐了 不过 周小姐下次说话 注意点 我纳兰宇再不急 也轮不到你来动手 纳兰宇被周玉儿扇的左边脸 还明显地又红又重 不幸他周红看不见 同时 也在变相说明 他找周玉儿麻烦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语 你的脸怎么了 谁大的 在人群后的老马 这时也走了出来 纳兰宇只是婉儿一笑 周小姐今晚可能心情不好 多喝了几杯 一时没控制住 老马文言 老脸一沉 敢在今天这种场合下 对他老马的女人下手 把他这张老脸置于何处了 周总 外传令千金的刁蛮无礼 嚣张跋扈 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马总 小小气 玉儿年纪还小 不懂事 马总千万别跟孩子一般计较 周红这边先是陪笑脸 但是下一瞬便冷了脸 继续说道 老马看了一眼纳兰宇 孰清孰重 老马还是很清楚的 那一周总 是什么意思 就让纳兰宇 在这里给我家玉儿低个头 道个歉 这事也算过去了 毕竟今天是喜事 不能扫了罗总的兴致 周红这句话 说得很是轻松随意 就好像他这个要求 对纳兰宇来说 多么仁慈一样 老马自知这个要求不合理 但是也没有急着表态 而是去了眼不吭声的纳兰宇 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态度 低个头道个歉 也不是不行 不过 周小姐赏我那巴掌 我也得逃回来 纳兰宇自始至终 都是态度平淡 语气平静 越是在这种处境下 他越是不能忍让 反正在他们心里 他就是个低贱的情妇 他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呢 倒不如豁出去杠到底 起码还落个过瘾 周红雷霆大怒 纳兰宇 别给脸表里 要不是看在马总的面子上 你以为你配得上 站在这里跟老子说话吗 周总说得对 要不是马总给的机会 我们又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 纳兰宇故意把老马给牵扯出来 他知道 周红多少还是要顾忌点老马的面子 而老马又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 再被他这样一说 自然也不好袖手旁观 就在老马为难的时候 陆亭川出现了 主要是这边聚集的人太多 想不注意都难 老马看到陆亭川 眼底一亮 谄媚地走上来 陆少来得正好 要我说 这件事交给陆少 来主持公道最合适不过了 什么事 是这样 周总加千金 跟我家小美人 发生了一点不愉快 周总和周小姐 正揪着这事不放呢 听了老马的话 周红不乐意了 马总 这事不是我们揪着不放 我家育儿现在的样子 大家都看到了 我若坐视不理 还有何掩面做一个父亲 周总 话虽如此 周小姐也当了众人 删了我家小语 我这个面子往哪儿搁呀 陆亭川闻言 目光投向纳兰宇 他脸颊上的手掌印 还明显可见 陆亭川眼底的眸光沉了沉 周红这会儿的脸色 变得相当难看 他恼火的 不是老马跟自己在这里较劲 而是老马为了一个婊子 跟他僵持不下 如果这件事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岂不就是承认 他女儿连个婊子都不如 所以这件事 断不能就这样算了 真是看不出来 马总对这位纳兰小姐 如此痴迷 不过话说回来 能先后出现在陆少和马总身边的女人 自然也是有独特的过人之处 他老马不是要面子吗 周红就故意把纳兰宇和陆亭川那些事给抖出来 看他老马颜面何存 老马面上一沉 重重地看了脸纳兰宇 问道 周总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总 是这样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纳兰宇刚开口想解释 但老马直接截断了他的话 纳兰宇知道 老马这个人多疑 显然已经怀疑他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纳兰宇在之前 好像跟陆少关系匪浅吧 周红一脸幸灾乐祸的 等着看好戏 老马看了看纳兰宇 又去了陆亭川一眼 他们两个人的面上 都是一个表情 冷淡 平静 这样的反应 让老马不确定 周红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只听纳兰宇开口说道 难道周总忘了 当初 我可是您派过去 潜伏在陆少身边的 纳兰宇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周红暴跳如雷地指着他 这个臭女人 居然还敢来倒打他一盘 当初因为纳兰宇这句话 还得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卧底 还把人丢去喂给了野兽 导致他的卧底 因此接二连三的背叛 这笔账 他还没跟纳兰宇算过呢 周总都能理所当然的 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呢 哟 哟 没想到陆少和周总之间 还有这样的一段渊源呢 那我就更不好插手了 这下老马更加有借口 把事情给推出去了 不仅如此 还能看一出好戏 今日情况特殊 不宜牵扯个人恩怨 此事暂且不停 既然周小姐和这位 纳兰小姐之间有点矛盾 而且各有过错 那就都罚出去站岗一小时 省得留在这里给大家扫兴 陆婷川终于开口 他深知 老马和周红 都等着看各自的好戏 他又怎么会轻易中计呢 不 周月儿一听说要出去罚站 连忙抓着周红的手 外面那么冷 他穿得又爽 出去站一个小时 那还不得冻死了 周红握了握女儿的手 附在他耳边说道 乖 这个臭 爸迟早帮你抱上来 可是 周月儿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周红瞪了一眼 便不敢再说了 纳兰宇觉得 这样罚站也挺好的 除了冷一点 至少不用喝得半死不活 也不知道那个老马 少了他这个代酒的 是喝还是不喝 寒风一阵阵无情地吹来 外面穿着棉衣看守的恩宝 都冻得瑟瑟发抖 更何况是他这样 只挂着一身薄衫的人 也不知道周月儿现在 是不是也跟他一样的处境 应该不会 毕竟 人家还有视他如宝的父亲 不至于就这样 把他丢在风口挨动 一阵寒风呼呼地吹过来 冻得纳兰宇抱着手臂 猛地打了个寒劲 不过没过一会儿 一名女经理抱着一件大衣 给他送了过来 纳兰宇不想被人抓住 这个把柄说事 所以就婉拒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